比赛还没有结束,Sock俱乐部还要跟另一家倒霉蛋争夺最后一张IOI世界赛的门票,但是对于现场观众来说是真的顶不住了。 太胖光了!一整天已经打了三个BO5,而且全都打满,每一局的时间都在35分钟到50分钟左右,就算是在精彩的比赛也都快看吐了。 更何况多号种子都已经决出来了,后边这场BO5虽然是要决定最后一个世界赛名额,但精彩程度肯定不能跟抢头号种子的这场比赛相提并论。 时间也晚了,魔独又这么大,有些观众害怕自己赶不上回家的地铁,所以很多人都提前退场了。 虽然已经买了票,不看有点浪费,但是考虑到今天这三个丧心病狂般的BO5已经完全值回了票价。 所以从心理上也就不觉得那么亏了。 总之种种因素全都综合起来,观众们开始纷纷退场,现场的座位出现了大量的空缺。 裴千摊坐在座位上,仰面望天,心情复杂。 这一整天的比赛简直就像是凌迟处死啊。 本来想看FV俱乐部输掉两个BO5开开心心回家的, 结果莫想到FV俱乐部越战越勇,两个BO5全都赢了下来,直接就成了膀胱赛之王。 每次裴千感觉FV快不行了的时候,这些队员都会摆着不挠地在逆境中找到机会,成功翻盘对手。 裴千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没办法,总不能冲上比赛舞台按着队员们的手让,他们送马。 看了看表,现在是9点钟出头。 那摩问题来了,接下来要去干嘛呢? 其他观众早早地离场,是因为住处离场馆比较远,需要赶地铁回家。 但是裴千住的酒店,就在这家商场附近,走路也就5分钟的路程。 9点钟,显然距离裴千睡觉的时间还太早了,现在回到酒店,也漠视他。 这时,裴千的手机响了,是吴越打来的。 裴总,您在哪呢? 我打算带队员们去就近吃个宵夜,再回来参加出争仪式。 您也一起过来吧。 吴越的声音中透着一众激动和狂喜。 对他来说,FV俱乐部能拿到这样的成绩,放在一个月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曾经的FV俱乐部,就只是家民不见经传的小俱乐部。 没有明星队员,也没有雄厚的资金,更别提什么知名度了。 即使是在IOI这个在国内一点都不火爆的电竞项目中,FV俱乐部也排不到前列。 可以说,纯粹是玩票性质的,没有任何出路。 但是在裴总注资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明星队员有了,成绩有了,关注度有了,一切都好起来了。 这次拿到IOI世界赛的一号种子名额,已经证明FV俱乐部是目前国内最强的俱乐部,应该很快就能收获大量的关注度和粉丝。 一旦在世界赛上打出名堂,那摩收获的粉丝会更多。 只要这重成绩能保持一段时间,作为IOI的顶尖俱乐部,FV街道的赞助和代言肯定会越来越多,粉丝也会越来越多,一切就都好起来了。 所以,吴悦特别高兴,要请队员们去吃大餐。 裴总既然在现场,那肯定是要问裴总一声的。 吴悦也不确定裴总会不会一起去,可能裴总有其他的事情,也可能自己请不动这尊大佛。 但问一句,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最基本的礼貌问题。 裴千嘴角微微抽动。 咋?赛后还要吃一毒,在边施我一轮? 裴千断然拒绝,我还要看他后面的比赛,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今天舞台的主角是队员们,让他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吴悦线裴总态度坚决,也就没太坚持。 好的裴总,你有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 挂了电话,裴千默默地叹了口气。 现在的时间,回去睡觉还太早了。 还是继续再看两场比赛,看到11点钟左右回去睡觉,时间正好。 比赛继续,剩下的两支队伍争夺最后的出现名额。 虽然解说非常有职业精神,仍旧在用沙哑的嗓音井,可能地调动现场的气氛。 但还是陆陆续续地有观众默默离开。 就连裴千,也有点提不起精神,默心情关注比赛的情况。 莫办法,今天看的比赛太多了,人都快麻木了,能留在现场听得想,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裴千打了的哈欠,掏出手机,想随便刷一刷网页。 一会儿莫注意,又是好几条消息,全都是张远等人发来的。 裴总,您的这手操作,真是太高明了。 以自己为二,钓到了大鱼啊。 龙羽集团以为自己是渔夫? 其实他们才是鱼。 现在龙羽集团费尽心力炒起来的所有热度,全都被GPL和FV俱乐部给赚走了。 裴总不费吹灰之力,就让鱼论行师逆转。 这重不居能力,真是太强大了。 看着这几条信息,裴千头上出现了一排问号。 这是什么意思啊? 之前网络上的舆论不还是狂踩、FV俱乐部和GPL的吗? 怎么? 难道讽向这模块就变了? 他赶忙打开微博和各个游戏论坛,查看玩家们的讨论。 我看笑了,IOI资格赛就这? 哪个脑摊想出来的智障赛程? 从早上打到深夜都特模还没打完, 一天下来打满个BO10,别说选手了,观众都顶不住了。 打到最后,两边已经失误频出了,状态下滑太严重,比赛官赏性也没了。 这个郭主办方被好吧,搞这模个奇葩赛制,是打算急着去投胎吗? 我有个朋友在现场,据说FV这场打完之后,大批观众都开溜了,是真的顶不住了。 这一天比赛看下来,比特摩跑个马拉松还累人,笑死了,把观众都熬走的,比赛确实少见,主办方真是鬼才。 之前踩FV俱乐部的那些人呢?出来走两步。 说什么裴总组建的全明星队伍就这,一碰就碎,裴总也就玩玩GOB,到了IOI就被暴打。 现在还跳不跳了?FV莫给你所有队伍全钱碎。 笑死了,这摩托老牌俱乐部被裴总刚组建不到一个月的队伍给干碎了。 这波呀,这波是降维打击。 事实证明,裴总就是有着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随便搞个俱乐部到IOI的地盘玩玩, 还能血虐所有IOI的老牌俱乐部。 也别大吹吧,FV的这五名队员本来就是IOI的明星选手,硬实力本来就不错的。 难道这个功劳也要记在裴总头上?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你仔细想想,确定这跟裴总没关系。 好好想想,是谁投资FV俱乐部,把正确的五个人从不同队伍里挖来,组在一起的。 FV的打法跟其他俱乐部有明显区别,更偏向Dark那边的战术和套路是谁安排的。 这五名队员明显加降了锻炼,身体素质有所提升,所以才能在BO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这种理念又是谁倡导的? 裴总还在百忙之中清零现场督战,为选手们加油鼓劲。 你觉得FV打得韧性十足,跟这个没关系。 裴总部一定参与了队伍战术的制定,但这些宏观方面的问题,不都是裴总解决的。 显然,FV能完成今天的BO式奇迹,裴总的作用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 别的我勉强同意,但是加强身体锻炼,所以赢下BO时有点牵强吧。 这队伍组建起来也没几天啊。 确实,这些人锻炼还不到一个月,但健身不仅仅是增长肌肉,也意味着作息时间规律,休息充分,饮食营养均衡。 只要保持一周以上,肯定会感觉到精神状态有明显提升。 这些选手虽然跟黄望他们的重肌肉难没法比,但跟其他的这些骨瘦如柴的网瘾少年比那是绝对有优势的。 而且,赛程安排也对FV有利。 FV是打今天的第一场和第三场,而对手是打第二场和第三场。 对手的优势在于,二三场两个BO五连打,刚开局会比较手热,所以双方对战的第一小局FV输得完全没有悬念。 但FV的优势在于,两场比赛中间有充分的时间休息,调整,这也是他们在持久战中保持良好状态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磨一想,原来还有赛制的问题啊。 这不公平。 是啊,但这不是FV的错,还是那句话,主办方垃圾啊。 要不是主办方安排这脑瘫赛程,不是BO十连打的话,结果怎么样,还真不好说。 所以我就说了,龙宇集团虽然是家大公司,但办比赛怎么看都不专业,跟腾达差远了。 看看IOI资格赛和GPL季前赛的对比就知道了,从场地,比赛细节再到赛程安排,Dog这边简直就是玩爆。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啊。 而且说实话,IOI这边的比赛给人的感觉还是太拖的,一场游戏的时间太长了。 一个BO5恨不得打五个小时,节奏太慢。 如果世界赛还是这样,那我不看好IOI的观赏性。 确实,差太多了。 今天以后,暂时就没IOI的比赛了,还是去看GPL吧,比这个好看多了。 不知道在现场的裴总是什么感觉。 呵呵,还有人说裴总去现场,是因为IOI的比赛比GPL好看。 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觉得裴总的想法多半是,就这还好意思办比赛。 抄作业都不会抄。 裴总今天去现场,显然是一种挑衅啊。 我投资的俱乐部,直接拿走你一号种子名额。 你还拿我莫办法,你气不气? 而且我还要清零现场看FV俱乐部夺冠,贴脸嘲讽。 你又能耐我何? 确实,裴总可能只是在Galke这边已经无敌了, 丝毫感受不到威胁,没有了激情。 所以才用FV俱乐部转战IOI,本来是想找点乐子的。 结果莫想到,IOI的队伍竟然都这么弱,一碰就碎。 我要是裴总,我现在只会感觉人生寂寞如雪,太没意思了。 我觉得,以后裴总应该不会再去看IOI的比赛了,办得太让人失望了。 我正在看比赛回放,突然发现裴总的这个特写镜头,似乎有点深意啊。 你们看,虽然裴总戴着口罩,非常低调,但他的姿势很放松,一剩券在握的样子,摄像机镜投给到他之后,完全无动于衷,淡定自若。 是不是对今天比赛的结果早有预料? 帅帅帅,不露脸的裴总妈妈爱了。 去看竞争对手公司办的比赛,做第一排,还要亲眼看着自己投资的俱乐部夺冠,霸气啊。 我觉得,裴总戴口罩,可能原本就只是想低调行事的,莫打算打龙羽集团的脸,打得太狠。 结果莫想到,龙羽集团主动给镜头,把自己的脸凑上来给裴总打。 笑死我了。 看着这些评论,裴谦陷入了呆滞状态。 沙雕网友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啊? 这里头就只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裴总现在感觉到人生寂寞如雪。 其他的,一句都不对啊。 我就真的只是想来看一下FV输比赛的,根本没想这么多。 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网上的舆论趋势已经形成了。 赵旭明和龙羽集团发现裴总清零现场之后,借题发挥,又是买热搜,又是勤水军,把热度给炒起来了,就等着FV一输,就可以把这些热度全都引导到IOI世界赛上。 但是现在,剧本完全不一样了。 FV敖战,BO时最终拿下了IOI世界赛的一号种子席位。 于是赵旭明之前准备好的那些,用来引导舆论,抹黑,GPL,给IOI世界赛制造热度的言论,全都不攻自破了。 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热度,全都集中到了FV俱乐部和GPL上面。 电子竞技胜者为王,不管是3比0碾压,还是3比2艰难取胜,观众们都只会记住胜利者,而将亚军视为最大的失败者。 FV俱乐部原本没有太多人关注,顶多也就是那些老队员的粉丝们比较在意。 但经过龙语集团不遗余力的科普,观众们都知道了,这是裴总的俱乐部,现在又打出了成绩,这关注度自然是一路飙升。 裴千轻轻叹了口气,感到有些生无可恋。 可惜啊,没有奇迹了。 SARC俱乐部以0-3输掉了这场关键局,未能获得进入世界赛的名额。 说实话真的很可惜,SARC这支队伍在今天的第一个BO5中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竞技水准。 本来是很有希望的。 但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一鼓作气,扎而衰,三二解,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他们对第二场BO5的准备不是特别充分,竞技状态也保持得不是很好。 只能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再接再厉。 台下,丁干被气得血压升高,差点昏过去。 虽然早已经对此有所预感,但没想到SARC竟然直接被3比0横扫了。 之所以打成这样,主要还是因为SARC把主要的精力都准备在第一场BO5上了,结果功亏一篑没有拿下之后,队伍的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 很多时候在淘汰赛就是憋着一口气,这口气提上来就冲出去了,这口气一旦泄了,那就是一泄千里,瞬间崩盘。 丁干下意识地看向旁边的观众席,此时观众已经走得七七八八,没剩下多少人了。 毕竟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再不走连地铁都没了。 空荡荡的前排观众席,裴总的身影显得如此突兀。 丁干虽然很生气,但不知为何,对裴总却完全恨不起来。 按理说,是裴总重组了FV俱乐部,强调了一个世界赛的名额,才导致SAC俱乐部无法出现,也让丁干在这支队伍上的投资血本无归。 但是丁干却觉得,这不是裴总的错,而是赵旭明的错。 赵旭明要是早点来俱乐部谈IOI世界赛的事情,SAC能被拆队吗? 赵旭明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担保,SAC一定能进世界赛,结果呢? 一出事,立刻就把SAC扔在一边,不管了。 包括这个脑瘫赛制,是怎么想出来的? SAC的比赛,一场在清晨一场在深夜,有这模安排赛程的吗? 如果两个,比有五分成两天来打,SAC能有更充分的准备时间,说不定比赛结果会有不同呢? 确实,SAC俱乐部莫出现,是裴总一手造成的。 但丁干很清楚,人家裴总也不是针对SAC俱乐部。 裴总重组,FV俱乐部,首要目标是打IOI和龙羽集团的脸。 SAC这属于被裴总不小心,AOE到了。 而,SAC未能出现,赵旭明才是那个难辞其咎的人。 要不是赵旭明这模废物,被裴总打得毫无还手之力,SAC能跟着一起倒霉吗? 丁干越想越气。 赵旭明! 我再跟着你混,我就是狗! 我以后宁可去玩GDL,一辈子进不去GPL也绝不再碰IOI。 不知为何,丁干越看裴总,越是觉得绝望和心灰意冷。 就不该跟裴总的竞争对手沾上半点关系的,晦气。 铁了心地跟着裴总混,哪怕之前闹过不愉快,混得差点又如何? 也总比现在被莫名拉到一起,A了好吧。 丁干脸色铁青,也不打算再去找赵旭明了,拂袖而走。 台上,三只出现队伍纷纷登台,举行出征仪式。 但前排观众们,已经纷纷离场,毕竟实在太晚了。 而且出征仪式,也莫傻好看的。 裴谦本来也站起身来想走,但走了两步之后发现,出口的人很多,现在离开也是挤在人堆里。 想了想,还是在正中央的座位,重新坐了下来,随便看看这个出征仪式,等着所有人都散场了再离开。 毕竟酒店不行五分钟就到了,他又不着急。 就在此时,一名正要离开的观众,突然扶至心灵,拿出手机对着空荡荡的前排观众席,对着裴谦的背影,拍了一张照片。 咔嚓! 照片上,裴谦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前方是比赛舞台和大屏幕,孤独的背影显得特别醒目。 舞台上,三支队伍的15名队员排成一排,FV俱乐部的5名队员吃完夜宵后返回,就站在最中间,最靠前的位置,跟台下的裴总瑶相呼应。 其实裴谦原本是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因为他不想过于引人注目。 但是退场的时候,走了两步,又重新坐了下来,就正好坐在了正中央。 这名拍照的热心观众,看了看照片,对构图非常满意,心满意足地发到了网上。 又是一幅新的世界名画,最后的观众。 12月12日,周一。 裴谦在酒店里睡到上午11点,退房之后随便吃了点东西,然后就直奔高铁站返回荆州。 吴岳和陆经理本想中午设宴招待一下,但是被裴谦拒绝了。 周末这两天的比赛,对裴谦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现在只想离开魔都,返回荆州,窝在家里裹着小毛毯打游戏。 返回荆州的高铁上,裴谦调整了一下心态,这才拿出手机来查看各种论坛上沙雕网友们对于昨天比赛的评价。 昨天晚上看完比赛都快12点了,裴谦回到酒店就直接睡下,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查看网上的评论。 打开论坛,裴谦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热度最高的帖子,已经被顶了上千楼,热度非常高。 帖子的标题很简单,世界名画。 看到这个标题,裴谦稍微感到有些费解。 这是老铁,又被挖出来了魔? 所谓的世界名画,到目前为止,一共有三幅,全都是沙雕网友拍的背影图,分别被命名为裴总在墨鱼网咖,裴总在墨鱼外卖,裴总在工作。 第一幅是在墨鱼网咖3.0刚开业时拍的,第二幅是在墨鱼外卖门店吃饭,记者恰好在采访时拍的,第三幅是在汉东大学附近的墨鱼网咖整理思维导图的时候拍的。 但是这个话题,不是早都已经过去了吗? 之前在墨鱼网咖画思维导图的那个事情,确实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网友们都是鱼的记忆,早就应该忘了才对,怎么又在讨论呢? 裴谦看了一眼发帖时间,不对啊,这似乎是昨晚发的帖子,才一晚上就被顶了上千楼。 裴谦隐约预感到有些不妙,赶忙点进去查看。 只见帖子最上方就是一张照片,是昨天晚上IOI资格赛的出征仪式,画面的上半部分很正常,选手们站得整整齐齐,FV战队的五个人站在正中央,准备代表IOI出征世界赛。 但是画面的下半部分就很离谱了,空荡荡的前排观众席竟然只有一名观众。 裴谦仔细一看,这特模不就是自己吗?这什么时候拍的? 裴谦感到很困惑,仔细回想了一下才意识到,这应该是在观众们最终退场的那段时间拍的,恰好前排观众走得多。 而裴谦懒得去挤,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构图。 实际上,这个构图的抓拍者非常鸡贼,他拍得到其实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真相是,当时有不少人在拍照前才刚刚离场,裴谦在前排观众中确实是离场最晚的,毕竟他住得最近最不着急。 但并不是说,观众们早早的就全都走了,只有裴总看到了最后。 而且,后排的观众有很多都跟裴谦一样在座位上等着,并没有着急离开。 但这名拍摄者故意只拍了前面三四排,后边还在场内的观众一概没有拍。 所以,阴差阳错之下,就造成了一种空旷的场馆,只剩裴总一人的感觉。 再看图片下方的帖子正文,原作者只是把这张照片发了上来,并没有做太多的描述,也不需要做太多的描述。 谁都能看出来台上是15名队员,台下的背影是裴总。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太多可讨论的,但不得不说,网友们的智慧是无穷的。 下方点赞最高的热评,有好几个网友合力编写,竟然硬生生地给搞出了一个名作赏息。 世界名画,最后的观众。 这是裴总世界名画中的最新一幅,也即将成为最富盛名之作。 在众多同类作品中,此画被认为是空前之作,尤其以构思巧妙,布局卓越,细节写实,内涵丰富而引人入胜。 画面中,FV俱乐部队员们的狂喜,其他两家俱乐部的陪衬,空荡荡的观众席,对画面中央的背影,呈现出一种完美的烘托作用,并传达出丰富的心理内容,是不可多得的传世名作。 故事介绍 最后的观众,所讲述的是新卯年冬月,裴总远赴摩都,单刀赴会的场景。 新卯年庚子月,国际财阀达亚克与龙语集团合办资格赛于摩都,御届世界赛以壮升威,力压腾达。 八家电竞俱乐部,群起响应,汇聚于摩都,一时之间惊奇招展,兵甲云集,引有盖过腾达之事。 更有群魔萧小蛊惑人心,谣言四起。 当此关头,情势紧迫,腾达诸将惶惶不宁,问济于裴总,敌方是大,如之奈何? 裴总淡然一笑,乌合之众,不过土鸡娃狗,插标卖首尔,何足道哉? 不出三日,敌荡不战自愧,众将闻言,将信将疑。 庚子月几亥日,一出行,裴总孤身远赴摩都,单刀附会。 腾达诸将俱精,岂有三军统帅,以身泛险之礼。 然则,裴总早已暗中派出暗探卧底,潜伏于自格赛中,此五人巨势军中精锐,五人合力,有万夫莫当之勇。 贼兵势大,殊不知魔都局势,已然尽在裴总掌握。 一日,吴勇士与朱俱乐部车轮熬战,自沉至昏,战况激烈,浮尸百万,流血飘鲁。 裴总前线督战,万军从中神色如常,镇定自若,吴勇士欲战欲勇。 谈笑间,强卤灰飞烟面。 经此一役,资格赛上吴勇士威名远播,群魔萧小望风而逃,乌合之众不战自愧。 裴总单刀附会,深入嫡朝,自此魔都俱乐部肝胆剧烈,闻裴总名,小而不敢夜提。 后人有诗赞余。 裴总制计世间西,单刀附会赶平期,偏周一夜行千里,雄兵百万节争议。 画作赏西。 这幅画作采用了对称设计,在构图上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上部中央,上部两侧,下部。 上部中央由FV俱乐部的五名队员组成。 他们刚刚熬战时局,拿下资格赛冠军,获得IOI世界赛一号种子名额,意气风发,占据了画面的主体位置。 上部两侧是另外两家获得世界赛名额的队伍,拿到二三号种子的他们,表情平淡一些,对中央的FV俱乐部队员起到衬托作用。 下部是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和最前排正中央裴总的背影。 空荡荡的观众席,衬托出一种荒凉,冷清的气氛,这有两个方面的寓意。 一方面是龙宇集团比赛安排不合理,观众对比赛流程不满意,比赛还没有正式结束,众人已经纷纷退场。 另一方面,是赛前声势浩大,赛后一地鸡毛,乌合之众被裴总孤身一人,打得溃不成军,折戟沉沙。 正中央的裴总虽然只有一个背影,但从他放松,自信地坐姿,可以大致感受到他此刻的心态。 一方面,他与台上FV俱乐部的五人互相遥望,说明裴总身先士卒,爱兵如子。 另一方面,场馆已经空无一人,裴总却依旧留到最后,说明裴总尊重比赛,尊重舞台,尊重对手。 此外,裴总镇定自若,足以说明一切都尽在掌握。 画面中的十五个人,由于性格和身份的不同,表情也有细微的差异,给人一种稍显散乱的感觉。 但裴总的背影,却将这十五个人的表情给联系起来,互相呼应。 彼此联系,让这副名作中人物的情感不再孤立。 台上,台下,正脸,背影,一鸣,一按,一动,一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寓意深刻,布局精巧,无愧为传世佳作。 裴谦看完了这个帖子里被顶到最高的这几个热屏,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状态。 这什么鬼啊? 照片是谁拍的? 你闲得没事干拍我干嘛啊? 还有底下的这些热屏,就更加离谱了。 这都是哪个哪啊? 怎么就世界名化了? 竟然还搞了一段工地文言文? 玄特魔做了一首诗。 最离谱的是,竟然还有人全凭脑补,补出了这张照片的艺术价值和图上每个人的内心事件。 这群沙雕网友,一个个的,都是老脑不怪了。 显然,网友们对于裴谦这次魔读之行的解读,已经是完全跑偏了。 裴谦原本也没想太多,单纯只是不想看GPL,想到魔读看FV输比赛散散心而已,自己一个人过来,还戴着口罩,本来是打算低调行事的。 结果莫想到,主办方不知道怎么认出了自己,比赛打得好好的,非要给自己特写镜头,还一个劲地再往上煽风点火。 这下好了,全世界都知道裴总清零IOI资格赛的现场了。 本来,FV俱乐部输了也就算了,热度都会被IOI给赚走,结果万万莫想到,FV俱乐部的膀胱振膜给力,硬是熬战时局,越战越勇,一刀一刀都扎在裴总心上。 赔谦自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吃瓜群众们不知道啊。 以吃瓜群众们的视角来看,裴总一向是运筹帷幄,这没错吧? FV俱乐部是裴总投资重组的,这没错吧? 裴总清零现场督战,一直看到比赛结束,这也没错吧? 反正最后结果,热度是都被FV俱乐部和GPL联赛给赚走了。 一方面,所有人都觉得IOI这比赛办的不正规,要看正规比赛还得是GPL。 另一方面,要说到目前国内最强的IOI战队,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FV战队。 虽然这个俱乐部没试摩品牌价值,但有明星选手,有实力,有成绩,还有话题性,妥妥的IOI顶级流量。 分析一下起因,再分析一下结果。 裴总在其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这不是不正自明的事情吗? 说这次IOI资格赛和FV俱乐部夺冠的事情,全都是裴总一个人在孤独Carry,这没石墨问题吧? 谁能反驳?谁敢反驳? 既然如此,给这个故事加一点点修饰,增加一下它的艺术性和戏剧色彩。 深入分析一下内在原因,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毕竟传奇故事多半都有吹的成分,吹得越离谱,流传度越广,吃瓜群众越爱听。 于是,经过一晚上的群策群力,网络上的文豪们就把裴总远赴魔都单刀附会的故事,添油加醋的美化成了现在的这个版本。 尤其是偏周一夜行千里,雄兵百万解征一这句诗,更是把逼格无限拔高。 这句诗的意思是说,腾达这边有雄兵百万,本来要出征魔都,跟龙羽集团兵戎相见,结果裴总孤身一人,偏周一夜来到魔都,敌军立刻土崩瓦解。 腾达这边的雄兵百万根本都不用出职,就把战袍给脱了。 裴总一人,能顶得上雄兵百万? 裴总可不仅仅是运筹帷幄,至极无双,这种胆破也是世间罕有。 整个故事是越传越离谱了。 荆州,圆梦创头楼下。 梦畅收起手机,脸上仍旧是一副平淡如常的表情,诚服很深,让人看不出他真实的情绪。 在来的路上,梦畅一直在吃瓜。 这个周末,裴总孤身一人前往魔都,把龙羽集团和IOI打得溃不成军的事情已经在网上疯传,毫无疑问的算是破圈了。 梦畅虽然对电竞领域完全不感兴趣,但因为事关裴总,所以也不敢怠慢,认真关注了一下。 结果越是深入了解,越是觉得叹为观止。 梦畅仔细分析了这次IOI资格赛中裴总的操作,发现裴总还真是算无一策,完全没有犯下任何的错误,每一步都走在了龙羽集团的前面。 更神奇的是,裴总的整个计划中,有许多步骤,看起来是有极大的运气成分的。 一次巧合,可以说是运气,那么很多次巧合呢? 如果这都是裴总算好的,那裴总非常可怕,这说明,他运筹帷幄的能力,已经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力。 如果这不是裴总算好的,都是运气,那裴总就更可怕了,因为这说明,他的气域逆天。 一个算无一策的人,是不能惹的,因为他会用智商差距,把你按在地上摩擦。 一个气域逆天的人,那就更不能惹了,因为一旦惹了他,你身上可能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也正是因为裴总实在是威名赫赫,名场面实在太多了,所以很多胆子小的骗子都对他敬而远之,根本不敢凑上来。 谁不知道裴总至极无双,爱增分明。 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连达亚克集团和龙羽集团这种大公司都扛不住。 一般的肖小,哪赶来吕裴总的虎须。 孟畅现在也是差不多的状态,非常心虚。 他最开始从圆孟创投这里拿钱,仅仅是因为圆孟创投的钱最好拿而已。 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从开发布会,到派驻财务,再到前段时间,裴总的追头,都让孟畅越发觉得,事情莫那么简单。 总觉得裴总表面上似乎完全莫关注冷面姑娘,暗地里却把一切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小伎俩都没有逃过裴总的眼睛。 但问题在于,孟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如果早知道,最后事态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 那么孟畅有,可能会从一开始,就选择不拿裴总的钱。 但现在,冷面姑娘的门店开起来了,知名度有了,估值不断地水涨船高。 孟畅也已经在千方百计地跟各大资本联系,眼瞅着距离最后的目标,就差临门一脚。 对于孟畅来说,这时候是不可能放弃的。 就像一个赌徒,筹码都已经压上了桌,手里的牌也不错。 这时候不看到对方的底牌,是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自从上周那次莫名的乌龙事件之后,冷面姑娘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上周的时候,孟畅本来约了一些投资人来视察冷面姑娘的门店,结果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这家门店的后厨突然状况频出,给投资人们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本来十拿九稳的投资也告吹了。 当然,这些投资人们也不会仅仅因为后厨阵磨、芝麻大点的事情,就彻底不看好冷面姑娘。 但心理预期一旦打了折扣,给的投资条件自然会变得更加严苛。 孟畅是完全不接受这些严苛条件的,所以双方再度进入僵持状态。 双方表面上势均力敌,实则压力全都在孟畅这边。 投资人们手里有钱,想观望多久都没关系。 但孟畅这边每时每刻都在烧钱啊。 他之前加大了烧钱力度,又是包场馆办演讲,又是搞各种营销活动。 冷面姑娘隔三差五就洗踢个热搜,知名度越来越高。 但这些都是靠烧钱来维持的。 一旦钱烧完了,冷面姑娘就要原形毕露了。 而且,孟畅还不能放缓烧钱的脚步,因为热度一旦降下去, 投资人们会对冷面姑娘的真实情况更加怀疑。 所以,孟畅必须得继续找钱,否则冷面姑娘的资金链将会变得非常危险。 想来想去,还是只能来找裴总。 孟畅能够感觉到,大部分投资人的态度都已经非常松动了。 只要裴总再给一笔钱,冷面姑娘再多支撑一段时间, 绝对可以从其他投资人那里拿到更多钱, 这个游戏就能继续玩下去。 只是,裴总毕竟才刚刚给了六百万,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孟畅有些担心,自己烧钱太快了,会不会惹得裴总不高兴。 所以,孟畅在充分准备之后,决定再亲自来一趟荆州,当面说服裴总。 他已经精心准备了PPT,同时,也努力地把冷面姑娘两家门店的数据做成了盈利。 例如,对店面的各项资产采用更长的折旧期限,成本方面能分摊的,就多往后分摊, 或者是通过文字游戏把一部分的营销开支从成本中剔除。 这样在PPT上看,冷面姑娘就是非常健康的盈利状态,前景一片大好。 再加上冷面姑娘目前的品牌知名度,认知度,热搜指数等等数据,总之就是在各方面,全都显得无懈可击。 而且严格来说,孟畅这也不算作假,他确实用的是正确的数字, 只不过在讲PPT的时候,进行了修饰和加工,再加上自己的话术,就很容易产生误导。 孟畅当然没觉得自己能百分之一百地骗过裴总,他没这么狂妄,但孟畅觉得至少可以试一试。 自己用的都是真实数据,冷面姑娘的财务状况裴总多少也都清楚, 孟畅自己可从没想办法从冷面姑娘这里吃回扣,一心一意地想着炒高估值套现。 裴总就算是对此不满意,顶多也就是不再继续投资而已,还能当场拆台膜。 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孟畅准备充分之后来到荆州,决定试一试。 来到原孟创头楼上,孟畅见到了贺德胜,两人亲切握手。 稍等一会儿吧,裴总已经答应谢你了。 不过,他刚从魔都回来莫多久,正在过来的路上。 贺德胜说道,孟畅赶忙点头,当然,裴总百忙之中给我这个机会,我肯定会好好表现的。 贺德胜也莫多说什么,让人给端上茶水。 两个人在会客室一边闲聊,一边等着裴总的到来。 大约半小时后,裴总到了。 孟畅赶忙上前,态度殷勤,裴总,欢迎你从魔都凯旋而归。 偏周一夜行千里,雄兵百万节争议的传奇事迹,真是让人钦佩啊。 几个月来,孟畅虽然一直在从裴总这边拿钱,但真正面对面跟裴总交流的机会,一次都没有。 只能说,之前是孟畅的层次太低了,不值得裴总抽出时间来现。 但是现在,随着冷面姑娘的估值越来越高,在原孟创投投资的企业中,表现可以说是出类拔萃,逐渐获得了裴总的青睐和重视。 所以,孟畅见到裴总,也是不吝一美之词。 在他看来,裴总这次赶赴魔都单刀附会,不费一兵一卒,就把龙羽集团打得溃不成军,这应该是已经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很多人嘴上说着不喜欢溜须拍马,但马屁如果拍得舒服了,又有谁会不开心呢? 然而,让孟畅完全莫想到的是,裴总的表情竟然瞬间垮了下来。 如果说刚才还是一种比较无所谓的态度,那摩现在明显是有些不高兴了。 孟畅不由得心中一凉,暗道不好。 什么情况? 我说错话了? 不能够啊。 孟畅感到极其费解,一句普通的恭维而已,裴总都不爱听。 裴千嘴角微微抽动,越看这个,孟畅越觉得不顺眼。 刚从摩都回来,气还莫消呢,又往我伤口上撒盐。 不过裴千毕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也莫多说什么,只是跟孟畅、贺德胜一起进入会客室。 裴千还在高铁上的时候,贺德胜就已经打电话汇报过了,说孟畅已经到了荆州,希望能够当面汇报冷面姑娘的现状。 裴千没有多考虑,立刻就答应了,毕竟他之前也一直在关注着冷面姑娘,非常担心某天冷面姑娘突然开始盈利,让他赚得盆满钵满,随时都在准备开溜。 而孟畅对此一无所知,还以为裴总这么干脆地就答应了,肯定是对冷面姑娘特别看好,不由得信心倍增。 贺德胜在投影仪上播放PPT,梦畅简单地酝酿了一下情绪,开始自己的表演。 裴总,我这次特意来到荆州,主要是为了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 冷面姑娘门店已经实现了扭亏为盈。 虽然还不能断言这一商业模式将获得成功,但这绝对代表着冷面姑娘这一品牌在成功之路上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裴谦拿着茶杯刚想喝一口茶水润润嗓子,结果茶杯端到嘴边停住了,已经扭亏为盈了。 这么快? 裴谦的声音中带着七分惊讶,三分惊恐。 看到裴总的反应,梦畅不由的心中一喜。 裴总反应很大,这说明有戏。 他赶忙继续说道,没错,裴总您可以从这张图表上非常直观地看出目前冷面姑娘的情况。 目前我们的财务状况非常健康,只要不断扩大投入,一定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梦畅的准备非常充分,还把数据做成了各种柱状图,柄状图,直观形象,一目了然。 裴谦将信将疑地看向贺德胜,问道,这些数据都是准确的。 贺德胜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虽然梦畅强行制造盈利的这些操作有点骚,但大部分公司为了把财报做好看点都会多多少少有点类似操作,也算不上是造假。 裴总问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又莫问其他的。 贺德胜当然是如实回答,数据确实都是准确的。 看到裴总的反应,梦畅瞬间积血拉满,准备超神发挥一下。 看来今天只要好好表现,一定能赢得裴总的青睐,再拿几百万的投资,不成问题。 然而,梦畅刚打算继续往下讲,却看到裴总抬手阻止了他。 好了,你不用讲了,裴谦转头看向贺德胜,把我们手里冷面姑娘的股份全卖了。 裴总此言一出,贺德胜和梦畅两个人全都愣住了。 梦畅本来意气风发地准备往下继续讲,结果裴总的话就像是档头浇下一盆冷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 梦畅的表情从震惊变得困惑,再到茫然。 他平时那重担定自若的风度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讲话都有些卡壳,裴,裴总,何出此言? 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冷面姑娘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您可以指出来啊。 梦畅瞬间慌了。 对他来说,今天从裴总这拿钱很重要,但拿不到钱,也不会有太伤筋动骨的损失,毕竟手头的资金还足以支撑一段时间。 在这重情况下,来碰碰运气总是没错的。 然而,梦畅万万没想到,裴总竟然要撤。 这个消息对于梦畅来说,简直就像是晴天霹雳一般。 因为目前梦畅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投资人们的信心。 不管是从裴总这里拿投资,还是烧钱做演讲,炒热度都是为了提升投资人们的信心。 只有投资人们对冷面姑娘有信心,不断投钱,公司的估值才能不断上涨。 这个游戏才能玩得下去,最后套现离场,实现财务自由。 但反过来说,一旦投资人们信心崩盘,莫人看好冷面姑娘这个品牌, 那么以梦畅目前这个烧钱速度,根本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裴总这一撤,消息不可能瞒得住,极有可能造成冷面姑娘的全面崩盘。 所以,哪怕是一向淡定,面对各种大场面都应对的游刃有余的梦畅,也不由得慌了。 裴谦非常礼貌地笑了笑,冷面姑娘这个品牌没食膜问题, 我这模作单纯是因为腾达内部的一些原因,跟你没关系。 梦畅嘴角微微抽动,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神特膜没关系,你当我是傻子吗? 来的时候还谈得好好的,结果我讲,PPT讲到一半你,突然说要退场, 然后又说,跟我没关系。 骗鬼呢呀! 裴总这绝对是故意的,但是梦畅也没有任何办法, 总不能现在指着裴总的鼻子骂一顿吧。 裴谦喝了口茶水,以冷面姑娘现在的情况, 应该有很多投资人都要强迫头的想要投资。 腾达把股份卖了,肯定会有人买, 冷面姑娘的估值又不会受影响。 更何况,既然已经盈利了,也没师摩,好担心的了吧。 梦畅张了张嘴,一时雨色。 裴总说得好有道理,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 确实,如果按照梦畅的吹法来看, 腾达的退场也不会对冷面姑娘有影响, 反正等着接盘的人多得是。 但问题在于,腾达为师摩要退场啊。 继续拿着股份等生殖不香吗? 还是说,裴总已经看出了我的计划, 故意在这演戏斗我完呢? 这是在反讽? 还是在羞辱? 梦畅一时之间僵住了, 以她的才智和狡猾, 竟然也完全想不通裴总此时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瞬间变得有些手足无措。 在一旁坐着的喝得甚没说话, 而是密切关注裴总的细微神态变化。 在她看来, 梦畅PPT上的数据虽然确实有一些小心思, 明显是在财务上玩了一点数字游戏, 但这是普遍现象, 瑕不掩瑜, 冷面姑娘仍然是一家值得投资的公司。 裴总考虑的竟然不是卖一部分套现, 保留一部分股份, 而是直接退场, 从此跟冷面姑娘完全撇清关系。 难道说, 裴总还是在坚定地执行之前的投资策略? 哪怕是冷面姑娘这种品牌也不例外。 但是, 严格来说, 冷面姑娘这个所谓的扭亏为盈 其实是有很大水分的, 是在往未来摊掉大量成本, 扣出一部分营销费用之后的PPT上的扭亏为盈 不是真的赚钱。 赫德胜觉得作为下属, 有必要提醒一句, 他凑到裴总耳边, 低声说道, 裴总, 冷面姑娘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盈利, 只是出现了盈利的趋势。 我们是严格按照之前定的投资规则, 等冷面姑娘真正盈利了才撤, 还是现在就撤? 嗯? 裴千不由的眉头微皱, 又犹豫了一下。 撤资吧, 生怕枉杀了一个忠臣。 不撤吧, 又怕之后估值越来越高, 撤得越晚赚得越多, 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考虑片刻之后, 裴千觉得, 还是把最后这个机会交给孟畅自己。 他看向孟畅, 你也别讲PPT上那些花里胡哨的了, 就实话实说, 冷面姑娘, 有多大的概率, 让我赚钱, 赚多少? 有没有亏损的可能性? 最多能亏多少? 你实话实说, 给个准确的数字。 孟畅看到贺德胜在裴总旁边与积聚, 虽然不清楚具体说了什么, 但看裴总的态度, 这件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孟畅瞬间就像是, 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大喜过望。 在他看来, 裴总这显然是先敲打他一下, 让他表决心呢。 孟畅不由地稍有些后悔, 因为他感觉自己刚才露气了。 裴总一说要撤, 他的反应稍微有点过激, 这其实表现出冷面姑娘, 确实非常依赖腾达的资金支持。 而裴总后面的问题, 就像是在精准地拿捏住冷面姑娘的命门之后, 质问孟畅到底能给腾达集团, 带来多少的好处? 这时候, 孟畅已经没有太多选择, 肯定是要坚定不移地站在裴总一边, 向裴总许诺光明的前景, 才能换取裴总的继续支持。 想到这里, 孟畅立刻变得非常认真, 严肃, 果断保证道, 裴总您放心, 冷面姑娘一定能让您赚钱, 无非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第一种就是, 冷面姑娘持续盈利。 您作为冷面姑娘的大股东长期持有股份或的分红, 一直拿到上市或的长效收益。 第二种, 就是等更多资本进入后, 您想要离场时, 就可以随时离场, 拿得越久, 估值越高, 您赚的也就越多。 至于亏损, 我向您保证,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到目前为止, 冷面姑娘发展的每一步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只要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 您的投资一定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不会有任何亏损的风险。 所以, 我希望您至少再坚持三个月, 不, 一个月, 一定能看到回报。 当然, 如果您能再投资一些钱的话, 那就更好了。 裴谦陷入了长达一分钟的沉默, 而后, 他拿起茶杯, 送客, 梦唱瞬间惊了, 哎, 裴总, 他看了看裴总, 又看了看贺德胜, 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情况啊? 这是? 事情不是刚刚有了转机吗? 怎么裴总的脸, 一下子就垮了? 我到底说错失魔化了? 贺德胜已经站起身来, 请吧。 梦唱还不死心, 还想再说点什么努力, 让裴总回心转意。 但是看裴总这决绝的态度, 他犹豫再三, 还是放弃了。 因为他知道, 关心则乱, 现在一旦, 因为着急而失态, 更是容易在裴总面前露出破绽, 裴总只会撤得更加坚决。 先撤, 等裴总的情绪沉淀沉淀, 说不定过两天之后, 事情还会有所转机。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想到这里, 梦唱只好非常不甘心地点点头。 好的裴总, 您慢慢考虑。 贺德胜把梦唱送走, 而后再度回到会客室。 裴总, 您确定要把冷面姑娘的所有股份全都卖掉? 不再考虑考虑了。 贺德胜问道, 裴谦态度坚决, 卖, 立刻卖。 现在卖掉, 是不是又要赚很多钱了? 在裴谦心里,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贺德胜摇了摇头, 裴总, 这个不好说。 目前冷面姑娘又没有上市, 估值很虚, 这些股份具体值多少钱, 取决于双方谈判, 看看接盘的人愿意花多少钱买。 不过裴总, 您放心, 我一定尽我所能去谈判, 努力争取一个最高的价格。 而且, 孟畅也不可能让您手中的股份贱卖。 毕竟这影响冷面姑娘的估值, 也影响其他投资人的信心, 她一定会努力促成一个高额交易。 我们两个一起去谈, 应该十拿九稳, 但也很难保证一个具体的数字。 裴谦的嘴角微微抽动, 努力卖个高价? 那怎么行? 裴谦前前后后在冷面姑娘上面一共投了八百万, 到时候要是赚回来个两三千万, 那还不得当场吐血。 必须的贱卖, 最好卖得比八百万还低才行。 裴谦想了想, 说道, 能不能稍微卖低点? 贺德胜愣了一下, 什么叫稍微卖低点? 裴总还嫌卖的钱太多吗? 不过他很快反应了过来, 裴总您是说, 不要为了卖高价而反复谈判, 而是要尽快脱手。 为了尽快脱手, 稍微卖低点也没关系。 裴谦, 差不多。 又不能明示赫德胜见卖, 只能这样暗示一下了。 不过赫德胜正摩理解倒是也没实摩大错, 结果上应该是一样的。 赫德胜点点头, 明白了裴总,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得妥妥的。 12月14日, 周三, 使命与抉择, 拍摄现场。 卡! 好, 这条不错, 稍后我们再保一条, 今天就可以先收工了。 不错, 最近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拍摄的进度比想象中要快, 果然, 就知道, 我们的主演莫找错人啊。 朱小策对陆之遥毫不吝惜一美之词。 陆之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哎, 这都是裴总指导的好, 剧本也好, 我这就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朱小策拍了拍他的肩膀, 怎么还谦虚上了? 来, 这是下一阶段的剧本, 你先抽时间看看, 感受感受吧。 陆之遥伸手接过, 按照朱小策导演的规划, 使命与抉择的电影必须在三月左右 完成全部拍摄, 正式杀青, 因为接下来还有大量的时间需要做后期和特效。 使命与抉择, 几乎全部的场景都有特效, 做起来非常耗时间, 必须得预留足够长的时间, 才能保证按照原定计划, 在六月份上映。 拍摄方面的压力, 也挺大的。 目前的拍摄进度并没有完全跟着剧本走, 前一段剧情的不少场景, 还并没有全部拍摄完成, 到最满意的状态, 但朱小策认为, 陆志尧的演技和状态, 已经调整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 已经可以完美驾驭上一阶段的情谊这个角色, 差不多可以给他下一阶段的剧本, 让他提前揣摩下一阶段的情谊了。 拍摄进度比较顺利, 这还得感谢裴总。 一方面, 裴总给了陆志尧信心, 激发了他的潜力, 让他自己揣摩角色, 自己锤炼演技, 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演技又有所精进。 另一方面, 裴总安排人制作的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也让陆志尧一有时间就可以跟EAS搭戏, 能够更沉静地揣摩角色。 现在, 陆志尧差不多要接受新的挑战了。 陆志尧也有些迫不及待地翻开剧本, 查看后面的剧情。 在之前的剧情中, 秦毅已经理解了上一任指挥官和EAS指挥的必然性, 陆志尧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迎接人类与虫族最终战役的到来。 秦毅面无表情, 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在他周围, 无数星舰被摧毁, 无数人类和虫族被炸得粉碎, 尸骨无存。 它就像是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一样, 下达一个又一个指令, 指挥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士兵的死亡似乎已经很难再引起 他情绪上的波澜。 如果死一个人是悲剧, 那磨死太多人就只是一个数字。 而在这个长镜头期间, EAS有一段毫无感情的旁边, 看起来既是说给秦毅听的, 也是说给镜头前的观众和正在游戏的玩家听的。 指挥是战争最关键的一环, 他将无数士兵凝聚起来, 形成强大的合力。 而指挥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信息的处理, 行动的决策。 在战争中, 信息的处理尤为重要, 因为错误的信息意味着错误的决策。 交战双方每时每刻都会收获海量的信息, 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判断它们的真伪和轻重缓急, 往往决定着最终的决策是否正确。 信息可以看作传递链, 一条信息不论是上传还是下达, 都需要经过像链条一样的各个层级, 各个渠道。 而传递链决定着信息的利用效率。 在任何情况下, 传递的信息都是有选择性的, 否则, 不论是指挥还是下属, 都将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 变得不知所措。 这种选择性是最基本的逻辑设定, 所以, 欺骗一直伴随着战争而存在。 在华夏古代, 有望眉止渴的故事, 在近代战争中, 中途导战役后的日军有意隐瞒了战争的真相。 中途导战役的真相, 既没有告知公众, 也没有告知高级官员, 反而宣布, 这场战争是一战而定全局, 受了蒙骗的市民, 海章灯结彩地庆祝, 胜利。 而在更多的情况下, 欺骗并不是告诉错误的真相, 而是刻意隐瞒部分信息。 为了确保士兵服从命令, 吉少有上级会直接对士兵下命令, 你去付出生命吧。 那样不仅不会让士兵有任何的荣誉感, 反而会对士气造成致命的打击。 在战争指挥中, 指挥官往往只是下达一个明确的任务, 例如坚守某阵地二小时之后即可撤退。 但指挥官绝不会结外生枝地说, 这次行动有极大地概率, 会让整支部队全军覆没。 所以, 欺骗并不是一种虚伪的诈术, 在更多的时候, 它只是一众对信息传递链的最高效处理, 是为了扩大战果, 减少损失, 获得更大的胜利。 伴随着ES的旁白, 情义开始指挥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因为有拟真元素的存在, 这些战役混杂着真实战役, 和虚拟战役。 如果情义在某一场战役中失败, 或者对战果不满意, 他可以要求, ES将这场战役复盘, 模拟, 汇骇员最初双方的兵力部署。 但战争过程中, 依旧会因为系统的演算, 而发生一系列的随机事件, 让每一次复盘都有所不同。 在这重情况下, 情义能判断出, 这是ES模拟出来的, 而非真实发生的战斗, 因为在现实中, 这些人都已经因为最初战役的失败而死。 而那些情义第一次遇到的战斗, 也是真假混杂的。 按照ES的说法, 有些时候, 他是在指挥现实中的军队, 有些时候, 他是在指挥虚拟的战役。 但不论这些战役是真是假, 情义都会用120%的专注去指挥, 因为在真假混杂之间, 他已经习惯把屏幕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当成是活生生的人来对待。 也正是因为这重心态, 情义开始越来越依赖ES所给予的各种数据。 因为情义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数据都比人要更靠得住。 如果一个士兵的士气已经降到冰点, 那魔在指挥他去执行重要任务, 结果就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情义开始逐渐变得麻木。 除了每天必要的睡眠之外, 情义在不断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指挥, 进行着机械的操作。 成功了, 就继续进行下一场战役。 失败了, 就无数次的复盘, 直到赢下来为止。 日复一日的无限循环, 无限重负。 指挥舱中没有昼夜, 只有ES精确地计算着时间, 让情义去睡觉或者醒来。 情义也没有去记, 自己到底经过了几次睡眠。 过去了几天时间, 因为决战随时可能到来, 他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做好准备。 终于有一天, 情义在睡眠中被ES唤醒。 在周围的全息影像上, 情义看到了铺天盖地的虫群, 正在虫组巢穴中密集地进进出出, 人类在星球上的据点以及漂浮在星空中的星剑已经是严阵以待。 现状不言而喻, 新一轮的大规模战役一触即发。 这场战役可能会矿日持久, 也可能会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 而瞬间崩盘, 快速结束。 情义迈步走向控制台, 等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 他却感觉前所未有的平静。 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情义在指挥方面已经是得新应手。 他娴熟地使用控制台向一支支部队发送指令, 与ES交流目前的战场信息, 并根据ES给出的数据和之前的指挥习惯, 让整个战场的人类部队按照自己的规划行动。 在深邃的太空中, 人类的舰队和虫群如同暴风雨中漫天的落叶, 密集地撞击在一起。 星球表面上被飞船的重型武器一边又一边地清扫, 但虫组每次都会从到底重新钻出。 人类的主力部队, 执行任务的特种部队, 各自从不同的方向向虫组母巢发动进攻, 努力搜寻虫组女皇的位置。 突然, 整个空间中开始闪烁红色的警告, ES的声音, 似乎也变得严肃。 指挥官, 有大量虫群正在向指挥舰一动。 秦义在控制台上快速拖拽视角, 很快就在漆黑一片的星空中看到了那片虫群。 这一幕, 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秦义曾经在模拟战役中, 做出跟上一任指挥官同样的选择。 而现在, 不过是同样的情况, 再次重演了。 人类与虫族的战争模式高度类似, 人类需要依靠安塞波通讯和ES, 让最高指挥官的指令, 能够以最快的作用下达到每一支部队, 完成最快捷, 最高效的指挥。 而虫族则是具有虫潮意识, 虫族女皇可以直接通过心灵感应的方式, 指挥任意的虫族, 与安塞波通讯是类似的原理。 战场的规模太大, 信息过多, 瞬息万变, 所以, 人类传统的指挥方式, 不再适合与虫族的战争, 由指挥官一人指挥, 人工智能拆分指令并, 直接传达到部队基层, 安塞波实施通讯的指挥方式, 成为必然。 而在这重情况下, 对于虫族和人类来说, 互相斩首对方的指挥官, 都是一种必然的最佳选择。 虫族斩首人类指挥官成功, 意味着人类在培养出新的指挥官以前, 所有指挥都将由EAS接手, 不再有出奇制胜, 研究出更好战术的可能性。 而人类斩首虫族女皇成功, 则可以获得一段时间的喘息机会, 成规模地消灭大量虫族部队。 所以, 对于秦毅来说, 他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如何选择。 快速转动视野, 为每一支部队下达指令。 正面部队加快攻势, 冲到新的虫巢上方, 星球背面的舰队拖住剩余的虫群。 护卫舰在消耗掉大部分武器之后, 冲入虫群自毁拖延时间。 在如雪片般繁多的信息中, 秦毅看到了很多其他小队的增援请求。 他不认识这些人, 甚至没听说过这些部队的编号。 他只能看到, 在漆黑的星空中, 在星球的地表和虫巢, 有无数部队在一闪一闪地发出增援请求, 在汇报战场的情况, 就像是漫天的繁星在闪烁。 这次的战斗与之前的模拟场景并不相同, 但却又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秦毅也不知道, 这次的行动会不会成功, 他只是按照之前的训练, 做出自己认为最正确的选择。 等我死了以后, 我的灵魂也会在这片星空中获得安宁吗? 没有人回答, 只有ES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注意, 指挥舰遭到严重威胁, 一旦指挥舰被毁灭, 所有部队都将由ES接管, 请指挥官做好相应的部署。 这次不用, ES提醒, 秦毅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安排。 他拉近视角, 看着护卫舰一艘一艘的接连撞向重海最密集的地方, 看着一朵朵绚烂的烟花在漆黑的夜空中亮起又熄灭, 知道自己很快也会变成那些烟花中最灿烂的一朵。 ES, 我会是最后一名指挥官吗? 让秦毅有些意外的是, ES并没有回答。 仅剩的击艘护卫舰向指挥舰靠拢之后, 秦毅按下了最后的引爆按钮, 然后满怀释然地闭上双眼。 奇怪的是, 在这个瞬间, 他并没有太多的感受, 哪怕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彭腐他等待这一刻, 已经等待了很久。 他无从知道, 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一切。 也许这次的斩首行动会比上次更加成功, 充足的有生力量被沉重打击, 人类摧枯拉朽地迎来之后的胜利, 也许这次斩首行动只是和上次一样, 让人类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 又有一名士兵成为新的指挥官, 借过秦毅的指挥权继续这个轮回, 也许战争最终失败, 人类就此灭亡。 但这些, 秦毅都不会知道了。 他只能拼尽一切, 赌上自己的生命, 去争取胜利最大的可能性。 一阵强光闪过, 秦毅所在的空间瞬间变得一片雪白, 而后就是无尽的黑暗。 秦毅本来已经闭目等死, 然而在冷了两秒钟之后, 他才猛然发现, 自己竟然还活着。 在一片漆黑中, 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还存在着。 突然, 周围的光线再度亮起, 漫天虫群和人类舰队都消失不现, 再度变回了开战前的那片静谧的星空。 ES的声音响起, 很遗憾, 指挥官最终的试炼任务失败。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 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 没有人死亡。 从悲观的角度来看, 经过推演, 人类与虫族最终决战的胜率, 为零。 哪怕是最好的情况, 也仅仅是指挥官与虫族女皇同归于尽, 继续选出一名新的指挥官, 准备下一次的决战。 但接下来的战斗, 只会越来越艰难, 因为虫巢一时的存在, 虫族女皇的智慧将不断提升, 虫族补充兵力的能力也高于人类。 如果这次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人类很可能在于虫族漫长的拉锯战中彻底灭亡。 秦毅眼神茫然, 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做何反应。 他原本已经做好了凯然赴死的准备, 对他来说, 自己已经尽了全力, 按照ES给出的战场数据给出了自己认为最正确的选择。 这场结果, 不论结果如何, 既然他已经死了, 纳摩就不需要再承担责任。 他终于可以摆脱掉这个沉重的使命。 但现在, ES竟然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你没有死, 这场战争也没有真正发生。 这也就意味着, 秦毅还是指挥官, 还是要承担这场战争失败的责任。 秦毅沉默片刻, 说道, 这场战争之后的情景, 是什么样的? 周围的战争影像再度出现, 那是秦毅死亡后的战争场景。 他死前遗留的计划并, 没有奏效。 正面部队面对着庞大的崇海, 未能抵达预定的地点。 舰队拖住了崇群, 但执行斩首行动的小队, 全都在新的崇潮深处, 全军覆没, 无人声悬。 最终, 人类的剩余舰队不得不仓皇撤离, 回到漫漫星空中。 而星球上的人类基地和人类军队全军覆没, 崇族将以这克星球为大本营, 向人类发动总攻。 这场战亦失败之后, 人类战胜崇族的希望将完全泯灭。 这也是维石魔, EAS说经过推演人类与崇族最终决战的胜率为零。 秦毅双目紧闭,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许久之后, 他才说到, 重新开始。 周边影像开始飞速后退, 曾经发生的一幕幕战役以倒放的形式在秦毅面前重新呈现。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策, 周围的场景不断地缩放, 暂停, 倒放, 慢放。 但是不论他如何绞尽脑汁地分析, 改变策略, 都无法改变最终战役一败涂地的事实。 秦毅快要崩溃了, 他的黑眼圈越来越重, 精神越来越差, 全靠着信念死撑, 但是不论他采用什么样的战术, 最终的结果都是注定的失败。 对他而言, 最可怕的不是死, 是他身上肩负着全人类的命运。 而这个命运是灭亡, 他不知道这一天会何时到来, 也不知道自己坚持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遭受一场永远看不到未来的酷刑, 即使是秦毅这样见惯了生死的战士, 也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压力和绝望。 陆之遥看完了接下来的这段剧本, 感觉又是压力山大。 上一段剧本就已经是一波三折了, 秦毅的情绪有了好几次明显的波动, 为了演出这种情绪上的区别, 陆之遥每天都在揣摩, 总算是揣摩得差不多了。 陆之遥本来觉得, 接下来的剧情多半就是最终决战, 秦毅牺牲自己, 战胜重足, 然后来积个煽情的画面, 纪念一下阵亡的将士们, 然后电影完美结束。 结果莫想到, 之前的努力竟然全都是无用功, EA最后推演出来的结果胜率是零, 不管秦毅再怎么尝试, 前面的战役打得再怎么顺利, 按照目前的打法, 打到最后决战都只有失败一种结果。 而这段剧情中, 秦毅的情绪也有很多变化, 而且跟之前的情绪都有所不同。 在知道最终决战到来时, 秦毅的反应是很平静的, 因为他已经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但是在知道自己莫死, 这只是智能系统的及时演算之后, 秦毅却没有太多节后余生的释然, 反而又感到有些失落, 因为他本来以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现在却发现, 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 而在不断复盘, 不断尝试之后, 秦毅发现, 不论如何尝试都赢不了, 他必须读自承受人类即将灭亡的命运, 即使是秦毅这样, 心理素质非常强大的战士, 也被压抑到了崩溃的边缘。 陆之遥感觉, 这次秦毅的情绪变化, 依旧非常考验自己的演技, 恐怕回去之后, 又要跟全自动台杠机, 大战三百回合了。 12月15日, 周四, 荆州, 赴辉资本, 薛哲兵来到会客室门口, 轻轻敲门后进入。 李总, 什么事情这么急? 薛哲兵在沙发上坐下, 还有些一头雾水。 今天天气不错, 薛哲兵本来是开着自己的敞篷跑车, 在城郊兜风, 结果李时, 一个电话把他叫了过来, 似乎有很紧急的事情。 薛哲兵也莫多问, 直接开着, 车来到赴辉资本楼下。 李时给, 薛哲兵倒了杯茶水, 之前准备投给冷面姑娘的那笔钱, 再观望观望, 先别投了, 薛哲兵愣了一下, 有些茫然, 李总, 不是已经调研了很长时间了吗? 难道又有什么变故? 薛哲兵一直跟着李时学投资, 在最近这段时间, 冷面姑娘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项目。 之前薛哲兵和李时两个人还特意跑了一趟帝都, 到冷面姑娘的门店里去看了一下, 亲自吃了一下各种餐品, 看了看门店的情况。 而后, 梦畅开始加快烧钱速度, 又是开心的门店, 又是搞演讲。 在疯狂增加曝光度的情况下, 冷面姑娘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前两天, 李时反复考虑之后, 最终决定要投资冷面姑娘。 一方面是因为冷面姑娘确实做得有声有色, 不管是热度还是媒体评价都不错, 门店搞得也像模像样的, 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没尸磨缺点的优质投资项目。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李时猜测, 梦畅加快烧钱速度一定是从某个投资人那里拿到了钱, 但以梦畅的性格, 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宣扬, 这说名字近来源很有可能是裴总这边。 裴总前后投资两次, 腾达还向冷面姑娘派遣了财物, 这让冷面姑娘在李时眼中的靠谱程度大大提升了。 所以, 李时考察之后, 才决定要稍微投一点钱。 目前这个时机进场虽然不算早, 但也不算很晚, 小赚一点应该没石磨问题。 李时是个不贪的投资人, 他追求的是, 每个项目小赚一点, 日积月累, 那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而薛哲斌自然也打算跟着李时向指信地投个二三百万, 赚多赚少无所谓, 只要不是赔的血本无归, 就算是不错的投资经验。 李时喝了口茶水, 对薛哲斌说道, 情况有变。 根据最新的信息, 裴总在抛售冷面姑娘的股份, 而且是大量抛售, 一分不留。 而且, 裴总那边开出的价格要明显低于冷面姑娘目前的估值, 是在贱卖。 这确实印证了裴总追投过冷面姑娘, 而且还拿着不少的股份, 但现在裴总抛售股份,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我们肯定不能跟裴总对着干。 薛哲斌感到有些意外, 啊, 裴总这操作, 看不懂啊。 从投资, 到追投, 再到撤离, 这动作, 未免也太快了吧。 不是说投资不要看短线, 要看长线吗? 李时呵呵一笑, 投资不要看短线, 要看长线, 那是对一般人来说的。 因为一般人掌握的信息有限, 做不到预测短线, 所以看短线等于碰运气。 但是, 裴总那是一般人魔。 裴总肯定能看到, 我们看不到的信息, 了解冷面姑娘的一些内情, 不管是投资还是离场, 肯定都是掌握了足够信息之后, 做出的谋定而厚动的决策。 至少这次, 裴总抛售冷面姑娘的股份, 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就是, 冷面姑娘的股份, 不适合长期持有, 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 就会暴露出问题。 否则, 裴总干嘛? 要卖的那磨吉呢? 薛哲冰点了点头, 嗯, 有道理。 那现在卖的情况怎么样了? 李氏喝了口茶水, 慢悠悠地说道, 交易应该已经完成了, 时间很短, 但这件事情的情况比较复杂, 投资人们反应各异。 如果是像我们一样, 对裴总的投资神话深信不疑的人, 肯定不会去买这些股份当街盘侠, 而是选择再观望一段时间。 但冷面姑娘的门店在帝都, 孟畅本人也一直在帝都活动。 帝都那边有不少投资人不会像我们一样对裴总深信不疑, 他们觉得冷面姑娘是个不错的投资项目, 正好趁这个机会低价入手。 当然, 对冷面姑娘产生质疑, 决定继续观望的人也有很多。 这也是孟畅自作自受。 在冷面姑娘这个品牌刚创立的时候, 他一直在鼓吹说这是腾达裴总投资的项目, 因为裴总投资的项目成功率极高, 所以他这样强行捆绑, 就能给别人造成一种裴总投了, 所以这个项目成功率很高的感觉。 但是孟畅估计也没有想到, 裴总竟然会突然如此决绝, 不留情面地要卖出全部股份。 这样一来, 他之前宣传的那些内容就完全变成了反效果, 那些通过裴总拉来的关注度, 在裴总退场的时候瞬间反噬, 可以说是作茧自负。 所以, 情况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裴总虽然卖的价格低了点, 但还是赚, 反倒是冷面姑娘目前的情况不太乐观了。 薛哲冰点点头, 有些感慨地说道, 刚开始还以为这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资项目, 怎么现在看来越来越精彩了呢? 冷面姑娘的发展一直不错, 按照这样的剧本发展下去, 再多几轮融资, 说不定很快就会快速膨胀, 成为一个中式快餐的财富神话。 结果谁都默想到, 裴总竟然在冷面姑娘看似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突然来了这魔一出。 梦畅之前一直硬蹭腾达的热度, 结果现在蹭出了事。 不过即使如此, 帝都那边也有不少投资人并不信裴总的投资神话, 觉得这是一个低价入场的好机会。 薛哲冰又问道, 所以,梦畅现在的处境不太好。 李时点了点头, 非常不好。 裴总卖出手头的全部股份, 卖价低一点, 肯定能找到人接盘。 但问题在于, 这钱可到不了梦畅手里。 也就是说, 按照冷面姑娘目前的烧钱速度, 梦畅还是得继续想办法找钱。 但问题在于, 那些不信裴总想投资冷面姑娘的, 会选择从裴总手里买股份, 毕竟便宜, 划算。 而那些相信裴总的, 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投资。 也就是说, 在未来很涨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有投资人把钱直接交到梦畅手里。 冷面姑娘很可能融不到钱, 流动资金方面可能会出问题。 当然,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如果梦畅真的能有其他渠道拿到钱的话, 纳摩裴总的撤出就不会有太大影响。 如果冷面姑娘门店真的已经实现了盈利, 梦畅也可以选择勒紧腰带, 缩减开支, 只要别再花纳摩多的营销费用, 应该也可以撑下来。 李时简单地把目前的情况向薛哲斌讲述一遍。 裴总的突然退出, 显然会给梦畅造成很大的困扰。 但只要冷面姑娘本身过硬, 梦畅应该还是能撑住的。 薛哲斌问道, 李总, 我们到底还要不要投? 既然裴总都不看好冷面姑娘, 我们也就别再往里扔钱了吧。 李时喝了口茶水, 微微摇头, 裴总把所有股份卖了, 不见得就不会再入场。 你还记得, 之前学霸快来APP的事情吗? 裴总表面上要离场, 抛售了股份。 然而在教育集团高价接盘, 学霸快来APP崩盘之后, 裴总又强势入场, 低价接盘, 然后把学霸快来APP给, 全面改造。 薛哲斌眼前一亮, 李总你是说, 裴总这很有可能是虚晃一枪, 有可能再重新抄底。 李时点点头, 不排除裴总故技重施的可能。 如果裴总要在冷面姑娘, 遇到危机之后重新入场, 那么我们跟着裴总追投, 就是最佳的世界。 薛哲斌恍然点头, 李总, 我有点明白, 你的投资知道了。 与此同时, 圆梦创投。 贺德胜政在向裴签汇报目前的情况。 裴总, 冷面姑娘那边的股份, 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买家, 全部卖出之后的价格是1500万。 投资的回报, 虽然不像之前那么高, 但毕竟卖得比较急, 能拿到这样的价格, 也还算是不错了。 裴签听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你管这脚还不错? 投了800万, 赚了1500万。 这颗摩冷面姑娘, 才刚开起来几天啊。 就赚了这摩多。 幸亏跑得快, 要是跑得慢一点, 以后还不得赚更多。 虽然这次卖得很急, 价格方面压低了不少, 但架不住原梦创投这边投资太早了, 拿的股份多, 所以就算急着卖, 价格压低了, 也依旧让裴签感到有些难以承受。 裴签感觉心在滴血, 问道, 梦畅是什么反应? 贺德盛想了想, 他倒是没视摩太激烈的反应, 在投资人面前依旧自信满满, 意气风发, 否则这次交易, 也不可能这么顺利地达成。 裴签点点头, 果然, 梦畅对冷面姑娘非常自信, 赶紧撤是对的。 贺德盛问道, 裴总, 这笔钱怎么办? 是要按照之前的做法, 继续投给后边那些等着投资的公司吗? 裴签默默地长叹一声, 是啊, 这钱咋办呢? 按理说现在能花钱的地方是挺多的, 但是裴签感觉自己运气实在是有点呗。 先等等, 我考虑考虑, 裴签看了看日期, 等到月底, 如果没有新的状况, 那就继续投给圆梦创投后边在排队的企业吧。 贺德盛点点头, 好的裴总。 12月16日, 周五, 摩都, 龙宇集团。 赵旭明正在办公室里, 忙着查看IOI运营合作部最近的工作情况。 虽然IOI国内的资格赛已经告一段落, 但赵旭明的工作还远远谈不上完成。 龙宇集团这边还需要负责配合达亚克集团和指托公司, 继续做好IOI世界赛的宣传工作, 为即将到来的IOI世界赛造势。 按理来说, 世界赛是全球赛事, 各个地区的队伍, 选手的宣传片都应该由指托公司统一宣传, 统一拍摄, 这样才能确保宣传资料的一致性, 在内涵上也可以有所联系。 但赵旭明和克雷迪安商量之后, 还是决定由龙宇集团先行拍摄一支国内队伍的宣传片。 目的很明确就是进一步提升IOI世界赛在国内的热度。 由于IOI这款游戏在世界上运营的现状, 国服处于一个事实上的窝地, 所以, 指托公司对国内的宣传更加看重一些。 由龙宇集团先行拍摄一个宣传片, 可以在国内引发讨论, 提升热度, 同时也体现出指托公司对国内玩家的重视, 从任何方面考虑都是有益无害的事情。 办世界总决赛是指托公司的事情, 而借助世界总决赛通过各种方式炒热IOI在国内的热度, 就是龙宇集团的事情了。 毒毒毒。 办公室外传来敲门声, 助理推门进入。 赵总, 宣传片的成片已经发送过来了。 您如果有时间的话, 过目一下。 赵旭明点点头, 从助理手中接过移动硬盘, 在自己的电脑上开始播放IOI世界赛的国服特供宣传片。 整个片子并不长, 只有不到三分钟。 屏幕上首先出现了指托公司和龙宇集团的logo, 而后酷炫动感的BGM响起, 开始播放宣传片的主体内容。 这次的宣传片是已出现去往世界赛的三支队伍作为主角。 基本上所有的队员都有镜头。 毕竟一共才15个人, 再删减镜头就不剩什么东西了。 取景的地点在魔都, 大概有三成是内景, 七成是外景。 内景部分是在一个搭建成IOI主题的小型场馆拍摄的选手们或站或坐, 各自摆出不同的动作和姿势跟场馆中的IOI主题元素进行互动。 而外景部分则是在魔都的一些知名景点进行取景, 最大限度地突出了魔都的地域和人文特征。 选手们的动作各不相同, 场景转换之间穿插着队员们亲自配音的旁白。 有人问我, 游戏的意义是什么? 我说, 游戏的意义在于坚持。 游戏的意义在于拼尽全力去追求胜利。 游戏的意义在于打破质疑, 创造不可能的奇迹。 世界之电, 我们来了! 在最后的场景中, 三支队伍的15名队员齐头并进, 沿着场馆内景的高台十级而上, 最上方是一个至高的王座。 赵旭明反复地把宣传片看了几遍, 微微点头, 嗯, 不错, 能在这磨短的时间内完成, 而且完成度很高, 相当不容易了。 助理笑了笑, 说道, 那是当然了, 这次我们花重金, 找了国内最顶尖的拍摄团队, 一分钱一分货, 效果绝对是可以保证的。 这次宣传片, 拍摄的时间景, 人物重。 从资格赛打完到宣传片拍摄, 剪辑完毕, 仅仅只有一周的时间, 好在是拍摄团队足够强大, 加班加点地取景, 拍摄, 后期剪辑, 紧赶慢赶才总算如期完成。 这也没办法, 毕竟宣传片这重东西的尽早完成, 提前预热, 要是世界赛都开打了宣传片才放出来, 那就不敢烫了。 不过宣传片本身因为时间短, 很多选手的镜头, 只有那磨两三秒钟, 拿两三个小时来拍摄已经足够, 所以效果还不错。 赵旭明感慨道, 得感谢腾达集团, 他们拍摄Gog全球邀请赛事的宣传片,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助理点点头, 这就是我们后半比赛的好处了, 可以借鉴前人经验。 而且, 我们用的是腾达集团世界赛时, 同一个拍摄团队, 在品质方面绝对不会差, 肯定不丢面子。 赵旭明问道, 腾达那边没有再找这个团队拍摄新的宣传片模。 GPL的季前赛就快打完了, 春季赛快要开始了, 按理说宣传片也快要出来了才对。 助理摇了摇头, 我也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拍摄团队的负责人。 他说, 目前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腾达的春季赛宣传片还没有开拍, 他们不着急, 毕竟距离春季赛开赛还有一段时间, 第二种是腾达找了其他的拍摄团队。 不过其他的拍摄团队, 也不太可能比目前我们找的这个更好了。 赵旭明点点头, 心里踏实多了, 那就好。 自从开始筹办IOI世界赛的宣传工作以来, 赵旭明不自觉地把所有的工作都对标腾达。 包括这次拍摄的IOI世界赛国内特供宣传片, 也是请了跟腾达GOC全球邀请赛同一个拍摄团队, 用了差不多的拍摄手法。 而且在服装、化妆、内景布置等等方面, 还有所超越。 赵旭明觉得自己这边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地理位置。 这次的拍摄是在魔都进行的, 魔都的地标建筑, 名胜古迹等等都比荆州要多太多了。 这片子一拍出来, 就能带有浓厚的华夏本土气息, 更能引发玩家们的共鸣。 而且, GOC全球邀请赛的那个宣传片拍得不错, 赵旭明这边就可以接见。 包括内景的布置、 选手和游戏元素的互动、 转场风格等等都有很大的启发。 光是赵猫画虎, 就可以做到宣传片的质量不输给 GOC全球邀请赛宣传片。 赵旭明心里清楚, 拍摄宣传片就只有一个标准, 那就是赢过腾达。 只要能赢过腾达, 那么不管是对纸头公司, 还是对IOI的玩家们, 就都有了一个满意的交代。 这次号巨资布置内景, 请拍摄团队总算是有了回报。 赵旭明心中得意, 又把宣传片反复看了两遍。 可惜, 就是台词稍微有点尬。 赵旭明说道, 助理点点头, 嗯, 稍微有点, 但这也是莫办法的事情。 拍摄团队对IOI的了解不够, 为了保证宣传片的主题不跑篇, 我们必须要自己写台词。 选手们不是专业的配音演员, 想从中找出合适的声线和语气很难, 只能是矮子里拔将军,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尬的。 不过保留选手的原声这是, 有利有弊吧? 目前看效果还可以接受。 赵旭明又说道, 怎么FV俱乐部的人镜头这么多? 而且还拍得这摩帅。 其他两个俱乐部就感觉差了很多。 他本能的有点不高兴。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FV俱乐部是裴总投资的俱乐部, 跟GOG是彻头彻尾的竞争对手关系, 说是卧底也不为过。 FV俱乐部在资格赛夺冠, 拿到了世界赛的头号种子名额, 这已经够打脸的了, 结果到了宣传片里还是绝对的C位。 其他两支队伍完全成了陪衬, 这让赵旭明本能的有些不高兴。 助理也很无奈。 赵总, 这也没办法呀。 FV俱乐部的选手形象好, 气质好, 跟其他队伍的网影少年一比, 就跟模特似的拍出来就是比另外两支队伍要帅呀。 拍摄团队为了保证最好的拍摄效果, 肯定要多给他们镜头了。 再说了, FV怎么说也是咱们赛区的头号种子, 要是不占C位, 传出去别人肯定要说我们小赌机场, 打压FV俱乐部。 这是好说不好听啊。 赵旭明有些无奈地点点头, 行吧。 要怪也只能怪其他两支队伍不争气了, 要是争点气, 抢下一号种子名额, 不就站到中间去了吗? 赵旭明又把宣传片看了两遍, 越看FV俱乐部的这些队员们越不顺眼。 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是不情愿地说道, 行, 那就挑个合适的时间把这个宣传片发出去吧。 发出去之后, 再全网买点热度, 场面上别太难看了, 至少不能比当时Dog全球邀请赛的宣传片热度要低。 助理点点头, 这个不用您操心, 我肯定都办妥。 他刚想离开, 又被赵旭明给叫住了。 等一下, 还有就是世界赛备战的事情, 目前是什么情况? 赵旭明问道, 助理回答道, 按照之前的安排, 世界府已经更新了新版本, 国外的那些俱乐部们, 已经全都在用新版本训练了。 至于咱们国府这边, 可能会比国外晚一周, 也就是下周一左右, 才能更新版本。 不过目前俱乐部的选手们, 都是在世界府上打排位和训练赛, 影响不是很大。 赵旭明若有所思, 指头公司要用新版本打世界赛, 这是以金石锤的消息, 各大俱乐部早都知道了。 克雷迪安要借助世界赛, 向全球玩家展示IOI新版本的风貌, 要提升IOI世界赛的观赏性, 这无可厚非。 但他也肯定得提前更新版本让玩家们熟悉, 让战队们在新版本的环境下进行训练。 战队们肯定是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满的, 毕竟新版本变化不小, 要在这磨短的时间内适应这些变化, 非常考验战队的学习能力和调整能力, 还考验对原门练英雄的能力。 但考虑到所有战队都要练, 都要学, 大家都是从零开始, 也谈不上特别不公平。 所以, 大部分战队也只是嘴上发发牢骚, 不至于太激烈的抗议。 赵旭明考虑片刻, 问道, 那国外队伍的训练情况, 是不是比国内队伍要好? 助理点点头, 当然了, 赵总, 国外队伍都是打世界服, 无延迟, 可以跟队友交流, rank环境就比国服好。 而且, 欧美那些老牌的电竞俱乐部互相之间都有联系, 可以频繁地约训练赛, 很多支队伍一起练, 提升自然快。 咱们国内一共就折磨三支队伍, 那两支俱乐部还跟FV俱乐部不太对付, 练来练去也很难取得太好的效果。 赵旭明点点头, 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这样, 跟指头公司那边联系一下, 我准备提前安排选手们到洛杉矶去。 助理愣了一下, 提前去? 赵旭明, 没错, 提前去。 一方面是, 提前适应那边的生活环境, 免得去了那边水土不服。 另一方面, 就是, 可以在低延迟的世界服环境训练, 还可以跟欧美那边的老牌俱乐部约训练赛, 更能提高成绩。 虽说多半是打不赢欧美, 拿不到冠军, 但临阵磨枪, 不快野光。 如果输得太惨, 我们面上挂不住。 至于费用, 无非就是多掏点钱包食宿而已。 这点钱, 我们给俱乐部报销, 让他们一定要好好练, 好好打, 不要给我们龙语集团丢人。 助理赶忙点头, 好的赵总, 这是个好办法。 我这就去跟指头公司那边沟通一下, 提前订好机票和住宿。 摸鱼网咖。 裴谦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翻着最近的新闻。 冷面姑娘那边卖出股份大赚一笔, 让裴谦深受打击, 赚来的钱到底应该往哪花, 也成为一个非常困扰她的问题。 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好消息了。 最近可以说是状况频出, 随便投了个FV俱乐部, 结果这俱乐部一转头就夺贯了。 裴谦亲自到现场, 结果还被做成了世界名画, 就连冷面姑娘也大赚一笔, 多了一笔不知道该花到哪去的钱。 难受。 裴谦倍感惆怅, 连墨鱼网咖的咖啡都不香了。 突然, 正在浏览网页的她眼前一亮。 龙宇集团发了IOI国服的特供宣传片。 不错不错, 总算是有所行动了。 这是个好消息, 来点作用吧, IOI。 裴谦不由的喜出望外, 果然说到好消息, 还是得看IOI。 达雅克集团, 指头公司和龙宇集团, 三个大公司强强联手, 总算是能给Gaulk一些压力了。 裴谦立刻点开宣传片查看。 在爱立岛网站上, 这个宣传片已经发了两三个小时, 目前上了热榜, 各种谈目, 流言, 飞速增长。 还可以, 挺帅的。 跟Gaulk全球邀请赛的宣传片拍得稍微有点像, 不过魔都风景给好评, 国内特供给好评, 龙宇集团总算是干了贱人事。 FV的队员们跟其他人好像不是一个画风啊, 很难从他们身上一开目光。 寓意不错, 台词不错, 在宣传片这块龙宇集团还是很正规的, 莫输给腾达就值得鼓励了。 虽然也有一些观众觉得IOI的这个宣传片有模仿gag世界赛宣传片的嫌疑, 但也莫必要太过吹毛求疵。 毕竟宣传片这种东西风格都是比较接近的, 只要不是在动作, 镜头, 创意方面有明显的抄袭迹象就没必要揪着不放。 龙宇集团显然也莫打算抄袭, 只是请了同样的顶级拍摄团队用了比较接近的电竞风格而已, 在选手的动作、细节、台词等方面都是结合IOI这款游戏本身进行了原创, 所以评价不错。 再加上龙宇集团请了一些水军, 所以, 这个宣传片的热度很高, 在各大论坛和网站上都获得了正面评价。 赔谦也不由得点点头, 申表赞赏。 看, 这就是抄作夜抄的好的典范。 GAUK全球邀请赛的宣传片已经把标准答案都给出来了, IOI这边要是抄都不会抄那未免也太过分了。 现在这种情况就挺好, 只要指托公司和龙宇集团稍微努力一点, 跟在GAUK屁股后边跑, 然后再打打价格战, 搞搞不正当竞争, 那裴谦就谢天谢地了。 看起来达亚克集团这次是不惜血本地要把IOI世界赛给办好了, 应该值得期待一下。 但愿到时候能把GAUK对春季赛的风头全部抢走吧。 裴谦怀着美好的愿景, 关掉了这个宣传视频。 然而, 他下意识地刷新了一下, 却发现了一条新的动态。 Dog在爱丽岛网站上有官方账号, 裴谦也关注了。 这条新动态正是Dog给官方账号发布的。 视频的标题是 GPL春季赛宣传片。 裴谦愣了一下, 看了看发布时间, 一分钟以前。 显然, 这是看到IOI那边发了一个国服特供的世界赛宣传片, 就立刻紧跟着 把GPL春季赛的宣传片也发出来了。 就是为了跟IOI那边打擂台。 这个片子多半是近期就已经做好了, 但没有发布, 看到IOI那边发了宣传片正好过来抢个热度。 裴谦很无语, 这是闹的。 就给IOI那边一点热度又能怎么样? 电竞师夜部的这些人, 怎么这么小气呢? 裴谦最近也莫听说在拍摄GPL春季赛的宣传片, 所以还抱着一些侥幸心理, 万一GPL春季赛宣传片拍的不如IOI那边好呢? 一旦被比下去了, 这热度不就等于是送到IOI嘴边了吗? 怀着这种心态, 陪牵打开GPL春季赛宣传片视频观看。 这个视频的时长同样是三分钟左右, 比IOI的那个宣传片要略长一点点。 视频的开头并没有任何的logo, 而是直接进入正题, 大概是放在最后了。 在淡黄色的宣纸上, 寥寥几笔快速地勾勒出股战场的情景。 在荒凉的原野上, 山脉崩塌, 河床枯竭, 地表满是裂痕。 海骨和盔甲堆积如山, 一只只长矛不屈地矗立着, 上面飘扬着以金蚕缺不全的旗帜。 几只乌鸦在尸堆上灼时, 双眼发出诡异的光。 突然, 远方天空中一道雷霆骤然披落, 将漫天黑沉沉的乌云斩出一道裂缝。 与此同时, 一个苍凉, 低沉的旁白响起。 天地灾结, 诸神陨落。 在永恒的战场上, 光明与黑暗将展开最终的决战。 行走在残酷世间的带行者们, 将以凡人之躯, 维护神之荣耀。 但黄色宣纸上, 由线条勾勒出的画面, 突然快速地变化起来。 地上堆积如山的尸骨活跃起来。 这些亡灵顶着残破的盔甲, 拖着残缺的身躯, 双目闪烁着两点幽光, 伸手抓住旁边的长矛。 镜头快速拉高, 这些亡灵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会成了死亡的海洋。 然而就在这时, 天空中又是一道闪电亮起, 但这次距离镜头很近, 黄黄天微穿透浓厚的乌云, 一个身影从天而降。 镜头越过亡灵大军的肩部, 向天空仰视, 眩目的赤白色光芒, 瞬间笼罩了整个画面, 原本在淡黄色宣纸上的线条消失不现, 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写实的CG场景。 伴随着雷霆从天降的, 是一个标准体型的人影, 他身形健壮, 肌肉线条充满力量感, 身上H4俱乐部的队符被肌肉撑起, 胸口的H4对标尤其醒目。 陪谦一眼, 就认出了这个人, H4俱乐部的中单黄望。 黄望从空中伴随着雷霆降落, 撕破漫天的乌云。 而在下落的过程中, 他身上开始出现金色的光芒, 无数铠甲凭空出现, 将他完全地包裹起来。 金色铠甲周围, 萦绕着金色光效, 伴随着雷霆的黄黄天微, 他如同一颗炮弹般, 砸入地上的亡陵海洋, 又全砸地, 赤裂的金色光芒瞬间扩散开来, 将周围的亡陵一扫而空。 在杂出的深坑中, 黄望站起身来, 眺望远方。 镜头顺着他的背影拉向远处, 黄望背后如牵手观音般插满的各种武器, 颇为引人注目。 这凸显出了他化身为神明的身份, 莫蒂斯特。 随着镜头不断拉远, 更多的雷霆斩猎乌云, 一个又一个选手, 进入永恒战场, 并化身为不同的英雄, 将幻化身为风之末客, 软, 其他的职业选手, 则是纷纷化身为旅行者包序, 猎狱公爵等等游戏中的角色, 在永恒战场上, 大杀四方。 最后, 画面来到永恒战场, 最中央荒凉的古代神殿。 在外围的断壁残垣间, 黄望身上莫蒂斯特的盔甲退去, 再度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他双手按住尘封的神殿大门, 猛地推开。 一道光芒射入尘封已久的神殿, 画面换成了俯视角。 两扇巨大无比的神殿大门, 阴声而开。 黄望拖曳着长长的背影, 进入神殿中。 他的身形虽然健硕, 但在庞大的神殿中, 仍旧显得微不足道。 在被侵蚀的斑驳, 破碎的长街上, 黄望昂首阔步, 向着神殿正中央巨大的王座走去。 随着他的前进, 周围的无数火盆一盏一盏地燃起, 在王座上方也瞬间出现了 H4俱乐部的巨型logo。 残破的时间变得完整, 整个神殿重新焕发了生机。 但在金色光芒, 席捐整个神殿的同时, 神殿的其他所有入口也豁然动开。 16支战队每支战队都有一个入口, 除了黄望进入的那个正门之外, 其他的入口也各自走出了队伍的代表选手。 这些选手全都穿着各自俱乐部的队服, 拿着代表英雄的标志性武器, 似乎要向黄望所在的最高王座发起冲击。 又是一道惊美闪过, 神殿内部粗大的石柱上出现了16支队伍的战棋, 发出不同的光效, 将整个神殿侵染。 最终, 所有人齐聚在最高的王座前方, 看向王座前的那个巨大的GPL春季赛奖杯。 视频的画面和灰红的背景音至此戛然而止, 飞屏上出现了腾达集团, GAUK游戏与GPL联赛的logo。 看完GPL春季赛的宣传片, 裴谦整个人都带住了。 这特摩哦, 未免也太帅了点吧。 裴谦刚刚才看完IOI世界赛的宣传片, 感觉那个就已经非常帅气了, 各种外景, 选手镜头的衔接等等, 做得都非常成熟。 结果看完了GPL春季赛的这个宣传片, 裴谦只有一个感觉。 之前那个宣传片是什么玩意啊?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只看IOI的那个宣传片, 觉得哪都挺好。 虽然台词稍微有点尬吧, 但毕竟是选手们自己配音, 能忍。 但看完了GPL春季赛的这个宣传片, 立刻就把IOI的宣传片秒成了渣渣。 裴谦刚开始还有点纳闷, 黄望从天而降, 身上金色盔甲自动出现, 化身为莫蒂斯特。 这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仔细一看就明白了, 这特魔哪是拍出来的? 这就是个这儿八斤的游戏, CGR。 最开始淡黄色宣纸上勾勒出的线条, 是画师手绘的。 后边的那一系列内容, 包括穿着队服, 和化身为英雄的队员们, 亡灵, 永恒战场, 那个巨大的神殿等等。 全都是游戏, CG。 Gaug的研发部门专门给各个战队的代表人物, 制作了一个高精度的游戏模型, 然后又按照这个形象, 直接制作了游戏CG, 用作, GPL春季赛的宣传片。 实景拍摄跟游戏CG, 能比吗? 不一样的制作方式, 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前一个宣传片里, IOI还在拍魔都的风景, 让选手们自己面旁白呢, 到了, CG这直接就是所有队员全都CG化, 跟游戏中的角色合而为一了。 逼个瞬间被拉开了十万八千里。 而在视频的简介中, 还有一行简单的说明。 各战队主题皮肤, 将在GPL春季赛开赛后陆续开售。 皮肤收益将全额用于战队运营与运作, 请大家踊跃支持喜欢的队伍。 第一届全球邀请赛, 冠军皮肤仍在制作中, 敬请期待。 GPL春季赛宣传视频的下方, 很快就有了大量的留言。 卧槽, 把我看傻了, 这也太帅了吧。 其实我觉得, 跟IOI世界赛的宣传片 差不太多, 也就帅了一百多万倍吧。 逼个拉马, 一点都不觉得嘎。 而且满满的全都是史实感, 就跟3A大作的开场CG一样。 现在看来, IOI的宣传片虽然也不错, 但突出一个抄作业, 最多也就是跟GOK的 全球邀请赛宣传片一个水平。 但是没想到吧, GOK宣传片又进化了。 这都期末考试了, 还抄期中作业呢, 不敢烫了。 黄宝太帅了, 这一身肌肉, 跟莫蒂斯特这个英雄, 简直就是绝配。 这三分钟时间, 真是全程高能。 细节拉马啊。 前半段是淡黄色宣纸, 加单色线条素描, 就像是在古书上的画卷, 突出历史感和史诗感。 后半段是高精度游戏CG, 突出真实感和代入感。 两种风格结合起来, 用中间的诸神天降的光芒 作为转场。 既有底蕴, 又有内涵。 太棒了。 台词也不错, 虽然只有三句, 但是点出了诸神陨落, 永恒战场的游戏主题, 尤其是最后一句 行走在残酷世间的代行者们, 将以凡人之躯, 维护神之荣耀, 既贴合了CG剧情, 又点出了玩家控制英雄的游戏模式, 简直完美。 各个俱乐部都给到了镜头啊。 前面战场上搏杀的画面, 是原本几个老俱乐部的明星选手, 黄旺, 将换这些人的代表英雄, 全都登场了。 最后神殿里的场景, 各个俱乐部的队长, 也都有镜头, 待遇拉满。 等下季赛的时候, 肯定就是按照春季赛成绩来给戏份了。 为了再宣传片多露脸, 各个战队都要多多努力啊。 正好前面那些明星选手, 似乎都是DGE俱乐部的人啊。 所以, 似乎这其实是DGE俱乐部的宣传片。 各战队主提皮肤, 每个战队都有吗? 而且, 皮肤收益全部都给各俱乐部, 这也太爽了吧。 我刚才到官网上看了一下详细信息, 严格来说, 是每个战队跟剧明星队员的擅长英雄, 出一个英雄的战队主提皮肤而已。 也就是说, 一共就16个皮肤, 不同英雄, 不同风格, 不同对标, 就还好吧, 不是很多。 我觉得, 这样挺好的。 相比于对付周边这种买来用不上的东西, 买皮肤当然是最划算的。 而且, 这些皮肤是持久收益, 时间越久卖得越多。 只能说赔总够意思啊, 这些俱乐部的大老板们, 一个个都花了很多钱买GPL名额, 有这个皮肤, 再加上广告效应。 这名额说是天价, 实际上很快就能赚回来了。 还是腾达会玩, 季前赛还在打着呢, 春季赛的宣传片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宣传片, 不仅把IOI世界赛的宣传片秒成了渣, 还会出战队皮肤联动, 既满足了玩家, 又满足了各大俱乐部, 太牛逼了。 我估计, IOI的那些队伍, 看到这种待遇, 能直接羡慕的致币分离吧。 我这就去IOI视频底下刷屏, 让那边的玩家们, 都来见识一下双方的巨大差距。 很快, GPL的春季赛宣传片, 也被顶到了爱丽岛网站的热榜上面。 虽然IOI的那个宣传片, 早发了两个小时, 但根本没用。 在国内GOG的热度, 本来就碾压IOI, 更何况这个宣传片, 也是全方位吊打。 所以, GPL春季赛的宣传片, 很快就超过了IOI的宣传片, 成功登顶。 而更让人郁闷的是, IOI的宣传片下面的评论区, 本来是一片安宁, 祥和。 大部分玩家乃至路人都觉得, 龙宇集团这次排出来的宣传片很不错, 尽力了, 所以都在夸。 但是, 跟GPL春季赛的宣传片一比, 高下力判。 评论区的风向, 自然也是瞬间发生了180度的反转。 不是我说, IOI本来就打不过GOD, 宣传片也打不过吗? 用点心行不行? 有一说一, GOD不仅是游戏做得好, 宣传片拍的也是一等一的, IOI在国服不火, 是有原因的。 看看人家GPL的宣传片, 逼格拉满, 细节拉满, 还一点都不敢。 你再看看你, 一点心意都没有。 就这宣传片, 我感觉至少领先三个赛季。 其实从宣传片就可以分析出, 这两款游戏成败的关键了, GOD之所以能够成功, 就在于它足够纯粹。 不管是GOD这款游戏本身, 还是GPL联赛, 又或者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宣传片, 腾达都在尽可能地做出特点, 做出风格, 不计一切代价的烧钱, 烧创意, 给观众们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 而反观IOI, 给人的感觉就是东施笑评, 一步一趋, 好像GOD做什么, 就迫不得已地跟着做什么, 丝毫没有自己的思想, 也没有自己的特点。 是的, 从宣传片就能看出来了, IOI这边, 还是英雄守旧的在拍选手, 但是, GOD已经让选手和游戏融合起来, 用更高维度的表现方式了, 说IOI这边不思进取, 应该没什么问题。 唉, 说真的, 我觉得GPL的金主爸爸, 选手和观众们都太幸福了。 金主爸爸虽然花钱买名额, 但绝对是受到顶格对待的, 每个俱乐部都有专属皮肤, 而且皮肤盈利全拿, 选手们也不缺展现自己的舞台, 官方给你包装得妥妥的, 观众们就更幸福了, 买着便宜的皮肤, 看着观赏度很高的比赛, 赛事的各项规格, 都是一流水平全部拉满, 太爽了。 所以问题来了, IoI的玩家们到底为时魔还在坚持呢? 来玩Gog, 看GPL它不香吗? 没过多久, IoI宣传视频的下方, 全都是关于这两个宣传片的讨论了。 其实很多观众, 也不是故意的要踩一捧衣, 关键是忍不住啊。 这两个宣传片前后脚的发出来, 都是同类型游戏, 都是电竞题材的宣传片, 然而最后的效果, 确实天壤之别, 很难让人没有想法。 Gog的玩家们感到非常骄傲, IoI的玩家们则是完全没什么底气去反驳, 只有羡慕。 人家GPL春季赛的宣传片做的就是好, 而且肉眼可见地碾压了IoI的宣传片, 还有什么好反驳的呢? 还不如输出官方, 让官方下次继续多花点钱做宣传片呢。 于是, 双方的大部分玩家有些奇妙地将毛头统一对准了龙语集团。 说一千到一万, 还是龙语集团水平不行。 裴谦看着两个宣传片下面的评论, 感到莫名心泪。 哎, 本来想指望龙语集团靠着这个纪录片稍微扳回一城的, 结果根本指望不上啊。 赵总, 来点作用啊, 赵总。 与此同时, 龙语集团总部, 赵旭名气地一拍桌子, 腾达着是蹬鼻子上脸。 过分! 离谱! 他们就不懂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的道理吗? 这个裴总, 前段时间跑到资格赛, 公然搅局抢热度也就算了。 现在连一个纪录片都要算计我。 气死我了! 赵旭名大发雷霆, 助理在一旁静若寒蝉, 一句话也不敢说。 赵旭名对宣传片本来是挺满意的, 发出去之后, 看了看网友的评价, 也有些沾沾自喜。 结果没想到, 仅仅过去两个小时, 舆论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GPL春季赛的宣传片一出, 立刻把IOI世界赛宣传片 按在地上疯狂摩擦, 简直是闻者伤心, 见者落泪。 关键是, IOI的玩家们也不满意了, 看到别人家里大鱼大肉, 自己只能吃糠燕菜, 反过来也要骂龙宇集团。 龙宇集团花了大价前请专业的摄影团队, 布置场的拍摄, 结果最后还没落到好, 这能不生气吗? 其实, IOI的宣传片妥妥的也是一流水准, 但观众们的口味都被腾达激昂雕了, 这一对比自然就落了下沉。 而且最让赵旭名生气的是, 这两个宣传片发布的时间。 GPL春季赛的这个宣传片 是按照游戏CG的标准来做的, 不可能二个小时做出来, 多半是提前一个多月, GPL的各支队伍大致确定的时候, 就在准备。 准备时间很长, 耗资也不会少。 也就是说, 这个宣传片多半是近期才做出来的, 然而裴总就故意不放出来, 就等着IOI这边放宣传片之后, 他才放GPL的宣传片。 要说这不是故意的, 谁信? 显然裴总就是算准了, 不管IOI这边拿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赛宣传片, 都只有被GPL春季赛宣传片吊打的份, 所以才故意捏在手里等待时机。 就像斗地主一样, 只要你手里的小王不出, 我的大王就一直等着。 只要你小王出了, 我下一张必是大王给你管上。 再结合之前资格赛上裴总单刀附会来捣乱的事情, 赵旭明对裴总和腾达集团你的仇恨更是雪上加霜。 现在赵旭明有点理解, 之前跟裴总做对的那些人是什么感受了。 就像是跟裴总打牌, 不管你出一个什么样的牌, 裴总那边总是能拿出更大的牌给你管上, 这就让人非常绝望。 但是生气归生气, 赵旭明毫无办法。 因为宣传片已经拍完了, 距离比赛时间也不多了, 总不能再重拍一个吧。 且不说要花多少钱, 会不会耽误选手训练, 想要做这样一个牛逼的CG至少得一个月, 时间上怎么可能来得及。 就算做出来, 岂不是又实锤了自己在邯郸学部, 东施孝平。 所以, 赵旭明只能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默默地吃了这个哑巴亏, 花了不少钱做IOI世界赛的宣传片, 结果给GPL宣传片当了绿叶, 白送人家热度还没落下好, 这可太让人生气了。 看到赵旭明渐渐平静了下来, 助理小声问道, 赵总, 提前带队伍去洛杉矶训练的事情, 还是按原定计划进行吗? 赵旭明点点头, 嗯, 还是按原定计, 等等, 把FV俱乐部给我踢出去。 按照赵旭明原本的想法, 三支队伍要一起去洛杉矶, 提前跟欧美队伍约一下训练赛, 尽早适应比赛环境。 虽然, FV俱乐部是裴总派来的卧底, 但好歹也是国内的一号种子, 实力最强, 不带的话好说不好听。 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出了宣传片这档子时, 赵旭明瞬间火冒三丈, 恨污即污了。 他不能拿腾达集团和裴总开刀, 但在职权范围之内, 收拾一下裴总的俱乐部, 还是没问题的。 助理有些犹豫, 赵总, 这样合适吗? FV俱乐部再怎么说, 也是国内最强的队伍。 赵旭明冷笑一声, 这腾达集团都起到脸上来了, 还能给他们好脸色。 再说了, FV说是一号种子, 实际上还不是靠着膀胱好, 才赢下来的。 两局BO5全部打满, 另外两支队伍跟他相比, 实力也就是博仲之间而已。 到时候, 我们带另外两支队伍到国外跟欧美俱乐部打训练赛, 提前适应版本, FV末训练赛打, 等到了世界赛, 双方实力差距会, 很快拉开。 到时候, 咱们的俱乐部一个个在世界赛表现良好。 FV俱乐部作为一号种子, 直接一轮游, 岂不是大快人心? 不是总有人喜欢吹陪总, 擅长带队伍训练吗? 说什么随便组一支队伍, 就能拿到一号种子? 我看看, 一号种子, 要是一轮游出局了, 舆论又怎么说? 助理有些犹豫, 觉得此局有些不妥, 一共三支国内队伍, 带两支去, 偏偏不带FV俱乐部, 这好说不好听, 意图未免太明显了。 但看赵旭明的表情, 显然是火气上来了, 毕竟这磨长时间, 一直被腾达起脸输出, 再好的脾气也顶不住。 助理想了想, 自己也犯不着去出这个眉头, 更何况赵旭明说的也有道理, FV俱乐部非常艰难地打了个 BO时才拿到一号种子名额, 真实实力, 跟另外两个俱乐部 只是在伯仲之间而已, 没那么重要。 到时候, 只要另外两个俱乐部 比FV打得好, 就不怕舆论压力。 想到这里, 助理点头说道, 好的赵总, 那我这就去办。 对了赵总, 这事还需要向 FV俱乐部那边保密吗? 赵旭明摆了摆手, 不用保密, 这种事情满也满不住的, 再说, 也根本没必要满, 就是要敲打敲打他们。 FV电子竞技俱乐部, 刚刚接到消息的吴越, 非常无语, 被气得有些上头。 官方至于这样吗? 我们, FV俱乐部的参赛名额, 是官方给的, 一号种子名额, 是凭本事打来的, 结果一共三支队伍, 另外两支都安排了去洛杉矶训练, 我们这边却完全没消息, 真就不拿我们当亲生的队伍啊。 就因为跟裴总那边有一点过节, 就这样搞人心态的。 这些电竞俱乐部, 都是消息很灵通的, FV电竞俱乐部, 很快就得到消息, 龙宇集团官方组织, 另外两支队伍, 提前去洛杉矶训练, 加急签证已经在办了。 据说, 这次在洛杉矶的食宿费, 用是龙宇集团全包, 还会牵线搭桥帮忙约欧美队伍打训练赛。 结果这些消息, 全都是从其他渠道获知的, 龙宇集团那边, 压根末打算通知FV俱乐部, 甚至连假惺惺的解释都没有解释。 这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龙宇集团就是故意不带着FV俱乐部去洛杉矶的。 陆经理感忙劝解道, 吴总您消消气, 这个事情确实是太过分了, 但我们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次提前去洛杉矶打训练赛, 应该是龙宇集团那边自发组织的行为, 并不在指头公司主办的世界赛流程之中。 所以龙宇集团也可以说, 带咱们是情分, 不带是本分, 他们自己出钱, 想带谁就带谁。 很多其他赛区的队伍, 也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 吴越说道, 这是歧视, 是区别对待。 我们应该申诉, 或者干脆发微薄公诸于众, 让大家好好看看龙宇集团这群人的嘴脸。 陆经理赶忙摇头, 吴总, 这不妥。 龙宇集团并没有以官方身份 大肆宣扬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报出去的话, 龙宇集团完全可以立刻 改口说这是俱乐部自发行为, 龙宇集团只是负责牵线搭桥, 起到很小的作用。 因为这件事情的真相 是很容易掩盖的, 咱们贸然开团, 只要龙宇集团跟咱们打打太极, 很容易就能遮掩过去, 反而显得咱们斤斤计较,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至于申诉, 那就更没用了。 那不等于是堂下何人状告本官吗? 更何况, 电子竞技归根到底, 还是成绩说话。 咱们现在到网上, 把这件事情闹大, 带一波节奏。 万一, 要是世界赛没打好呢? 到时候, 舆论肯定会反噬。 到那个时候, 咱们就算有理, 也不占理了。 想想都知道, 到时候世界赛失利, 网友们会说什么? 这摩菜的队, 还好意思朝官方要前去洛杉矶打训练赛。 当初就该直接把名额让出来给suck。 反正只要我们输了, 那节奏绝对会满天飞。 我们现在不能不考虑后果。 吴越黑着连点点头, 嗯, 看来赵旭明是吃准了这一点, 觉得即使我们捅出来, 也捞不到好处。 所以才如此明目张胆, 就是为了杀鸡儆猴, 敲打我们, 顺便给腾打好看。 那, 难道我们就只能吃个哑巴亏吗? 龙语集团干出这模恶心的事情, 我们连说都不能说。 陆经理想了想, 说肯定是能说的, 但不是现在说。 在比赛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 跳出来开团, 那是蠢货才干的事情。 一方面给自己队员增加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影响他们发挥。 另一方面, 万一比赛输了, 对方会趁机落井下石, 吃瓜群众也不会站在我们这边, 那就真是要直接入土了。 最好的办法, 其实是秋后算账。 赢了比赛, 我们就可以借着盛事, 把这些事情全都挑明, 顺风输出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对咱们来说, 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忍辱负重。 尽量别让这件事情, 影响到自家选手的心态, 积极备战。 等世界赛上拿到好成绩, 我们就可以利用舆论压力, 反击龙语集团了。 只要我们比另外两家俱乐部成绩好, 那么, 不管我们有没有拿到冠亚军, 哪怕只是个四强, 八强, 也都有说辞。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官方区别对待, 导致整个赛区的成绩不好, 如果给我们同样的待遇, 说不定我们的成绩还能更好, 等等。 总之, 一切还是看成绩, 莫成绩, 什么都白打。 吴越沉默片刻, 轻轻叹了口气, 难啊。 我们现在阵容的纸面实力虽然不错, 但从之前资格赛的情况来看, 实力跟其他两支队伍, 也仅仅是在伯仲之间, 而且还沾了点赛程的光。 说不定再打一次飞旁光局, 不一定打得赢他们。 去洛杉矶训练的好处, 是显而易见的。 能低延迟打欧美服, 更好的适应版本, 跟目前实力比较强的欧美队伍打训练赛, 实力提升, 肯定会比我们更快。 我们想赢过他们, 也不能光靠幻想啊。 陆经理点点头, 也觉得行事确实很严峻。 电子竞技不是说有决心, 有毅力就能赢的, 也需要科学的训练方法, 和良好的配套设施。 很多队员天赋绝顶, 但在某些俱乐部, 却打不出成绩。 这往往是因为, 俱乐部的管理不佳, 训练方式不对, 配套设施跟不上。 吴越说道, 要不我们也去洛杉矶。 陆经理沉默片刻, 龙宇集团组织他们去洛杉矶, 是因为能跟指头公司牵上线, 到了那边能搞来欧美服的高端局账号, 能以官方身份出面, 跟欧美老牌队伍约到训练赛。 再看龙宇集团队伍的态度, 我们就算自掏腰包去了, 肯定也没有这些东西啊。 我们总不能大老远到洛杉矶去, 结果队员们去了, 就整天在欧美服的地分段打rank吧。 那不是越练越菜了? 更何况, 我们这一大帮子人, 开销也很大, 提前去了食宿自理, 要给队员们吃点好的, 再加上随行人员, 就按八个人算, 怎么也得二十来万。 要是考虑到训练的情况, 把我们二队也带过去, 那就得再翻个倍。 当然, 咱们俱乐部掏得起这个钱, 问题是, 花了钱, 也不一定能保证训练效果, 性价比太差了。 吴越想了想, 确实是这模回事。 龙宇集团组织另外两支队伍, 去洛杉矶训练, 是因为人家有高端局账号, 能约到欧美队伍的训练赛。 要是都没有, 花个几十万, 就为了提前适应适应环境, 确实莫必要。 考虑再三, 吴越说道, 这种小事, 似乎不太好打扰裴总。 这样吧, 我给腾达那边电竞师夜部的张总打个电话, 让他帮忙参谋参谋吧。 如果确实没必要的话, 我们就不去了, 留在国内跟国内队伍打打训练赛, 其他的训练赛, 就等世界赛期间再约了。 12月17日, 周六, 今天有管培生例行会议。 今年的春节比较早, 1月23号, 所以, 考试周的时间也提前了一些。 管培生们在工作之余, 也都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复习。 这次的管培生例会, 也没有太多需要关注的信息, 毕竟大部分产品都还在研发的末尾阶段, 包括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等产品, 都还没有展露出辈次的迹象。 所以, 这边自然也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 培签深知, 下个月开始, 才是一场硬仗。 结果结算周期, 正好赶上考试周。 不得不说, 这种感觉十分酸爽。 能不能在这次考试中胜过老马, 就看考前这一哆嗦了。 管培生们依旧如往常一样, 回报各自部门的情况, 很快轮到电竞事业部的管培生。 这个管培生一直跟着张元, 原本是负责DGE俱乐部的, 后来组建电竞事业部和GPL联赛之后, 自然顺理成章地打入了内部。 目前不管是DGE还是其他俱乐部, 乃至整个电竞俱乐部的事情都讨不过他的眼睛。 GPL季前赛即将进入后半城, 目前的比赛一切顺利, 偶然遇到一些游戏内bug, 设备问题也都妥善解决了, 应该能给春季赛积累不少的经验。 目前GPL的各家俱乐部主力阵容, 基本上都已经固定下来, 那些没有参加GPL季前赛的队伍, 也都在打训练赛, 积极备战春季赛。 DGE俱乐部的新一批队员又已经被一扫而空, 虽然实力相比最早一批队员差一些, 但这批人毕竟天赋好, 也经过了老队员们的特训, 所以在各支新队伍中依旧打上了主力位置。 裴谦拿着茶杯的手不由得一哆嗦。 虽然对此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真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心头一颤。 又是十名队员, 值得卖多少钱? 这批队员是黄旺, 将换他们被集体买走之后的第二批队员了, 依旧卖得很好, 这一来一回, 转会费就够裴总喝一壶的了。 DGE的队员卖得好, 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 DGE俱乐部的名声在外, 潜力新人倾向于来DGE俱乐部提升价, 而其他俱乐部也觉得买DGE俱乐部的队员绝对不会亏, 所以买得比较干脆。 真正有能力的潜力新人都愿意来DGE俱乐部, 因为一旦打出成绩, 就可以立刻跳到其他俱乐部去拿大合同, DGE从来不会搞卡合同或者血藏那一套, 新人比较有安全感。 而对于其他俱乐部来说, DGE俱乐部不直接参与竞争, 对自己的成绩构不成威胁, 还帮忙培养队员, 所以也乐于从DGE买人。 从DGE出去的那些老队员, 隔三差五的还会回来指点DGE的新人, 久而久之。 DGE出来的队员, 各个都能独当一面就成了整个联赛观众, 俱乐部的固有印象, 让DGE的运营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于是, DGE的新队员就像是一茶一茶的韭菜, 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全都卖掉, 赚来一笔不菲的转会费。 对此, 裴千野是无能为力。 他假装淡定地喝了口茶水, 问道, 所以, 转会费一共多少? 管培生说道, 10名队员, 这些人的表现各不相同, 有些操作强, 或者带指挥能力的C位, 身价比较高, 转会费最高有150万以上的, 如果是表现很一般的那种, 可能就只有七八十万, 一百万左右。 这些队员加在一起, 转会费一共卖了大概一千三百万吧。 裴千, 一个草子差点脱口出, 这个数字严重超出了他的心理预期。 之前黄旺, 江焕等人的转会费都是二百万左右, 所以裴千还以为这些年轻队员转会费一百万也就到顶了。 但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最早的时候, 黄旺和江焕这众明星队员的转会费也稍有一点虚高的成分, 毕竟各大俱乐部是为了冲一把GARC全球邀请赛的成绩, 为的是高额奖金和曝光度。 但是, 随着GARC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占有率逐渐提升, GARC全球邀请赛的成功, GPL联赛的热度高涨。 这一系列操作之后, 黄旺和江焕这众明星队员的身价, 也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入场而快速膨胀。 现在他们的转会费可不是两百万的事了。 头部的选手身价涨了, DGE俱乐部第二批潜力新人的身价自然也会涨。 十个人看似不多, 但转会费加在一起, 就奔着一千三百万去了。 让裴迁感到有些吐血的不是这个数字, 而是时间。 裴总毕竟也是见过大市面的人了, 几个亿的资金进进出出都有好几次了, 更何况是这区区的一千万。 反正也到不了自己手里, 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关键是赚到这一千多万花了多少时间。 引进这批队员是九月份的事情, 现在是十二月, 一共才培养了三个月的时间, 转手一卖就是一千三百万。 这磨一算的话, DGE俱乐部平均每个月赚四百多万, 轻轻松松。 更别提DGE俱乐部的商业赞助和直播合同了。 而DGE俱乐部日常的开销真没多少? 训练基地是租的李总的, 明云山庄的崔经理又恨不得把裴总当亲爹一样供起来, 租金和水电费等日常费用全都花不了多少钱。 唯一花钱的地方, 可能也就是吃饭和健身等日常开销了。 但是有墨鱼外卖和托管健身房, 这些选手就算是厂开了吃厂开了练, 又能花掉多少? 赔钱感到心很累。 人家开俱乐部都是烧钱, 自己开俱乐部的初衷也是为了烧钱, 结果玩着玩着就变成了赚钱。 一个专门买卖选手赚钱的俱乐部, 一个打不了比赛名气阙比冠军队伍还大的俱乐部, 想想就离谱。 都说DGE俱乐部培养得好, 就该赚这一千多万的转会费。 但问题在于, 这些选手本来就是好苗子啊。 因为潜力新人都在挤破头地想往DGE俱乐部里钻, 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一选择, 所以只要随便视讯几个都是潜力新人。 就像很多超级中学一样, 你把周围的优质生员全都掐肩录取了, 最后出来的成绩能不好吗? 裴谦默默地喝了口茶水,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 继续。 管培生继续说道, 目前有不少俱乐部都已经接到了赞助, 虽然数量各不相同, 而且暂时不可能靠这些赞助维持俱乐部运营, 但这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春季赛开赛前, 一些队伍的队服上应该就会有赞助商的标志了。 虽然赞助商太多了不好, 但完全没有赞助商也不好, 会让观众觉得联赛热度不够。 裴谦微微点头, 赞助商给俱乐部色钱就随便色吧, 跟我没关系。 管培生话锋一转, 说道, 此外, 还有很多赞助商对GPL的独家冠名表现出浓厚兴趣, 包括电脑厂商, 外设厂商, 还有运动服饰, 数码产品, 汽车等等厂商。 不过具体的价码还没有敲定, 还在谈判中。 目前, 单一类型商家的独家合作报价, 大约在一年五百万左右的级别, 而独家冠名的报价则是达到了一年两千万左右, 因为涉及到赞助中一些细节问题, 所以还在谈。 至于直播平台那边, GPL春夏季赛的转播全将考虑授权给三家直播平台, 底价是一千万, 目前来看竞标价格应该都能到一千二百万以上。 这些都还在谈, 张总也在汇总各方面的消息, 应该很快就会上报。 听着这一个个数字, 裴谦感觉自己有些手脚冰凉, 大脑一片空白。 本以为DGE俱乐部那边疯狂卖人已经是噩耗了, 现在才发现真正的噩耗还在后边。 最近裴谦的注意力全都被IOI资格赛和冷面姑娘给吸引过去了, 并没有太多地关注GPL那边, 完全没想到情况已经这么严重了。 其实早该想到的, 有那么多赞助商都去找战队合作了, 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来找官方合作。 目前, GPL联赛的赞助价码也是分层级的。 单一类型的独家合作, 是指某一品牌赞助后就垄断了某个品类的商品。 比如, 某运动服饰跟GPL签了独家合作, 那么, GPL未来就不会再跟其他的运动服饰谈合作。 当然, 这不影响官方去找电脑、 汽车、 数码产品等厂商合作。 至于独家冠名, 也可以看成是首席赞助, 就是会获得官方最好的推荐资源, 报价自然也是最高的。 至于直播平台那边的竞争, 就更激烈了。 毕竟目前各大直播平台都是在疯狂烧钱, 导流的阶段, 拿不到, GPL转播权就会给用户一种这个平台不太行的感觉, 所以, 竞标价格被炒得很高。 话说回来, 这个金额跟赔迁记忆中那重动辄上亿, 几亿的赞助费没法比。 但问题在于, 这才哪到哪啊? Dalk这款游戏诞生还不到一年时间, 国内对于电子竞技根本没有那么认可。 现在就能要到这磨高的赞助费, 在赔钱看来已经非常离谱了。 不过仔细想想, 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有Gaulk世界总决赛的热度在前, 大家都看到了电竞赛事的巨大潜力, 而GPL又办得太好了, 目前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更和邝神华等巨头公司纷纷入场, GPL天价名额等新闻都在不断地挑动观众的神经, 赞助商们看到巨大热度带来的广告效应, 又跟传统体育的报价一对比, 觉得很划算, 自然就纷纷入场了。 赔钱默默地心算了一下, GPL极有可能通过春夏季赛的各项赞助和转播权, 赚到上亿的资金。 好消息是, 这上亿的钱是全年赚到的, 分摊到每个月就会显得稍微好接受一点。 而坏消息是, 到了明年, 赞助费可能会更高。 赔钱考虑了一下, 这笔钱怕是推不走了。 既然如此, 得跟张元说一声, 让这些赞助商们都分期付款, 把钱均摊到每个月, 千万不要一次全都打过来, 尤其是不要正好赶在结算前的这种关键节点。 否则, 赔总就要原地升天了。 还有其他事情吗? 赔钱稍感心累。 管赔生想了想, 哦, 还有一件小事, 关于FV俱乐部那边的, 据说龙宇集团那边要安排国内队伍到洛杉矶去训练, 但唯独撇下了FV战队。 吴越打电话给张元商量了这件事情, 因为没石膜保密的必要, 所以管赔生也知道了。 赔钱听完, 不由得眼前一亮。 这怎么能叫小事呢? 花钱无小事? 这个吴越, 这个张元, 两个人都该狠狠地批评, 这种事情竟然不第一时间向我上报。 想什么呢? 龙宇集团带着两支队伍去洛杉矶, 唯独留下了FV俱乐部。 好事啊, 这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宝贵的花钱机会啊。 按照洛杉矶那边的开销, 如果多带点人, 定系统允许的最高时速标准, 这可能花不少钱呢。 听了那魔多的坏消息, 总算是有一个好消息了。 管赔生理会结束之后, 赔钱立刻给吴越打电话。 FV俱乐部, 吴越正在为了队伍训练的事情纠结, 看到是裴总的电话, 赶忙接了起来。 喂, 裴总, 有什么事吗? 吴越问道, 电话那头的裴总似乎有些不高兴, 其他俱乐部去洛杉矶的事情, 怎么不跟我说? 吴越愣了一下, 赶忙解释道, 哦, 裴总, 这种小事就不劳您操心了, 我能处理好。 裴千, 你能处理好什么? 你能拍板给全体队员安排头等舱机票和五星级酒店, 还是能给队伍找到训练的对手? 吴越, 我, 他想了想, 还真不能。 虽然, FV俱乐部账面上的钱是够的, 但花几十万提前到洛杉矶这种事情, 他还真的很难拍板做这个决定。 裴千说道, 没必要纠结这个事情了, 立刻去给所有人办加级签证。 FV俱乐部目前一共多少人? FV俱乐想了想, 一队的队员是五人, 二队队员也是五人, 此外加上我, 陆经理, 战队的其他工作人员等等。 啊, 不过也用不到这魔多人的, 让一队队员和陆经理去就可以了, 六个人正好三个标间就够。 裴千听完非常不高兴, 六个人怎么行? 俗话说,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要行军打仗, 后勤不给跟不上, 那还打个锤子。 洛杉矶那边人生地不熟的, 得找个翻译, 再到当地, 找个熟悉情况的导游, 平时吃住都得有专人安排才行。 吃饭, 绝对不能马虎。 到那边考察一下, 有没有什么口味比较好的中餐? 保证队员们的日常饮食不出问题, 不要影响身体状态。 再请四个保镖, 听说米国那边治安不太行, 得保证队员们的人身安全。 再带个陪练的队伍, 我看SELC就不错, 这样, 我出钱, 把SELC那边的队员也都带上, 跟你们一块去。 这样吧, 一共是三十个人的名额, 就按人均三千块一天的时速标准来安排, 一直住到比赛结束, 一共大概是五周吧。 光是时速标准, 就得三百一十五万。 嗯, 你们到了洛杉矶, 可能还得购购物, 买点土特产, 往回备点便宜的数码产品啥的, 再加上之前说的, 找导游, 找保镖的费用, 再考虑到一些可能的突发情况。 这样, 凑个整, 四百万得了。 吴越听得瞠目结舌, 去一趟洛杉矶, 花掉四百万, 整个FV俱乐部加一块, 也不值这么多钱啊。 吴越赶忙说道, 裴总, 没这个必要吧? 指头公司那边, 在正赛开始之后, 是会包时速的。 所以, 真正需要我们花的钱, 就只是往返机票而已。 哪怕是我们提前一周去, 这一周的时速要自理, 也根本不需要人均三千块的标准。 场馆附近还不错的酒店两人标间, 一千块以内就可以拿下。 指头公司安排的住宿好一些, 但两人标间, 每晚也就二百刀, 和一千四百块左右而已。 裴千当时就不爱听了。 啥意思? 不想让我花钱? 按你这最低标准, 六个人去, 住一晚一千块的标间, 还只有第一周自掏腰包? 这怕是想花十几万都够呛。 裴千立刻打断了吴越, 指头公司给我们安排了时速, 我们就一定要去吗? 万一指头公司安排的时速条件, 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呢? 队员们千里迢迢地去一国, 他相打比赛, 真出点什么问题, 这个责任, 你担得起吗? 俗话说, 未雨绸缪, 能花点钱杜绝掉这些隐患, 这挺划算的。 就按我说的办, 钱很快就打过去。 裴千说完挂了电话, 吴越看了看已经挂断的手机屏幕, 陷入了茫然。 三十个名额, FV俱乐部的一队, 二队, 再加上Sug的五名主力队员, 这才十五个人, 上哪找三十个人去啊? 12月18日, 周日, 吴越在办公室里跟陆经理, 一起掰着手指投数人头, 咱们到了洛杉矶, 再当地固一个导游, 四个保镖间司机, 再租一辆小巴车。 FV俱乐部一队, 二队, Sug俱乐部五名主力队员, 再加上你、我、领队、教练、分析师, 一共是二十个人。 再加上两个翻译, 三个拍纪录片的摄影师, 这样的话, 是二十五个人。 还拆五个人? 再带个队一, 保证队员们的身体健康, 平时也可以带着大家在酒店里, 做一些简单的体能训练, 保持身体状态。 这也还差四个人。 吴越掰着手指头竖来竖去, 怎么都凑不够三十个人? 主要是裴总给的名额实在太多了, 吴越联摄影师都专门带了三个, 其他的包括翻译、 领队、 教练、 分析师、 队一等等必须要带的后勤人员, 也全都带齐了, 结果还差四个人, 实在是不知道该带谁了。 虽说裴总对人员的身份, 没有特殊要求, 但毕竟这是公务出差, 带的人多少也得跟比赛沾点编码。 裴总非常大方, 做出的姿态就像是让大家去洛杉矶公费旅游的, 但吴越可不敢真的搞成公费旅游, 反而压力山大, 给了几百万, 这要是出不了好成绩, 可怎么办? 陆经理提议道, 吴总, 咱们俱乐部满达满算就这点人, 实在是想不出更多的人选了。 不如这样, 您去问一下张总, 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毕竟是裴总出资, 剩下四个名额带腾达那边的人, 场面上更能说得过去一点。 而且, 这摩高标准的公费出行, 腾达那边的员工应该也会挺想来的。 吴越恍然点头, 对啊, 问问张总, 那这样, 我给张总打电话, 你给Salk俱乐部的丁丹丁总打电话, DGE电竞俱乐部, 张元, 还剩四个名额, 莫人可选了。 嗯, 我们这边出四个人, 倒是也没问题, 我想一想啊。 听吴越在电话中说明情况之后, 张元陷入沉思。 FV俱乐部出征, 裴总亲自过问, 给了很高的时速标准, 而且还强制要求, 必须带够三十个人。 而且, 这还没算上在洛杉矶当地雇佣的导游和保镖。 带着魔多人干嘛? 现在别说国内了, 即使是世界范围内的电竞环境, 也都还比较不正规。 不说别的, 前两年国内的职业选手, 还经常自费打比赛, 睡马路冷水泡面的事情, 常有耳闻。 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 因为出国以后的开销大, 所以开支方面都是能省则省, 人数越少越好。 但裴总却给出了远超规格的待遇, 这是为时魔。 张元简单考虑了一下之后, 立刻想到了两点。 第一, 通过FV俱乐部向外界展示腾达的财力和对电竞的重视程度。 第二, 不计一切代价保障后勤, 尽可能地争取好成绩。 因为FV俱乐部已经跟腾达绑定, FV俱乐部的成绩越好, 腾达就越长脸, 相对而言就更打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的脸。 拿不拿奖金都是次要的, 关键是热度和广告效应。 所以, 这次的随行人员肯定不是去旅游的, 多多少少都得起到作用才行。 张元说道, 如果放眼整个腾达集团的话, 还真有四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但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去。 叶之舟, 敏靖超, 包序, 周彭远。 叶之舟是商养游戏的负责人, 游戏设计师, 曾经负责IOI国服的运营工作, 对IOI的各项数据非常了解。 当然, 了解景线之前的旧版本。 敏靖超, GOG的设计师, 从GOG上线之后, 就一直在负责游戏设计和数值平衡工作。 包序, 腾达游戏资深元老设计师, 骨灰级玩家, 精通大多数游戏, GOG和IOI也不在话下。 而且, 出游经验非常丰富, 身体素质好, 抗压能力强。 周彭远, 原DGE俱乐部二队指挥位选手, 只是年纪确实比较大了, 而且状态下滑得比较厉害, 前段时间已经决定退役并回到 DGE俱乐部担任主教练职位。 游戏经验丰富, 对GOG的各种战术掌握熟练。 这四个人对GOG和IOI的了解, 绝对是最顶尖的, 应该能给你们在战术制定和数据分析上提供指导。 唯一的问题是, 这是, 我得请示一下裴总。 除了周彭远现在是DGE主教练我可以安排之外, 其他那三位, 要模就是腾达元老, 要模就是部门负责人, 跟我是平级的, 我可指挥不动。 电话那边吴越听得一愣一愣的。 张总, 没有这个必要吧? 这也太心事动众的了。 我们俱乐部到洛杉矶去打个比赛, 结果腾达集团两个核心游戏部门的负责人和主设计师陪同。 这, 似乎有些不妥呀。 张员说道,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妥与不妥, 是裴总要考虑的问题。 裴总如果怕耽误工作不让去, 那我就再考虑别的人选。 伍越想了想也对, 于是点点头, 好的张总, 那我就静候消息了。 张员挂了电话, 立刻打给裴总, 说明情况。 电话那头, 裴迁才刚刚起床没多久, 正在墨语网咖吃早午餐。 听到张员要把夜之舟和敏静抄掉走, 裴迁眼前一亮, 欣然同意。 没问题, 让他们去。 而且, 这是必须的去, 不能推脱。 裴迁正愁, 莫法安排他们呢。 现在夜之舟负责Gaug海外版本的运营, 敏静抄负责Gaug新版本更新和国内运营,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目前裴总的心腹之患。 他们稍微努力工作一下, Gaug的市场占有率就要提升一大截。 他们的工作做得越好, 裴总亏钱的难度就越高。 而这次裴迁给整个FV俱乐部团队安排的行程, 是一直到下个月底, 也就是IOI全球总决赛结束。 裴迁完全不觉得FV俱乐部能夺冠, 毕竟人家欧美队伍起步早, 训练多, 还先适应版本, FV俱乐部一个中途重组才不到一个月的队伍, 凭什么去跟欧美老牌强队打? 多半是八强, 最多四强赛就被淘汰了。 但被淘汰了, 也不影响他们在洛杉矶继续旅游吗? 其他俱乐部都是淘汰了之后, 第二天就订机票回国了, 这不人性话。 人家队员们平时辛辛苦苦训练, 好不容易半个签证出国一趟, 还不得好好玩几天。 所以, 不管FV俱乐部是什么成绩, 裴迁都会要求他们在洛杉矶住到IOI全球总决赛结束之后再回来。 那么, 叶之舟和敏静超这两个心腹大患去了洛杉矶,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Galb的工作不就全面放缓, 停滞了吗? 就算这两个人想献上办公, 荆州跟洛杉矶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 一个是白天, 一个是晚上, 等他们睡醒的时候, 腾达这边正好下班。 挺好。 所以, 裴迁根本没多考虑, 欣然同意。 至于名单里的包序和周彭远, 裴迁觉得可有可无, 但既然张元开口要人了, 那就让他们去吧, 凑个名额还能多花点钱。 张元还挺感动的, 裴总对自己还真是信任, 这魔重要的部门负责人说给就给了。 立刻打电话给这四个人, 让他们安排好工作交接, 准备办加急签证。 几分钟后, 正在自己工位上开心打着游戏的包序, 接到了张元打来的电话。 他的表情从安逸变成了错愕, 又变成了震惊和迷茫。 挂了电话, 包序整个人将在工位上开始思考人生, 许久都没有动弹。 另外一边, Sug俱乐部中, 丁干也接到了陆经理的电话。 什么? 带着Sug俱乐部IOI分部的五名队员去洛杉矶。 丁干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在听陆经理讲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丁干依旧没有从困惑状态中回过神来。 万万没想到, 我的队伍在国内资格赛中被淘汰了, 没有拿到IOI世界赛的名额, 结果却还是要去洛杉矶了。 这次Sug俱乐部的队员们身份是陪练。 因为这支队伍也算是国内的一流队伍了, 实力跟另外两支出指队伍相比, 只在伯仲之间。 最后一局被3比0横扫, 不全是实力方面的问题, 主要还是心态崩了, 而且战术储备不够。 从自个赛之后, IOI分部的队员们已经垂头丧气很长时间了。 原本有机会到世界赛区露脸, 结果一步之遥, 天壤之别, 这水顶得住啊。 但是现在, 事情似乎又有了转机。 虽然不能去打世界赛, 但如此高标准的公费旅游, 让队员们去散散心也很好啊。 丁干想了想, 自己还真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唯一的问题是, 裴总为什么要这模作? 丁干埋头苦思。 难道说, 这是裴总的某种暗示? 裴总这个人, 一向是爱憎分明, 讲成有度。 之前, SAC因为GPL名额的事情, 跟裴总起了摩擦, 所以被GPL除名了, 但裴总也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给了GDL名额。 这次也是一样, 裴总中组FV俱乐部之后, 挤掉了SAC的世界赛名额, 这不是针对SAC俱乐部, 但裴总是有人情味的, 花钱请我们队员们去洛杉矶, 说是陪练, 但好吃好喝伺候着, 五星酒店住着, 这待遇比旅游都好。 裴总是个敞亮人啊。 SAC俱乐部得罪了他, 却还是不计前嫌, 反观龙语集团, 之前说得好好的, 一旦SAC被淘汰了之后, 就立刻弃之如碧驴。 高下立判! 想到这里, 丁丹立刻点头说道, 好, 那就多谢裴总的美意了。 不过,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洛杉矶? 正好最近想出去玩鸡田。 你们放心, 我这边的费用一切自费, 你们只要管五名队员的开销就行了。 到了洛杉矶, 我就自己玩, 不会打扰日常训练。 陆经理想了想, 丁总你想来的话, 当然可以。 既然丁丹自费,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想去洛杉矶, 陆经理和吴越还能拦着不成。 三十个人都带了, 也不在乎多带一个。 更何况, SAC的队员们帮忙陪练, 丁丹是SAC俱乐部的老板, 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搞定了SAC俱乐部这边, 陆经理返回吴越的办公室。 吴总, SAC俱乐部这边都安排好了。 吴越点点头。 嗯, 剩下的四个名额也有了。 裴总这次对FV俱乐部出征洛杉矶非常重视, 现在我们团队可以说是终极梦幻团队了。 你看新加入的这四个人, 分别是GOG的设计师, IoI国服曾经的运营负责人, 腾达游戏资深游戏设计师, GOG的前明星指挥选手,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教练, 分析师和三支队伍的队员, 这处备实力简直爆表。 陆经理听吴越介绍完了新加入的四名成员, 脸上也写满了震惊。 连GOG的主设计师都亲自去可还行。 太魔幻了。 这就相当于GOG全球邀请赛, 指头公司的总设计师亲自己, 某支俱乐部做数据分析一样, 杀鸡用牛刀都不足以形容这重型位了。 现在, FV俱乐部的数据分析团队, 可以说是终极华丽。 更关键的是, 叶之洲和敏靖超两个人, 可不是光靠自己在战斗。 他们背后是, 商阳游戏和腾达游戏两个游戏部门, 真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交给两个部门的设计师一起解决。 陆经理不由地感慨道, 要这样说的话, 咱们就不需要IOI世界福的账号了。 还打什么高端局rank啊? 我们带了三支队伍, 15个人, 完全是自己跟自己练就足够了。 一队的队员可以分别和二队, Sug的人打训练赛。 然后二队和Sug打训练赛试验阵容强度的时候, 一队的队员就可以听分析师复盘, 讲解战术。 零散时间, 队员们可以分成几组加连队线, 保持手感。 这效率不比高分段rank要高多了。 之前陆经理和吴越犹豫要不要去洛杉矶, 主要是担心搞不到那边的高端局账号, 训练效果无法保证。 总不能到那边去从林丹排吧。 但现在不用了, 只要人带得够多, 训练日程自然拉满, 有没有高端局账号都无关紧要了。 吴越立刻变得斗志昂扬起来, 万事俱备, 这次一定要好好训练, 这要是不拿个好成绩都对不起裴总。 12月19日, 周一, 裴迁照常来到办公室, 一边查看各部门上报的工作情况, 一边在网上翻看近期的消息和讨论。 上周确定了FV俱乐部去洛杉矶的人员之后, 相关人员的签证已经在加急办理了, 各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 一想到叶之州和敏靖超, 马上就要打包走人, 去洛杉矶住一个多月才能回来, 裴迁就说不出的高兴。 虽说这次裴迁自己也能名正言顺地跟着去洛杉矶玩一圈, 但考虑了一下, 还是算了。 一方面是, 因为马上就到考试周了, 出去玩一个月的话, 这个学期超过老马的目标基本上就GG了。 另一方面, 裴迁对出国的兴趣也不是很高, 他还是更喜欢在国内。 荆州就挺好的, 到处乱跑什么呢? 想要什么就在荆州搞, 反正现在系统资金挺多, 与其花钱出去玩, 还不如砸钱把荆州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而且, 以后想出去玩的话, 随便找个, 由头就能出去, 比如游戏取材, 考察学习等等。 更何况, 裴迁不想再限资格赛的惨案, 万一去现场看到比赛, 队员们全员打鸡血, 再搞出一幅世界名画, 就太尴尬了。 裴迁随意地刷着网页, 突然看到了一个讨论帖。 冷面姑娘, 是不是快凉了? 前段时间网上热度一直很高, 哪都能看到冷面姑娘的营销, 热搜也是基本没停过。 但是最近, 好像热度降下来了不少。 是不是快不行了? 这个帖子还挺火的, 有不少人都在讨论。 应该不至于吧, 前段时间孟畅不是还刚办了长颜讲模? 现场人山人海, 挺火爆的, 孟畅全程自信满满, 看不出慌乱的迹象了。 别操心了, 人家随便融资就够花很长时间了。 你觉得孟畅这魔牛逼的人, 做个烤冷面的店都成不了? 说真的, 我去吃过一次, 感觉就那样, 哪有吹的那抹好吃? 当然我承认, 他们的门店环境和各种细节做得还不错。 但是做破天也就是个烤冷面, 真的没有很好吃。 不是说接受裴总投资了吗? 好像裴总投资的企业到现在为止都成功了吧? 荆州投资神话可不跟你闹。 据说, 似乎, 最近腾达那边的投资已经不是裴总在管了, 现在也有一些项目赔了,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赚, 投资神话这个只能拿来形容裴总, 不能拿来形容圆梦创投了。 据说前段时间裴总已经撤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裴总不看好冷面姑娘, 那是不是说明她有什么致命隐患? 已经快凉了? 网友们议论纷纷, 虽然谁都没有掌握任何实情或者干货, 但并不影响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 开启键盘模式疯狂分析。 裴谦看着大家的讨论, 自己也陷入了困惑状态。 这个冷面姑娘到底能不能行啊? 在有些人看来, 冷面姑娘前景无限, 轻松融资几轮就能估值好几亿, 梦唱着重创夜交付的人物, 做个烤冷面还不是手到擒来。 但还有一些人就把冷面姑娘给扁得一文不值, 说全都是吹出来的, 好像明天就要分分钟破产一样。 这就让裴谦有些无所适从。 一会儿觉得自己及时退出来是正确的, 一会儿又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裴谦的好机会, 突出一个纠结。 裴谦考虑许久, 给赫德胜打了个电话。 冷面姑娘最近的情况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的赫德胜愣了一下, 稍感意外。 他有点纳闷, 裴总不是已经毅然决然地把冷面姑娘的股份全都卖掉了吗? 怎么今天又问起关于冷面姑娘的事情了? 按理说, 裴总这重杀法果决, 下定决心就绝不更改的人, 应该没理由再吃回头草吧。 不过赫德胜也莫敢多问, 老师回答道, 裴总, 目前我们跟冷面姑娘已经完全没关系了, 赚来的钱赞时还莫动, 包括之前, 我们派去冷面姑娘的财务金海滨也已经回到荆州了, 等着去下一家投资的企业。 所以, 冷面姑娘那边的具体情况如何? 我现在也不清楚, 要不, 我问问梦长。 不过, 我们毕竟莫关系了, 他不一定会说。 或者也可以问问金海滨, 他之前负责冷面姑娘的财务工作, 交接工作的时候, 可能也知道一些内情。 裴谦想了想, 都已经撤资了, 再问梦长, 估计什么都问不出来。 还是问问金海滨吧。 如果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那就算了, 冷面姑娘的事情就此结果, 如果事情还有转机的话, 那就再说。 想到这里裴谦说道, 行, 你拉个视频会议吧。 贺德胜挂了电话, 很快拉了个视频会议。 金海滨推了推眼镜, 表情还是和上次视频会议一样, 一本正经。 裴总, 您找我, 裴谦点点头, 关于冷面姑娘的事情, 你怎么看? 从之前在那边工作的情况来看, 你觉得这家公司能成功吗? 金海滨摇了摇头, 这个, 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我只是一个财物。 在这种事情的判断上, 我还是不敢在裴总面前搬门弄斧。 这个回答在裴谦的意料之中。 因为金海滨本身就是特别沉稳, 因为金海滨本身就是特别沉稳, 低调的性格, 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 从来不忘家评判, 而只是会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之前金海滨也一直没有参与冷面姑娘的任何决策, 更也并未像裴谦或者贺德胜告状。 裴谦想了想, 换了重问法, 那你从财务角度上说说, 冷面姑娘这家公司怎么样? 金海滨考虑了一下之后说道, 孟畅的模式应该是标准的互联网营销模式, 在财务方面虽然没有做假账, 但却通过一些方法把财务报表做得特别好看。 不过严格来说, 冷面姑娘的现金流一直是非常紧张的, 孟畅在营销方面花钱大手大脚惯了, 所以资金方面一直都有些捉襟见肘。 我离开之前, 冷面姑娘拿到的最后一笔投资就是裴总名头的八百万, 而且花得很快。 不过冷面姑娘到底会不会有问题, 关键还是看孟畅能不能从其他人那里拿到钱了。 如果能的话, 冷面姑娘的估值就能一直涨, 如果不能的话, 最快可能这周资金流就会出问题。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孟畅现在虽然看似非常淡定, 应该已经非常焦急地四处找钱了。 不过, 假如孟畅在营销方面的开销缩减一下的话, 应该还能撑很长一段时间。 毕竟门店的开销不大, 花钱的大头都在营销上。 贺德胜想了想, 说道, 我觉得他多半不会这样做。 冷面姑娘之所以有这磨高的估值, 就是因为投资人们的关注度高。 如果孟畅不继续花钱维持热度的话, 投资人们的兴趣也会减弱, 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那对于孟畅来说, 才是真的危险。 裴谦默默听着, 还是听得很迷惑。 贺德胜跟金海斌这两个人, 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能说, 目前冷面姑娘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如果有大笔资金注入推高估值, 重塑投资人们的信心, 那摩说不定就把冷面姑娘给吹上天了。 可反过来, 如果投资人们都观望, 那说不定, 冷面姑娘的资金链, 很快就会出问题, 只能破产。 大赚与血亏, 全在一念之间。 这就让裴谦有点无法抉择, 再回去投钱吧, 怕把冷面姑娘带飞了。 不投钱吧, 又怕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亏钱好机会。 突然, 裴谦灵机一动, 问道, 冷面姑娘现在每周花在营销上面的费用, 大概是多少? 金海斌想了想, 平均到每周的话, 不到一百万吧。 但有些营销活动, 是以月为单位的, 比如找代言拍广告之类的, 开销很大。 不过门店日常, 还有很多其他开销。 裴谦追问道, 那如果每周给他一百万的话, 是不是就足够给冷面姑娘续命, 又不会让他突然爆火? 金海斌有些不明所以, 想了想之后说道, 从理论上来说是的, 但我不懂企业经营, 也没办法保证这一点。 裴谦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说道, 好, 贺德胜你关注一下冷面姑娘那边, 如果发现他确实墨钱了, 就每月投他一百万, 帮他续命。 但是如果发现有其他人要投资的迹象, 就立刻断掉。 贺德胜人有点晕, 不知道, 裴总这到底完的是哪一处? 哥这吊戏人呢? 之前都把股份卖完了, 现在又要零零散散地给冷面姑娘送钱是什么意思? 卖掉又买, 买了又卖, 反复横跳式投资, 但既然是投资之神裴总的操作, 贺德胜就觉得肯定是另有深意, 于是点点头, 好, 之前卖冷面姑娘股份的钱正好还在, 我就用这笔钱了。 裴谦对自己的操作很满意, 既然冷面姑娘现在在起飞和暴毙之间反复横跳, 那只要一直让他维持在这个区间内不就行了吗? 定量输血, 既不让他暴毙, 也不让他起飞, 一直搞营销帮, 自己花钱, 岂不美哉? 12月22日, 周四, 魔都机场, 赵旭明跟另外两家俱乐部的领队和队员们正在后机, 这次IOI的全球总决赛时间已经敲定了, 是在12月31日, 也就是下周的周六正式开赛, 一直打到1月底, 为期一个月。 赛制跟GOG的全球邀请赛类似, 也是16支队伍, 四个小组, 分成小组赛, 淘汰赛两个阶段。 在赛程安排上, 小组赛, 淘汰赛的焦点站基本上都安排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 而不那么重要的比赛和休息日则是尽量安排在了工作日。 虽然安排的不算特别完美, 但也算是比较合理了。 只不过, 因为时差的原因, 国内观众的观赛体验就比较差了。 拿小组赛来说, 国内的观赛时间是凌晨3点钟到第二天的中午12点钟突出一个休闲。 毕竟是在洛杉矶举办, 这个时间安排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指头公司只会在开赛前一天提供酒店和食宿, 提供到队伍被淘汰为止。 所以, 大部分比较穷的俱乐部都是开赛前一两天才会抵达比赛场馆附近安排好的酒店。 而赵旭明为了让国内的这两家俱乐部提前跟欧美队伍打打训练赛, 适应一下当地的环境, 决定提早一周多的时间过去, 住在指头公司安排的那家酒店。 机票和这一周的食宿费用是龙宇集团全额报销的。 全员一共是20个人, 两家俱乐部是5名队员加领队, 教练一共14个人。 此外, 龙宇集团这边也有包括赵旭明在内的6名工作人员陪同。 赵旭明到洛杉矶去, 纯粹是为了借此机会出去玩一下, 看看IOI的比赛。 毕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龙宇集团IOI运营合作部的工作主要是借助IOI世界赛进行宣传、 推广。 他去一趟洛杉矶, 名正言顺。 等到了洛杉矶之后, 赵旭明除了安顿这两家俱乐部的队员之外, 还会跟其他IOI运营合作部的同事到指头公司的总部去参观, 交流一番。 一行20个人在机场候机。 目前, 国内只有帝都、摩都等少数几个城市可以直飞洛杉矶, 而且票价相对比较贵一些。 其他的城市多半需要转机, 虽然票价相对便宜, 但整个旅程的时间会长很多。 赵旭明并没有选择更便宜的转机路线, 而是选择了数量相对较少, 价格比较贵的直飞航班, 全程只需要大约13个小时。 赵旭明还有些小骄傲, 毕竟机票也是龙宇集团报销的, 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 选择直飞航班也算是比较大方了。 这些俱乐部的选手们大部分都是网瘾少年, 基本都没出过国, 也没现过什么世面。 赵旭明觉得自己的诚意已经非常可以了。 至于座位方面, 赵旭明作为龙宇集团的高管, 公务出差当然可以选择商务仓, 但他考虑再三还是选了经济仓。 倒不是说他为公司省钱, 主要还是面子上不太好看。 因为这次的人数比较多, 20个人全都坐商务仓的话, 确实太贵了。 毕竟商务仓的机票价格是经济仓的三倍, 全部报销的话, 要多花三四十万, 有些不合标准。 而赵旭明又不好意思, 自己去坐商务仓, 让俱乐部这些人去坐经济仓, 所以只好委屈一下自己了。 这两家俱乐部的领队和队员们, 当然也不在乎这个, 龙宇集团给报销直飞机票, 已经很不错了, 再让人家花三倍的钱去坐商务仓, 是有点过分。 更何况, 赵总自己不也是在坐经济仓吗? 距离登机还有比较长的时间, 赵旭明在跟这两家俱乐部的领队闲聊, 简单介绍到了洛杉矶之后的安排。 这次指头公司给安排的酒店是万一酒店, 就在比赛场馆附近大约200米, 步行就能到, 非常方便。 酒店的环境也莫说的, 非常不错, 反正该有的全都有。 等到了那边之后, 我们直接去酒店入住。 开赛前的酒店开销都可以来找我报销。 等到开赛前一天, 大家退房再重新入住一下, 住到指头公司给安排的房间去。 我们公司这边给配了一名翻译, 到时候两位领队辛苦一下, 跟我们的翻译一起去找一下附近的网吧和餐厅, 看看在哪训练, 吃饭比较合适。 虽然指头公司也会安排训练室和食宿, 但那得是比赛前一天才能正式到位, 这一周就得靠我们自己了。 赵旭明交代着一些细节, 两名领队频频点头。 其他的队员们也都有一些小激动, 还有些队员是第一次坐飞机, 有一些小紧张。 赵旭明跟两位领队正聊着,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来,就这里吧。 大家按照身高站好, 对,站成三排, 主力选手站前面把俱乐部的对气给举起来。 好的,我要拍照了。 一二三? 好不错,再来一张。 赵旭明不由地愣了一下, 扭头一看, 整个人瞬间呆住了。 这不是FV俱乐部吗? 怎么这么多人? 此时大约有三十个人站在一起拍照, 最前排的还举着FV俱乐部的对齐。 五名主力选手站在最前面, 赵旭明一眼就认了出来。 只见两名摄影师各自拿着长枪短炮, 对着众人咔咔一顿乱拍。 还有个摄像大哥全程都在扛着摄像机录制。 赵旭明很快就在人群中看到了更多熟悉的面孔, 包括丁干、 吴越、 陆经理和Sock俱乐部的队员等人。 赵旭明陷入了困惑状态。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人既然已经到了这里, 就说明他们也都是来坐飞机的。 既然是坐飞机, 那肯定是要飞洛杉矶的。 但就算是FV俱乐部的众人也要飞洛杉矶, 撑死了也就七八个人吧。 怎么会这么多人? 为什么Sock俱乐部的人怎么也在? 赵旭明本来觉得自己带着两家俱乐部的队员, 这队伍已经很庞大了。 结果再看FV俱乐部这边, 一家俱乐部就在人数上碾压了自己。 赵旭明一时之间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这次的不期而遇实在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刚刚拍完照的吴岳也看到了正在后继的赵旭明。 吴岳也有些惊讶, 虽然他对赵旭明没时抹好脸色, 但此时双方对视, 在庄默看见就有点太过分了。 于是, 吴岳立刻上前跟赵旭明打招呼。 赵总, 没想到在这遇到了, 好巧啊。 赵旭明勉强扯动嘴角, 露出一个微笑, 站起身来。 吴总, 你们也要坐这个航班飞落山机。 吴岳点点头, 是啊, 赵总也是。 哎呀, 这不是巧了吗? 不过这也正常, 这个航班从时间上来说比较合适, 咱们这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吴岳这边虽然有敏靖超和叶之州等人住在荆州, 但FV和SAC这两家俱乐部都是在摩都的, 而且荆州也没有直飞洛杉矶的航班, 所以大家还是选择从摩都出发。 而考虑到起飞和降落时间, 日程安排, 航班座位, 机票价格等各种因素, 这个航班是最合适的。 所以, 吴岳跟赵旭明才恰好碰到了一起。 这一碰面, 场面稍微有些尴尬。 因为赵旭明是故意不带FV俱乐部去洛杉矶的, 对于这一点, 双方心知肚明。 现在这种局面, 赵旭明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绝口不提这事, 先假装客套两句, 吴总, 距离登机还有一段时间呢, 先找个地方做吧。 吴岳笑了笑, 好, 这个就不劳赵总操心了。 寒暄过后, 吴岳招呼随行的其他人, 大家跟我来找地方休息一下吧。 然而, 让赵旭明感到意外的是, 吴岳等人并没有坐在他们旁边的休息区, 而是静止走进距离稍远的贵宾休息室。 赵旭明的头上, 瞬间飘出一串问号。 什么情况? 贵宾休息室是专门给商务舱乘客或者高端会员提供后级服务的, 里边有电视、报纸、杂志、小吃饮料等各种配套服务, 能提供改签、改座位等航司服务。 而且所有的座位都是单人的皮沙发, 比休息区硬邦邦的连排座椅要舒服太多了。 眼瞅着这三十个人全都进去了, 就连跟在后边的摄影摄像大哥也全都进去了。 赵旭明更加震惊了。 什么意思? 这三十个人难不成全都订的商务舱? 赵旭明很清楚机票价格, 经济舱一万左右, 而商务舱的价格接近三万, 这三十个人全都订商务舱, 跟经济舱相比要多花六十万。 太离谱了。 赵旭明很快就自我否定了这个想法。 FV俱乐部凭什么舍得多花六十万坐飞机, 这根本不合理。 嗯, 应该是为了在我们面前装逼, 付费进入贵宾休息室休息的。 赵旭明很清楚, 这些商务舱休息室虽然声称, 是供商务舱或高端会员使用的, 但付费也能进。 价格是每人一百块钱。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三十个人其实也就三千块, 还好。 赵旭明觉得自己也可以花两千块装一下这个逼, 但是转念又一想, 飞机又没有延误, 再过一会儿就要起飞了, 这钱花的属实没有必要。 还是当无事发生过好了。 被吴越等人打断了一下, 赵旭明也没心情跟俱乐部领队聊天了, 大家都是一边刷着手机, 一边默默后击。 不知为何, 赵旭明脑海中, 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贵宾休息室里的情景。 环境安静默然吵闹, 坐在舒服的单人真皮沙发上, 看看杂志, 看看电影, 免费的小吃和饮料, 无限供应。 越想越觉得, 有点恰宁萌。 赵旭明频繁看表, 还好, 马上就要登机了。 众人来到登机口前, 排队等待。 这次直飞洛杉矶的航班, 是能坐近五百人的大型客机, 分成上下两层, 所以, 排队的人也比较多。 赵旭明等人提前起身, 站在了队伍中相对靠前的位置, 耐心等待。 眼瞅着队伍越排越长, 吴越等人, 却没有从贵宾休息室出来, 赵旭明也越来越感到狐疑。 什么情况? 他们到底是不着急排队? 还是说, 终于, 吴越和丁干领着同行的三十多人, 从贵宾休息室出来了, 但他们却并没有到队伍末尾排队, 而是静止走向了另一个登机口。 在乘务人员的殷勤接待下, 吴越等人畅通无阻。 反观这边长长的队列,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赵旭明和两家俱乐部的领队和队员们, 眼睁睁地看着吴越等人, 已经开始登机。 而自己所在的队列, 就像乌龟爬一样缓慢。 这个大型客机, 是分为上下两层的, 有两个独立的登机口, 不管是登机还是下机, 都互不干扰。 商务舱在上层, 经济舱在底层, 商务舱是不需要排队的。 赵旭明, 遥望着吴越和丁干等人的背影, 他默默地自闭了。 吴越和丁干两个人登机之后, 主妇随行的队员们放好随身行李, 然后就找到各自的座位坐下。 FV俱乐部的队长潘英, 是第一次坐飞机, 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之后, 稍嫌有些手足无措。 飞机上的座位, 竟然这磨宽敞吗? 我还以为跟高铁差不多呢。 潘英小声嘟闹。 吴越呵呵一笑, 要是坐经济舱的话, 你就不会说这话了。 当然, 还有更宽敞的头等舱, 但是飞机上头等舱的位置不够, 再说, 我们也不宜太铺张浪费了, 所以就定商务舱了。 头等舱都是类似于包厢的模式, 一个头等舱包厢占据的空间, 相当于六个经济舱座位, 前后距离有两米以上, 打滚税都可以。 但是头等舱的位置不够三十个, 吴越不想搞区别待遇, 也觉得不宜太铺张浪费, 所以默选。 商务舱仅仅是比头等舱稍微差一点点, 但区别不大。 虽然没有独立的包厢, 但商务舱是半独立的空间结构, 可以看成是一个个小隔间, 有一定的遮挡, 但不像头等舱一样, 可以用整个包厢完全和外界封闭起来。 不过商务舱的座椅宽敞, 旁边有一块面积巨大的桌板, 前方的大屏幕, 旁边的各种接口插座, 一应俱全, 座椅也可以180度放平, 所以, 体验上比经济舱好了不止一个档次。 众人纷纷坐好, 商务舱的隔间把众人全都分隔开来, 让很多第一次坐飞机的选手稍微有些慌。 潘英说道, 陆经理, 你快说一下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 这些东西什么能用, 什么不能用? 陆经理笑了笑,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有不懂的就问空姐。 你就说你第一次坐头等舱, 人家空姐都是有专业素养的人, 不会消化你的。 话音刚落, 飞机还莫起飞, 空姐已经来虚寒问暖, 提供饮料, 热毛巾和各种零食了。 空姐蹲在座位旁边, 先是地上温热的湿毛巾擦手擦脸, 然后又端上一杯荔枝椰奶。 而后地上菜单, 还特意叮嘱如果在饮食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都可以提出来。 潘英翻着菜单, 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之前她以为飞机餐就是统一标配的盒饭, 结果看到这个菜单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盒饭? 花样很多啊。 有前菜, 包括大虾、 成丁、 食蔬沙拉等等。 有精选主菜, 包括煎牛排配烤洋葱、 芦笋以及红皮小土豆、 红酒汁或者是油风黑雪鱼配樱桃番茄、 烤土豆、 黑橄榄。 有知识, 有水果以及甜点, 还有海鲜乌冬面、 鸡肉知识三明治、 中式点心等。 此外, 还有早餐菜单, 包括萝卜前炒鸡蛋、 蘑菇豆浅、 豆浆油条、 鸡肉蘑菇炒面、 培根、 猪肉肠、 薄饼等等。 最神奇的是, 潘因还在菜单上看到了方便面, 可能是某些乘客, 就好这一口吧。 当然, 除了这些吃的之外, 还有个重酒, 包括葡萄酒、 香槟等等。 总之, 这个菜单已经让潘因感到有些眼花缭乱, 不知道要点神魔了。 不过也不着急, 在飞机起飞之前, 他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考虑。 飞机起飞之后, 潘因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商务舱的好处。 可以自由选择, 是先休息, 还是先吃饭。 如果先休息的话, 可以直接躺倒睡觉。 睡醒了之后, 空姐才会来询问是否要提供餐品。 如果选择先吃饭的话, 就会按照顺序上前菜、 开胃酒、 头盘、 煮菜、 蛋糕、 冰激凌等等。 如果慢条斯理地吃, 吃上两三个小时也很正常。 吃累了之后, 就可以直接躺倒睡觉。 跟经济舱不同的是, 商务舱的座位可以180度放平, 会提供小被子、 枕头、 睡衣、 脱鞋、 过夜包等等。 休息的体验完全是天壤之别。 到卫生间去换上睡衣睡裤和拖鞋之后, 潘因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舒服多了。 虽然是在高空中, 但跟自己家里的沙发也没有太多区别。 过夜包里的牙刷、 牙膏、 手霜等洗漱用品也都是名牌, 包括过夜包也都是很精致, 很有品质感的。 潘因并不知道, 这样的小包外面单卖要上千块。 除此之外, 一些配套的东西也跟经济舱完全不同。 座椅不仅可以完全平放, 还标配了可调节的坐垫充气系统, 可以根据乘客的体型在一定范围内自动调节, 调整到最舒服的坐姿。 耳机是高级的头戴式降噪耳机, 戴上之后, 立刻就可以免受飞机引擎轰鸣声的打扰。 安全带式, 加厚板有填充的皮质安全带, 不仅加厚还有安全气囊, 会更加安全。 正对面的屏幕, 会比经济舱的要大好机圈, 有个特殊的遥控器, 可以实现跟其他商务舱乘客的实时通话。 潘因一点都不困, 所以在空姐热情询问之后, 开始疯狂点餐。 之前潘因他们赢下资格赛冠军的时候, 吴越也曾经请他们到场馆附近的商场吃好吃的, 是一家人均400的西餐厅。 而飞机上商务舱的餐品, 不管是摆盘还是味道, 都让潘因很难联想到这是飞机餐, 反而觉得跟之前在西餐厅吃的餐品是差不多的水准。 潘因吃两口菜, 品尝两口红酒, 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甚至想伸个懒腰。 原来坐飞机这膜, 舒服的吗? 这13个小时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想看电影就看电影, 一点都不累嘛。 另外一边, 经济舱。 赵旭明已经放倒了座位, 但经济舱的座位只能放到120度左右, 即使是带上了U型枕, 还是会觉得浑身难受。 飞机起飞之后, 空姐已经开始分发飞机餐, 但只有两种盒饭可以选择, 无论选哪一种都不会很好吃。 狭窄的座位和摇摇欲坠的小桌板, 让进餐这件事情变得没那么舒适, 必须小心翼翼一些, 生怕盒饭或者汤汁洒在自己腿上。 至于睡衣、 拖鞋、 洗漱包等等, 自然是一概没有。 唯一的好消息是, 所有人都是坐在一起的, 并不用担心自己的临坐, 是一个200斤的胖子, 把自己挤得丝毫没有私人空间。 但即使如此, 经济舱这狭窄的空间, 还是让赵旭明感到非常局促, 且后悔。 后悔不该跟这两家俱乐部的队员们同甘共苦的, 应该去给自己订商务舱的。 只能说订机票的时候, 没想着魔多, 觉得这一路上凑合凑合, 也就到洛杉矶了, 自己搞特殊待遇, 总归是好说不好听。 但是看到, FV俱乐部这三十来好人, 全都去坐商务舱, 赵旭明自己却只能在经济舱挤着, 心态瞬间崩了。 正好一名空姐路过, 赵旭明赶忙问道, 请问, 现在可以办理升舱吗? 空姐脸上挂着职业的礼貌微笑, 回答道, 不好意思先生, 本次航班的头等舱和商务舱都已经坐满了, 没有位置了。 赵旭明愣了一下, 摸位置了, 空姐微笑着点点头, 是的, 非常抱歉。 赵旭明有点意外, 按理说头等舱和商务舱的座位虽然少, 但价格很贵, 经常会有空位, 直接加钱升舱就可以去坐了。 但是, FV俱乐部这次一下子就订了三十个商务舱, 再加上, 这又是各非洛杉矶的热门航班, 所以, 已经没位置可以升舱了。 也就是说, 赵旭明莫得选了, 只能在经济舱挤十几个小时到洛杉矶, 才能好好休息了。 赵旭明嘴角微微抽动,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好的, 谢谢。 他的眼神恋恋不舍地越过走廊, 看向前方的商务舱, 结果正好看到一位空姐, 面带微笑地刷拉一下, 拉上了隔着商务舱和经济舱的帘子。 赵旭明, 他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次洛杉矶之行, 怕是不会好了。 早上7点05分, 飞机在洛杉矶机场降落, 考虑到时差, 目前国内的时间要快15个小时, 也就是说, 目前荆州实际上是晚上22点。 潘英已经在飞机上美美地睡了一绝, 提前到洗手间换下了身上的睡衣, 然后简单洗漱一番。 在飞机上的这十几个小时, 对他来说, 还是非常美妙的, 先是吃疯狂吃东西, 各种正餐, 酒水, 冰激凌, 甜点都没停过, 吃得九足饭饱之后, 戴上耳机看了两部电影, 然后舒舒服服地睡了八个小时。 现在起床, 神清气爽。 之前在飞机上已经填写过申报单, 吴越也发给大家在当地用的手机卡。 潘英跟其他队员一样换上电话卡, 然后打开手机。 哎? 今天还是22号? 潘英本能地感到有一些神奇, 因为他们从魔度离开的时候, 是22号的中午。 而到了洛杉矶这边, 却变成了22号的早晨, 就好像人生中平白无故地白嫖了一整天的时间。 吴越笑了笑, 等你回国的时候, 这些时间就都要还回来了。 好了, 大家抓紧拿好行列, 咱们要下飞机了。 一想到现在, 已经是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潘英这些队员就很怕自己被弄丢了。 到时候, 就大家这工地英语, 怕是连问路都困难, 赶忙更好。 这架飞机虽然是双层的, 但商务舱只有几十个座位, 而经济舱有400多个座位, 所以上下两层都是有经济舱的。 只不过商务舱有专门的通道, 优先上下飞机, 而且有商旅特快入境服务, 所以, 不管是上飞机还是下飞机, 都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吴越也不知道赵旭明他们目前在哪, 但既然双方不是去同一个地方, 那也就没必要再碰一面了。 翻译已经联系好了, 这边提前雇的保镖和小巴车, 可以直接从机场到比赛的场馆附近。 在吴越, 丁干和翻译的引导下, 众人很快和当地提前雇好的导游, 保镖会合。 这四位保镖, 一个个西装革履, 还戴着墨镜, 即使拉过去, 放在总统旁边, 也不会有丝毫的违和感。 潘英发自内心的感慨, 这特模也太有排面了。 简直是梦幻一般的早晨。 其他的队员们也都是满脸的兴奋, 一个个神丸弃足。 飞机上的这十几个小时并没有让他们感到疲劳, 反而休息得很好, 现在精力充沛。 三位摄影师也在全程拍摄, 记录队员们从摩都到洛杉矶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 毕竟钱给够了, 非常尽职尽责。 小巴车上, 潘英问道, 咱们酒店是订哪了? 吴越微笑着说道, 就在场馆附近利斯卡尔顿酒店。 丁干不由地感慨道, 裴总给你们订的人均时速标准突出一个离谱。 我自己掏钱, 住利斯卡尔顿酒店莫问题, 但是要给三十个人住, 还住一个月, 太夸张了。 吴越点点头, 其实我当时也默想太多, 裴总给的时速标准太高了。 我看到附近正好有利斯卡尔顿酒店, 各方面都挺合适, 就定下来了。 丁干不由地有些无语。 神特魔正好! 利斯卡尔顿酒店是一个度假村品牌的高级酒店, 即使在五星级酒店中也算是比较奢华的一类, 而且距离比赛场馆就只隔着一条街, 地理位置非常不错。 丁干自己住当然舍得, 但是裴总给整个团队的三十人全都安排在这儿, 这就突出一个毫无人性。 吴越环视了一下众人, 说道, 酒店下午才能办理入住, 咱们到了可以先寄存行李, 然后吃点东西。 这边有特供厨师提供中餐, 为了防止水土不服的情况, 咱们接下来都是以吃中餐为主。 当然, 在世界赛正式开赛之前, 可以隔三差五地去吃点当地特色美食, 调节调节。 大家到酒店还需要休息一下吗? 选手们纷纷摇头, 这还有什么? 好休息的? 在飞机上早都已经吃饱喝足, 睡了八个小时, 现在随便吃点东西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吴越点点头? 好, 那咱们先寄存一下行李, 安顿一下就去训练的地方看看, 等下午回来再办理入住好了。 这边的网吧不是很多, 毕竟网吧文化在国外不是特别流行, 综合考虑距离, 环境, 电脑配置这些因素, 就只有一家最合适的。 我们已经提前把这家网吧, 整个二层的所有机器包下来了, 以后咱们就都在这训练。 不过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虽然是附近条件最好的网吧, 也不一定能到摸鱼网刊那个级别。 潘英有点意外, 啊, 直接包场吗? 会不会有点太浪费了? 无约摇了摇头, 不浪费, 反而更划算。 这边的网费跟国内可不一样, 很贵的, 一个小时就要十刀, 三小时是十八刀, 包机一天却只需要二十刀。 因为这边的大部分玩家, 就只玩一至三小时, 所以才订了这样的价格。 咱们除了在酒店休息, 就都在这训练。 我已经提前问过老板, 一层大厅的机器很多, 有上百台, 二层就只有不到三十台, 二层环境好一些, 全包下来一天也就六百刀左右, 不贵。 这样一来, 就不担心被陌生人打扰, 也不用担心可能会有战术泄露的问题。 潘英非常兴奋地点点头, 可以, 完美啊。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练吧,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两个多小时后, 赵旭明和两家俱乐部的队员们, 总算是睡眼心疯地到了万一酒店门口。 虽然机场到这里的距离并不算远, 但离开机场的时候, 拿行李等一系列操作, 花了不少的时间。 队员们一个个都有点无精打采的, 感觉全靠一口仙气在支撑。 虽然他们也都睡了几个小时, 但经济舱的椅子实在是没法睡得很安稳, 经常是两三个小时就醒一次, 醒来之后因为浑身酸痛, 很难继续入睡, 只能是无聊地看电影。 总之, 大家休息得都不是很好, 可以说是周车劳顿, 衣服上满是皱褶, 发型也非常凌乱, 恨不得现在就到酒店洗个澡, 然后好好睡一觉。 赵旭明心中暗道, 还好商务舱的人可以优先离场, 否则到时候在机场再碰见, 得多尴尬。 他都能挠不出吴越等人, 从商务舱离开时, 那神丸弃足的样子, 再看看自己这状态, 不能细品。 反正总算是抵达酒店了。 队员们看着面前万一酒店这气派的大楼, 一路周车劳顿的疲劳总算是得到了缓解, 一个个的眼神中都透出激动。 这次指头公司给各俱乐部安排的官方酒店就是这家万一酒店, 等世界赛开赛之后就可以无逢衔接。 万一酒店大概相当于四星级, 中档酒店已经算是比较有排面了, 任谁来了也不能说住宿条件差。 酒店正门是一个圆弧形向内凹陷的大厅, 上面还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 看起来非常气派。 众人刚要拖着行李迈步进入, 就听到有队员说道, 哎, 路对面的这栋高楼, 是个什么地方? 其他人一扭头, 只见隔着一条街的对面, 一栋海蓝色的摩天楼宇, 直入云霄。 万一酒店这栋楼虽然也挺高, 但跟路对面这栋楼,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后者已经可以看成是地标建筑了, 目测得有两百多米高。 赵旭明说道, 哦, 那个是利斯卡尔顿酒店, 价格大概是这边的三倍。 队员们不由地纷纷咋舌, 非常默契地不提这个话题了。 贵三倍可还行, 这边的一个双人间都要一千块左右了, 那边得奔着两千五网上, 这价格差距是真大。 不过这两家酒店就隔着一条路, 正好是面对面, 到场馆都只有二百米左右, 在便捷性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 万一酒店这边住的也已经不差了, 住对面楼的那得是什么家庭啊? 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队员们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然而, 这些人刚打算进入酒店大厅, 忘掉这件事情, 就看到一群人从对面的利斯卡尔顿酒店, 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 一个个精神饱满的灯上, 停在不远处的小巴车。 那三个摄影大哥, 还是兢兢业业地跟在后边拍摄。 虽说距离不算近, 但赵旭明等人, 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就是, FV俱乐部那群人, 毕竟在异国他乡, 所有同胞都会天然自带高亮效果。 只见小巴车快速发动, 载着一车队员, 不知道到哪去了。 赵旭明等人, 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其实之前这两家俱乐部的队员们, 也没视魔特殊的感觉。 觉得对面这家酒店虽然好, 但跟自己没视魔关系, 多半是名人明星, 有钱的土豪才会住的。 既然指头公司给所有俱乐部, 都统一安排的万一酒店, 大家的时速条件都一样, 那就没必要奢求更多。 但是看到, FV俱乐部和Sock俱乐部的众人, 从对面的利斯卡尔顿酒店出来, 众人的心态, 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就让人太难以接受了。 这群人来的时候, 坐商务仓也就算了, 住的酒店, 还比官方安排的贵两倍, 高好几个档次。 心态有点小崩。 赵旭明现在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离谱。 这FV俱乐部跟裴总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简直就是亲儿子待遇, 裴总至于铺张浪费到这种程度吗? 人家国外那些老牌俱乐部, 那些身价很高的明星选手, 不也都乖乖地住万一酒店吗? 不知道的以为FV俱乐部的这群人有多大牌呢? 赵旭明默默地酸了, 沉默片刻之后赶忙插开话题, 赶快登记入住, 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其他人也纷纷响应, 绝口不再提FV俱乐部的事。 因为下午才可以办理入住, 所以众人决定先把行李寄存一下, 在酒店随便吃点, 定下训练场地之后, 再去办理入住。 酒店里有15到1位的自助餐, 都是标准的美式食物和小吃, 吃起来不算是特别习惯, 但总体还不错。 赵旭明, 随行翻译, 以及两位俱乐部领队一边吃着, 一边开始考虑训练场地的问题。 指头公司官方虽然会安排训练室, 但那肯定也是世界赛开赛之后的事情了。 而且, 所谓的训练室, 多半就是在酒店里租几间会议室, 分给队员们, 然后放几台电脑, 几张电竞椅, 整体的条件和环境不能太指望。 这几天想要训练的话, 还是得自己找地方。 翻译说道, 赵总, 我这边刚刚查了一下, 这附近的网吧不算很多, 不过有一家条件相对不错的, 可以考虑一下。 等吃完饭, 我们可以去看看, 正好指头公司给的高分段超级账号也都有了。 到时候, 可以让队员们在这边打打rank, 跟其他欧美战队的训练赛, 也可以提前安排。 赵旭明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他完全不关心, 这两支队伍的训练情况到底如何, 毕竟他是龙宇集团, 负责IOI运营的, 又不是站队的老妈子。 赵旭明觉得, 自己给这两支队伍掏腰包就算了, 总不能找训练场地这种事情, 自己也还要过问吧。 他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赶紧入住, 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然后跟龙宇集团的其他随行员工一起到指头公司的总部去参观一番。 就在这时, 一名领队突然说道, 哇, FV俱乐部住的这酒店, 环境也太好了吧。 旁边的队员们, 纷纷把头凑过去查看。 只见, FV俱乐部的官方微博上, 已经实时更新了, 这次洛杉矶之行的各方面细节, 包括之前在机场的合影, 还有一些日常的小视频。 最新的一条微博, 是所有人在利斯卡尔顿酒店用餐的照片。 显然, FV俱乐部的这群人比他们要早到半个多小时。 照片并, 没有着重去拍食物, 主要在拍选手。 但还是能够看出来, 用餐环境明显跟这边不是一个档次的, 各种餐品应有尽有, 寿司, 刺身, 蛋糕, 烤肉, 甚至还有中餐。 食物的色泽相当艳丽, 摆盘也非常精致。 所有的食物都精心排布, 经过专业摄影师的拍摄, 看起来让人胃口大开。 微博下方不出意料是各种深夜放毒和羡慕极度恨的评论, 毕竟现在国内是深夜。 两家俱乐部的队员们, 看看自己正在吃的自助餐。 手里的刀叉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至于赵旭明, 更是气得有些蹊跷生烟。 FV俱乐部的这群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像个土鳖一样, 走一路拍一路, 不停地炫耀。 至于吗? 谁都知道那边酒店好, 结果你在外边随便拍拍也就算了, 连吃的也要拍。 这跟吃饭巴鸡嘴有什么区别啊? 过分, 太过分了。 赵旭明刚才还觉得这边的自助餐不错呢, 现在却只感到食不甘味。 难受。 吃完饭之后, 两个俱乐部的领队带着队员们到看好的那家网吧去, 考察一下训练的场地。 赵旭明末跟他们一起去, 留在酒店的休息区拿出笔记本电脑办公。 当然, 办公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赵旭明懒地掺和这些事情, 在他看来, 自己做到目前这种程度已经是人之意境了, 还差点把自己心态搞崩了, 现在只想去指头公司参观, 根本不想继续跟这些电竞俱乐部瞎掺糊了。 网吧到酒店的距离算是失踪, 不行大概15分钟能到。 两名领队觉得, 这点距离不算远。 走一走还能给队员们活动活动筋骨, 看看洛杉矶的城市风光, 所以步行前往。 吃饱喝足, 走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队员们之前被FV俱乐部的微博搞崩的心态也渐渐好了起来。 这边虽然是市中心, 但不会有特别逼则, 全都是摩天大楼让人窒息的感觉。 所以, 在街上走一走感觉还不错。 就在前面, 马上到了。 翻译看了看手机地图, 然后指向前方。 选手们也纷纷看过去。 第一感觉是, 这网吧好大啊。 在国内, 占地这摩大的网吧不是很常见。 第二感觉是, 门口停的这辆小巴车, 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 两家俱乐部的领队对视一眼, 一种不祥的预感, 油然而生。 没完了是吧? 怎么哪哪都有FV俱乐部? 俩人恨不得当场扭头就走, 但是转念一想, 附近就这一家条件好点的网吧, 去别的网吧, 万一出现那重机器, 配置不行, 网络不行的情况怎么办? 所以, 众人犹豫了一下, 还是硬着头皮进入。 推开门之后, 呈现在众人面前的, 是一个巨大的大厅, 还有一排排的电脑。 这边的网吧, 跟国内的网吧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在装修风格上比较粗犷, 天花板上的是, 各种错综复杂的管道, 所有的电脑主机, 都放在上方足有两米多高的架子上。 其次就是, 这里似乎没有包间的概念, 整个一层, 就只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大厅。 两名领队看了一下, 大厅里有不少人在玩游戏, 有玩IOI的, 也有玩GOG的, 粗略一扫人数上大概是误开的样子, 还有很多人在玩FPS游戏, 大厅的空位还有很多。 电脑的配置不错, 座椅也都是国外著名牌子的电竞椅。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 箭属不太好, 而且稍微有点脏, 不过选手们都带着自己的外设, 所以, 这也不是问题。 两名领队对这里的环境还比较满意, 于是跟翻译一起到前台去问价。 好贵, 一小时十刀, 结果全天包机才二十刀, 这肯定包机啊。 哎, 怎么好像没看到FV俱乐部的人, 那个小巴车是不是认错了? 两名领队很快达成共识, 肯定是包机更划算, 但具体包哪个位置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翻译想要跟老板讲讲价, 看看这魔多人一起包机有没有什么优惠。 两名领队则是分头在大厅里转转, 看看到底包哪个地方比较合适。 可惜这个大厅的面积实在太大了, 包哪个区域都免不了稍微受到一些影响。 一名领队转了一圈, 突然眼前一亮, 哎, 这不是有二楼吗? 他看到有个楼梯, 就想着是不是可以到二楼去看一看, 如果二楼环境更好, 更私密一些的话, 哪怕多花点钱也行啊。 结果沿着楼梯刚刚走到二楼, 就看到四个身穿黑色西装的高大壮汉, 一字排开, 伸手把他拦了下来。 Sorry, Edit警号人民币百分号与信号。 这四位黑西装保镖, 快速说出一长串英文, 把领队听得一头雾水。 不过这阵势, 还是把他给吓了一跳。 毕竟四个保镖全都是黑西装, 带着对讲机, 胸前口袋, 还有一副墨镜, 身上的肌肉高高隆起, 跟欧美电影里的那种黑帮打手差不多。 领队的英文不好, 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好在翻译很快跟了过来, 跟四位黑衣保镖交流一番之后, 很快明白过来。 说是整个二层都被包下来了。 翻译解释道, 领队眉头微皱, 表情有些狐疑, 他拼命点着脚, 视线越过这四位身高接近两米的壮汉, 果不其然看到了FV俱乐部的队员们。 干! 领队不由地抱了句粗口, 不好的预感成真了。 楼上的这些机器都被占了个七七八八, FV俱乐部一队二队加上Suck俱乐部的五个人, 一共是15个人, 但除此之外, 还有随行人员和数据分析团队。 数据分析团队也需要用电脑观战, 分析数据, 甚至就连那三位摄影大哥也在用电脑修图, 剪片子。 领队跟翻译只好默默地退回一层。 怎么办? 换地方, 还是翻译征询两名领队的意见。 领队叹了口气, 就这里吧, 咱们挑个靠角落, 离楼梯远一点的位置。 这家网吧的配置和位置, 综合起来是最让人满意的, 所以也不好换。 但是必须地跟FV俱乐部离远点, 否则到时候场面应该会挺尴尬的。 两名领队很快办好手续, 安排队员们上机。 来, 大家把外设换好。 指头公司官方给的超级账号, 我已经发给大家了, 大家自取。 今天就先打打, rank热热手吧。 过两天会安排跟欧美队伍打训练赛的。 看着队员们一个个登陆超级账号开始训练, 两名领队在一旁坐下, 心里总算是好受一些了。 至少知道, FV俱乐部应该是没有拿到超级账号的, 也就是说, 他们莫办法打rank, 而且没有官方牵线, 搭桥的话, 应该也没尸摸渠道约到跟其他欧美队伍的训练赛。 大家加油, 努力训练, 一定要拿到好成绩。 选手们齐声说道, 好, 12月23日, 周五。 早上, 裴谦在墨语网咖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刷手机。 FV俱乐部已经到洛杉矶了, 还更新了这么多条微博。 卧槽, 这时速条件这磨好呢? 有点后悔莫去了。 算了算了, 国外也没事磨好的。 嗯? 怎么好像还喷了? 我这睡了一觉, 是错过了多少挂。 裴谦一觉醒来, 洛杉矶那边已经是晚上了, FV俱乐部已经连着发了好几条微博, 从登机到入住酒店, 再到开始训练, 发了不少的图片和视频。 毕竟三位摄影师全程陪同, 除了拍照和剪片子之外, 也没拾摸其他的事情, 只好使劲刷存在感。 刚开始的微博, 还是以照片为主, 后边甚至出现了剪辑好的短视频。 显然是在网吧, 里没事干剪好的。 这里面有美食的照片, 有酒店高层俯拍整个洛杉矶, 以及比赛场馆的照片, 包括那四位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大哥, 也都有入镜。 甚至就连裴谦看得都有点羡慕了。 可想而知, 其他人的心情。 微博下方大部分都是羡慕极度恨的, 但是在论坛上也有很多不太和谐的声音。 我的天, 已经到洛杉矶了吗? 怎么会这么多人? Sout俱乐部也跟着去了。 什么情况? 另外两支队伍呢? 商务仓? 应该挺贵的吧? 指头公司厂量啊, 竟然给报商务仓的机票。 卧槽, 住的是利斯卡尔顿, 这已经是那附近最贵的酒店了吧。 我酸了, 这四个黑衣保镖大哥是什么情况? 搁着拍电影吗? 指头公司还给配保镖的吗? 每个队伍都有。 我记得以前, FV俱乐部这个微博, 以前都是一两周才发一条微博的, 怎么突然这磨高产了? 草! 刚才有人爆料了, 这根本不是指头公司安排的。 所有的这些开销, 包括机票、 酒店、 保镖都是FV俱乐部自费的。 自费? 这得多少钱? 合着这微博, 完全就是在炫耀。 还没拿到成绩呢, 就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这是故意搞其他队伍心态吗? 众所周知, 场外屁事越多, 成绩越差, 享受了这磨多的条件, 到时候要是成绩不好, 兄弟们跟我往死里喷。 这钱多半是裴总给的吧? 但是裴总是不是对这些队员太溺爱了? 这磨好的条件, 真当是去旅游了呀。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以为这是指头公司统一安排的, 结果很快就发现, 根本不是那磨回事, 其他的队伍根本没这个待遇啊。 于是, 很多其他队伍的粉丝, 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一方面是觉得, 凭什么, FV俱乐部待遇比其他俱乐部好这么多, 有点眼红。 另一方面,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把物质条件好, 跟贪图享受联系在一起。 虽说电竞行业在不断发展, 待遇在逐渐变好, 但别说是不玩游戏的人了, 就连很多玩家和观众, 也都觉得电竞选手配不上好的待遇。 反而有很多人怀念电竞选手睡马路牙子, 吃冷水泡面拿冠军的日子。 当然, 也确实有一些选手, 因为物质条件变好, 而变得膨胀, 不认真训练导致输掉比赛。 所以看到, FV俱乐部的队员们, 条件正磨好, 很多人本能的就感到不舒服, 在论坛上发表一些不纳膜和谐的声音。 裴谦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看得津津有味。 可以, 黑子们抓紧时间, 加大力度。 多喝一下FV俱乐部, 打压一下俱乐部的热度, 让我花的钱全都打水漂才好呢。 队员们在那边手机都是统一管理, 不能刷论坛。 喷子们在微博和论坛上的评论, 应该影响不到他们的心态, 但至少可以打击一下FV俱乐部的形象吧。 到时候, 世界赛打不好, 肯定要被喷烂。 这俱乐部拉不到投资, 也卖不出好价钱。 赔钱手里的俱乐部股份 不会涨价, 花出去的钱也全都打了水漂。 岂不美哉? 简单了解了一下, FV俱乐部众人在洛杉矶的情况之后, 赔钱就暂时不去关注了。 毕竟隔了半个地球, 还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 就算那边真有什么状况出现, 等赔钱知道, 也以金黄花菜都凉了, 应该是来不及做出什么弥补了。 只能是顺其自然, 希望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 可以腐坏一下队员们的斗志了。 陪迁继续查看其他部门的工作情况。 这时, 办公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陪迁抬头一看, 是贺德胜。 有事吗? 陪迁问道。 贺德胜点点头。 陪总, 是关于冷面姑娘那边的事情。 孟昌又到了荆州, 希望再跟您见一面, 我还没有答应, 所以过来请示一下。 您看, 要现吗? 陪迁愣了一下。 这个孟昌, 怎么又跑来荆州了? 虽然你来回奔波多报销一点油钱, 我很高兴, 但你动不动的, 就要找我面谈, 是几个意思? 我这磨盲, 哦好吧, 其实也不忙, 但我的时间虽多, 也都要用在赔钱上的, 末世间听你, 一直瞎扯大。 陪迁问道, 他这次来是想做什么? 贺德胜回答道, 他说, 想对您之前给的二百万当面表示一下感谢, 言外之意, 似乎是想再争取一下, 让您回心转意, 投更多的钱。 陪迁不由得微微皱眉, 投更多的钱, 不是不能投, 关键是你得老老实实地花钱, 别给我整腰额子。 这次陪迁给了二百万, 什么都没说, 只是按照目前的估值, 买了一些冷面姑娘的股份而已。 陪迁是打算, 等孟畅花完这笔钱之后, 就再继续给的。 这样主要是为了让冷面姑娘, 一直保持在, 一种不温不火, 半死不活的状态, 烧钱的安全性最高。 但陪迁并, 没有告诉孟畅, 甚至没有给到任何的暗示, 所以, 孟畅是不知道陪总后续的投资计划的。 陪迁没有太多地考虑, 不见。 陪迁觉得自己跟孟畅没什么好聊的, 这个孟畅, 只要一来荆州, 绝对是为了拿到更多的钱做营销, 炒高冷面姑娘的估值, 而陪迁恰, 恰不希望这一切发生。 所以, 两个人的目标从根本上就是完全冲突的, 就算现了面, 估计也是鸡同鸭讲, 陪迁又不能跟孟畅说实话, 最后只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贺德胜点点头, 好的裴总, 我这就把他打发走。 另外一边, 原孟创头的会客室里, 孟畅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贺德胜回来, 带来的谢礼原封未动, 全都放在一边。 这段时间, 他虽然表面上风轻云淡, 实际上却非常焦虑。 裴总突然卖掉了冷面姑娘所有的股份套现离场, 把他这个创始人搞得狼狈不堪, 差点就出大事了。 好在孟畅素质过硬, 连哄带骗的没让投资人们的信心瞬间崩盘, 但这件事情也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冷面姑娘的日常开销巨大, 在找不来钱的情况下, 孟畅只能小心翼翼地缩减一些成本, 还不敢做得太明显, 生怕被人发现。 一旦爆出冷面姑娘削减成本之类的新闻, 傻子也都能看出来冷面姑娘墨前了, 要凉了, 到时候才真的要出大事。 但不管再怎么做表面功夫, 账面上的资金是不会骗人的, 就指着门店的那点盈利, 完全顶不住。 孟畅焦虑得夜不能寐, 毕竟时间每过一天, 情况就对他更不利一些。 甚至孟畅都想放弃了, 干脆顺其自然, 等到资金链顶不住了, 就直接宣布冷面姑娘破产,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不会牵连到他这个创始人, 大不了就当是一场梦。 老狐狸遇到了裴总这个段位更高的老狐狸, 输得也不算冤枉。 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裴总又回来了。 二百万的钱虽然不算很多, 但却解了孟畅的燃眉之急, 让冷面姑娘又可以继续运作下去了。 而且, 这次裴总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 是按照虚高的估值购买的股份, 没有压价, 没有套路, 甚至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 简直就像是白送钱一样。 这让孟畅在感到困惑的同时, 又彷復看到了一丝曙光。 如果裴总再重新投资, 是不是大家就可以当一切无事发生过, 再继续愉快玩耍了? 孟畅很清楚, 冷面姑娘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 热度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知名度也有了, 表面功夫也都做得莫问题了, 能不能找到接盘侠, 就看最后这一忽悠了。 裴总的这二百万虽然不多, 但却让孟畅再度看到了希望。 而且今天孟畅从网上看到了FV俱乐部的微博, 知道裴总对FV俱乐部非常慷慨, 让他们做商务仓, 住五星级酒店。 这摩大的团队, 洛杉矶执行的全部经费, 至少也得有个几百万。 显然裴总很慷慨, 很大方, 手里还有的是钱。 有这摩多钱, 宁肯给电竞俱乐部去海外吃喝玩乐打水漂, 也不给冷面姑娘投资,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所以, 孟畅觉得裴总这边还能再争取争取, 裴总钱都已经给了, 抽出十分钟来见个面, 不过分吧。 在孟畅焦急的等待中, 贺德胜回来了。 怎么样? 贺总? 孟畅立刻站起身来问道。 贺德胜微微摇头, 抱歉了, 裴总没时间献你, 还是请回吧。 孟畅嘴巴微张, 一时有些迷茫, 竟然吃了闭门羹? 裴总钱都给了, 却连见一面, 五分钟的时间都不愿意给。 这是什么情况? 裴总现在对冷面姑娘, 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贺总, 真的不能再争取一下了吗? 孟畅还是不死心。 贺德胜叹了口气, 摇头道, 裴总向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想好的事情谁劝都没用。 他说不限, 那就是不限, 再问一遍, 也只会适得其反。 回去吧。 孟畅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很不甘心, 但又无可奈何, 只能默默地转身离开。 贺德胜把孟畅带来的贵重礼品, 全都拿起来, 地还过去, 这些礼物也没有必要, 裴总不会收的。 孟畅本想推脱, 但看到贺德胜态度非常坚决, 只好伸手接过。 离开元孟畅头, 孟畅拎着礼物, 感到非常迷茫。 刚升起来的一点点希望的小火苗, 又被裴总的闭门羹, 无情浇灭了。 不知道为是魔, 孟畅突然有一种, 自己遇到了渣男的感觉。 裴总到底是什么意思? 投了, 又卖了, 又投了, 又卖了。 关键是, 永远无法预测, 裴总的下一步行为到底是什么? 预测他继续追投吧。 他突然就着急忙慌的见价卖了, 预测他不会再投吧, 又莫名其妙地送过来二百万。 分分合合地, 怎么都断不干净, 老扑饿了。 司机把礼物接过, 重新放入后备箱, 问道, 孟总, 接下来, 我们去哪? 是返回帝都, 还是? 孟畅皱着眉, 考虑片刻。 突然, 他想到一件事情, 拿出手机查了一下。 付贿资本的李总也在荆州, 要不, 去那边看看。 来都来了, 总不能白跑一趟吧。 孟畅心里一直有一份名单, 上面记得都是潜在的可能投资冷面姑娘的投资人。 在孟畅看来, 这份名单至关重要。 李时一直在关注冷面姑娘的情况, 有投资意图, 孟畅对此心知肚明。 既然已经到了荆州, 那也就不着急返回, 不妨趁此机会到李总那边登门拜访一下, 顺便看看能不能忽悠来一些投资。 蚊子再小也是肉, 更和矿富贿资本的资金量还是很充沛的。 万一李总要是被说动了, 当场拍板, 决定投个几百万呢? 这不是不可能的。 在投资圈, 谈话十分钟投资几个亿的事情又不是莫出现过, 而且出现的次数还不少, 区区几百万还是不在话下的。 想到这里, 孟畅对司机说道, 先不回帝都, 到复辉资本那边去一趟。 半小时后, 孟畅来到复辉资本的会客室。 他没提礼物, 一方面是因为礼物本来是给裴总的谢礼, 虽然裴总不要, 但转送别人终究不妥, 更何况, 李总跟裴总的关系很清静。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孟畅担心自己姿态放得过低会适得其反。 李氏非常热情, 亲自接待, 跟他一起的, 还有薛哲冰。 这三个人早就互相认识, 一边喝茶一边寒暄, 场面显得和谐, 而且融洽。 简单寒暄一阵之后, 双方非常默契地进入正题。 孟总在帝都那边应该是工作繁忙, 怎么会有时间到荆州来了? 李氏一边慢悠悠地喝茶一边问道。 孟畅笑了笑, 这是说来有些惭愧。 如果虚伪一点的话, 我肯定要说专程为了拜访李总而来。 但是我这个人一向比较实在, 这种骗人的假话我是说不出口的。 实不相瞒, 我这次来荆州本来是打算当面感谢裴总的, 结果莫想到裴总工作繁忙, 莫时间见我。 正好李总也在荆州, 我就顺路过来拜访一下。 李氏笑了笑, 孟总客气了, 顺路拜访也是拜访, 也是一番新意。 来, 喝茶。 孟畅心里很清楚, 李氏这个人聪明得很, 戒备心也很酱。 他从冷面姑娘开第一场发布会就在考察, 关注, 但直到现在也没投任何的一分钱。 这足以说明李氏对冷面姑娘是充满疑虑的, 对孟畅是不太信任的。 而此时, 如果孟畅说自己是专程上门拜访, 反而容易引起李氏的戒心, 会使得其反。 现在孟畅说自己是来拜访裴总, 顺路拜访李氏,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礼貌, 但却可以起到消除一部分戒心的作用。 而且, 孟畅知道李氏和裴总的关系, 也知道李氏向来喜欢无脑, 跟着裴总追投。 所以他的这句话还巧妙地埋下了一个小小的陷阱, 就看李氏上不上钩了。 李氏如果不上钩, 那孟畅就不会再提, 因为那样会显得太过刻意。 李氏喝着茶水, 敏锐地捕捉到了孟畅传递的信息, 打算当面感谢裴总。 感谢什么? 据他掌握的信息, 裴总已经卖掉了冷面姑娘的全部股份, 还连带着大批投资人继续观望, 给孟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既然双方已经没关系了, 孟畅又何必千里迢迢的上门感谢呢? 这似乎没石磨道理。 孟畅微微一笑, 说道, 其实也没石磨, 只是裴总又出了一笔小钱, 买了冷面姑娘的少量股份。 他不想只说二百万, 显得不带劲, 但又不能吹得太过, 万一李时真的去跟裴总求证呢? 所以只能含糊其词地说一下, 李时不由得眼前一亮, 来了兴趣。 裴总又追头了。 之前李时跟薛哲斌说过, 裴总很有可能像学霸快来那个项目一样, 再度入场。 而那时候就是追头的最佳时机。 而现在裴总追头了, 岂不是意味着? 但是, 李时转念又一想, 似乎不对。 如果裴总真要像学霸快来那个项目一样抄底的话, 绝对不会只投一笔小钱, 而是会把冷面姑娘整个买下来, 完全控制。 因为只有完全控制, 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对他进行改造。 那么一笔小钱的含义就很耐人寻味了。 李时发现, 裴总先投, 再卖, 又继续投, 看似反复横跳。 实际上似乎每一步都戳在孟畅的软肋上。 每次孟畅受到投资人们的青睐, 即将成功的时候, 裴总就泼上一盆冷水。 而每次孟畅这边钱快烧完了, 快坚持不住了的时候, 裴总就再投一笔钱给他续上。 这是不是说明, 裴总其实看好孟畅的能力, 却不看好他的人品。 是不是裴总认为, 孟畅的心思不在正道上, 所以要用这种方式, 敲打他一番。 电光火势之间, 李时有了很多的想法, 裴总之前采取的一系列行为, 似乎有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孟畅对此一无所知, 但看李时的表情, 显然他夹带的这个信息, 李时是成功get到了。 既然如此, 那就是说李时还是有投资可能的。 果然, 李时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我倒是有一项给冷面姑娘投一笔钱。 不过, 听到前半句, 孟畅本来很高兴, 但是听到这个, 但是, 孟畅又瞬间被泼了一盆冷水。 李时没有立刻说出后半句, 而是卖了个关子, 问道, 孟总, 你对冷面姑娘的模式有自信吗? 孟畅点点头, 当然有自信。 不过, 创业这种事情, 还是存在一定失败几率的。 李时考虑片刻, 说道, 我和薛哲冰两个人可以给你投八百万, 不过有个条件, 就是要签一个补充协议。 你个人必须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听到这话, 孟畅不由得微微挑了挑眉吗? 无限连带责任, 只要是十字的小学生听到这几个字, 都会觉得背后发凉。 所谓的无限连带责任, 就是公司赔的钱。 他这个创始人, 要用个人财务来承担。 照理来说, 一般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 孟畅就算把公司办砸了, 也无非是公司破产。 他个人不会背上债务。 但如果是无限责任的话, 公司的债务就会转到孟畅的身上。 创业圈的这种情况很多, 创始人动不动就背上几亿的负债, 变成被执行人, 就是因为签了对赌协议, 股权回购协议, 或者是承担了无限连带责任。 而孟畅之所以一直没有拿到太多的投资, 就是因为他坚持不签任何的对赌协议, 或者股权回购协议。 因为对赌协议一签, 很有可能拿多少投资, 最后就背上多少债务。 对他来说, 风险太大, 无法承受。 但是李总提出的这个条件, 却跟其他投资人的条件不太一样。 平息而论, 明显要仁慈很多。 因为李总并没有要求跟孟畅对赌, 也没有要求孟畅必须在未来回购所有股份, 把拿到的投资全都吐出来。 而仅仅是要求孟畅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 公司欠的债务要孟畅来海, 但那些股份就都烂在投资人手里了。 孟畅陷入沉思。 如果公司没有出现债务问题, 成功拿到更多投资人的钱, 他找到接盘侠套现离场了, 那自然是皆大欢喜。 如果公司真的出现问题, 欠的钱顶多, 也就是房租、员工工资、 供应商货款之类的, 最多最多, 也就几百万, 上千万。 不会出现那众个人负债几个亿, 一辈子当老赖的情况。 如果本着规避任何风险的态度考虑, 这笔钱是不该拿的。 但对于孟畅来说, 这已经是他近期能拿到的, 除了裴总之外的, 最划算的一笔投资了。 如果冷面姑娘完全默办起来也就算了, 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难不成要放弃? 作为一个赌徒, 孟畅实在是没办法做出这种残酷的决定。 孟畅在运作冷面姑娘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加注, 加注越多, 放弃越难。 他原本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仔, 根本没资格参与这种资本的游戏, 连上排桌的资格都没有。 一步一步走来, 虽然中途发生了一些波折, 但排桌上的筹码越来越多, 似乎只要再坚持一下, 就能把其中的大部分筹码, 全都打包拿走。 在这重情况下, 孟畅一直坚定的内心, 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松动, 愿意为了, 已经加注的筹码, 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 考虑再三之后, 孟畅说道, 李总, 你的条件我可以考虑, 不过, 要先看一下具体的投资合同。 李时薇笑着点点头, 当然, 洛杉矶当地时间下午2点, 三家俱乐部都在网吧训练, 只不过, FV俱乐部是在二层, 另外两家俱乐部在一层的角落。 两家俱乐部的队员们, 刚刚用纸头公司的超级账号, 进行了几局高分段的rank, 此时正在等待着, 跟欧美队伍打训练赛。 这两支队伍虽然是在一起训练, 但在这个网吧的一层, 还是非常默契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原因很简单, 他们也要互相提防。 虽说肯定不会分到同一个小组, 但一旦出了小组赛, 就有可能碰上了, 双方还是得保留一些压箱底的战术, 以防万一。 一名领队稍显着急地看了看时间, 还没到, 是不是自定义的房间号搞错了? 队员摇头, 没错呀, 来了来了, 只见自定义房间中, 陆陆续续地进入了五位新玩家, ID全都是以Fry为开头的。 这些玩家进来之后, 什么都没说, 只是打了个, 够。 领队有些不高兴, 但还是说道, 嗯, 开吧。 队员回了一个够之后, 训练赛正式开始。 Fry俱乐部, 算是国外的老牌俱乐部了, 之前组建的GAUK队伍, 在GAUK全球邀请赛, 上杀到半决赛, 拿下了第四名, 这已经是国外队伍拿到的最好成绩。 在一个起步较晚的项目中, 也能拿到这样的成绩, 由此可见Fry俱乐部的实力和底蕴。 而目前在IOI的圈子里, Fry也是公认的超一流强队。 这次能约到训练赛, 很不容易, 是赵旭明通过纸托公司官方牵线搭桥才约到的, 私下联系的话, Fry俱乐部大概率是会推脱掉的。 因为世界赛开打在即, 每个战队的时间都非常宝贵, 一天能打的训练赛就纳摩几场, 跟弱队打了墨提升, 等于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拖自己的后腿。 Fry俱乐部更倾向于跟欧美队伍打训练赛, 对国内的队伍兴趣不大。 俱乐部的领队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即使Fry俱乐部稍微迟到了几分钟, 没有任何要表示抱歉的意思, 他们也没太好多说什么, 只是正常开始训练赛。 一小时后, 训练赛结束, 队员们显然都陷入了一种茫然状态, 看着屏幕上的游戏结算界面和输出数据, 眉头紧锁, 开始思考人生。 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打了两局训练赛, 被弹精力落地打了个2比0, 这其中还包括了15分钟的中场休整时间。 打完之后, Fry俱乐部的队员们连招呼都默打一声, 就退出了自订一游戏房间, 似乎多留一秒都会被菜壁传染。 领队也跟队员们一样, 完全陷入了迷茫状态。 而后, 教练和队员们开始激烈地讨论起来。 Fry这到底是什么打法啊? 怎么从选人到战术都完全看不懂, 跟之前的版本变化好大。 他们在阵容选择上, 已经明显开始选择改版后的强势英雄了。 我们还是在之前的那套战术基础上发挥, 这怎么打啊? 我早就说, 打不了的英雄应该Band掉的。 别马后炮行吗? 那魔多英雄Band过来吗? 感觉欧美队伍的风格是不是克制我们? 感觉他们也莫怎么认真打。 玩着玩着, 我们这边就崩了。 克制什么啊, 就是实力差距。 队员们吵成一团。 输比赛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输得太轻而易举了, 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输在了哪里。 从阵容选择, 版本理解, 再到游戏中的战术执行, 临场发挥, 基本上是被Fry俱乐部给玩爆了。 双方队员的基础操作, 倒是没有太大的差距, 但, Fry俱乐部总是能在前期通过一些小套路轻而易举地拿到优势, 然后利用更优秀的战术扩大优势, 一旦装备拉开差距, 那再怎么操作都没用了。 所有的队员都觉得锅不是自己的, 但输得这摩残, 谁想把锅完全甩出去, 也都不容易。 这种情况是最容易产生内讧的。 看到大家吵得都有点上头, 教练赶忙拍了拍手, 示意大家冷静下来。 好了, 大家别吵了。 距离世界赛开赛还有一段时间, 既然大家已经认识到了跟欧美强队之间的差距,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改变。 从现在开始, 咱们好好研究欧美队伍的战术打法, 现在已经确定了世界赛会是新版本。 以我们现在的情况, 如果不能适应新版本, 肯定会被打得很惨。 现在大家一起把刚才的训练赛给复盘一下, 学习Fry的战术。 教练一番开导, 队员们的心态总算是平复了一些。 虽然这种差距悬殊过大的比赛, 分析不出太多的东西, 但教练和队员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一点一点地来。 原本国内的这些IOI俱乐部发展环境就不太好, 指头公司这次又决定用新版本打世界赛, 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但也莫别的办法, 都已经这样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 领队看到气氛依旧沉闷, 赶忙安慰道, 末世, 大家进人事, 听天命, 咱们目标就是小组出现拿个八强, 只要能努努力拿到四强, 那就是血转。 Fry毕竟是欧美老牌强队, 这次世界赛还有很多其他地区的弱队, 咱们只要安稳地赢下弱队, 也能小组出现。 再说了, FV俱乐部都没咱们这种条件, 他们既没有高端局账号, 也没有渠道联系这些欧美强队, 纯靠自己闭门造车, 肯定不如咱们。 FV俱乐部是一号种子, 直接从八强赛开始打, 如果到时候, 我们运气, 好可以遇到他们, 就能争一个四强, 哪怕遇不到, 双双在八强被淘汰, 他们是一号种子, 又搞了那摩大的排场, 也会把九成的火力全都吸引过去。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压力, 好好准备就是了, 就算挨喷, 那也是FV俱乐部先挨喷, 咱们的舆论环境肯定会很宽容的。 队员们彼此看了看, 觉得领队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有FV俱乐部给垫底,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他们是一号种子, 他们出国做商务仓, 住豪华酒店, 然后他们直接从八强赛开打, 连个热手的机会都没有。 看现在的情况, 多半会是八强赛一轮游, 就算输比赛, 也是FV俱乐部先挨喷。 一想到这里, 场内气氛明显活跃了起来, 队员们开始复盘之前的训练赛, 学习Fry俱乐部的打法。 与此同时, 网吧的二楼上, FV一队和Sug俱乐部正在打训练赛, 而FV二队的队员们则是在跟数据分析团队一起研究新版本的战术和英雄强度。 夜之洲的电脑上有一张表格, 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各项数据, 都是新版本的各项改动。 这几个英雄依旧冷门, 因为改版后, 他们在兑现期依旧很弱, 而且路人对他们的熟练度比较低, 所以在官方统计的数据方面看起来胜率很低。 但新版本配上特定装备之后, 从纯数据的角度分析, 他们的后期团战能力其实是大大提升了的。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以它为核心的阵容, 其他位置要注意对线期的保护, 同时, 使用者也必须有很高的熟练度, 至少对线的抗压能力必须要足够强才行。 因为, 一旦选这个英雄崩陷了, 就必然会造成连锁反应, 其他路也会一起崩。 但反过来, 如果前中期能够稳住发育的话, 后期就是稳定的团战保障, 胜率将会明显提升。 FV俱乐部这次带来了庞大的数据团队, 包括夜之洲, 敏靖超和包序等设计师, 还有DGE俱乐部的教练和FV俱乐部原本的战术团队。 虽然这些人之前都是在研究GOG的, 但换到IOI也能很快上手。 毕竟这两款游戏是同类型的游戏, 而且, IOI在新版本的改版中也让游戏玩法向GOG那边倾斜了。 尤其是敏靖超本身就负责GOG的游戏平衡, 所以对数据方面的问题更加敏感。 IOI新版本调整的大部分英雄强度都可以从数据上估出个大概。 当然, 这种纯数值上的估算是很不准确的。 有些英雄的数值看起来很美好, 但实际玩起来却打不出效果, 即使是官方的数据平衡师, 也无法保证游戏的实际调整结果会跟自己预想中的一样完美。 但, FV俱乐部战术团队并不是在纸上谈兵, 而是分成三个步骤保证研究出来的战术能够真正得到落实。 首先, 叶之舟、敏靖超和其他的数据分析师通过分析数据确定新版本的强势英雄打法, 大致确定一个模糊的范围。 而后, DGE的教练周彭远会把Dog中较为成熟的战术体系和这些强势英雄打法结合起来, 提出一个战术的雏形等待验证。 最后, 三支队伍的队员们会通过兑现solo和训练赛的方式, 反复测试这套战术, 在前中后期的强度。 如果强度不达标, 纳摩战术团队就会深入分析失败的原因并进行修改。 如果强度还是不达标, 那就放弃。 如果有某众战术效果很好, 纳摩就继续寻找关键英雄的替代英雄, 继续深化这一战术在顺风、逆风等不同条件下的打法变化。 这样不断地循环下去, 最终形成机套综合新版本强势英雄和打法的基础套路, 再继续去挖掘能反过来克制这种基础套路的打法。 FV战队的队长潘英之前就一直在坚持用更偏向GOG的打法来玩IOI并且得到过裴总的肯定。 现在IOI改版了, 这种打法适应起来会更加容易, 所以队员们也全都积极配合。 至于高端局RANK还有跟其他俱乐部的训练赛还重要吗? 高端局RANK也就只是能维持一下手感而已, 对于战队的战术素养提升没有太大的意义。 即使高端局的某个英雄兴起可以看出新版本的风向, 但想要把这中锋像利用到比赛中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跟其他俱乐部的训练也没什么必要, 因为通过训练赛获得战术信息是一种双向的行为。 如果跟欧美队伍打训练赛, 纳摩必然会用出一些新套路, 一旦赢了的话, 欧美队伍也会受到启发并往这个方向去钻研。 到时候,双方的战术储备差距反而会缩小。 当然,这看起来会有点像是盲目自大, 但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到底谁的战术更先进。 显然, FV俱乐部队自己的数据分析团队更为自信。 毕竟数据分析团队是主设计师级别的人物亲自操刀, 还有DGE俱乐部的教练参与, 再搭配上队员的个人能力, 更有可能找到版本答案。 这次, FV俱乐部的众人全都憋着一口气。 八强赛一轮游, 那绝对是不能接受的结果。 裴总给我们安排这磨好的条件, 后勤保障完全拉满。 如果我们再拿不到好成绩, 哪还有脸回国见裴总? 必须得全力以赴。 12月26日, 周一, 上午, 睡到自然醒的裴谦, 有些不情不愿地从床上爬起来, 去刷牙洗脸。 要不今天就不去公司了吧? 可恶, 从今天开始, 一定要好好复习了。 裴谦一边刷牙, 一边懊恼, 并且暗自下定决心。 前两天是周末, 裴谦自己也想不起来干了些啥, 似乎就只是在家里睡了的懒绝, 打了打游戏, 刷了一下网页, 然后两天时间就过去了。 本来裴谦是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复习一下的。 毕竟眼瞅着考试周就快要到了, 为了完成超越老马的目标, 必须得抽出一些时间来好好复习一下。 但问题在于, 谁都知道,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挤一挤总会有, 但有的时候, 想挤却总是莫利紧。 裴谦感觉自己的时间, 更像是沙漠里的水, 总是一个不留神, 就光速流失了。 而且, 还有一个巨大的困扰, 就是心态的问题。 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公司那边是正常上班, 裴谦经常要盯一下, 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比如拍板做决定之类的, 牵扯了一些精力, 抹时间复习。 周六周日, 公司确实放假了, 按理说裴谦有时间复习了, 但是他又在家里懒得动弹了。 周一到周五, 工作难磨忙, 周末还不得好好休息休息, 放松放松, 结果莫名其妙的时间, 就全都没了。 裴谦也不记得, 这到底是第几次, 自己下定决心, 要从今天开始好好复习了, 但复习的进度, 却依旧还是极为堪忧, 早就已经负印好的笔记, 到现在, 也还没看完几页。 太难了。 洗漱完毕之后, 裴谦狠狠地擦了把脸, 然后坐在沙发上, 开始看笔记复习。 五分钟后, 他拿起手机, 习惯性地刷了一下。 嗯? 李总和薛哲斌, 投资了冷面姑娘。 看到贺德胜发过来的这条信息, 裴谦瞬间警惕, 眉头紧锁。 他的头上, 似乎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大字。 V。 裴谦立刻站起身来, 在客厅里走了两圈。 李总把裴谦当成是投资的风向标, 裴谦又何尝不是, 把李总当成投资的警戒线呢? 裴谦早就已经仔细回想过, 自己投资赚钱的惨痛经历, 发现在大部分盈利中, 李总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多之前赔得好好的项目, 李总带着其他的投资人们一入场, 情况瞬间就急转直下, 突然开始赚钱了。 而现在, 李总竟然投资了冷面姑娘。 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要出事! 裴谦本来计划是200万, 200万地投资梦畅, 向指信地买一点股份, 主要目的是为了默默烧钱, 闷声裴谦。 但是, 现在李总追投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它代表着冷面姑娘这个项目, 多半是要大赚了。 想到这里, 裴谦如坐针毡, 感觉自己之前的裴谦计划, 恐怕要被完全推翻了。 如果按照原定计划, 继续200万, 200万地给, 万一冷面姑娘的估值再疯涨一波, 岂不是又要赚一笔? 绝对不行! 裴谦现在有点弹汤色变的征兆, 在投资这方面都快有李总PTSD了, 立刻决定把之前的裴谦计划全部推翻, 赶紧跑。 考虑片刻之后, 裴谦立刻给贺的盛打电话, 把之前那200万买的股份全都卖了, 立刻! 卖给谁都行, 价高价低也无所谓, 卖出去就可以。 电话那边的显然是愣了一下, 他有些费解, 裴总这又是唱的哪一出? 200万这点小钱也莫买多少股份, 至于这魔招急地卖掉吗? 这短期内倒来倒去的, 赚钱就别指望了, 不赔钱就不错了。 这手操作着实让人看不懂, 非常魔幻。 但是听裴总的语气如此坚决, 赫德胜突然又觉得, 裴总肯定是有什么更高层次的见解。 赫德胜也莫敢多问, 一口答应下来。 挂了电话之后, 赫德胜开始仔细分析, 裴总此举的意图。 我刚把裴总投资冷面姑娘的消息发给裴总莫多久, 裴总就让我再度把股份脱手卖掉, 甚至只要快, 连低价都买。 难道说, 这是裴总和裴总商量好的? 或者是, 一种顶级投资人之间的默契? 难不成之前裴总花的那二百万小钱, 买的那一丁点股份, 有什么特殊意义? 赫德胜越想, 越觉得这是似乎不简单。 裴总和裴总, 似乎再打配合, 就跟提前商量好的一样。 但是赫德胜也只是隐约觉得, 这里头可能有个局, 说不清楚, 这个局到底是什么。 考虑再三未过之后, 赫德胜还是按照裴总的要求, 老老实实地招办, 拨通了孟畅的电话。 又要卖? 不是, 这磨丁点的股份都要卖吗? 电话那头, 接到电话的孟畅也完全猛逼了。 他和赫德胜一样震惊, 完全无法理解裴总这一波操作, 到底是在干什么。 裴总之前只给投二百万就很离谱了, 毕竟, FV俱乐部出趟国裴总都直接撒出去几百万打水漂。 这样一比较, 裴总给冷面姑娘的这二百万跟撒小米喂鸽子也没时磨区别了。 亲书贵贱, 一目了然。 结果就这磨点股份, 裴总还要卖掉? 裴总折腾半天, 也不赚啊? 这不是搞人心态吗? 如果这是能偷偷摸摸地办, 那也就算了, 裴总之前的股份全都卖光了, 这次卖的, 就只是那二百万买来的少量股份, 随便忽悠个人都能吃下去。 可关键是, 不能偷偷摸摸地办。 只要涉及公司的股份转让, 就必须地按照公司章程通知其他股东, 还要作便更登记。 李总现在投了冷面姑娘, 也是冷面姑娘的股东了。 裴总这一脉, 李总肯定会知道, 其他所有的公司股东也会知道, 进而所有在观望的投资人, 也都会获得消息。 那这不就坏起来了吗? 李总刚投冷面姑娘, 还没过去两天, 梦畅拿到手里的钱, 都还没捂热乎呢, 就突然来这一出, 这谁顶得住啊? 梦畅拿到这笔钱之后, 本来是打算甩开膀子, 大干一场的。 只要投资人们再度对冷面姑娘充满信心, 推高估值的游戏能够继续玩下去, 那么整个剧本就可以按照梦畅想好的方向继续发展。 虽然有一些小波折, 但影响不会很大。 但裴总的这一手突如其来的操作, 就像是给梦畅当头浇下一盆冷水, 直接把他心中刚刚燃起的小火苗给彻底浇灭了。 股份不多, 但好说不好听啊。 裴总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两次, 抛出手中全部冷面姑娘的股份。 这要是传出去, 别人会怎么看冷面姑娘这家公司啊? 之前裴总卖出全部股份的事情, 梦畅就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压下去, 结果再整个没开二度, 那就真是神仙难救了。 梦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他赶忙说道, 贺总, 这是何必啊? 腾达也不至于就差这磨点钱吧? 要不这样, 您跟裴总说说, 通融通融, 再给我一个月, 不, 半个月的时间, 哪怕一周呢, 一周后再卖, 成吗? 梦畅想的是, 自己先把这个事情给瞒住, 往后拖一拖时间, 然后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去找接盘侠, 争取把生米煮成熟饭, 这样就能把裴总第二次卖股份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电话那头的喝得盛叹了口气, 抱歉, 裴总的性格你是知道的, 这是没得商量。 梦畅拿着手机的手, 微微颤抖, 冷面姑娘的前途在十分钟以前还一片大好, 非常光明, 但此时却突然变得昏暗起来。 12月28日, 周三, 洛杉矶当地时间晚上十点, 网吧二层, 敏静抄整理, 保存好数据表, 全都拷贝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 又粉碎掉网吧电脑上的原文件。 虽然这样显得有些小题大做, 但凡事还是小心为上, 战队训练的内容是绝对不能泄露的, 这项当于战时的军事机密, 全都完成之后, 敏静抄身了个懒腰, 他的工作算是阶段性的完成了。 包哥, 这两天辛苦你了。 敏静抄队坐在他旁边的包续说道, 包续摇了摇头, 不不不, 一点都不辛苦。 如果以后每次旅行都跟这次一样, 我觉得我也能接受。 本来包续听说要来洛杉矶, 感觉又是晴天霹雳一般的噩耗, 结果来了之后, 才发现比前几次出国旅行要舒服多了。 每天还是两点一线, 晚上住五星级酒店, 白天到附近的网吧, 除了做数据分析, 研究战术之外, 还能打打游戏。 虽然是出国, 但不需要去各个景点打卡, 这就很舒服。 要是每次出国都能像这次一样, 到一个新城市, 除了住酒店, 就是泡网吧, 那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所以, 这次包续也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 给敏靖超帮了很多忙。 队员们还在打训练赛, 继续完善战术套路。 明天是周四, 也是IOI世界总决赛小组赛正式开赛的日子。 这次IOI世界总决赛的赛程安排, 跟GOD的全球邀请赛有所不同。 为了保证较若赛区也能有队伍进入八强, 所以, 克雷蒂安决定采取一号种子保送的规则。 这次一共16支队伍, 其中4支一号种子保送八强, 另外的12支队伍分成了4个小组, 每个小组的3支队伍打双循环, BOE最终只有小组投名可以出现。 之后, 八强赛会重新抽签, 且没有同赛区规避机制, 抽到哪个对手就打哪个。 FV俱乐部是国内的一号种子, 是从八强赛开始打, 小组赛跟他们没关系, 而且八强赛的对手也没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掉以轻心。 队员们仍就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来保证自己的状态, 而数据分析团队也要抓紧一切时间研究小组赛中各个战队的战术打法, 确定自己对版本的理解没有问题。 如果不能在小组赛就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么从八强赛开打, 很有可能就要一轮游了。 总之, 真正的硬仗马上就要开始。 与此同时, 网吧一楼。 另外两家俱乐部也已经结束了今天的训练, 收拾好随身物品往回走。 这几天, 这两家俱乐部的训练日程是一致的, 基本上每天都会训练到晚上12点左右离开。 每天的训练安排主要是打训练赛, 复盘训练赛, 开会讨论战术, 打高端局, rank, 维持手感等等。 因为明天小组赛就要正式开始了, 所以今天回去的稍微早一点, 尽可能休息的充分一些。 到网吧门口, 众人还是和往常一样, 看到了FV俱乐部的那辆小巴车, 非常默契地, 全都装作默砍的。 最开始的时候, 两家俱乐部的领队还特意研究了一下FV俱乐部的训练时间, 故意错开, 避免那些相对尴尬的场景出现。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根本不用刻意避开, FV俱乐部几乎每天的训练时间都比他们要长。 这两家俱乐部都是上午10点钟左右才起床, 在酒店吃完午饭之后才到网吧来训练, 但每次来的时候, 都能看到小巴车已经停在网吧门口了。 而这两家俱乐部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左右离开, 离开的时候小巴车也还在, 以至于两家俱乐部的领队和队员们都感到非常困惑。 FV俱乐部这一天天早出晚归的到底在练什么呢? 这两家俱乐部起的晚归不是因为他们懒, 主要是按照在国内训练时的日程表安排的。 上午高分段排不到人, 也没有训练赛可打, 早起也没意义。 而且,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过长时间的训练可能会影响状态, 训练的效率反而不一定会高。 而反观, FV俱乐部从上午练到凌晨, 跟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位领队都有着浓厚的好奇心, 有几次假装无意间路过, 想要到二层去偷瞄一眼, 看看FV俱乐部的训练情况, 结果毫无意外地被四名尽职尽责的保镖给盯防了, 完全没有探听到任何有用的情报。 这让两家俱乐部更好奇了。 一名队员非常困惑地说道, FV俱乐部这一天算下来可能也就睡六七个小时, 其他时间似乎全都在训练, 他们到底在练什么呢? 身体能顶得住吗? 其他的队员们显然也都有同样的疑惑。 FV俱乐部实在太勤奋了, 显得自己很嫌疑的样子。 领队赶忙说道, 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训练关键是看效率, 而不是时间。 有句话说得好啊, 很多人就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大家放心, 经过多方打探消息, 我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FV俱乐部没有跟Fry 或者任何国外俱乐部打训练赛, 甚至有没有打高端rank都要打个问号。 他们手头没有超级账号, 不过也不排除他们买号的可能。 这些人最多最多, 也就是跟SOG以及自家的二队打训练赛。 打得再多也无非是两个臭棋篓子下棋, 越下越臭, 不会有很大提升的。 好了, 大家就别再老盯着FV俱乐部了, 明天小组赛就要正式开打, 大家都保持好状态, 打出咱们训练赛的成果就行了。 咱们现在虽然还是打不过Fry这些强队, 但跟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所进步了。 这次咱们的分组还可以, 大家按照训练赛的节奏和套路稳扎稳打, 争取小组出现进个八强赛, 还是没问题的。 回酒店的路上, 领队着一通加油鼓劲, 生怕队员们的心态受到影响。 自从来到洛杉矶之后, FV俱乐部的人似乎就在有意无意地 疯狂搞这两家俱乐部队员们的心态。 做商务仓, 住豪华五星级酒店, 网吧包二层, 雇车雇保镖全程接送。 更过分的是, 那三个摄影大哥高强度工作, 每天除了拍照, 就是剪视频, FV俱乐部的官方微博就莫停过。 一天至少发三四条。 虽然好多人都在喷, 但官博完全不为所动, 该怎么更新, 还是怎么更新, 顶多就是那重嘴, 特别臭的拉黑一下而已。 到后来喷子们也都喷累了, 都在积蓄力量, 等FV俱乐部输了, 在火力全开的喷。 这几天训练下来, 眼瞅着FV俱乐部的队员们, 吃香喝辣, 另外两家俱乐部都觉得有点酸。 今天也是一样, 已经是凌晨了, 街上的小风稍微有点凉, 众人不知不觉地加快脚步。 一名队员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说道, 哎, 今天, FV俱乐部那群人, 是不是也得换到咱们这个酒店来住了? 明天就正式开赛了, 指头公司会为所有参赛的俱乐部提供食宿。 这两家俱乐部之前的食宿费用都是龙宇集团给包的, 以后要换到指头公司提供的房间去, 所以, 今天中午, 大家换了房间。 而且, 其他的俱乐部也都在这两天陆续赶到, 并入住万仪酒店了。 按理说, FV俱乐部的队员们也该换过来了吧? 指头公司可是包食宿啊, 如果不住的话, 这前起不是全都浪费了? 其他的队员们显然之前也没太思考过这个问题, 彼此看了看,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丝期待的表情。 是啊, 莫道理不过来住的。 之前指头公司不包食宿, 自己掏钱居住豪华酒店也就算了, 现在指头公司包食宿了, 难道还要继续自掏腰包吗? 有点太奢侈了吧。 如果大家一起住万仪酒店的话, 那大家的时速条件就都一样了。 虽然, FV俱乐部还是有包车和保镖, 但至少, 对另外两家俱乐部的心态打击会稍微减弱一些。 然而, 众人的美梦还没做完, 就看到那辆黑色的小巴车开过, 依旧是安安稳稳地停在了对面利斯卡尔顿酒店的门口。 FV俱乐部的队员们, 依次下车进入酒店大堂, 根本看都莫往万仪酒店看一眼。 显然, FV俱乐部在比赛期间, 也都会住在这里, 并不会搬到万仪酒店去了。 期待落空了。 两家俱乐部的队员们, 默默地进入万仪酒店的大堂, 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心态, 又发生了一些波动。 12月29日, 周四, 上午9点。 洛杉矶当地时间上午11点, 也就是国内时间凌晨3点, IOI的全球总决赛即将正式开赛。 利斯卡尔顿酒店中, FV俱乐部的队员们正在酒店的健身房里, 做基础的健身训练。 来到洛杉矶之后, 队员们也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健身习惯, 也正是因为作息时间规律, 身体情况好, 所以才能保持更好的状态和专注度, 每天的训练时间更长, 效率更高。 随行的队一, 在一旁认真地关注着队员们的状态, 防止他们练得过量。 毕竟现在健身并不是为了练到力竭, 增长肌肉, 而仅仅是为了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提升比赛中的专注度, 活动活动筋骨就可以了, 如果过于疲劳, 反而会影响训练效果。 队一要确保队员们的身体状态, 维持在最佳状态。 而在酒店的休息区, 教练和数据分析团队, 则是在研究今天即将开始的比赛。 这次比赛的赛程, 因为要把各个赛区的一号种子保送八强, 所以赛程会相对奇怪一些。 小组赛一共是12支队伍, 4个小组打双循环BOE, 每个小组的第一名出现。 一共打4天, 周四到周日每天打6场比赛。 这周日的时候, 小组赛就会全部打完, 进行八强赛的抽签。 至于维持摩第一场比赛是在上午11点打, 大家也搞不太懂。 按照GPL的习惯, 一般是下午到晚上的黄金时间打。 但指头公司大概是考虑到, 现场观众太多了, 怕万一比赛出bug暂停, 或者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拖得时间太久, 观众们离开不方便, 所以, 时间稍微提前了一些。 这次比赛的场地是一个当地著名的大型体育场馆, 最大能容纳近两万人, 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有名。 这次指头公司显然是铁了心地, 要用这次全球总决赛找回场子, 所以不惜血本。 这次IOI全球总决赛的蒋金池是300万刀, 同时, 指头公司也专门出了一款皮肤, 皮肤销售收入的25%同样计入总奖池。 在蒋金池的分配方面, 冠军独得50%, 亚军15%, 三四名各7.5%, 五六七八名各2.5%, 剩下的八支小组赛位出现的队伍均分剩下的10%, 也就是说, 在蒋金池方面是小压过了GAG的全球邀请赛, 在场馆方面更是全面超越。 毕竟指头公司一直在被腾达搞心态, 早就想办全球总决赛, 结果被腾达反复打断, 一直末办成。 这次总算是憋足了劲, 把世界总决赛办起来了, 砸锅卖铁, 也得在场面上超过GAG, 这关乎面子问题。 五月看了看时间差不多了, 让陆经理招呼队员们回房间洗漱, 然后下来吃个早饭, 准备出发到场馆去参加开幕式亮相。 一直到下周才有FV俱乐部的比赛, 但这周队员们也会选择性地到现场去看几场关键站。 看看其他战队的打法和水平, 提前做好准备。 十二月三十日, 周五, 早上八点, 裴千关掉闹钟, 正扎着起床。 这两天下定绝新副习总算是收到了一些成效, 至少笔记是看了几十页, 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今天也是一样, 早晨起床, 趁着上午脑子比较清醒, 赶紧多复习一下。 省得一到下午和晚上就只想着咸鱼, 一边刷牙, 一边看手机。 嗯? 昨天凌晨, IoI全球总决赛已经开打了。 哦, 对啊, 好像确实是今天, 比赛好像还在进行中。 比赛是在洛杉矶时间昨天上午11点, 也就是荆州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打的, 一天打6场, 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5场。 国内的观众, 想要看比赛, 就得完美休闲, 从凌晨一直看到早上。 裴千对IoI的比赛没那么感兴趣, 毕竟没玩过, 看不太懂, 时间上不合适, 而且FV俱乐部也不需要打小组赛。 所以他没有太关注这个事情, 只是今天看到相关的消息推送之后, 才点开直播平台看了一眼。 显然, 在龙宇集团的大力推广下, IoI全球总决赛在国内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 各大新闻客户端都在推送新闻, 各直播平台也都给了很多的推荐资源, 看起来热度很高。 再加上GPL的季前赛前几天才刚刚结束, 春季赛尚未开始, 在这个空档期内, 很多默示座的玩家都会选择看一看IoI的节目, 全球总决赛。 裴千点静止播间, 发现正在打的是两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国外队伍, 目前正处于军事状态, 打得比较胶着。 场面看起来很紧张, 但谭木却完全没有在讨论比赛本身, 反而是IoI和Gog两边的粉丝在疯狂撕逼。 拉几! 揭幕战被平推, 后边比赛也别打了, 游回来吧! 打得突出一个离谱, 怎么魔爵活英雄也不拿了, 原本的战术也不用了, 跟国外队伍学起来了。 还学得不像, 简直就是邯郸学步, 把自己的东西也学没了。 打得太丑了! 这魔好的场馆, 这魔帅气的开幕式, 这比赛办得多有排面, 结果国内队伍被暴揍, 这不是恶心人吗? 大家宽容一点吧, 这才第一场比赛而已。 而且不学也不行啊, 版本都变了, 还按上的版本的打法, 只会输得更惨的。 妈的, 主要熬夜一晚上, 结果就看了个这。 要不是, GPL春季赛没开打, 我才不会来看, 这个破比赛受气呢。 那赶紧滚回去看你的, GPL去, 只有国人在玩的垃圾游戏。 哦, 告诉你个事情, 国外市场占有率, IOI和GOG早就持平了, GOG可不是只有国人在玩哦。 只不过, GOG的国内队伍, 可是调打国外队伍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国外俱乐部队扶上那个GOG的标志呢? 该不会你是盲人, 看不到吧? 顶着GOG的标打, IOI总决赛就离谱, 指头公司估计要气炸了。 那也没办法, 俱乐部都已经接受赞助了, 总不能按着人家的投影交为约金违约吧。 只能说指头公司啊, 之前, 没想到这一层, 没有禁止俱乐部接GOG的赞助。 别吵了, GOG的成绩却实好, 但那是因为腾达窝里横而已。 要不是IOI的电竞环境被挤压得这么厉害, 怎么会实力这么弱? 经典自己不争气怪大环境, 龙宇集团不是说带着队伍提前到洛杉矶去打训练赛了吗? 然后就练出来了个这儿。 谈目上根本默认在讨论比赛本身, 全都是在撕逼的。 裴谦看了一下之前的比赛结果, 发现今天两支国内队伍各自打了一场比赛, 全都输了。 一场是开幕战, 被30分钟平推。 另外就是第四场比赛, 倒是坚持到了40多分钟, 最后一口气莫提住, 被对方抓到机会, 一波团战结束比赛。 两场都输, 堪称是天崩开局了。 因为这次比赛的赛程比较特殊, 每个小组是三支队伍, 只出现一支, 虽然是双循环BOE, 但每个小分都极度重要。 先输一局, 已经是让出现行事变得非常严峻了。 而且更关键的是, 输的这两支队伍并不是最强的欧美队伍, 因为欧美的一号种子跟FV俱乐部一样, 根本不用打小组赛, 都在八强赛等着呢。 连欧美的非一号种子队伍都打不过, 遇到真正的强队, 那不是更白给了。 很多观众是熬夜到三点钟看的比赛, 结果等了这么久, 最后就看了这么憋屈的两场比赛, 肯定是气得睡不着觉, 要在直播间里狂喷了。 而且, 不只是直播间, 各大论坛和视频网站上, 玩家们显然也早都已经喷过了。 国内队伍跟欧美队伍差距这么大呢? 嗯, 好事好事。 FV战队跟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相仿, 既然这两支队伍都被虐了, 那FV战队估计也是八强赛一轮游的水平, 不会有太多热度。 陪迁不由地乐观了起来, 用手机在大电视上投屏, 打算快速地看一下前面几场比赛的高光时刻。 在爱丽岛上, IOI的官方账号已经更新了 IOI全球总决赛的开幕式, 以及前面几场比赛的高光时刻录像。 开幕式是请了某位欧美歌星来演唱主题曲, 也有舞团在做COS表演, 整体给人的感觉还不错, 比较有排面。 场馆大, 人多, 所以看起来也更气派, 跟GOD当初的全球邀请赛相比, 显然是进步了, 所以, 谭目的反响也比较热烈。 但是到了正赛, 整体的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裴谦跳着把两场国内队伍输的比赛看了一下, 发现这两支队伍挨喷还真是一点都不冤枉。 要是自己熬夜看了这磨两场比赛, 肯定也会喷的。 第一场比赛, 全面逆风被平推, 第二场, 比赛拉锯了半天, 错过了很多机会之后, 被对方一波带走。 还真的很难说到底哪个更气人。 关键是, 不知道是因为紧张, 还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 这两支队伍的实力, 似乎都没有打出来, 决策犹犹豫豫, 操作束手束脚。 而且在阵容选择方面, 裴谦献过的那些英雄, 似乎一个都没登场。 之前裴谦在魔都看过, IOI在国内的资格赛, 对机套传统阵容, 还是比较眼熟的。 虽然不知道英雄技能是什么, 但勉强算是认识。 但这次, 比赛却没有选用。 跟之前裴谦观看比赛的印象, 完全对不上了。 裴谦突然想要了解一下, FV俱乐部那边的情况。 自从FV俱乐部抵达洛杉矶之后, 裴谦还没太关注过他们, 毕竟两个地方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 联系起来不是很方便。 不过现在这个时间正好, 所以裴谦给吴越播了一个视频通话。 裴谦本来还有点担心, 因为大部分体育场馆内部信号都不好。 如果吴越他们还在比赛现场的话, 这个视频通话, 可能播不过去。 但等了一会儿之后, 视频通话接通了。 裴总, 吴越显然没在比赛场馆, 而是在酒店里面, 用酒店的无线网络打的这个视频通话。 所以, 信号稳定性还不错。 裴谦点点头,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吴越立刻会议, 裴总您是不是看到另外两支国内队伍输得很惨, 所以担心我们的状态。 这个您放心, 我们的队员一直都在努力训练的, 不敢说一定会赢, 但肯定会打出自己的风采。 吴越也不敢吹牛逼吹得太过, 毕竟, FV俱乐部一直是跟Suck对练的, 也根本没碰过欧美队伍, 不知道真打起来会怎么样。 万一在裴总面前吹牛逼吹太大了, 结果八强赛一轮游, 那就太丢人了。 裴谦点点头, 吴越一看起来, 就是没什么信心的样子, 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裴谦也不觉得, FV俱乐部会真的八强赛一轮游, 毕竟自己运气老差了, 期待的事情就从未发生过。 万一真的挺一挺, 还是能挺到四强的。 四强在被淘汰的话, 面子上就过得去了。 到时候, 网友们的火力肯定会全都集中到另外两家俱乐部身上。 FV俱乐部依旧还是IOI国父的最强俱乐部。 这不行。 裴谦突然觉得现在的情况依旧不是很稳, 主要是另外两家俱乐部表现太拉胯了, 一下子就把FV衬托起来了。 FV俱乐部就算拿不到冠军, 拿到一个四强, 那也是表现最好的国内队伍。 想到这里, 裴谦说道, 我看到咱们俱乐部的官方微博, 最近一直在发一些日常的照片和视频。 吴岳立刻会议, 明白了, 裴总宁是说比赛在即, 这种东西应该少发, 免得吸引仇恨, 影响队员们的心态。 我这就跟他们说, 让他们暂停发微博。 裴谦一抬手,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这个事情办得很好, 一定要加大力度。 每天都要高强度发微博, 在玩家面前的存在感, 一定要拉满。 不仅如此, 还要在微博上整活, 嘲讽一下其他的战队, 评价一下刚刚结束的比赛, 专门挑胜利队伍的毛病。 段子啊, 表情包啊, 能整的都给他整上。 流量怎么高怎么来? 吴岳有点猛。 啊? 裴总, 这是在拉仇恨啊。 他能想到, 这些内容一发出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肯定要被玩家喷。 而且, 还会被玩家们截图等挖坟。 目前, FV俱乐部是一号种子, 八强赛前都可以做山关虎斗, 口嗨其他的队伍当然没问题, 但这样肯定也会得罪其他队伍的粉丝, 甚至引发路人粉的反感。 到时候, FV俱乐部赢了比赛还好, 要是输了, 岂不是要被冲烂? 吴岳有些犹豫, 裴总, 似乎不太好吧, 国内玩家是不喜欢这种高调的行为的。 裴谦想了想, 嗯, 你的意思是, 国内玩家不喜欢, 国外玩家喜欢? 嗯, 也对, 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这样吧, 你们俱乐部再把国外的那些网站, 像什么推特呀之类的, 也全都注册, 跟微博同步整活, 整英文版的。 正好我们这边投资了一些海外的俱乐部, 我让他们的官方账号跟你们互动一下, 不愁莫人看。 好, 就这磨定了, 今天比赛结束后, 就要开始整, 明天我检查。 先挂了, 吴悦, 裴总, 他还没说完, 视频通话, 已经被挂断了。 吴悦有些无奈, 但也没拾摸其他的办法, 只能照做。 酒店里, FV俱乐部的数据分析团队, 正在跟队员们一起讨论, 分析今天的比赛。 FV俱乐部的队员们, 今天只是参加了开幕式, 看完了前面四场, 比赛就回来了。 在现场看比赛, 主要是为了提前感受一下赛场的气氛, 毕竟之前, 队员们从未在这种大型场馆, 在两万观众的欢呼声中打比赛。 场地不同, 队员们身上的压力, 自然也不同。 几万人的场馆, 观众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如同珊瑚海啸一般。 如果又是关键局, 那摩选手们的压力, 将会成指数级的增长。 在这重情况下, 大部分选手会发生诸如紧张, 手抖, 上头等情况。 而一小部分选手会亢奋, 更加专注, 打出超水平发挥。 这也就是, 所谓的大心脏选手, 大赛型选手的价值所在。 当然, 选手是否大心脏是天生的, 有些人十几岁第一次打大赛, 就能打出名场面。 而有些人打了好几年, 心态还是一碰就碎。 但在一定程度上, 这种心态问题, 还是可以改善的。 FV俱乐部的队员们, 今天特意在现场感受了一下气氛, 提前做一下心理建设, 等八强赛上场的时候, 心态应该会好一些。 当然, 讨论的重点, 主要还是集中在比赛的内容。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就不用说了, 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对版本和战术理解都不对, 没识摩参考价值。 第二场比赛双方打得还可以, 但是中期的决策显然都太粗糙了, 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DGE俱乐部的现任教练周彭远, 在进行这几场比赛的复盘, 而数据分析团队的其他人, 包括队员们, 也在不断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分析过后, 周彭远进行了一下简单的总结。 从小组赛第一天的情况来看, 这些队伍对版本和打法的理解, 跟我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不好说, 我们和他们到底谁才是正确的版本理解。 我们也不能太盲目自信。 这样, 等明天, Suck和FV2队你们各自去练一下小组赛出现的主流打法。 用这种打法跟一队打个训练赛, 看看效果如何。 我们不一定要去学别人的打法, 但至少要对这种打法的强势和弱势点有清楚的认识。 周彭远不知任务, 其他人各自记下。 明天的比赛队员们就不去看了, 会由数据分析团队去看比赛, 复盘分析, 然后等晚上的时候, 把比赛的结果和复盘分析, 直接讲给选手们听。 选手们要继续去训练, 好好研究一下其他队伍的打法套路, 拓展自己的英雄池, 保持手感。 全部人物布置, 完成之后, 大家各自散去, 回到自己的房间, 好好休息。 三位摄像拍完了今天的素材, 也准备回房间去修图, 剪辑一下视频发微博。 吴越赶忙把三位摄像师, 陆经理等几个人给叫住了。 大家先别急着走, 有个事情要交代一下。 刚才裴总给我们布置了个任务, 让我们要加大在微博上的整活力度, 而且, 还要在微博和推特上同步整活。 吴越把裴总的要求, 详细地介绍了一下。 总之, 怎么能获得高热度和高流量怎么来? 国内队伍和国外队伍一视同仁, 鱼路均沾, 使劲开团。 听完裴总的要求, 众人跟吴越之前的表情差不多, 全都陷入了茫然。 这哪是整活啊? 这明明就是拉仇恨啊。 现在国内玩家们的怨气很大, 正愁没有一个突破口呢。 另外两家俱乐部都装死了, 咱们现在跳出来, 这不是荡出头鸟吗? 我觉得还好吧, 输比赛的又不是我们。 问题是我们也莫赢啊。 我们现在整活, 路人会觉得我们是膨胀, 是落井下石, 另外两家俱乐部粉丝也会嫉恨我们的, 到时候肯定要被冲烂的。 可能裴总的意思是, 让我们玩一点比较搞笑的梗。 我们不去嘲讽别的队伍不就行了? 那不可能。 裴总要求的是热度和流量, 不开团其他的队伍, 哪来的热度和流量? 裴总这几乎是明示了, 让我们放心大胆地使劲开团。 那肯定是要被喷的, 队员们压力会很大。 没事, 队员们又不能玩手机, 也不能上网, 他们不会知道的。 但是, 我们这魔作意义何在呢? 承担的风险和回报, 似乎不成正比啊。 如果是其他人的提议, 那大家, 肯定是想都不想直接就否了。 站前开团拉仇恨, 这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 完全没必要啊。 但既然是裴总提出的要求, 那就必须的想办法去完成。 众人讨论了半天, 也莫讨论出个所以然。 只能照办。 还好随行团队人多, 到网上去搜集一些有意思的梗, 再自由发挥一下。 找合适的配图或者视频, 一条条开团微博的素材, 很快就找好了。 三位摄影师都能辟图和剪辑视频, 翻译给稿上双语字幕, 一切齐活。 关于IOI全球总决赛开幕日的比赛讨论, 一直持续了整个白天。 因为很多人并没有熬夜看IOI的全球总决赛, 起床之后才知道昨天的赛果。 一看两支国内队伍全都输了, 很多GOG的玩家们也都参与了讨论。 其中, 国内队伍的真实实力问题, 显然是众人讨论的焦点。 两支队伍在小组赛的首战全都输了, 出现风险骤然增加。 大家自然会觉得, 国内队伍在IOI这个项目的整体水平 跟国外队伍差得很多。 世界总决赛才刚开始没多久, 很多观众似乎已经看到了 它的惨淡结局。 相对而言, FV俱乐部的话题是最少的, 因为没比赛, 所以话题全都集中在另外两支输了的队伍身上。 观众们都在忙着抓战犯, 对FV俱乐部的奢靡生活自然也没了喷得兴趣。 然而玩家们万万没想到, FV俱乐部竟然又发微博了。 而且, 这次的微博不是吃喝玩乐的内容, 而是一张带有嘲讽性质的图片。 这张图片是拼接而成的, 上半部分是一张国外的游泳池照片。 画面的右上角是一个中年男子把孩子高高地举出水面, 脸上满是笑容, 中年男子头上P了一个腾达的logo, 而孩子脸上则是P了一个FV俱乐部的logo。 在中年男子的左边是一个正在拼命扑腾, 似乎快要沉底的小孩, 表情很挣扎。 下半部分的图片则是一张水底的图片, 一个骷髅坐在椅子上似乎已经死了很多年。 两张图片是强行拼接在一起的。 小孩和骷髅的脸上, 分别披上了国内另外两家出征俱乐部的logo, 在水面挣扎的那个是敖战之后被翻盘的队伍, 在水底的那个是开幕战直接被30分钟平推的队伍。 微博的正文是一句话, 中英双语。 好兄弟们,你们还好吗? 招手,招手,招手。 这条微博一发, 立刻就吸引了无数正在撕逼的玩家目光。 这嘲讽意味, 直接拉满了。 意思很明确, 另外两家俱乐部现在处境堪忧, 一家已经沉底, 另外一家还在挣扎, 但距离沉底也不远了。 唯独, FV俱乐部开开心心地浮在水面上玩耍, 一副丝毫不需要担心, 胜券在握的样子。 而微博的正文, 更是带上了嘲讽的意思, 表面上是问候, 然而带上这个招手的表情, 怎么看, 怎么像是在跟着两家俱乐部挥手送别。 果不其然, 微博刚发出来没多久, 就被喷了。 太没品了。 都是兄弟战队, 这样落井下石。 哼, 你们现在还能说风凉话, 仅仅是因为你们没出场而已, 坐等八强赛三比零被淘汰。 当然, 也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但基本上都是中立观点, 不喷但也不支持。 还好, 这就是调侃一下, 也别太玻璃心了吧。 问题就是, 那两支队伍打得不好啊。 打得不好还不让说? 唉, 见一只重节骨眼上少发一些这样有争议的微博吧, 真的很容易招黑的。 不少FV俱乐部的粉丝们也都在替他们担心, 生怕之后比赛输了, 因为这几条微博被喷成狗。 然而过了还不到十分钟, FV俱乐部又更新了一条微博。 我们有预感, FV整支队伍的伤害转化率将会 不容乐观。 下面还有两张对比图, 第一张是其他队伍吃的经济, 配图是万一酒店的食宿条件, 第二张是FV战队吃的经济, 配图是利斯卡尔顿酒店的食宿条件。 表面上的意思, 是把食宿条件比喻成了在游戏中吃的经济, 因为FV战队的食宿条件远好于其他队伍, 所以吃经济更多, 伤害转化率会低很多。 但实际上, 是在炫耀自己这边更好的食宿条件。 观众们还没反应过来, 甚至连喷子们都没想好措辞, FV俱乐部这边又同步更新了一条微博和推特。 这次的内容简单多了, 只是at了机支国外的传统豪门强队, 包括欧美两个赛区的一号种子, 配图是国内某村庄墙上的宣传标语, 认清形势, 放弃幻想。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FV俱乐部高强度发了四五条微博和推特, 还全都是中英双语版。 国内这边, 微博上刚开始, 还有挺多人在喷, 但慢慢地喷的人越来越少了。 因为大家发现, 喷的词汇都已经词穷了, FV俱乐部这边, 整活却还是层出不穷。 而且, FV俱乐部不只是给国内队伍整活, 对国外队伍也一样整活。 就比如, 第二条微博是在公然嘲讽所有其他队伍的时速条件, 而第三条微博则是在向其他的国外种子队伍宣战。 所以, 到后边几条微博的时候, 大部分国内玩家就算是觉得FV俱乐部是自信心过度膨胀, 也已惊喷不动了。 因为FV俱乐部现在又没比赛, 就算骂他们膨胀, 也得等输了比赛再骂。 否则骂完之后, 人家真赢了国外队伍怎么办? 虽然国内的网友很多都不喜欢这种过分高调的微博, 但不得不说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关注度直接拉满。 本来大家都在抓着那两家输了比赛的俱乐部乱喷, 现在, FV俱乐部突然跳出来一个群巢拉走了仇恨, 自然是把目光全都吸引了过来。 而在推特上, FV俱乐部的官方账号关注度也在飞速增长。 因为腾达对很多国外的老牌俱乐部都有投资, 所以只要打个招呼, 这些俱乐部就会跟FV俱乐部的官方账号互动, 这一互动, 粉丝就来了。 这几条整合的推特在国外的接受度显然要高得多, 评论区全都是一串LOL之类的大笑表情。 毕竟对于国内玩家来说, 谦逊是美德, 觉得话不能说得太满, 怕事后被打脸。 但国外玩家就不是很在乎这些, 全都是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心态, 即使事后被打脸一般也不会去踩。 所以, FV俱乐部在推特上的官方账号关注数快速增长, 几个老牌俱乐部也都互相关注了, 并且纷纷表达对FV俱乐部的赞赏。 然而紧接着, FV俱乐部就又把这几家老牌俱乐部拉到一起, AOA了。 新的一条微博和推特的内容是, 腾达大家庭的族谱。 下方配图是一个树状的族谱图, 树状图最上方的是腾达, 下方有一条比较粗的线连接着FV俱乐部, 并且标注亲儿子。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细的线, 连着诸如Fry之类的其他欧美老牌俱乐部, 并且标注干儿子。 显然, FV俱乐部又是坐商物仓, 又是住豪华五星级酒店, 在腾达那边当然是妥妥的亲儿子待遇。 反观其他的俱乐部, 只是给了赞助, 但吃住等各种事情一概不管, 自然是干儿子待遇。 而且这玩意还不好反驳, 毕竟Fry等机家老牌俱乐部确实是接了腾达的赞助, 甚至队服上都有商标, 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见。 这条微博一发出来, 立刻起到了杀死比赛的效果, 被玩家们纷纷转载。 我的天, 这FV俱乐部杀疯了, 搞完国内俱乐部, 搞国外俱乐部, 这些参赛队伍的心态都被FV搞了一个遍。 干啥啥不行, 整活第一名, 我服了, 在整活这快却实表献出了一号种子的水平。 奇怪了, 之前, FV俱乐部的微博不是这个画风的啊? 怎么, 突然换了个新媒体运营小编? 怕是俱乐部老板示意的吧? 这波啊, 这波肯定是裴总运筹帷幄, 跟之前的IOI资格赛一样, 都是安排好的。 FV俱乐部的第一条微博发出来的时候, 确实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 毕竟整活就跟垃圾话一样, 想要做节目效果, 肯定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 但是, FV俱乐部坚持整了好几条之后, 很多人突然就接受了这种设定, 反而觉得还挺有意思。 因为FV俱乐部也不是支开国内队伍, 是连国外队伍也一起开了, 一视同仁给吃瓜网友们带来了很多快乐, 也冲淡了之前两支队伍输比赛的沮丧气氛。 再加上FV微博之前更新的时速条件等内容, 所有的关注度,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全都集中到了FV俱乐部的身上。 虽然没打比赛, 但FV俱乐部获得的关注度还是快速增长, 并且快速地超过了另外两家俱乐部。 与此同时, 指头公司总部附近的酒店, 赵旭明刷着手机, 阴沉着脸说道, 呸, 晦气。 这两天赵旭明一直在指头公司参观考察, 克雷迪安让指头公司的员工全程陪同, 可以说是很给面子, 待遇拉满。 今天赵旭明也去了比赛的现场, 看了那两场有国内队伍的比赛, 结果憋了一肚子火。 打得太丢人了。 如果两场比赛赢一场, 那还好说, 至少拿到了首胜。 结果两支队伍全都输了, 一支输得如同腹泻, 另一支输得如同便秘, 也很难说清楚, 到底哪一支更丢人一点。 赵旭明当然是有资格生气的, 毕竟是荣语集团掏钱安排这两支队伍, 提前来到洛杉矶训练, 结果练了这抹酒, 就练出来了个这。 钱全都花到狗肚子里去了。 不过赵旭明也莫说什么, 毕竟这, 才是第一天的比赛, 这两家俱乐部后面打好一点的话, 还是能出现的。 所以此时, 还是以安慰为主, 不宜过分苛责, 那样反而更加影响队员们的心态。 本来赵旭明的心态, 都调整得差不多了。 结果, FV俱乐部的这一套操作, 又把他心态给搞崩了。 之前赵旭明想的是, 小组赛第一天, 两支国内队伍全输, 这已经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情况也不可能再更糟糕了呀。 结果现在才发现, 自己实在是太年轻了。 FV俱乐部直接在微博和推特上高强度整活, 还跟国外的那些俱乐部互动, 直接就把国内的绝大部分热度给吸引过去了, 在国外也吸了不少粉丝。 虽然有不少人喷, 但是爱喷也是热度的一部分啊。 FV俱乐部原本就只是一家小俱乐部, 在国外毫无任何知名度。 结果这一波微博整活, 直接就把自己的咖位提到了跟Fry这种老牌欧美俱乐部一个级别, 可以说是血转。 对于赵旭明来说, 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FV俱乐部是腾达投资的俱乐部, FV的存在感越降, 赵旭明就越难受。 但是赵旭明又没石磨太好的办法, 总不能跟微博和推特说一声, 把FV俱乐部的官方账号给封了吧。 那也不像话, 只能是庄媒看见了。 就在这时, 手机上再度发出灯灯的提示音, 又是一条FV俱乐部的新微博。 赵旭明都无语了, 又来, 没完了呀。 他点开一看, 发现是腾达大家庭族谱的那条微博, 上面不仅有FV俱乐部, 还有诸如Fry等被腾达赞助的俱乐部。 这什么玩意? 启人太甚! 看到这条微博, 赵旭明更生气了。 早在看比赛的时候, 他就已经注意到了, 有不少欧美老牌俱乐部的队服上, 都有腾达或者Gog的赞助标志。 在IOI的世界总决赛的舞台上, 战队队服上面, 竟然是Gog的标志, 这也太丢人了。 这件事情, 本来就像是一根刺一样, 扎在赵旭明的心上。 这条微博一发, 又把这根刺往里, 按了按。 俱乐部怎么就变成腾达的儿子了? 这张图一发出来, 给网友们一种感觉, 好像总决赛的这些俱乐部, 都是腾达那边的, 跟指头公司莫关系。 这就等于是在起脸输出了。 早在几个月之前, 裴总就已经赞助了这些俱乐部, 现在想来, 真是太阴险了。 照现在这样打下去, 这些老牌俱乐部, 不管是比赛中的队员小窗口, 还是比赛结束后的登台采访, Gog的logo都会出镜, 这不是等于在给Gog做广告吗? 而且越往后打, 胜的强队越多, 这种情况就会越频繁地出现。 赵旭明突然意识到,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稍微脑补一下就会觉得, 那画面太美, 不敢看了。 等四强赛的时候, 说不定四肢队伍身上, 全都有Gog的标, 赛后采访, 不管哪个队伍登台都能看到, Gog, 太可怕了。 实际上相当于, IOI花了几百万刀, 办了一场盛大的世界总决赛, 结果腾达游戏只是暂住了几家俱乐部, 就蹭着IOI总决赛的热度, 起到了绝佳的宣传效果。 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越想越亏。 赵旭明考虑再三, 决定给克雷蒂安打个电话。 现在想把Gog的标去掉, 也不是没办法。 让各家俱乐部直接违约, 赔违约金就行了。 只不过, 肯定不能让各家俱乐部自己掏钱, 这个钱只能是指头公司来出。 当然, 赵旭明并不知道, 这笔赞助废具体有多少, 又要赔多少的违约金。 但两害项权取其轻, 与其被Gog蹭热度从头蹭到尾, 不如壮士断腕, 掏一笔钱, 在小组赛就把与Gog相关的所有元素都干掉。 半小时后, 赵旭明一直在等着克雷蒂安的电话, 但等了这磨酒, 也不限回音, 不由得有点担心。 克雷蒂安也非常赞同赵旭明的观点, 认为在IOI全球总决赛上, 频繁出现Gog的游戏, logo, 实在是让人非常不舒服。 所以, 克雷蒂安决定给各家俱乐部打个电话, 问一问具体的, 赞助合同是怎么签的? 如果违约的话, 要赔多少钱? 结果问的时间稍微有点久。 终于, 桌上的电话响了, 赵旭明赶忙接起来。 电话里, 克雷蒂安的声音稍微有些无奈, 刚刚问过了, 腾达一共赞助了十家俱乐部, 每家一百万刀, 如果要违约的话, 需要双倍赔偿。 这些俱乐部, 绝大多数都来了世界总决赛。 预计可能会有五支队伍进入八强赛, 两到三支队伍进入四强赛。 如果是以八强赛考虑, 违约的话要赔偿一千万刀, 如果是以四强赛考虑, 违约的话要赔偿四到六百万刀。 这笔钱, 有点太多了。 赵旭明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裴总竟然赞助了这磨多钱。 之前赵旭明也不清楚具体的数额是多少。 如果按照国内的价位标准, 每家俱乐部可能赞助个一百万就能挂个标了, 折合每刀也就十五万刀左右。 这个价位的话, 就算是掏个双倍的违约金也完全没问题, 掏得起。 万万没想到, 裴总竟然这磨大手笔, 直接砸出去了一千万刀, 赞助这些俱乐部。 每一家俱乐部都是一百万刀。 要违约的话, 这笔钱肯定不可能让各家俱乐部自己掏钱, 只能是达亚克集团出钱。 但即使是只让四强队伍违约, 也得掏个四百万刀六百万刀。 这个数额时再是太难以接受了。 克雷迪安说道, 这磨一大笔钱, 我觉得很亏, 所以, 算了。 花几百万刀, 就为了把参赛队伍上面的高的标志给去掉。 这未免也太蠢了。 赵旭明沉默片刻, 说道, 如果只考虑世界赛的话确实是这样。 之后还有联赛呢? 马上各个赛区都会有联赛。 欧美两个赛区的春季赛席位多半都会给这些老牌俱乐部, 如果现在不快点下定决心, 那未来各个联赛的春夏季赛, 恐怕也会频繁出现Gaulk游戏的标志啊。 而且, 腾达那边显然也有意利用这一点做文章, 从FV俱乐部发的那条推特就能看出来了。 各家俱乐部都变成腾达的干儿子了, 跟指头公司没关系了。 如果以后腾达继续围绕这一点做文章, 这怎么办? 只要Gaulk的logo一直印在队符上, 就是一直在打我们的脸啊。 电话那头, 克雷蒂安长久地沉默了。 确实, 世界赛人一忍倒是过去了, 之后的联赛怎么办? 欧美两个赛区的强队 基本上都被腾达赞助了, 到时候排名前列, 人气最高的几个队伍, 队符上全都是Gaulk的标, 这算是怎么回事? 就算克雷蒂安想反其道而行之, 去赞助Gaulk的队伍也没用, 那边根本就是铁桶一块, 根本插不进去。 现在就只有两种选择, 要磨忍, 装作莫看见, 等以后世界赛和各地区联赛明星队伍, 队符上全都挂着Gaulk的标, 要磨就大出血, 就算不能让全部赞助违约, 至少也得让几个明星队伍对付上不出现Gaulk的标。 克雷蒂安沉默许久, 说道, 确实,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这就上报, 抓紧开会讨论。 现在正是世界总决赛的关键时期, 让Gaulk的图标多出现一天, 都会给达亚克集团和指头公司造成一些损失, 所以这是托不得必须的抓紧时间开会讨论。 如果真要违约的话, 也得尽快, 因为早一天, 产生的影响就会小一点。 12月31日, 周六, 裴谦正在美美地睡着。 昨天她吃完了IOI全球总决赛的瓜之后, 就一直在两耳不闻窗外式地认真复习。 FV俱乐部那边按照她的叮嘱, 发了很多微博, 已经把仇恨拉满了。 今天凌晨, IOI的比赛是另外两个小组, 没有国内队伍的比赛, 所以裴谦也没关注, 反正被刺不到自己。 怎么想今天都是一个完美的周末, 应该美美地睡个懒绝。 然而, 还不到九点钟, 放在床头的手机突然震了起来。 嗡, 嗡。 裴谦睁开心松的睡眼, 有点生气, 翻了个身, 想着不去理会。 然而, 手机还是切而不舍地震动着。 裴谦也睡不着了, 非常无语地翻身坐起,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赫德胜打来的。 难道是冷面姑娘那边, 又有什么新情况? 不对啊, 已经把冷面姑娘的股份, 全都卖干净了吧? 应该跟冷面姑娘那边 没关系了才对。 那赫德胜为食魔, 给我打电话。 裴谦感到有些困惑, 接起电话。 喂? 电话那边, 赫德胜的声音很激动。 裴总, 有个好消息。 裴谦? 一听到好消息三个字, 裴谦就下意识地一哆嗦。 但是左思右想也想不出来, 到底有什么好消息。 难道是圆梦创投, 最近又投资了什么很有前途的公司? 估值突然飞涨, 卖出股份大赚一笔。 可是之前也没有任何征兆啊。 裴谦努力地让自己保持淡定, 什么好消息? 赫德胜说道, 裴总, 您还记不记得, 之前通过圆梦创投赞助的那些国外的电竞俱乐部? 裴谦的大脑, 一片空白。 赞助, 国外的电竞俱乐部? 裴谦努力回忆了一下, 总算是想起来了, 之前达亚克集团为了强行收购腾达集团手中指头公司的股份, 硬塞过来了一大笔钱, 裴谦一生气, 当月就把这些钱给花出去了。 其中有一千万刀, 赞助了国外的十家比较著名的老牌电竞俱乐部, 让他们成立Gawk分部, 然后在队服上, 印了Gawk的标, 给Gawk打广告。 虽然这个工作应该属于商洋游戏, 但毕竟树叶有专攻, 所以最终还是交给圆梦创投和贺德胜去办了。 但是在那之后, 裴谦就莫再关心过这个事情了。 毕竟钱已经花出去了, 这些队伍最多也就是在直播的时候给Gawk做一下宣传, 莫引起什么太大的波澜。 裴谦问道, 这些俱乐部怎么了? 贺德胜语气中的高兴有点压抑不住了。 裴总, 我当时以为您赞助这些俱乐部, 单纯就是为了给Gawk打个广告, 真的没想到还能有这层生意。 刚才有五家俱乐部的老板联系了我们, 说是希望跟我们终止赞助合约, 愿意按照合约中的规定, 进行双倍赔偿。 也就是赔偿我们一千万刀。 裴谦瞠目接舌, 头上飘出一串问号。 一千万刀? 赔偿我们? 这些俱乐部怕不是脑子进水了吧? 之前赔千一共才花了一千万刀赞助。 结果现在, 其中的五家俱乐部要终止合约, 又要赔一千万刀。 之前花出去的钱, 又自己回来了。 这不管怎么看, 都是腾打血赚。 因为另外五家俱乐部的赞助依旧还在生效。 而终止赞助合约的五家俱乐部之前, 也已经给Duck打过很长时间的广告了, 又不可能扣掉广告费。 就相当于这五家俱乐部白给打了广告, 还各自倒赔了一百万刀。 赔千感觉自己头有点晕, 不懂这些俱乐部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嫌自己的钱太多了? 这种操作是怎么做出来的? 赫德胜非常高兴, 继续说道, 裴总, 我简单问了一下这些俱乐部的负责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达亚克集团和指头公司受益的。 指头公司看不惯这些队伍的队服上带着Gog的logo, 考虑到世界赛盒之后的各赛区联赛影响力很大, 等于再给竞争对手Gog打广告。 所以, 果断强行终止这些俱乐部的赞助合同。 这笔钱肯定也不是各家俱乐部来出, 而是指头公司来出。 但即使如此, 各家俱乐部也很亏, 毕竟到手的一百万刀没了, 白打了半天广告, 指头公司也不会给额外的补偿。 不过, 指头公司给这些俱乐部许诺了联赛的席位, 算是一种补偿了。 毕竟其他俱乐部想拿到席位的话, 都是要掏钱买的。 总之, 裴总宁花了一千万刀赞助这些俱乐部, 不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而且还一分不差地收了回来。 这手操作实在是太完美了, 把达亚克集团和指头公司的心理算得死死的, 虽然是赞助, 但实际上却相当于投资, 而且是大赚特赚。 隔着电话, 裴千都能感受到贺德胜的眉飞色舞。 谁能想到已经花出去的钱, 还能自己长翅膀又飞回来。 裴千不由得无语凝页。 美好的一天, 从赚钱结束。 裴千今天本来是想美美地睡个懒觉, 然后去复习一下, 再吃点好吃的奖励一下自己, 安排得非常完美。 然而这无厘头从天而降的一千万刀, 把他的好心情全都给毁了。 裴千沉默许久, 问道, 这一千万刀, 再赞助回去, 能行吗? 本着谁赚钱谁花掉的原则, 既然这些钱是赞助俱乐部赚的, 当然是再赞助回去比较好。 贺德胜说道, 裴总, 您是说我们杀一个回马枪, 再继续赞助俱乐部, 继续赚。 恐怕不行。 指头公司又莫纳莫蠢, 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第二次。 之前, 咱们赞助俱乐部, 要求他们在队符上打Dog的标, 算是钻了个规则不完善的空子。 现在指头公司已经要求所有参加IoI官方赛事的俱乐部队符上不能出现其他游戏的赞助。 当然, 咱们之前赞助的那些俱乐部目前还处于灰色地带, 指头公司舍不得给他们套威约金, 这些队伍的成绩也不咋样, 所以就先这样挂着了。 但是再赞助就不行了, 这个漏洞已经被指头公司给堵上了。 之前裴迁一共赞助了10家俱乐部, 现在有5家要赔偿解约, 而另外5家则是继续赞助。 显然, 指头公司是挑了5家实力比较强, 更容易进入8强赛的俱乐部解约, 至于另外5家实在是舍不得这个钱了。 毕竟全部解约的话, 还要再来1000万刀, 哪怕是达亚克集团也会觉得无比肉疼。 裴迁很是惆怅, 往好处想, 至少另外那5家没有强制解约, 否则自己这边还得再多赚1000万刀, 压力更大了。 赫德胜说道, 裴总, 您看这笔钱怎么花? 裴迁沉默了。 是啊, 怎么花你? 眼瞅着还有一个月就要结算了, 要突击花掉1000万刀, 这不是搞人心态吗? 当然, 想要花还是有办法的, 比如投到使命与抉择项目中, 或者继续给GOG打广告, 投赞助, 又或者搞一些促销活动等等。 但是这笔钱毕竟有点多, 怎么花钱才能最快, 负面影响最小, 还需要再考虑考虑。 想到这里, 裴迁说道, 不急, 我再想想。 贺德胜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好的裴总, 挂了电话, 裴迁感到一阵惆怅, 一天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也睡不着了, 起床洗漱, 到墨鱼网咖吃早饭。 而后, 裴迁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刷网上的新闻。 这两天, 电竞和游戏圈的新闻, 基本上都被IOI的世界总决赛给刷屏了, 毕竟最近, GPL春季赛还莫正式开赛, 大型赛事就只有这一个, 再加上龙语集团的推波助澜, 所以新闻铺天盖地。 不过, 这其中除了各个战队在小组赛的战果之外, 也有很多FV俱乐部的消息, 例如, FV俱乐部微博上爆出的优渥的训练条件, 还有那些整活的微博等等。 而且, 站的版面还挺多, 热度也很高。 因为今天已经是第二个比赛日了, 国内队伍今天末比赛, 昨天的比赛也输得挺难看的, 不管是媒体还是观众都已经不想再提。 FV俱乐部作为国内的一号种子, 又整了一些好活, 非常适合作为新闻报道。 所以, 哪怕龙语集团不喜欢FV俱乐部, 各家游戏媒体还是口闲体正直, 为了更高的点击量, 而把大量的新闻版面都给到了FV俱乐部。 裴谦也莫态在意, 既然要整活拉仇恨, 那肯定会制造一定的热度。 但这些热度也不太可能转化为收益, 甚至等FV战队输比赛之后, 还会起到负面影响, 所以也没示摩好担心的。 裴谦又看了看其他板块的新闻, 突然, 一条新闻引起了她的注意。 冷面姑娘陷倒闭传闻, 梦畅澄清, 造谣。 虽然冷面姑娘和圆梦创投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但裴谦也还在关注着冷面姑娘的消息。 如果冷面姑娘爆火, 估值膨胀, 那裴谦就可以放心了, 自己跑得对, 避免了赚更多钱。 如果冷面姑娘凉了, 确定了, 这就是个烧钱也烧不出未来的垃圾项目, 那裴谦就可以考虑去抄底垃圾资产烧钱了。 裴谦赶忙点开这条新闻查看, 发现事情的起因是某媒体爆料冷面姑娘融资失败, 资金链紧张, 已经拖欠了供应商的货款, 恐怕进期内就会倒闭。 而这个爆料, 把之前关于冷面姑娘的负面新闻也全都引爆了。 其实, 自从冷面姑娘创立之初, 网络上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包括质疑她的餐品不好吃, 贵, 过度营销炒作, 名气远大于实质等等。 但之前冷面姑娘搞得风生水起, 门店火爆, 网上热度很高, 再加上口味也还过得去, 价格有补贴, 并不算特别贵。 所以, 这种声音并没有引发很多的反响。 但现在, 冷面姑娘在网上的营销热潮已经逐渐退去了。 再加上这条爆料, 冷面姑娘之前负面的声音自然都被挖了出来。 这条爆料并没有太多的实锤, 只是转了条聊天记录, 是所谓业内人士的对话内容。 众所周知, 聊天记录不算实锤, 但总比墨图好点。 而这个消息, 也激发了很多人的讨论欲。 还有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分析冷面姑娘的商业模式, 公然唱衰。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冷面姑娘所谓的互联网思维, 无非是装模作样。 而文章结尾的一段话, 堪称杀人诛心。 必须承认, 梦唱具有极将的跨界思维, 极高的智商, 顶级的执行力, 超一流的口才, 从任何角度来看, 他似乎都是一个完美的创业者。 然而, 常识告诉我们, 无论在任何时代, 谁都不比谁傻多少, 再聪明的天才, 也只能骗消费者一时, 而不能骗消费者一世。 更何况, 天才上面, 还有更聪明的天才, 也许在其他的天才, 例如裴总眼中, 梦唱的思维, 就像是白纸一样简单。 梦唱一直在强调互联网思维, 强调顺应时代潮流。 然而, 他就像是坐在汽车副驾驶上的孩子, 摆出一副开车的姿势, 以为自己掌控着汽车的方向, 并以驾驶员的身份, 向乘客收钱。 但其实, 无论汽车还是道路, 都不在他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篇文章, 堪称一次完美的补刀。 爆出来的聊天记录, 没实摩真实性, 冷面姑娘完全可以说这是竞争对手的抹黑。 然而, 这篇文章却写得自自诛心, 尤其是再度点出了冷面姑娘的几个致命问题。 而最要命的是这一句, 也许在其他天才, 例如裴总眼中, 梦唱的思维, 就像是白纸一样简单。 这显然是在民事之前, 裴总两次抛售冷面姑娘股份的事情。 众所周知, 裴总投资的成功率极高, 裴总连续两次抛售股份。 这肯定是因为, 在裴总看来, 冷面姑娘的模式, 有巨大的问题。 所以, 这一生甚嚣尘尘上。 而冷面姑娘这边, 也第一时间辟谣, 说目前公司的资金链健康, 融资顺利, 日常运作完全没有问题, 请大家不要信谣传谣。 但是, 关于冷面姑娘商业模式的争论, 已经再一次展开了。 许多转载了这条消息的新闻网站上, 以及各大论坛中, 都有网友在激烈讨论。 有人觉得冷面姑娘本来就是吹起来的, 倒闭也不奇怪。 有人觉得, 冷面姑娘情况一片大好, 这是媒体哗众取宠, 片点几量的。 还有人觉得, 梦唱这么喜欢营销, 这多半是一次自黑, 跟媒体一起合作吵热度的。 总之, 众说纷纭, 但对于冷面姑娘的质疑, 也确实越来越多了。 看着网络上的这些论调, 裴谦是又无语, 又矛盾。 显然很多人都知道了, 圆梦创投抛售冷面姑娘股份的事情, 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冷面姑娘不被裴总看好, 迟早要凉。 然而, 裴谦自己很清楚, 自己是为什么要抛售股份的。 矛盾之处在于, 冷面姑娘到底是能行还是不能行啊? 看现在爆出来的消息, 似乎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如果裴谦现在出手, 万一直接把她救活了怎么办? 这就很纠结。 裴谦考虑许久, 决定还是以不变因万变, 说什么都不能再上当了。 这次一定要等冷面姑娘彻底不行了, 完全没有任何拯救, 可能了之后再出手, 绝对不能再扭亏为盈。 与此同时, 复挥资本。 李时和薛哲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表情茫然。 薛哲斌试探着说道, 李总, 你对于裴总的判断, 似乎出现了一些偏差。 裴总要是跑了, 我们怎么办啊? 李时默默地喝了口茶水, 没有回话。 在李时和薛哲斌 投给冷面姑娘八百万之后, 裴总立刻把之前花二百万买的冷面姑娘股份全部卖出, 再一次跟冷面姑娘完全划清界限。 结果, 此举立刻就产生了连锁反应, 投资人们对冷面姑娘的模式更不看好了。 按照孟畅的计划, 拿到李总的这笔, 投资之后会最后努把力, 炒热度, 把冷面姑娘的估值推高, 去跟更多的投资方谈。 结果裴总这一稿, 相当于是釜底抽薪, 直接就把孟畅的后路给断了。 孟畅拉不到投资, 冷面姑娘还在继续烧钱, 这八百万看似不少, 实际上却坚持不了太久, 冷面姑娘的资金链已经十分赤紧。 网上爆出冷面姑娘要倒闭的事情, 虽然有点言过其实是一种夸大的说法, 但也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投资人们已经普遍不看好这个项目, 难免会有风声流出来。 无良媒体添油加醋一番之后, 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显然, 冷面姑娘已经到了生死危机的关头, 大部分倒闭的公司, 资金链出现问题也都很突然, 搞不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直接暴毙。 这就显得李氏和薛哲斌两个人的投资非常蠢了。 当然, 其他的投资人那边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冷面姑娘的股份, 李氏并不是最大的冤大头。 现在大家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心态中, 想卖, 但如果大家都卖的话, 冷面姑娘的估值瞬间就会崩盘, 那大家手里的股份就全都不值钱了, 一个都别想跑。 可如果有人卖有人不卖的话, 先卖的人能脱身, 后卖的人就要被套牢了。 薛哲斌全程都是跟着李氏, 结果眼瞅着李氏又是实地考察, 又是反复分析, 他学得非常认真, 结果最后似乎还是投失败了, 这颇有一种反面教材的意思。 李氏干咳两声, 缓解了一下场面上的尴尬。 不要慌, 冷面姑娘的事情虽然迎来了转折, 但显然还莫晚。 理由就是裴总的操作。 裴总先是投了二百万, 又立刻卖掉, 别人可能会解读为这是裴总看出了冷面姑娘的问题, 及时抽身, 但我不怎么认为。 如果裴总认为冷面姑娘有问题, 那么一开始肯定早就看出来了, 否则也不会卖掉全部股份。 卖掉之后, 又投资二百万。 是为什么? 裴总这么闲, 耍着梦唱完? 绝对不可能。 显然, 这二百万的操作, 另有深意。 在我看来, 裴总有可能是故意传递一个信号, 等着冷面姑娘的估值崩塌。 而裴总此举, 肯定不是单纯为了教训梦场。 我之前说过, 裴总在商业上, 是只讲利益, 不讲感情的。 就算裴总讨厌梦唱, 略施成见, 这也只可能是第二目的。 第一目的, 绝对是为了通过冷面姑娘赚钱。 最早裴总卖出冷面姑娘的股份, 已经赚了一笔钱。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的话, 后面的这二百万, 就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我判断, 裴总之后, 肯定还会有所动作。 我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以低价收购一些冷面姑娘的股份。 这次, 我要预判裴总的计划, 走在裴总的前面。 2012年, 1月1日, 元旦, 国内时间早上8点, 洛杉矶时间2011年12月31日, 下午4点。 裴谦照常起床, 对于元旦这个节日并,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也没有熬夜到零点跨年的习惯。 今年是2012年, 这个特殊的年份, 所以在网上关于这个年份的讨论, 也层出不穷。 早在09年的时候, 就上映了一部名为 《2012的全球灾难》电影。 而马亚人的预言, 也早已传得广为人知。 不过裴谦很清楚, 2012年,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事情。 所谓的12月21日世界末日, 只是无稽之谈, 除此之外的奥运会, 米国总统大选之类的, 其实跟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 裴谦完全没心情去关心那些, 关于2012这个特殊年份的讨论, 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上。 考试周还得继续复习, 而IOI全球总决赛的两支国内队伍的小组赛结果, 也已经出来了。 一支淘汰, 一支坚持到同分加赛, 但熬战之后还是不敌, 最终失去了八强赛的资格。 而就在刚才, 第二支队伍的比赛才刚刚结束, 整个直播间里都充斥着各种谩骂之声, 说是国内IOI的末日也不为过。 其实这些玩家们骂声一片, 也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时差的问题, 能坚持看到现在的观众, 大部分都是凌晨三点爬起来的, 结果辛辛苦苦修宪了好几个小时, 就看了这磨一个结果, 换谁都很难接受。 今天的比赛, 可以说是重现了小组赛第一天的情况。 一支队伍输得如同腹泻, 另一支队伍输得如同便秘。 前面那支还好, 至少是干脆利落的, 被淘汰掉了, 最后结果是, 一杠三出局, 还好莫被剃光头, 保留了最后一丝颜面。 而后面, 这支就比较尴尬了, 坚持到了加赛生死战, 赢了就能晋级, 比赛中双方互有胜负, 看起来有很大机会, 结果最后还是差那一哆嗦。 失之毫离, 没有以千里。 到底是毫无任何希望, 比较让观众生气呢? 还是给了观众很大希望, 最后却有无情剥夺, 更让观众生气呢? 还真不好说。 但毫无疑问, 观众们的怒火, 肯定是要有一个发泄口的。 这两家俱乐部, 在被淘汰的第一时间, 就发了微博, 向玩家道歉,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愤怒的玩家们, 直接就把微博热评全都攻占了, 而且, 已经有人为他们规划好了游回来的路线。 裴谦庞福看到了, FV俱乐部八强赛, 被3比0之后, 网上的盛况了。 这两家俱乐部虽然输了, 但他们不是一号种子, 不代表国内IOI的最高水平。 所以, 挨骂归挨骂, 多半也就只挨骂一周。 等下周末, FV俱乐部的八强赛开打, 一号种子被3比0之后, 观众们的怒火绝对会全都集中到FV俱乐部, 到时候, 必然比现在, 喷得要厉害十倍。 陪签都有点小期待了。 就在这时, FV俱乐部发了一条微博, 吴岳并没有忘记陪总的要求, 时刻都在整活。 这次的新微博内容是, 我和我的队友们, 然后微博配图是一个人出门, 左手右手各提着一个黑色的大垃圾袋子, 走向远处的垃圾桶。 这个人头上是FV俱乐部的logo, 而两个大垃圾袋子则是另外两家俱乐部的logo。 陪签看到这条微博, 不由地竖起了大拇指。 干得漂亮。 这吴岳还, 真是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了。 这仇恨, 喷得杠杠的。 国内的两家俱乐部, 才刚刚淘汰不到十分钟。 熬夜看比赛的观众们, 正是愤怒无从发泄的时候, FV俱乐部这条微博一发, 简直就是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宣泄的绝佳场所。 果然, 这条微博下方的评论术肉眼可见的快速增长。 好活, 那两个队就是垃圾, 简直是说出了我的心声。 喷得好, 建议加大力度。 FV你们一定得好好训练, 八强赛打满五场就不喷你们了。 还搁这整活呢? 版本强势英雄练了吗? 命力武器准备了吗? 队员们心理状态关注了吗? 就你们一根毒苗了。 你们再被三比零, 那就全完了。 能不能努努力, 赢一个小场。 落井下石有一手的, 兄弟队伍被淘汰看把你们给了的, 话放在这了。 不管抽到, 那支外国队伍都是被三比零的命。 你现在跳得越高, 以后被喷得越狠。 等着吧。 正反两拨人, 在FV俱乐部的这条微博下面, 群摸乱舞, 站成一团。 对另外两家俱乐部怒气不争的粉丝们, 都觉得, FV俱乐部喷得好, 找到了情绪宣泄的出口。 另外两家俱乐部的, 粉丝则是玻璃心碎了一地, 对FV俱乐部的仇恨值, 再度爆表。 有人希望FV赢, 有人希望FV输, 立场不同的玩家, 全都被吸引了过来, 这条微博再度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 裴谦对此表示很满意, 捧得越高, 摔得越惨, 现在流量蹭得越多, 未来输了比赛流量反噬也就越严重。 想到这里, 裴谦给吴越发了一条信息, 心火整得不错, 加大力度。 与此同时, 洛杉矶, IOI全球总决赛现场, 赵旭明在台下刷着手机, 气得直哼哼。 这个FV俱乐部是不是疯了? 他们就不想想, 万一自己输了比赛, 被3比0, 那场面的有多难看, 一点都不给自己留后路。 成口舌之快, 结果闹得所有人脸上都挂不住, 是不是有病啊? 赵旭明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此时全部的小组赛 都已经结束, 各个小组的第一名出现, 四个小组第一和四只一号种子重新抽签, 决定八强赛程。 对于赵旭明来说, 现在的场面简直是双重打击。 他理想中的剧本是, 至少有一支国内队伍, 杀出小组赛, 抽签运气好, 可以碰一下, FV俱乐部, 国内队伍保一个四强, 这样面子上, 相对过得去一点。 结果打小组赛的两支队伍, 全都被淘汰了。 FV俱乐部这个软世子, 自然也要便宜别人了。 至于维师摩, 说FV是软世子,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龙宇集团队, FV俱乐部完全是放养状态, 他们既没有打高端rank, 也没有跟任何的欧美队伍约训练赛, 打法还停留在上个版本, 这不是白给吗? 就算一直在跟Sug练又如何, Sug也是菜鸡一个呀, 只能是越练越菜。 到时候, FV也被干净利落第三比零, 那场面就太难看了。 而更让赵旭明和指头公司 备受打击的是, 除了国内队伍的小组之外, 有暴冷的情况。 另外两个小组打得也很激烈, 而且都打到了生死局, 观众们看得非常过瘾, 网上的讨论度也很高, 总之, 一切都很美好。 唯一不美好的事, 暴冷了。 之前被指头公司安排强制解约的一家老牌俱乐部, 竟然被淘汰掉了。 而另外一家, 大家都不看好, 没有安排强制解约的队伍, 进入了八强。 结果赵旭明子细一说, 八支队伍里面, 竟然还有一支队伍对付上有GOG的标。 FV俱乐部的对付上, 倒是没有GOG的标, 但问题在于, 现在是个人都知道, 这是裴总投资的俱乐部, 有标目标都一样。 这就很让人郁闷了。 零和一的区别, 就是无和有的区别。 要说这事也算不上很严重, 但就是让人很淡疼。 所以, 赵旭明看着八强赛抽签, 越看越窝火。 在这磨个节骨眼上, FV俱乐部又连着整了好几个好活, 把两支国内队伍, 八强赛所有的国外队伍, 全都嘲讽了一个遍, 突出一个火力全开。 赵旭明更生气了。 关键是嘲讽国内队伍, 让赵旭明觉得自己的面子, 非常挂不住。 对于官方来说, 虽然队伍失利, 但肯定不能下场去踩, 这会影响官方, 整个赛区, 甚至这款游戏, 在玩家心目中的形象。 打得再拆, 官方也得是以惋惜, 鼓励为主, 面子上要过得去。 所以, 龙宇集团官方, 在发布新闻稿时, 主要的内容肯定是, 两支队伍经过了刻苦的训练, 在比赛中, 也做出许多尝试和改变, 但因为版本理解, 基础薄弱等客观原因, 未能取得良好的成绩, 希望调整状态, 再接再厉, 也希望玩家们多一些支持和鼓励, 等等。 但是, FV俱乐部跳出来嘲讽, 就有点跟官方对着干的意思了, 场面上很不好看。 更何况, 这两支队伍, 是赵旭明拿龙宇集团的钱 带到洛杉矶提前训练的, 花了钱却莫成果。 赵旭明在龙宇集团高层那边, 也不太好交代。 怎么想都觉得, 血亏。 赵旭明不由得眉头紧皱, 认真思考自己,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把这种不利的局势扭转过来。 突然, 他抬头看到大屏幕上的抽签结果, 眼前一亮。 有了, 抽签的规则是, 四个一号种子, 抽四个小组第一, 抽到谁算谁, 没有同赛区规避之类的规则。 而FV俱乐部, 恰恰抽到了虐杀国内队伍的那家欧洲俱乐部。 而老牌强队Fry俱乐部, 则是抽到了辛苦奥战之后, 在生死局战胜另一家国内队伍的米国俱乐部。 按照目前的实力推断, 这两场八强赛都会是一边倒的碾压, 观赏性会比较差。 但对于赵旭明来说, 这个分组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操控舆论的宝贵奇迹。 赵旭明的助理就坐在他旁边, 也在关注着网络上的反馈。 不同的是, 赵旭明主要关注国内, 而助理主要关注推特上国外玩家的评论。 赵总, FV俱乐部的那张图在推特上也传风了, 已经有不少人在刷Neo-i-nope之类的词, 而且, 还有拿着那张图在创作的, 嘲讽的对象已经上升到所有的国内IOI站队了。 我们该怎么做? 赵旭明从助理手上接过手机。 FV俱乐部的那张我和我的队友们的图片, 同时发了微博和推特, 同时都收获了很高的热度。 但国内外玩家的反馈却各不相同, 国内的玩家分成两派, 一部分喷两家俱乐部, 一部分喷FV。 而国外的玩家的态度则比较统一, 都是在嘲讽。 在这条推特下方, 有不少外国玩家都在刷Neo-i-nope, 意思是国内的IOI水平太垃圾了, 简直就是菜鸟水平。 而顶得最高的一张图, 是对之前那张图的二次创作, 原图是一个男人拎着两大袋子垃圾走向垃圾桶。 而这张图, 是男人倒栽葱一样扎进了垃圾桶里, 而两大袋子垃圾扔在了一边。 意思很明确, FV俱乐部你就别整活嘲笑其他的俱乐部了, 你自己也是垃圾。 出现这种舆论也很正常, 毕竟从小组赛的结果来看, 国内两支队伍被淘汰, 仅剩一号种子保送八强瑟瑟发抖。 而欧美两个赛区的队伍成功小组出现, 和一号种子会十八强, 对仅剩的FV呈现出包夹之势。 大部分外国人都是那种, 我赢了你就要骑在你脸上嘲讽的性格,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已经是胜券在我, 出现类似的言论也是不足为奇。 赵旭明沉默片刻,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哎, 能有什么办法? 电子竞技还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人家的队伍赢了, 嘲讽我们也莫脾气。 我们一开始就抓到一手烂牌, 怎么打都赢不了, 这也没办法。 但我们还是得努力打好手里的牌, 尽可能少输一点。 助理点点头, 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 赵旭明考虑片刻, 说道, 热度, 流量, 话语权。 现在, 被咱们给予厚望的两支国内队伍被淘汰, FV俱乐部也不能指望, 所以想靠着成绩正向炒作, 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 FV俱乐部拿到好成绩, 对咱们来说, 反而不是好消息, 当然, 这种概率本来就很低。 助理点了点头, 立刻明白了赵旭明的话。 大家都知道, FV俱乐部是裴总的俱乐部, 现在两支国内队伍已经在小组赛淘汰, 那么接下来如果, FV俱乐部赢下八强赛, 就会被玩家们认为是裴总的成功, 而不是龙宇集团的成功。 而如果, FV俱乐部输了, 虽然龙宇集团还是首当其冲的被骂, 但至少, 不会再给裴总制造热度。 赵旭明的想法是, 暂时不考虑挨骂不挨骂的问题, 想办法把热度集中到IOI国服和龙宇集团上面来。 赵旭明解释道, 下周, GPL的春季赛就要开赛了,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 因为下周正好, 也是八强赛开打的日子。 FV俱乐部大概率也要在当天被3比0暴打。 现在对我们最不利的地方在于, 国内队伍在IOI世界总决赛上的失败, 汇集大的浇灭IOI国服玩家的热情, 打击他们对本赛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肯定有不少人会因此转而去看GPL, 转而去玩Gawk。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 我们必须为与筹谋, 想办法保住这批玩家。 我们要大肆宣扬, IOI在国外玩的人多, 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游戏。 而Gawk虽然办得不错, 却只有国内的玩家在玩, 到了国外根本没石磨知名度。 而且, 我们还能拿出很多证据佐证。 比如, IOI的全球总决赛, 是在洛杉矶二万人的大型场馆举办的, 而Gawk只是在荆州的演播厅办的。 又比如, IOI全球总决赛的国内队伍惨败淘汰, 而Gawk的国内队伍包揽前三, 这说民国外玩IOI的玩家多, 竞技水平高于Gawk。 要想和世界接轨, 体验竞技性最强的游戏, 还是得看IOI。 这样一来, 很多玩家就会觉得, Gawk玩家是一种坐井关天的状态, Gawk全球邀请赛, 能包揽前三仅仅是因为外国人不玩, 而IOI才是世界上受到关注度最高的游戏, 玩这个就应该有优越感。 虽然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但应该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两边网友撕逼也是一种热度, 总比无人问津要好。 想要跟GPL春季赛揭幕战抢流量, 也只能这么办了, 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助力不由的一条大拇指, 赵总宁在这种极端被动的情况下, 还能想出这种办法, 真是太厉害了。 赵旭明的这招, 实际上是在颠倒黑白。 已经有无数人在网上科普过, Gawk目前在海外的市场占有率并不低, 在PC领域跟IOI 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的状态, 在手游领域更是一只独秀。 但很多人还是会有一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错觉。 在很多人心目中, 国外的就是好的, 国内的就是山寨的, 既然IOI是国外游戏, 那么一定比Gawk要更高大上一些。 所以, 虽然Gawk的本土化程度更高, 画风更符合国人审美, 玩法也更适合大多数普通玩家, 却也依旧会有人觉得不如IOI这个外来的和尚。 这种观念其实一直存在, 赵旭明要做的就是通过在网上散播消息, 强化这种固有的刻板印象, 刻意地赢造出一种IOI玩家 比Gawk玩家更加高贵的感觉。 这样一来, IOI的队伍出国被吊打, Gawk吊打国内队伍这件事情, 兴致就全变了。 前者是因为, IOI是国际赛事, 国内水平确实不行, 是一种挑战者的姿态, 输了也很正常。 而后者是因为, Gawk是国内俱乐部在自娱自乐, 越了外国队伍, 也不能说明问题。 瞬间就反客为主, 扭转了对自己不利的舆论形式。 当然, 这种论调中存在着对视时的歪曲。 但商业竞争, 类似的话术是很常见的, 谁都是挑对自己有利的地方说, 这无可厚非。 助理立刻按照赵旭明说的去安排。 1月2日, 周一, 自习室里, 裴谦正在复习。 虽然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复习, 比如摸鱼网咖, 自己家里, 公司办公室等等, 但全都试了一遍之后发现, 还是自习室里复习的效率最高。 不得不说, 有时候想要集中精神做某件事情, 环境很重要, 光靠自制力, 还是有点不够的。 这周就要正式进入考试周了, 尤其是碧卷考试的那基门课, 裴谦感觉压力山大, 只能抓紧时间, 临阵磨枪。 磨到一半, 裴谦习惯性地拿过手机, 逛了逛论坛。 本来只是下意识的行为, 却没想到, 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各大论坛中, 对于IOI世界赛惨败的骂声, 仍旧是不绝于耳, 一整天过去了, 仍旧没有任何要消停的迹象, 足以说明玩家们对此有多愤怒。 但让裴谦感到惊喜的是, 舆论的风向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从论坛中的一些热帖的标题, 就能清楚地看出来。 在一篇名为 国内电竞起步晚, 底子薄, 还要继续努力的帖子中, 楼主非常详细地阐述了 这次IOI世界赛失利的一些客观原因。 比如, 各大俱乐部的IOI分布 基本上都遭受了GAUK的冲击, 人员发生了更替, 同时因为缺少训练赛, 许多选手的状态难以保持, 等等。 类似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想找总能找出很多。 但这并不是重点。 在帖子中, 有人对帖子的观点提出了反驳, 怎么IOI就代表国内电竞了? GAUK全球邀请赛才刚过去末几个月, 不是才刚刚吊打了外国队吗? 为什么GAUK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结果这个回复正中楼主的下怀。 一个只有国人在玩, 在世界上知名度很低的游戏, 讨论成绩有意义吗? 目前国外都在玩IOI, 国外俱乐部也是以IOI为主, GAUK有统治力又能说明什么呢? 下面立刻有人反驳, 说那些国外的老牌俱乐部也都有GAUK分部, 都参加了GAUK全球邀请赛, 只是打不过而已, 否则奖金那么多, 他们为神魔不来拿呢? 但是, 楼主依旧有说辞, 这些老牌俱乐部成立GAUK分部, 只是因为腾打给他们色钱了而已, 据说给了高额赞助费, 人家看在钱的份上陪你玩玩, 说白了, GAUK办的这个邀请赛, 就是掏钱请国外队伍当沙包打, 满足国人的虚荣心而已, 不会真以为这, 就是国内外队伍的真实经济水平吧? 双方各执一词, 吵成一团。 显然楼主的论调队, 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还是有一定欺骗性的, 再加上水军的推波助澜, 双方的争论非常激烈。 也有不少GAUK的玩家们, 非常费心费力的科普, 告诉大家, GAUK在国外的市场占有率也很高, 跟IOI差不了多少, 但收效甚微。 因为IOI的死中玩家和水军, 根本就不是来理性讨论的, 不管GAUK的玩家们反驳什么, 他们就只是, 一个禁地刷, 自娱自乐, 花钱找杨大爷陪读等论调。 反复强调, 会加重刻板印象, 在网上撕逼, 真相是不重要的, 大部分人只要重负, 强调一个固定的标签, 哪怕这个标签很低级, 很无脑, 但只要强调的多了, 总会有人会记住。 网上所谓的讨论, 很多时候跟泼妇骂街是一样的, 比的不是道理, 而是看水嗓门大。 显然这群人深谙在网上撕逼的准则, 用极少的人树达到了绝佳的效果。 很多GAUK玩家因此非常气愤, 但裴谦法觉得很高兴。 可以, 看起来龙宇集团不是吃干饭的, 终于起作用了。 之前IOI国内资格赛的时候, 龙宇集团表现实在太差了, 裴谦只是去现场看了个比赛, 什么都没做, 龙宇集团就不战自愧, 实在让裴谦太过失望。 但现在, 龙宇集团终于开始挣扎了。 裴谦表示很欣慰, 并且, 希望可以加大力度。 只要你们持续不懈地黑, 等这个周末的时候, FV战队在八强赛中被虐, GPL开赛再来水军多刷一刷, 自娱自乐之类的言论, 肯定能影响GPL春季赛的热度。 吃完了IOI世界赛的瓜之后, 裴谦把手机放到一边, 暂时不再去关注了。 今天才周一, FV俱乐部的八强赛要周六才打。 这段时间多半是龙宇集团水军 和网友们的口水战。 也没什么好关注的。 FV俱乐部那边还是会继续整活, 队员们的日常训练也不受影响。 然而, 裴谦才刚看了几页笔记, 手机又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梁清帆打来的。 裴谦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这应该是树栏公寓2.0模式的 那栋楼的装修和家电等布置, 全都完成了, 可以正式对外招租了。 之前梁清帆说, 家具家电这些配套设施入场 大约在12月底, 1月初就可以正式入住。 算了一下,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裴谦对树栏公寓2.0模式 还是比较关注的, 立刻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梁清帆的声音, 裴总, 新的树栏公寓楼 已经全部完成了, 今天刚刚开放, 就已经租出去了一大部分, 跟您汇报一声。 那个, 您要不要过来稍微看看? 裴谦想了想, 好, 我过会儿就到。 别的项目可以暂时搁置, 但树栏公寓还是要看的。 毕竟这算是给年轻人提供的福利住宿, 裴谦很关心树栏公寓提供的居住质量到底如何。 如果质量出现问题, 那就变成了好心办坏事, 绝对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更何旷树栏公寓, 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赔钱项目, 得多关注一下, 万一出现盈利点呢? 必须早发现, 早治疗。 裴谦默默叹了口气, 把笔记放到一边, 准备坐车前往树栏公寓。 只能是回来之后, 再继续复习了。 与此同时, 洛杉矶, FV俱乐部的队员们, 还在网吧中训练, SARC俱乐部在给他们陪练。 数据分析团队, 则是在认真讨论小组赛中出现的新打法, 新套路, 总结出这些打法的针对方式, 用作战术储备。 吴越和陆经理, 不会插手数据分析的事情, 在二楼的角落闲聊。 小组赛被淘汰的队伍, 应该都是订的明天的机票吧? 我们在整个新活, 欢送一下。 吴越刚开始还觉得都是兄弟队伍, 这样嘲讽会不会有些太过分了, 但是习惯了这种设定之后, 越整越上头了。 大概这也算是一种破窗效应, 越来越放得开了。 而且, 现在大家都已经接受了 FV俱乐部这种整活的设定, 喷子越来越少了。 陆经理一边在电脑上搜集素材, 一边说道, 吴总,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裴总给我们的食素费用预算, 是一直到决赛以后, 这是不是表示裴总对我们给予厚望, 觉得我们一定能拿下这个冠军。 吴越点点头, 嗯, 我也注意到了, 所以, 我们才更不能辜负裴总的期望啊。 之前吴越一直不敢想冠军的事情, 毕竟世界赛卧虎藏龙, 是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 谁敢想得那么远。 但看完了整个小组赛, 吴越突然密之自信了起来。 因为数据团队分析之后发现, 小组赛的那些国外的强队也就不过如此, 用的战术很好破解, FV俱乐部真遇上了, 拿下的把握还是蛮大的。 看着正在认真训练的队员们, 吴越突然有感而发, 对陆经理说道, 我突然意识到, 裴总之所以做出这种安排, 一方面是对我们的信任, 另一方面也是后勤的胜利。 世界赛版本变化很大, 所有的队伍都在快速成长之中, 谁进步得更快, 谁就更有希望取得好成绩, 也就是所谓的抢先摸透版本答案。 FV俱乐部的吃、 助、 数据分析等各方面的后勤团队, 都远优于其他的俱乐部,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而且, 我突然意识到了, FV俱乐部在淘汰赛阶段, 还有额外的优势。 陆经理愣了一下, 额外的优势。 吴俱乐点点头, 是的, 淘汰赛是分成三周来打的, 时间跨度很长, 从八强到四强, 再到决赛, 留在洛杉矶的队伍会越来越少。 其他的队伍都是互相约着打训练赛的, 但是越往后, 能配合打训练赛的队伍就越少, 一些队伍回家了, 另一些队伍可能就是自己接下来的对手, 打起来很可能会暴露战术。 所以到了半决赛, 决赛, 这些队伍就只能打rank来维持手感, 很难约到什么高水平的训练赛。 但是, FV俱乐部就不一样了, 我们有二队和Sog两支队伍做陪练, 不管打到哪个阶段, 日常训练都不会受影响。 所以, 越到淘汰赛后面, FV俱乐部就越有优势。 陆经理露出恍然的表情, 哦, 裴总的人员安排, 竟然还有这种深意。 怪不得指名点性地让我们带上Sog俱乐部呢。 吴越说道,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松险, 裴总给我们创造了这魔好的训练条件, 这要是拿不到好成绩, 我们就只能游回去了。 争取杀入决赛, 才能安心地做裴总提供的商务仓风风光光地回去。 荆州市光明区, 京抵华亭小区, 树揽公寓2.0模式所在地。 梁青帆已经提前在楼下等着了, 接到裴总之后, 两个人一起来到一层, 也就是管家的办公室。 裴谦注意到, 陆陆续续地有年轻人上门, 树揽公寓的工作人员们负责一一接待, 带着他们坐电梯上楼, 大概是去餐馆样板间了。 一层的办公室里, 一个戴着眼镜, 脸方方地稍显微胖的中年男人, 站起身来, 裴总。 您好。 幸会幸会。 梁青帆介绍道, 裴总, 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品牌, 方兰居的老板, 袁博, 袁总。 裴谦跟袁博握了握手, 你好你好。 对于方兰居这个品牌, 裴谦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按照梁青帆的说法, 方兰居是一个设计师品牌, 品质不错, 无污染, 溢价高, 卖得贵, 非常符合裴谦的要求。 树兰公寓里的沙发, 就是用了方兰居设计的沙发, 售价高达三万, 这个价格, 裴谦相当满意。 不过握手之后, 裴谦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方兰居的老板, 跑来干吗? 只见袁博的表情非常激动。 裴总, 我是专程来道谢的。 树兰公寓2.0模式, 在网上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宣传片引发热烈反响, 有很多人实地上门来看样板间, 我们的家具也因此, 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展示机会。 我们的沙发, 衣柜, 茶几, 电视柜等等, 因为独特的设计和造型受到网友们的喜爱, 网店上的订单卖疯了。 这宣传效果, 简直比我们花大比广告费, 还要好使得多。 如果没有跟树兰公寓合作的话, 方兰居肯定不会获得这么高的知名度, 也不会拥有这么多订单。 所以我特地来一趟荆州, 当面向裴总宁表示感谢。 裴谦恍然, 微微点头。 原来如此, 是树兰公寓的宣传片, 客观上宣传了方兰居的家居。 所以, 这位原总才这么高兴。 还好, 方兰居赚钱, 关我腾达集团食模式。 只要不是树兰公寓赚钱, 那就一切好说, 跟我没关系。 然而, 裴谦刚松了一口气, 就听原博说道, 当然, 我们也深知, 方兰居和树兰公寓是合作品牌, 互利共赢才是最重要的, 为表示长久合作的诚意。 我们决定额外拿出净利润的两成, 作为树兰公寓的广告费。 未来我们卖的家具越多, 分到树兰公寓的钱也就越多。 希望我们两个品牌能够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原博的眼神中洋溢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而裴谦的笑容则是慢慢地僵在了脸上。 裴谦万万没想到, 只是到树兰公寓来随便看一眼, 竟然也会遇到辈子。 利润, 你自己留着不好吗? 干嘛要主动分两成利润给我? 这不就搞成了双输了吗? 裴谦非常无语, 刚想推辞, 外面又传来一阵脚步声。 咦? 梁总, 袁总, 你们都在啊? 外面进来一个看起来三十岁出头的小哥, 身后跟着几个人, 年纪各异, 有一对不到三十岁的小夫妻, 还有两对看起来五六十岁的中年夫妇, 应该是小两口和各自的父母。 梁青帆微笑说道, 小张早啊, 上午就有人看房子。 小张点点头, 对啊, 这不还是托您的福吗? 树兰公寓可是给我们楼盘做了宣传了, 我这几天有十几个预约。 而且, 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不少顾客在一个劲地打电话呢。 那我先上去了啊, 回见。 小张简单地跟梁青帆含寻了几句之后, 带着这对年轻的小夫妻和他们的父母上楼了。 梁青帆解释道, 裴总, 刚才那位是金底华亭的置业顾问小张。 之前这房子因为价格偏高, 一直卖得不是很好。 我们树兰公寓一入住, 给金底华亭这个小区 带来了很高的热度。 现在有不少刚成家的小年轻都愿意来看看, 买一套按照我们树兰公寓的样子进行装修。 目前这个小区的开发商高层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正在考虑跟我们开展长期的商业合作。 还有另外的两家开发商也都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希望树兰公寓可以入住。 这说明, 树兰公寓的样板间受到了广泛欢迎, 这一块的市场非常广泛, 大有可为。 裴千愣住了, 这小区原本的样板间呢? 梁青帆笑了笑, 这小区原本的样板间啊, 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它的作用就在于, 维树兰公寓的样板间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 这一对比, 高下立盘。 小张带着这对小夫妻先到了三楼开发商自己的样板间, 又到了四楼树兰公寓的样板间。 结果刚进到四楼的样板间, 这对小夫妻的脸上就露出了无比惊喜的表情。 女生两眼放光, 哇, 这简直就是Dream House啊。 跟网上树揽公寓2.0的宣传片一模一样。 我超喜欢这个沙发。 他静止到方兰居的那款真皮电动沙发上坐下, 舒舒服服地躺倒, 享受一下。 小张也是毫不含糊, 立刻开始介绍这房间里的各种家居家店和整体布局。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 都放在了介绍方兰居的家具和梁青帆的设计上面。 本来就有真材实料的东西, 被小张这么一吹, 更是显得天花乱坠。 作为之夜顾问, 小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介绍的。 在树揽公寓入住以前, 他都是领着顾客到三楼的那个样板间, 吹还是一样的吹, 但不管怎么吹, 似乎多么内微。 因为开发商的样板间, 本来就是按照中年人的审美打造的。 年轻人肯定不喜欢这个风格。 中年人也只是觉得, 这个风格还不错, 不是扣分项, 但也不至于加分。 而且, 精打细算的中年人更在异性价比, 这房子的均价比周边要贵一些, 这足以成为pass掉的理由。 但是在树揽公寓入住之后, 事情发生了变化。 小张带着顾客先看三楼开发商自己的样板间, 再看四楼树揽公寓的样板间。 结果发现, 大家对三楼的样板间依旧是反响平平, 可年轻人们对于四楼的样板间却是反应极其热烈。 今天这对小夫妻就是这样。 女生非常喜欢样板间合理的布局和有品质感的家居, 而男生则是对大电视、游戏机和舒服的电动沙发爱不释手。 因为树揽公寓的整体布置完全是按照年轻人的喜好来的, 所以在年轻人眼中堪称是一步到位的选择, 简直是秒了之前那个样板间十条件。 小张作为置业顾问自然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跟梁清帆和袁博要了个重细节资料之后, 把介绍的重点全都放在了这个样板间上。 虽然这一整栋楼都被树揽公寓买下来了, 但整个京帝华亭小区又不是只有这一栋楼, 其他的楼盘还在继续卖呢。 这些楼盘的户型都一样, 小区可以直接跟树揽公寓合作, 把那套全屋定制的设计直接拿过来就能用。 就算顾客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也没关系, 一些细节上改一改就可以了。 所以小张干脆也就顺势为把树揽公寓的这个样板间当成了自家楼盘的样板间, 而之前的那个样板间就只是起到一种衬托作用了。 别说效果竟然出乎意料的好, 女方傅清逛了一圈, 稍微有些不满意。 这个风格莫太有生活气息啊。 姑娘不乐意了。 哎呀爸,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气息, 哪像你们啊, 全屋都是红木头, 无聊死了。 小张微笑解释道, 叔叔, 我们的这个装修风格主要是面向年轻人的, 而且, 也不缺生活气息啊。 您看, 我们这个沙发虽然是皮质的电动沙发, 但是扶手等部位都是胡桃木做的, 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这种风格, 住时间长了, 也不会觉得腻的。 另外一边, 南方父亲把小伙子拉到一边。 儿子, 这装修风格霸没意见, 但是开发商的样板间, 可是信不得啊。 你知道这装修, 家具的谁有多深? 太能坑钱了。 你现在的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是, 咱们买了房子, 能不能装成他样板间这个样子? 第二是, 他这个样板间, 全套可能花了几十万, 性价比很差。 咱们有没有必要, 花着膜, 多钱搞装修。 如果花钱少一点装修, 效果会不会差距很大? 小伙子点点头, 爸, 你说的我都明白。 你放心吧, 我之前就已经调查过了, 这个样板间, 跟三楼那个开发商的样板间, 可不一样。 开发商的样板间, 里头所有东西都特别贵, 几乎没有任何性价比, 但这是树懒公寓的样板间, 跟那个可不一样。 树懒公寓, 它是腾达的租房品牌, 这里面的各种家具权, 都是跟腾达合作的, 不管是沙发, 茶几, 还是桌子, 在网上都是明码标价的, 贵是贵一些, 但是人家都是真材实料, 不用担心上当受骗。 到时候, 整套设计方案会, 直接提供, 这样一来, 设计费就算省了吧。 家具这块, 人家肯定的赚点, 但是其他的家具品牌, 也一点不少赚啊。 您看那些家具卖的便宜, 但这里头水可深了, 谁敢保证, 他们有没有偷工减料? 给您一个超级折扣, 可实际上, 还是赚很多钱呢。 这边有树懒公寓作为认证, 都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房子买来以后, 要住几十年, 首先肯定是健康环保, 为以后生小孩做打算, 其次就是要住得舒心, 整个房子的功能布局, 装修风格, 肯定是越贴近我们的生活习惯越好。 您看这样综合考虑一下, 哪怕多花点钱, 买到更好的生活品质, 让自己少操点心, 这不是也挺划算的吗? 南方府倾听完之后点点头, 嗯, 要是腾达, 那确实是值得信赖, 他那个外卖还上过电视, 这磨大个牌子, 有事咱们荆州当地的企业, 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太大的质量问题。 众人在小张的指引下, 把整个样板间全都转了一遍。 姑娘充满期待地看向小伙子和自己父母, 怎么样? 父母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行啊, 既然你们小两口看中了这里, 那就买这吧, 毕竟这房子是你们住。 小伙子也点点头, 嗯, 我觉得各方面都挺满意的, 没时摸意见, 姑娘很高兴, 好, 那就定这了。 小张胆忙说道, 好, 那请您, 机位一步回客厅, 我再跟您详细说说, 咱们这个楼盘的一些细节, 请。 离开样板间之后, 小张也不由地暗自感慨, 这树懒公寓入住之后, 效果还真是立竿见影啊。 树懒公寓2.01个简单的宣传片, 比金底华亭买的那摩多广告牌都好使, 刚发布没多久, 就有很多刚结婚考虑买房的年轻人来看房了。 而且, 这样板间做得也确实漂亮, 大部分年轻人看了一眼就喜欢上了, 当场拍板的也不在少数。 同样都是样板间, 开发商的那个样板间 也是找了国内顶级的设计公司设计的, 却完全没有这种效果。 只能说, 还是树懒公寓的这些设计师懂, 年轻人内心的想法呀。 小张已经把这个情况上爆了, 高层似乎也非常重视。 而且连其他的房企, 似乎也都听到了风声, 在跟树懒公寓谈合作了。 说不定, 以后再有新小区, 要做两种样板间了, 一种是开发商的样板间, 一种是树懒公寓的样板间。 小张不由的感慨, 腾达不愧是大公司, 做个租房品牌, 都能做出这魔多的花样, 不服不行。 1月4日, 周三, 中午, 陪迁从自习室出来, 准备到附近的摸鱼网咖, 去吃个午饭。 学校这边, 已经进入了考试周, 未来一周多的时间内, 陪迁要有好几门考试, 其中还有必卷考试, 压力山大。 虽然靠老师和靠自己, 多半都是60分, 但同样的60分, 含金量也是不同的。 为了能超过老马, 陪迁最近也是状态拉满, 打算这周两耳不闻窗外事, 认真复习。 有什么事, 考试周结束之后再说。 今年春节是1月23号, 比往年来的都早。 陪迁看着日历算了算时间, 这周考完试以后, 他就要花费大量精力, 突击花钱, 忙结算的事情了。 来到墨鱼网咖, 陪迁一边喝着饮料, 一边刷手机, 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 嗯? 外媒报FV俱乐部约不到训练赛。 陪迁本来也没想特意去关注, FV俱乐部的消息。 然而, 这条消息就在游戏和电竞区的头版头条, 想不关注也不行。 看到这条新闻, 陪迁精神一震, 赶忙点进去查看。 这是一条来自于外媒的小道消息。 而外媒的消息来源, 似乎是欧美那边的俱乐部。 这条消息本身很简单, 其因是, 这家媒体在八强赛开赛前去采访, 各家进入八强的欧美俱乐部, 并且简单询问了他们目前的状态和训练赛状况。 其中有一家俱乐部说, FV俱乐部向他们约了训练赛, 但他们没有接受。 这种小道消息当然是没有实锤的, 连聊天记录都没有, 但爆料的媒体还算是小有名气, 所以很快就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八强赛要周末才开打, GPL春季赛同样是本周六开赛, 所以这段时间电竞圈没石磨新闻。 这样一个没有实锤的小道消息才被顶上了头条, 引发热议。 裴谦也不清楚龙宇集团是否参与其中了, 但看到这条新闻热度和讨论度, 要说完全没有任何水军在背后推波助澜, 那也是不可能的。 这条新闻下方已经有了很多的评论, 有不少人都在唱衰FV俱乐部。 没训练赛打? 这也太惨了吧? 那还玩个锤子? 难不成只能去打天梯路人局? 到八强赛岂不是要被写灭? 这肯定是俱乐部管理的失职吧? 约训练赛肯定要早约, 人家训练赛都排满了才去约, 肯定约不到了呀。 真以为是时间满了, 所以约不到。 思想怎么这么单纯呢? 你要是真的强队, 人家会错过跟你打训练赛的机会。 应急也会挤出时间的。 显然是嫌你菜, 所以找借口推托啊。 去国外的直播平台和论坛看看, 就懂了。 全都在刷Neil I Know, 人家觉得你太菜了, 跟你打训练赛是浪费时间好吧。 另外两家俱乐部呢? 就直接回国了? 都是国内队伍, 不留下来陪练一下吗? 陪练个锤子, 人家俱乐部输比赛的时候, FV不是在落井下石吗? 还帮你陪练? 啊, 要我说这都是FV旧游自取。 之前微博整活, 不是整得挺欢的吗? 把所有参加世界赛的队伍, 几乎全都群嘲了一遍, 人家其他的俱乐部嘴上不说, 心里能毫无芥蒂。 现在好了, 被孤立了吧? 连训练赛都约不到了。 没指望了, 今年IoI的世界总决赛, 真是看得一肚子火, 资格赛就办得稀烂, 小组赛又是两支队伍, 全都被淘汰。 一号种子末训练赛, 打整天就是在微博上整活, 估计到时候也要被三比零, 就这样吧, 看GPL去了。 比赛还末打呢, 也没必要这么着急唱衰吧。 据说, SARC还在陪练呢? 有屁用, 国内外的水平差距太大了, SARC不也是被吊打的命? 连跟欧美队伍打训练赛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研究人家的战术和打法? 游戏理解都被甩开一大截, 这可不是靠操作就能弥补的。 网上全都是一片唱衰的声音, 哪怕是少数支持FV俱乐部的玩家, 也都没抱太大的希望。 而且, FV俱乐部一直在微博上整活, 再加上龙羽集团请了一些水军带节奏, 所以, FV的路人员也不是很好。 现在这个默训练赛, 可打的负面消息一爆出来, 更是让原本就对国内队伍默信心的玩家们雪上加霜。 总之, 网上一片愁云惨雾, 裴谦翻着评论, 不由得喜上眉梢, 可以啊。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十来天地皆同利吗? 连国外的俱乐部也开始抬我一手了。 裴谦没有去问吴越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因为大概率是真的。 同一赛区的队伍在打训练赛的时候, 本来就是倾向于抱团的, 毕竟都不想把自己赛区压箱底的绝活透露给其他赛区。 而且, 八强赛只剩FV这一支国内队伍了, 那些欧美队伍抱团打训练赛, 孤立FV俱乐部, 客观上也可以大大削弱FV战队的实力, 为自己减少竞争对手。 于情于理, 国外队伍做出这种事的动机都非常充分。 裴谦很高兴, 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等FV俱乐部八强赛被淘汰之后, 他就会第一时间给吴越打去电话慰问, 告诉大家已经尽力了不要难过, 继续在洛杉矶玩到世界总决赛结束之后再回来。 与此同时, 洛杉矶, 网吧二层, FV和SUG两支队伍还在认真地进行日常训练, 而吴越此时看着网上的新闻, 气不打一处来。 这些欧美队伍是不是有病? 不接我们训练赛就算了, 玄特摩大嘴巴到处说, 神经病吧! 以为我们稀罕跟你们打训练赛是怎么的? FV俱乐部有专门的数据分析团队, 又有两支陪练队伍, 确实是莫必要去跟欧美队伍打训练赛的, 不仅有可能练不到东西, 而且还可能暴露战术。 但眼瞅着开赛再急, 吴越觉得完全莫打过任何一场训练赛似乎不太合适, 就想着去随便邀请一支欧美队伍打一打, 算是赛前热热手稳定一下选手的心态。 结果莫想到, 他去找了几家欧美俱乐部约训练赛, 全都被拒了。 至于被拒的原因, 这些俱乐部当然不会明说, 只会用训练赛已经排满了这种说辞。 但实际上,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一天的训练时间有十几个小时, 单纯训练赛怎么可能排满? 如果是非常重要的训练赛对手, 肯定能挤出时间的。 所以, 这些俱乐部的回应说白了, 就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 觉得FV泰菜训练赛末效果, 不愿意浪费时间。 第二, 故意抱团孤立FV, 影响FV的训练状态, 顺手干掉一个对手。 吴越本来也没太放在心上, 反正不约就不约, FV俱乐部不缺这几场训练赛, 大家互相瞧不上那就一拍两散。 结果也不知道, 哪家俱乐部这么大嘴巴。 跟媒体说了, 这个消息传出去了。 这就让吴越很生气了, 跟队员们说, 八强赛的时候, 给我下死手, 月塔充拳跳舞亮镖, 全都来一遍。 这些欧美队伍不是瞧不起人吗? 让他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残忍。 1月7日, 周六, 裴谦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 神清气爽。 上周五的时候, 刚刚考完了一门非常关键的B卷, 而且, 裴谦的自我感觉不错。 所以, 晚上的时候一开心就玩游戏到了深夜, 今天又睡到自然醒。 这个周末, 裴谦还有最后的两门课要复习, 不过一门开卷一门B卷, 应该不用再像之前压力那么大了。 裴谦打算稍微放松一下, 周六去GPL现场看看比赛, 周末在家休息休息, 再抽出点时间, 简单看看输就行了。 而这个周末, 对于电竞观众来说, 简直就像是过节一样。 今天下午, GPL春季赛就会正式开赛。 GPL春季赛的赛程安排得很慢, 毕竟现在整个联赛有16支战队, 而且要打BO3, 所以, 除了周一没有比赛之外, 其他时间都是有比赛的。 而且, 周一虽然没有比赛, 但会安排一个复盘节目, 简单回顾一下上周的比赛, 对一些关键站进行复盘, 并且玩一玩比赛中出现的梗, 跟网友们互动一下。 从时间上来说, GPL可以说是一周七天高强度整活, 观众们每天都有的看。 与此同时, IOI世界总决赛也进入到了八强赛阶段, 周六周日每天两个BO5, 直接决出四强名额。 由于时差和赛程安排的关系, IOI世界总决赛的八强赛, 是在国内时间的第二天凌晨5点, 反而对国内的观众更加友好了。 周六下午看GPL开幕战, 周日早上看IOI八强赛, 下午继续看GPL, 周一凌晨再继续看IOI八强赛。 可以说是赛程拉满, 一次看个爽。 虽然国内的IOI玩家并不多, 但IOI毕竟是世界总决赛, 龙宇集团最近又在不遗余力地卖力宣传, 再加上之前的一系列舆论风波, 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下午, 裴谦戴着口罩, 来到GPL春季赛的场馆。 上个月已经举办过季前赛, 几支组建完成的新队都已经亮相了, 比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都已经修复和改善过了, 一些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也都已经有了预案。 今天的揭幕战安排的是H4战队和SHG战队, 前者是世界冠军, 而后者是神华组建的队伍。 自从SHG这支队伍组建以来就备受关注, 毕竟神华在足球那边的成绩很好, 用足球的玩法来玩电竞, 可以看成是一种降维打击, 很多人都在期待着他们的表现。 在之前的季前赛, SHG也出场了几次, 表现不错。 经过这段时间的准备和磨合之后, 主力阵容已经确定了下来, 而且进步很快。 根据训练赛的情况, 张元最终决定让他们来打开幕战, 也算是给这支队伍更好的曝光机会。 GPL春季赛的开幕式比较简洁, 先是在大屏幕上播了一遍 那个反响极其热烈的春季赛宣传片, 而后就是各支战队的队长登场, 并有主持人向观众们一一介绍这些俱乐部的由来和明星选手。 16支队伍的队长, 正好对应着场馆内的16面战棋, 也对应着宣传片CG中的16个打扮成英雄形象的勇士。 现场的观众们也都是老观众啊, 非常捧场, 掌声和欢呼声一阵一阵, 不绝于耳。 而后, 比赛正式开始。 严格来说, GPL春季赛的场面比IOI世界总决赛还是差不少的, 毕竟从定位上, 它们就不是同一级别的比赛。 IOI世界赛是在能容纳2万人的大型场馆举办的, 场面上肯定比GPL春季赛要大气得多。 但GPL春季赛的优势在于细节做得更好。 从最开始的GAG全球邀请赛到后来的季前赛, GPL的整个运营团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方面是规则明确, 各种突发预案非常详细, 出现问题的概率很低, 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快速解决, 不至于造成太严重的播出事故。 另一方面则是把观众的喜好摸得差不多了, 该有的环节尽可能做到最好, 莫必要的环节就全都砍掉。 就像很多电竞比赛的开幕式喜欢搞一些cosplay或者歌舞表演, 然而大部分观众对此都比较无感。 所以, GPL这边就完全砍掉了类似多余的环节, 给观众们带来最纯粹的观赛体验。 所以, 在观众们的观感上, GPL虽然场地比较小, 但各方面都很正规, 从细节上就能看出赛事筹备的用心程度, 所以并不会显得掉价。 很快, 比赛正式开始。 SHG虽然是一支新军, 但表现得非常不错, 敢打敢拼, 跟H4俱乐部打满三局, 最终遗憾落败。 不过即使如此, SHG的赛场表现, 还是给自己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 一些亮眼的决策和操作在论坛上引发热议。 陪谦在现场也是看得心满意足, 掏出手机打开直播间, 想看看网友们的反应。 然而, 檀幕上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H4世界冠军就这, 跟一支组建不久的新队, 打得有来有回。 这就可以看出Gog全球邀请赛的含金量了, 懂得都懂。 就H4这样的实力, 还能吊打国外队伍。 那些花钱请来的国外队伍, 是什么成色? 不用我多说了吧。 早就说了, Gog这游戏竞技水平不行, 国内队伍所谓的统治力, 仅仅是因为国外默人玩而已。 花钱请杨大爷陪读, 有什么了不起的? 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 有一群来历不明的人, 在直播间里, 疯狂递刷自娱自乐, 贬低GPL, 乃至Gog全球邀请赛的含金量。 这就跟之前那个国内电竞起步晚, 底子薄, 还要继续努力的帖子, 是一样的套路, 不断地用一个错误的逻辑, 给吃瓜群众洗脑。 Gog虐了国外队伍, 是因为国外默人玩, 所以含金量不高, IoI输给国外队伍, 是因为国人水平不行, 所以含金量很高。 最后得出结论, IoI远大于Gog。 这个言论, 之前就已经吵过一轮了, 现在, GPL开赛, 又被重新提起。 显然是这些别有用心的人, 为了打击GPL春季赛的热度, 为IoI全球总决赛的淘汰赛, 造势宣传。 有不少Gog的玩家们很生气, 在直播间和论坛, 跟这些玩家对喷, 但是根本无济于事。 这些挑事的人都是专业喷子。 你给他摆事实讲道理, 他就当看不现, 只会拿着自己的歪理, 不断地胡搅蛮缠, 还对你阴阳怪气, 夹杂人身攻击。 一旦你上头了, 跟他对喷, 反而就落入了他的圈套。 两拨人对喷, 反而把GPL的直播间搞得乌烟瘴气。 比赛本来很精彩, 却默然讨论比赛内容, 全都在撕逼, 极大的影响了观赛的感受。 裴谦倒是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很高兴。 龙宇集团和赵总终于起作用了,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明天早上五点钟就能看到 FV俱乐部的比赛了, 到时候只要FV俱乐部输了, 网上绝对会非常热闹。 虽然裴谦不认为 这点舆论风波会影响到 GPL连赛赚钱, 但有总比没有好吗? 裴谦决定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明天早上五点起床, 看一下FV俱乐部的比赛。 洛杉矶时间七日下午一点, 荆州时间八日上午五点, IOI全球总决赛八强赛正式开打。 八强赛一共是四场BO5, 洛杉矶时间周六, 周日两天打完, FV战队首先出场, 迎战之前在小组赛 虐杀国内队伍的 那支欧洲俱乐部 Sam战队。 Sam也是一支跟Fry差不多的 欧美老牌强队, 在小组赛中表现出 即将的统治力, 以四盖零的成绩小组赛出现, 更是把同小组的 那支国内队伍 给虐得抬不起头来。 FV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全都在后台等待, 吴越和陆经理的表情 还稍微有些小紧张。 虽然他们完全信任 队员们的实力, 但电子经济这种事情的输赢 本来就没有那么绝对。 对方又不是弱队, FV俱乐部也并没有 百分之一百必胜的把握。 而且, 这是线下赛, 欧美队伍算是主场作战, 队员们是否会因为 对方的欢呼声 而心态失衡, 发挥失常, 这不好说。 登场了!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众人齐刷刷地 看向后台的屏幕。 与此同时, 场馆内传来如雷鸣般的 掌声和欢呼声。 Sam首先登场, 五名队员一个个脸上 全都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冲着观众频频挥手, 尽情享受众人的掌声和欢呼声。 紧接着是 FV俱乐部, 现场的观众同样很给面子, 欢呼声虽然比Sam战队低一点, 但也非常热情。 毕竟, FV俱乐部持之以恒地 在推特上整活, 跟各大俱乐部频繁互动, 所以, 也在国外玩家群体中 获得了不错的知名度。 只不过国外直播平台上 网友们的发言 就莫那莫善意了, 铺天带地的三比零和 Neil I Know. 显然, 大部分国外观众只是觉得 FV俱乐部很能整活, 却并不认可他们的竞技实力。 在大部分观众的心目中, 这将会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 FV俱乐部估计是哪一个小分都难。 FV俱乐部的队员们 看不到谈目, 当然也不会受到影响, 他们只是尽情地享受着现场的欢呼和掌声, 等着用自己在比赛中的表现 征服现场的两万名观众。 八强赛和四强赛 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 比赛很快进入BP环节。 与此同时, 裴谦也刚刚起床, 打开电视, 拿出薯片和可乐, 坐在沙发上, 刚好看到两队的BP环节。 谈目仍旧十分混乱, 玩家们站成一团。 有阴阳怪奇GOG是自娱自乐的, 有不停地刷游回来的, 有给FV战队加油的, 还有不停刷无意义数字遮挡屏幕的, 简直是毫无观赛体验。 显然, 昨天GOG开幕战上, 龙宇集团请来的水军, 把GOG的玩家惹毛了, 今天也有GOG玩家跑来IOI的比赛中反击。 结果就是, 两边比赛的谈目都没法看了。 裴谦也有些无语, 然而他刚打算关闭谈目, 就看到屏幕上飘过一串问号, FV镇磨头铁, 放混沌厄运。 小组赛一共放出来, 四局全都被打烂了, 还放? FV俱乐部该不会是因为没训练赛打, 所以不知道这个英雄有多变态吧? 也不对啊, 就算不打训练赛, 至少也该看一看小组赛吧。 我懂了, 可能是FV觉得反正都是被3比0, 放混沌厄运还能找个借口, 显得自己不是因为菜输的, 而是因为BP问题输的。 这波呀, 这波FV在第五层, 可以关直播了, 去吃个早饭, 30分钟之后再回来看第二局吧。 真有你的FV。 我已经看到接下来的剧本了, 混沌厄运发育20分钟出山, 直接三波团战终结比赛。 FV俱乐部的教练是谁啊? 这玩意都能放出来, 怕是脑子进水了吧? 还是说在洛杉矶时速条件太好了, 老子秀住了? 教练似乎是老周? 卧槽, 这不是原先DGE俱乐部的辅助选手吗? 啊? 玩GOG的跑过来当主教练了? 就尼玛离谱, 怪不得放混沌厄运呢。 这特魔不是在玩GOG呀兄弟。 之前谈幕里好几拨人吵得不可开交, 刷着重负的词汇互相攻击, 就像是群雄混战一样, 但半人结束, Sam直接抢下混沌厄运这个英雄之后, 谈幕的内容立刻就被统一了。 清一色的, 全都在唱衰FV俱乐部。 很多人这才注意到, 上台BP的教练是周彭远。 作为一名前GOG明星选手, 周彭远来到洛杉矶之后, 一直都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这是他第一次登台BP, 结果上来就放了这个版本, 公认紫色方B-Band的混沌厄运, 堪称一名惊人。 裴谦有点好奇, 在迁度上搜了一下混沌厄运这个英雄。 这是IOI的一个近期采出的新英雄, 外形是一朵乌云, 是个远程英雄, 但射程只比近战高一点点。 强力之处在于中后期有不错的团控能力, 而且又肉又有输出, 一旦进入到团战阶段几乎就是必胜。 在小组赛中一共放出来了四局, 然后放出来的队伍无一例外, 全都被捶烂了。 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英雄应该是在Band未买房, 永远不可能在淘汰赛上出现了, 结果莫想到, FV俱乐部上来就给放出来了。 裴谦也不由得精神一振, FV俱乐部可以啊, 争气。 这种风采, 让裴谦想到了传说中的三放铁男五放加里奥, 突出一个投铁, 而且不想赢。 裴谦一边嚼着薯片, 一边看接下来的比赛。 FV俱乐部的后台休息室里, 敏靖超、包序、吴越等人也都在关注着比赛的情况。 观众们觉得, 放出混沌厄运很离谱, 但休息室里的人并不这么觉得。 因为这都是提前安排好的战术。 混沌厄运这英雄虽然发育起来, 团战很厉害, 但只要前期选一个手长的强对线英雄, 配上一个能够跃塔的强势打野, 就能直接军训打穿一路。 发育不起来的混沌厄运打团就是送的。 之前小组赛的队伍打不过混沌厄运, 主要还是思路不清晰, 针对的不够狠, 总是让他发育到20分钟, 然后打着打着就打不过了。 FV和SUG的队员们已经针对这个打法, 反复练习了很多局, 包括混沌厄运这边如何反制等内容也都有考虑, 对方显然对此没有心理准备, FV这边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比赛正式开始, FV俱乐部这边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一样, 按照周彭远之前设计好的战术, 执行每一个环节。 一开始放眼侦测对方打野动向, 己方打野速升二级之后, 直接赶往上路。 同时, 己方上路的长手英雄一上来, 就疯狂推线, 把混沌厄运压到塔下之后, 打野正好赶到, 两人完美扛塔, 直接将混沌厄运击杀。 在敌方打野, 改变刷野路线, 匆匆赶来之前, FV这边的上野两人已经扬长而去。 操控混沌厄运的选手, 显然被打猛了。 复活后, 只敢在塔下猥琐吃兵, 被对方的长手英雄点得生活不能自理。 Sam这边陷入两难抉择, 不邦, 混沌厄运就会被压在塔下疯狂摩擦, 英雄克制加上移血优势, 基本上已经玩不了了。 邦, 一旦被对方反蹲到, 就是中上野, 瞬间一起爆炸, 整局游戏都结束了。 眼瞅着游戏完全按照几方规划的剧本能再演, 后台休息室的众人全都尝出一口气, 悬着的一颗心完全放松了下来。 敏静超感慨道, 还是高估对面了, 我还以为对面看到, 我们选出这个阵容会, 有所防备呢? 结果竟然完全没有任何警惕性。 可能他们看到, 我们这个阵容选出来, 都还觉得一头雾水吧? 吴越之前一直没有参与日常的训练, 所以看到几方战术执行的这模完美, 也觉得有些诧异。 选一个单线压制英雄, 加一个可以前七月塔的打野, 就能无限针对混沌厄运。 既然如此, 其他的战队怎么想不出来呢? 敏静超笑了笑, 吴总, 这是当然没那么简单。 一个完整的战术是很复杂的, 可不是像斗兽齐那样的简单克制。 某个战术到底是纸上谈兵, 还是能打出奇效? 关键在于细节和数据计算。 首先, 我们选择的上野两个英雄, 是冷板邓英雄, 之前登场率非常低, 很多迷信强势英雄的队伍是不会去考虑的。 其次, 我们围绕战术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 包括研究对方刷野路线, 提前做好视野侦测, 对方打野动向, 兑现七平反换学保证小兵血量创造月塔条件等。 最后, 我们为了便于月塔让打野带了特殊的防御雕纹, 刚好能够残血逃走, 不会被打成一换一。 混沌厄运这个英雄前期非常弱, 即使是在塔下, 也无力反抗。 如果是其他英雄的话, 我们肯定不会选择二级月塔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研究发现, 大部分IOI队伍对防御塔的伤害和机制理解并不深刻, 误以为前期缩在塔下就是安全的。 但实际上, IOI这款游戏防御塔伤害看似很高, 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只要让小兵扛第一下塔, 再用技能躲开最后一下防御塔的伤害, 就足够对混沌厄运进行击杀了。 吴越厅的新月城福, 频频点头。 显然, 这就是数据的力量。 其他的队伍可能也想到, 前期针对混沌厄运影响他的发育, 但在缺乏相应数据支撑的情况下, 根本想不到二级直接月塔。 明镜超继续说道, 说起来这也是GOG曾经出现过的战术, 如果是之前版本的IOI, 这样月塔风险很大, 但新版本IOI微调之后, 加快了刷野速度, GOG的这套打法就可以拿过来用了。 只能说, 我们跟指头公司的版本更新, 配合得也不错。 荆州, 裴谦拿着薯片的手浆在半空, 迟迟没有送到嘴里去。 因为电视上直播的游戏走向, 他已经完全看不懂了。 FV战队这边直接就是无限军训上路, 这个混沌厄运全程在塔下瑟瑟发抖, 队友不来就是自己死, 队友来了就是一起死, 突出一个惨不忍睹。 Sam战队显然是被打猛了, 队友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帮他, 不帮吧。 这个混沌厄运肯定会乍现, 完全发育不起来了, 帮吧, 自己有可能也会一起乍现。 在反复的犹豫中, 一步步丧失先机。 而反观, FV俱乐部就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器, 五名选手, 五个零件完美的运转, 一步步地步控视野, 抢夺地图资源, 抓单, 上路的巨大优势, 快速辐射全局。 最终, 仅仅25分钟, FV俱乐部屏借着滚雪球滚起来的巨大经济优势, 直接把Sam一波捅穿, 结束了战斗。 第一局直接催枯拉朽的结束, 双方比分变更为一比零。 比赛暂时告一段落, 双方选手各自回到休息室休息。 镜头给到Sam的队员们, 他们之前充满自信和骄傲的笑容,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困惑和迷茫。 没见过这魔玩游戏的。 之前在小祖赛虐菜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结果今天遇到FV之后突然感觉, 自己玩得跟小祖赛不是同一个游戏了, 完全是智商压制, 有力使不出, 被对方按在地上暴打。 最可怕的是, 教练也不一定知道, 接下来的两局到底要怎么打。 如果输比赛仅仅是因为混沌厄运这个英雄, 那下一局BAN掉就可以了。 但这次输比赛, 显然是全方位无死角地被打爆了。 从第一局的表现来看, 双方在战术安排和细节上, 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这怎么玩? Sam战队的队员们, 万万没想到, 第一局就被当头一棒, 被一个所有人公认的弱队给捶爆了, 一时之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而裴谦面前的电视上, 谭幕的风向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之前质疑, FV俱乐部为什么放混沌厄运的声音, 已经完全消失了, 满屏幕都16666, 或者牛逼之类的夸赞。 就连之前切而不舍带节奏的水军, 也全都消停了。 这比赛打得太好看了。 跟小组赛的那些队伍不同, FV俱乐部选了的前期阵容, 二话不说就是干, 二级就开始越塔杀人, 反复军训上路, 之后也是疯狂入侵, 把对面野区吃了得干净, 雪球滚得飞快, 全程都没有给到对手任何的机会。 甚至最后还虐权, 亮标, 突出一个嚣张。 其实指头公司对IOI的新改版, 就是为了加快游戏节奏, 加强对抗, 提升比赛的观赏性。 而FV俱乐部则是将新版本的特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突出一个暴躁和不当人。 看着之前放出来就无敌的混沌厄运, 被FV反复越塔蹂躏。 五分钟恨不得死回家两次, 观众们就有一种莫名的快乐。 这几天, 被国外玩家嘲讽Neo-I-Nob的恶气, 也终于全都吐了出来。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 这才是BO5的第一局而已。 还是不能太过盲目乐观。 FV俱乐部这是想到了混沌厄运的克制方法, 相当于是放了个大招然后赢了。 下一局, 对方大不了自己把混沌厄运Band掉, 到时候, 胜负到底会如何? 尚未可知。 之前对国内IOI已经心灰意冷的玩家们, 此时颇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再度振奋精神, 继续观看接下来的比赛。 洛杉矶, 比赛现场。 赵旭明在台下, 看着FV战队崔库拉朽一般节节胜利, 震惊的表情异于眼表。 近两个小时的比赛过程中, 赵旭明莫名的有一种, 这个世界并不真实的错觉。 现场的解说, 是指头公司的官方解说, 英文字正枪员, 非常激情。 而大屏幕上, 紫色方的势力, 已惊弓上蓝色方高地, 最后的决战一处击发。 Sam先倒一人, 溃不成军, FV开始乘胜追击。 奇迹并没有发生, Sam在第三局的最后关头, 试图打出一波完美团战, 挽救自己的命运, 但却因为FV提前布置下的视野, 洞察了一切, 而功亏一篑。 FV始终保持着完美的阵型, 就像是无敌的战车一样, 稳步推进, 让Sam众人感到无比的绝望。 很可惜, 这是一场无法载入实测的比赛, 因为这场比赛仅仅在25分钟, 就结束了战斗。 这场战斗是如此的碾压, 以至于我们很难判断, 到底是因为我们严重, 低估了FV的实力, 还是因为Sam因为一些未知的原因, 发挥失常? 但不管怎么说, 在赛前一致不被看好的, FV战队在这场比赛中, 展现出了他们的獠牙, 用三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许所有的对手, 都必须重新评估, 这支东方战队的真正实力了。 显然, 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 和他们在推特上的表现一样惊人。 现场的英文解说, 不令一美之词, 对FV俱乐部一读猛夸。 显然, 今天的比赛已经完全征服了所有人, 甚至挑战了他们对于这款游戏的认知。 赵旭明整个人都陷入了迷茫状态, 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FV竟然3比0暴打了对手, 杀入四将了。 而且, 每一场的时间都是25分钟左右快速虐杀, 场面上完全是一边倒。 在比赛中, FV俱乐部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在队线和滚雪球的时期, 所有队员就如同机器人一样精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几乎看不到他们有任何的失误。 而一旦进入优势期, 他们又会打得极有侵略性。 月塔, 亮标, 虐拳, 简直是不把对面当人看, 活生生地把总决赛的八强赛完成了虐菜局。 显然, 这是在双方实力和对游戏理解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 才能干出来的事。 赵旭明本来等着FV俱乐部被3比0, 让起来的水军加大力度呢? 结果, FV竟然把对面给3比0了? 之前准备的那些说辞, 全都白下了。 现在赵旭明唯一的感觉就是费解。 FV战队不只是一支跟SOG实力差不多的队伍吗? 要说赢一局那是暴重, 但是3比0显虐欧美队伍, 这又怎么说? 赵旭明甚至怀疑, 裴总是不是偷偷地把FV战队的五个人全都换了? 否则怎么可能在这磨短的时间内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是赵旭明不懂, 龙宇集团, 指头公司, 甚至全世界的观众, 也都不懂。 裴总的这一波操作, 已经完全触及到了他们的知识盲区。 与此同时, 远在荆州的罪魁祸首裴谦, 正默默地喝着肥宅快乐水, 思考人生。 现在是冬天, 日出比较晚, 裴谦大早上5点钟定闹钟爬起来, 天还是黑的。 结果三局比赛, 一共才打了一个半小时, 打到6点半钟, 外边天还末, 完全放亮了。 这个B.O.5达的, 突出一个快, 打完之后, 观众有一种, 就这, 到底发生了什么? 的感觉。 裴谦本来以为会是, FV被干净力落地3比0, 结果完全反过来了。 是不是, 哪里出了问题? 本来就因为早起, 而脑子有些昏沉, 现在又发生了这种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 裴谦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墨睡醒, 是不是在做梦。 直播间里, 已经开始了下一场B.O.5, 但很显然, 谭幕观众还依旧沉浸在上一场比赛中, 无法自拔。 裴谦带着困惑刷了一下论坛, 想要看看网友们的反应。 论坛里肉眼可见的, 洋溢着喜悦之情。 三比0学虐权? 解气, 太解气了。 这些欧美队众还瞧不起人, 还不跟FV打训练赛? 现在服了没有? 笑死了, 这就是赛前狂吹的欧洲老牌竞女Sam。 怎么一碰就碎呢? 你喜欢玩的英雄全都放给你, 然后直接给你锤了。 我发现FV搞人心态有一手的, 明显能感觉出来第一局打完之后, Sam这些队员的心态都有点崩了, 完全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被打猛了。 确实, 现在看来第一局虽然在战术上被完全针对了, 但却是Sam表现最好的一局, 后两局多多少少有点自暴自弃, 操作变形了。 简直像做梦一样, 赛前都说肯定是三比零, 结果谁能想到真是三比零? 啥也不说了, FV牛逼。 之前喷过FV废物俱乐部, 我道歉。 现在看起来人家FV绝对练了, 而且练得很多, 否则怎么可能这磨短的时间内进不正磨快? 还研究出来了混沌厄运的打法。 对啊, FV跟之前资格赛相比, 简直就像是换了一支队伍, 脱胎换骨啊。 论坛上的沙雕网友们开始疯狂吹捧, 所有阴阳怪气和唱反调的帖子都被群起而攻之, 之前恶意踩过FV的帖子也全都被挖了出来, 反复鞭尸。 电子竞技就是这魔回事, 打得好就被吹, 打得不好就被喷, 只要有成绩, 真有黑撑也能打成正向含义, 能赢的队伍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FV俱乐部赛前不被看好, 应战的是公认的强队, 结果却打出了一边倒的表现, 3比0碾压了对手, 这种表现再怎么吹也不为过。 而且, 很多人之所以如此兴奋, 是因为被压抑得太久了。 那两支国内队伍小组赛没出现, 外网一直在刷Neo Eye Note, 再加上FV被爆出阅步道训练赛, 很多国内观众都感觉有点抬不起头来。 而, FV俱乐部的表现, 狠狠地打了黑子们的脸, 也让所有的国内玩家都扬眉吐气了一把。 有很多人在搬运外网评论, 想看看外国人是怎么吹FV这支队伍的, 还有很多人在进行赛后的复盘分析, 从战术、 细节、 操作、 执行力等各个方面解释FV到底枪在哪, 维时魔能3比0拿下Sam。 看比赛的时候, 场上局势瞬息万变, 很多细节是注意不到的。 大部分观众印象中, 就只有FV像打人机一样为所欲为, 却想不通Sam为什么只能被动挨打, 完全无力反抗。 外网上的很多观众也在怒喷Sam, 说他们发挥失常, 心态垃圾, 关键的八强赛联平常10%的水平都没有发挥出来。 这也很正常, 毕竟想要心悦诚服的认可别人打得好是很难的。 但是, 随着各种专业人士对这三局比赛的复盘和分析, FV俱乐部强大的秘密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从BP环节针对性的战术安排, 到选手在比赛中的执行力, 再到发生意外情况时的临场反应, 最后是加强支援, 抢夺地图资源的滚雪球能力。 看到这些复盘分析, 网友们才不由地感慨, FV真戏, 太戏了。 无数个细节堆砌在一起, 就让对方完全没有了还手之力。 Sam发挥失常魔。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 毕竟第一局被完全吊打, 毫无还手之力, 对赛前自信满满的Sam来说是一个太过沉重的打击, 明显影响了他们后两局的心态。 但心态问题, 绝对不是他们输掉这个BO5的主要原因。 看完复盘分析之后, 大部分网友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这哪是什么心态问题? 这就是实力问题, 就是打不过。 Sam不是莫找过机会, 但FV就像铁桶一样, 在经济领先的情况下, 不管是事业还是推进的阵型都太过完美, Sam根本找不到机会, 强行去打就是再送。 所以, 他们才全程非常憋屈地输掉了比赛。 这跟操作水平无关, 完全就是游戏理解上的碾压。 所有的论坛上, 全都洋溢着这种欢乐的气氛, 甚至都没人讨论接下来的这场BO5了。 之前大部分人都觉得, FV多半要被3比0带走, 八强赛一轮游。 但现在看来, 只要延续今天的表现, 杀入决赛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甚至冠军也有希望去争一下。 就在这时, 有网友发现, FV俱乐部又发了一条新的微博。 这条微博的内容很短, Neo Eye冲。 画面上是一架富有科幻感的战机, 其实是使命与抉择的原画。 尾部喷出淡蓝色的光叶, 整个空间似乎因为速度过快而发生轻微的扭曲。 战机的头部有FV俱乐部的logo, 而战机的机翼上则分别是另外两家国内俱乐部的logo。 很多网友看到FV发新微博了, 还以为又是什么整活的微博, 比如把Sam扔进垃圾桶之类的。 按照FV之前的习惯, 每比赛打都要把其他的战队嘲讽一个遍, 现在3比0了对手, 这还不得起脸输出整个大活。 然而, 这条微博的内容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没有嘲讽任何其他的战队, 反而是把两支小组赛被淘汰的国内战队抬了一手。 这条微博下方的评论立刻飞速增长。 FV牛逼, 一直赢下去, 下周还要看到3比0, 懂? 老外故意抱团不给打训练赛, 还说国内的IOI队伍菜, 也幸亏你们足够争气, 要是没有你们, 接下来的一年, 恐怕都摘不掉6部的帽子了, 干得漂亮, 解气。 快点, 我要立刻看到队员们新的VLOG。 另外, 两家战队过来给FV磕个头不过分吧? NIOI最后的希望, FV给叶冲。 对于FV俱乐部在微博上整活, 国内玩家本来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国人的传统美德是谦逊, 低调。 这种张扬的行为, 代表着不成熟, 本来就不讨喜, 一旦输了, 必然会被秋后算账。 而且, FV俱乐部整活, 也不分国内国外, 能用的梗全都用上了。 之前我和我的队友们那条微博, 也确实刺痛了另外两家战队粉丝。 但是八强赛后的这条微博, 却让FV俱乐部的舆论彻底反转了。 这三支出国的队伍代表着国内的IOI圈子, FV战队虽然赢了, 但却没有忘记另外两家俱乐部, 还给他们在机翼上安排了位置。 显然, FV俱乐部整活也并不是针对谁, 仅仅是为了节目效果而已。 另外两支队伍打的就是不行。 难不成打得不好, 还要护着吗? 那没意义。 输了就力正挨打, 支持而厚勇,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更何况, 另外两家俱乐部也莫拿FV当自己人, 也从没想过跟FV共享战术, 没有表现出任何善意。 既然大家各玩各的, FV干嘛, 要在乎他们的想法呢? 而最新的这条微博, 恰恰是 FV俱乐部胸襟宽广的表现, 既帮另外两家俱乐部 大大减轻了舆论压力, 又打脸了Neo-I-Nob的言论。 本来国内玩家们的怒火无处发泄, 全都在怒喷这两家小组赛 没有出现的俱乐部, 但现在FV赢了, 大家全都去夸FV了, 自然也就默心情 继续喷这两家俱乐部了。 反而不少人觉得 没石磨好苛责的, 他们尽力了, 单纯就是能力不行。 除此之外, FV俱乐部之前 频繁发的那些照片和VLOG 也默认喷了, 反而都在催, 请加大力度。 自从来到洛杉矶之后, FV俱乐部的三位摄影大哥 就在不断地拍各种照片 和短视频上传微博, 没少深夜放毒。 看到FV的队员们 竟然享受着这魔好的环境, 大部分人是很酸的。 你们到底是比赛去了? 还是旅游享受去了? 但是赢了比赛之后, 这种心态全都不翼而飞了。 网友们纷纷表示, 比赛打得好, 吃好东西, 住五星级酒店, 这是应该的。 甚至希望官方 再多发几张选手的照片 和VOG, 让大家能更好地了解 FV俱乐部 在洛杉矶的生活和训练情况。 就在这时, 一个新的帖子 再度引发热议。 内幕消息。 据说, FV这次去洛杉矶全程自费, 荣语集团根本没管他们。 今天跟某个俱乐部的朋友 吃到一个大瓜, 可能很多人都纳闷为是摩 FV俱乐部出国, 又是商务仓, 又是豪华酒店的。 其他俱乐部 却从来不发这些东西, 并不是因为其他俱乐部低调, 而是因为另有引擎。 指头公司官方是在开赛前一天 才安排时速的。 所以, 按照正常的行程, 应该是开赛前一天到达洛杉矶。 龙语集团是担心国内队伍成绩不好, 所以才自讨腰包, 提前管国内俱乐部一周时速, 让他们到洛杉矶去 尽早适应环境, 打训练赛。 但是, 龙语集团根本没邀请FV俱乐部。 至于围石膜, 原因很简单。 FV这个队伍本来就跟官方不对付。 之前资格赛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了FV是裴总投资的俱乐部, 跟指头公司和龙语集团算是直接的竞争关系, 双方本来就有利益上的摩擦, 所以非常不带现FV这个一号种子。 所以, 这次FV俱乐部虽然跟另外两家俱乐部一样提前一周到了洛杉矶, 却是完全自费的, 而且也没有跟另外两家国内俱乐部打训练赛。 从时速到日常训练, 全都是自己管自己。 甚至直到正式开赛之后, 指头公司给提供了时速, FV也没有接受, 而是依旧自费。 说真的, 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都震惊了, 也幸亏FV战队打出来了。 如果真要是因为墨训练赛打, 而被3比0, 那他们作为一号种子, 绝对要被喷烂的, 估计也默认会在意着背后的引擎了。 只能说FV好样的, 龙宇集团BASS。 这篇帖子一发出来, 立刻获得了极高的热度, 被网友们反复引用和讨论。 龙宇集团带两家俱乐部出国训练的事情, 算是相对内幕的消息, 但IOI电竞圈子里的人, 基本上都知道, 满也是满不住的。 之前, 吴越还想在网上曝光这个事情, 但被陆经理拦住了, 因为比赛还莫打, 过早曝光起不到效果。 FV俱乐部自己不说, 其他人自然也犯不着, 替他们鸣不平。 更何况, 那时候在整个IOI电竞圈子里, FV都不受待见, 愿意为他们出头的人太少了。 但现在, FV以3比0的成绩, 干净利落地赢下了八强赛。 这些事情就非常适合秋后算账, 说到说到了。 而且, 不用吴越自己站出来说, 自然会有看不惯的路人 出来爆料。 虽然这个帖子没有实锤, 但说的内容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 而且根线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 完全能够对起来。 很多网友, 之前一直在看FV俱乐部的微博, 也在怀疑, 为什么指头公司能安排这磨好的时速环境, 但那时候也莫多想。 现在结合这个帖子一看, 确实很有问题。 原来那磨好的条件, 根本不是指头公司安排的, 而是FV俱乐部自费的。 至于钱到底是哪来的? 那还用说? FV俱乐部振磨一家小俱乐部, 怎么可能振磨奢侈? 这钱绝对是裴总出的呀。 这样一对比, 龙羽集团和腾达简直是高下力判。 一个小气, 一个大方, 一个小赌鸡肠, 一个胸襟宽广。 愤怒的玩家们, 立刻把龙羽集团给骂了个狗血淋头。 在这种关键时刻搞区别对待, 万一因此造成FV俱乐部发挥失常, 八强赛一轮游, 这个责任谁负? 而且严格来说, 这两家国内俱乐部也不无辜。 显然这两家俱乐部也完全没有为FV俱乐部考虑过, 作为兄弟队伍, 哪怕私下里偷偷打两场训练赛, 给FV提供点战术支持呢? 虽说以FV俱乐部的实力来看, 这种做法也完全没用。 但这两家俱乐部什么都莫做, 这就不是能力问题了, 而是态度问题。 显然, 这两家国内俱乐部是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龙宇集团一边, 根本就没把FV当兄弟队伍来看待。 而FV俱乐部却选择了以德抱怨, 在成功晋级四强之后并没有微博喊冤, 而是非常大方地发了个起飞的照片, 把这两家俱乐部也一起带上宣告Neo Eye的胜利。 这样一对比, 简直是高下力判。 FV俱乐部忍辱负重, 顾玲玲地前往沃山基, 举目无亲, 却依旧刻苦训练, 并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取得好成绩的形象, 悦然直上。 当然, 龙宇集团和另外两家俱乐部做错了魔。 其实从利益的角度考虑, 完全可以理解。 龙宇集团不想把热度拱手让给腾达和Gog, 由此迁怒到了FV战队。 而另外两家俱乐部不敢得罪龙宇集团, 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但也正因为如此, 更是把FV战队的胜利衬托得那么不容易。 于是, 整个网络上瞬间掀起了一阵舆论风暴。 玩家们不由分说, 对着龙宇集团就是一毒狂喷。 裴千高强度吃瓜, 人有点看晕了。 这也行。 FV俱乐部之前的负面消息, 竟然全都反转了。 就连微博晒图, 整活等等, 也全都变成了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漠人黑了。 偶尔有几个水军在论坛出没, 想要带一带节奏, 立刻就被愤怒的网友们喷得全家爆炸, 按在地上摩擦。 FV俱乐部的优秀表现征服了绝大多数的路人, 所以, 逆风输出的水军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 再也发挥不动了。 裴千不由的感慨, 这些水军, 业务水平还是不行啊。 其实, 裴千对于这些水军的态度, 准确的来说是不在乎。 无非是一些跳梁小丑, 在网上锅噪两声而已, 又不可能顺着网线过去, 把他们打一毒, 过分计较, 反而只会让自己心里不舒服。 结果现在, 这些水军都跳不动了, 裴千有点哀气不幸, 怒气不争。 你们这样, 怎么能心安理得地, 从龙宇集团那拿钱呢? 喷子们就这, 来点作用啊。 裴千很是惆怅, 默默地吃完薯片, 刷了个牙, 决定再回去睡个回龙爵。 与此同时, FV的队员们, 已经回到了后台休息室, 准备离开场馆返回酒店。 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 来到洛杉矶之后, 大家每天早出晚归, 除了睡觉吃饭之外, 都在专心训练。 现在总算是以一个三比零干净利落地, 拿下了八强赛, 也算是之前的付出有了回报。 想来远在荆州的裴总, 应该也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吧。 吴越跟队员们一一拥抱, 打得太好了。 不过大家一定要借交借躁, 今天回去休息休息, 明天还是照常训练。 队员们纷纷点头, 对吴越的安排, 没有任何意义。 下一场比赛, 是在一周之后的四强赛, 但所有人都不敢松懈。 今天的比赛, 虽然是一场催枯拉朽的胜利, 但自古以来, 交兵必败。 世界赛期间, 各个战队都在疯狂练习, 进步神速。 只要有任何的一丝松懈, 都有可能被对手赶上, 甚至超越。 在四位保镖的迎接下, 队员们依次登上小巴车, 准备回去休息。 吴越美滋滋滋地抱着手机, 查看国内论坛上的评论, 看着花式吹FV战队的彩虹屁, 洗上眉梢。 在几个月之前, 他绝对不可能想象到这样的场景, FV俱乐部的队员, 在世界赛的舞台上, 成为国内玩家的最后希望, 三比零干净利落地淘汰掉了国外净旅。 这时, 随队翻译的电话响了。 讲了几句英文之后, 随队翻译对吴越说道, 吴总, 是Fry战队的电话, 想要跟我们约一下训练赛。 吴越本来脸上洋溢着笑容, 瞬间垮了下来。 这些人还好意思, 又跑来约训练赛。 之前, FV战队找了好机家战队, 其中也包括Fry, 结果这些队就跟商量好了一样, 同一口径训练赛排满了, 一场都不愿意打。 结果今天看到, FV比赛打得这魔猛, 又想约训练赛探探底了。 吴越呵呵一笑, 哦, 告诉他们不好意思, 我们训练赛已经约满了。 1月9日, 周一, 裴谦早早地起床前往自习室。 考试周还剩最后的两门, 一门开卷, 一门闭卷。 虽然严格来说, 开卷考试的难度也不会低太多, 想考高分一样不容易, 但只要对笔记和教材足够熟悉, 就能拿到一个还不错的分数, 所以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 对于裴谦而言, 币卷相对就难多了, 毕竟全靠死记硬背, 背不过就是背不过, 没有糊弄的余地。 所以, 裴谦还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币卷的科目上, 争取靠自己的努力有所突破, 不再仅仅是及格分飘过。 怎么也得考个65, 70的吧。 如果考60分, 裴谦很难分辨, 那到底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还是因为跃卷人的努力? 如果是65或者是70分的话, 那就肯定全都是自己的努力了。 这其中的区别, 还是很大的。 来到自习室, 裴谦把笔记摊开, 手机完全静音, 放在手购不到的地方, 然后开始复习。 上个周末, 电竞圈的所有新闻, 几乎全都被IOI全球总决赛, 和GPL春季赛给瓜分了。 而且还做到了出圈, 就连很多原本不关注电竞的人, 也都从各种渠道, 获得了这些消息。 更准确一点地说, IOI总决赛那边的新闻, 9成9都是跟FV俱乐部有关的。 作为国内的最后一只独苗, 3比0干净利落的暴冷, 战胜欧美老牌队Sam, 让国人观众全都扬眉吐气, 毫无疑问将会获得全部的关注度和掌声。 虽说龙羽集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的媒体, 但现在这种情况, 龙羽集团也根本无能为力。 FV俱乐部现在是绝对的焦点, 你想不让媒体报道, 他们就不报道摩。 所以, 赵旭明显然是放弃了, 既然无力改变, 那就坦然接受吧。 FV俱乐部的火热也能给IOI带来一些热度, 对赵旭明来说, 这倒是也不亏。 而对于赔谦来说, 这种情况就有点难顶了。 因为不管是GPL的火爆, 还是FV战队的火爆, 都跟他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GPL火爆意味着各种赞助广告的价位, 也会水涨船高, 联赛越火, 赚钱越多。 FV战队拿到好成绩, 会不会盘活IOI国父这不好说? 却一定会让FV战队的价值一飞冲天。 到时候, 各种赞助商投资接踵而至, 那画面太美, 不敢想象。 当然, 进入八强之后, 每赢一场都会有巨额奖金。 按照FV战队的规定, 比赛获得的奖金是扣税之后, 俱乐部拿20%, 教练组20%, 队员60%. 所以, 对于赔谦来说, 奖金这块倒是还好。 毕竟大头是分给了队员和教练组的。 当然, 如果拿到冠军, 那奖金确实很多。 按照300万刀的50%计算, 150万刀扣税之后, 分到俱乐部的应该就只剩不到30万刀。 即使加上指头公司那款专属皮肤销售收入的25%, 应该也不会很多。 折合成软妹币也就几百万。 对于已经见过很多更糟糕场面的赔谦来说, 真就只是洒洒水而已了。 再说了, 也不一定拿冠军呢。 现在, FV才刚刚拿下八强而已, 虽然八强赛比较顺利, 但那可是世界赛, 卧虎藏龙, 四强和决赛的对手实力, 肯定是成指数级增长。 刚拿下八强就想冠军, 是不是有点想多了? 而且, 俱乐部分道的奖金肯定是专款专用。 既然是俱乐部赚来的奖金, 肯定要留着用作俱乐部的日常运营, 让吴越想办法花掉就行了。 所以, 痛定思痛之后, 裴谦觉得自己差不多可以把自己关注的焦点 从洛杉矶那边移开了。 本来既希望, FV俱乐部到洛杉矶一轮游, 给自己多花点钱, 却莫想到, FV表现这么好, 让裴谦稍感失落。 既然已经指望不上, 那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产业上吧。 眼瞅着这个短结算周期就快到了, 各种产品应该都会在这一两周之内集中发布, 还是得密切关注一下。 当然, 有什么天大的事情, 也得考完试之后再去处理了。 裴谦又把手机放得离自己更远了一些, 开始认真复习。 中午12点, 裴谦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 今天上午的学习任务算是完成了。 果然手机是害人惊, 跟我的距离与我复习的效率成正比。 距离越近, 复习效率越低。 吃好吃的去了。 复习了一上午, 坚持默看手机的赔签, 还有些小骄傲。 收拾好笔记之后, 离开自习室, 准备到附近的摸鱼网咖吃个饭。 拿过手机,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结果公司那边默认找, 反倒是手机本身推送了一个系统更新通知。 新系统稳定版更新通知。 稳定版终于开发完成了呀。 裴谦看了看, 手机电量还非常充足, 直接选择了更新。 现在裴谦自己也是在用AutoE手机, 这款手机是去年三月份发布的, 用到现在已经刚好十个月了。 依然流畅不卡顿, 那是肯定的, 毕竟用的是当时的旗舰芯片。 刚入手的时候, 247克的半斤机确实很沉, 很压手, 但用时间长了也就差不多习惯了。 更何况, 大电池的好处在于完全摆脱了电量焦虑, 每天敞开了玩手机一天, 回到家也还有电。 当然, 这可能也是赔钱复息效率如此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十个月的时间内, AutoE手机也频繁地进行了一些小的系统更新, 一直在不停地优化一些功能, 但目前这个大版本更新, 是憋了几个月才憋出来的大招。 其实开发早就已经完成了, 但手机系统的更新必须得慎重, 因为正式版一推送, 大多数手机用户都会选择更新, 万一更新过程出点, 什么问题造成收集数据丢失, 那就是天大的事故。 所以, 一直到今天, Auto手机的稳定版新系统才正式推送更新。 一直到赔钱走到摸鱼网咖点了饭, 都开始吃了, 系统才总算是更新完成。 更新的内容是真多啊, 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赔钱一边吃饭, 一边查看手机的新系统, 最直观的感受是, 似乎流畅了许多。 不管是滑动桌面, 拖拽图标, 还是其他的操作, 全都变得如丝般顺滑, 跟波罗手机的感觉非常接近了。 而且, 可能是因为AutoE本来就配备了高刷新率, 和旗舰芯片的原因, 这种顺滑的感觉, 甚至比波罗手机还要更跟手一点。 此外, 之前陆续更新的那些系统功能, 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自由定制了。 就比如, 可以把日历, 时钟, 闹钟等自由地拖拽到桌面上, 或者删掉, 也可以自定义附义屏上的内容。 只要稍微花一些时间, 就能把手机的界面, 改造成自己最舒服, 最方便的样子。 这是, Auto科技整个团队, 数月磨一键的结果。 之前常游本来是打算给手机做一些系统功能, 被赔钱给否了。 赔钱让常游, 把主要精力, 全都放在微调细节上, 包括线性动画等等, 一切都向波罗手机看齐。 毕竟这方面的改动, 对用户来说, 只是手感上稍有提升, 而不会对实际功能有影响, 属于吃力不讨好的改动。 但凡是有利就有弊, 经过好几个月的耐心吊叫之后, Auto手机新系统的线性动画, 终于大成, 可以出山了。 在手机上的每一个操作, 都给人丝滑无比的顺畅感觉。 这也没办法, Auto科技的开发人员, 总得签点啥吧? 不做线性动画, 也会去做别的功能。 陪签不断地打开, 关闭手机应用进程, 玩了一会儿之后, 一本满足, 又继续查看其他方面的改动。 相机系统也有了很大的更新, 跟之前的相机系统相比, 基本上算是完全重做了, 多了一大堆的新功能。 作为一款十个月前发布的手机来说, Auto的相机模组已经稍显落后了, 但这次更新的相机系统, 加入了大量的优化算法, 包括自动实图, 自动调色, 自动美颜等等。 简单来说就是, 自动识别照片, 判断拍的到底是美食, 风景, 还是人物, 然后自动切换到相应的算法, 让照片更好看。 当然, 用户也可以在拍照时, 快捷地选择关掉所有算法, 拍出最原汁原味的照片。 只不过,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还是更喜欢系统自动修过的照片, 毕竟更好看。 很多美颜相机之所以被人诟病, 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修得太过了。 比如, 色彩过分艳丽, 饱和度太高, 或者美颜造成了比例失调等等, 让人觉得很假。 而, Auto这次更新的相机系统, 是在影像实验室中, 反复调试过的。 有很多专业的摄影师研究了很久, 尽可能地在还原本来面貌和后期加工美化之间求得了一个平衡。 除此之外, ES手机助手也更新了。 事实上, 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内手机都适用的训科科技的语音技术, 神华和其他的一些国产手机品牌, 有不少都已经上了语音助手。 ES只是包装和这些语音助手不同, 在实用性上并没有显著地提升, 所以, 这倒也算不上是一个非常轰动的消息。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小更新, 不过赔签自己都注意不到, 用户们估计就更注意不到了。 简单总结了一下, 目前看到的系统更新内容, 最大的变化无非是三个, 更加流畅堪比波罗手机的线性动画, 调教更好的相机系统, ES语音助手。 裴谦觉得, 这些似乎都还可以接受。 虽然都对用户使用手机的日常观感, 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但都属于感知不降的类型, 细节完善了许多, 但也没什么特别能够引发轰动的功能。 目前, AutoE手机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末期, 按照一年发一部手机的速度, 等这个周期结算之后, 就要发布新手机, 让E1这个型号, 正是寿终正寝了。 在这个型号生命的末尾, 才更新了这么多的系统功能, 新用户也不至于为了这个, 去购买手机。 既然没人买手机, 那么就赚不到钱, 那就一切平安, 没有赔总会, 受到伤害。 然而, 就在赔谦刚刚放松警惕的时候, 他突然注意到, 手机上似乎多了一个新的系统自带APP, 商城。 这个商城主要是把腾达日常卖的一些商品, 全都整合了进去。 Auto手机的用户, 可以直接在这里下单购买, 可以享受一些专属的折扣。 毕竟, Auto手机它表面上是一个手机, 实际上是腾达全产业贵宾身份。 赔谦点开商城, 然后在开屏界面上看到了一行大字。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ES正式发售。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点子, 还是赔谦想出来的。 其因是, Auto科技想要为手机上的人工智能系统, 推出一款智能音箱, 也算是借着这股人工智能助手兴起的热潮。 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好几款人工智能音响, 基本上都是200到300左右的价位, 最高也没有超过500块的。 赔谦考虑到, Auto科技制作人工智能音响的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自己也找不到太好的理由拒绝, 于是就同意了。 只是想办法, 往跑偏的方向稍微引导了一下, 要求跟全自动态杠机合二为一。 而且, 价位要直接做到2588, 跟其他的智能音箱拉开明显差距。 这样一来, 应该绝对不会有人买了吧。 其实之前全自动态杠机卖出去那么多台, 裴谦已经觉得非常魔幻, 非常难以理解了。 这次价格又直接翻了好几番, 还继承了专门跟人态杠吵架的EAS, 在考虑到, 已经买了态杠机的人, 绝对不会再买一台只能态杠机。 这下绝对卖不出去了吧。 虽然心中非常笃定, 但裴谦还是非常谨慎地点进商品详情界面查看。 看到销售额上可怜的各位数和空空如也的评论区, 裴谦不由地放下心来。 还好还好, 这个世界总算是正常了, 就说应该默认会买的。 不过, 常有那边似乎也没有刻意地去宣传这个台杠机, 只是在Auto手机商城做了个开屏广告。 考虑到Auto手机的销量并不算高, 这个开屏广告的效果可有可恶。 裴谦生怕这其中有诈, 赶忙给常有打来的电话。 喂。 裴总, 你也看到稳定版系统更新了吧? 有什么指示吗? 常有问道。 裴谦点头说道, 嗯, 看到了, 系统更新的各项内容都很好, 完全达到了我的要求。 不过也不要骄傲自满, 我们对于用户体验的追求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常有赶忙说道, 我明白, 裴总你就放心吧。 裴谦的本意是让常有继续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下功夫, 省得他精力过剩去导腾出一些有的莫的新功能, 冷不丁地被刺一下。 我看全自动智能抬杠机也开售了, 不过没有花太多的钱去做宣传, 是吗? 裴谦假装漫不经心地问道。 常有赶忙回答, 啊, 是的裴总。 因为之前的抬杠机就没有特意宣传, 所以这次也没有, 还在等着您的指示。 如果您觉得需要宣传一下的话, 不用。 裴谦赶忙打断, 你做得很好。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宣传。 不过, 宣传是一回事, 备货又是另一回事。 虽然不需要宣传, 但备货还是要抓紧时间备的。 常有也莫多问, 好的裴总。 裴谦又简单叮嘱了机具, 比如, 大家辛辛苦苦开发这磨长时间了, 差不多也该给员工们放假休息休息了, 等下个月开始, 再重新投入新的工作等等, 然后挂断了电话。 打完电话之后, 裴谦心里踏实多了。 常有很不错吗? 非常善于领悟我的意图。 这次没有给全自动智能抬杠机做宣传, 又让这破完一卖出去的可能性, 降低了几分。 抓紧时间备货, 全都积压在仓库中, 这样一来, 又能花出去一大笔钱。 这一台机器, 售价2588, 随便囤个几百台, 就是上百万花出去了, 比之前出版抬杠机烧钱快多了。 之后会怎么样暂且不谈。 这个月结算之前, 突击花一笔, 钱总莫问题吧。 裴千暂时也考虑不了那摩长远了, 先把这个周期的结算对付过去再说了。 午饭已经吃完了, 裴千点了杯咖啡, 在墨语网咖的落地窗旁边, 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 嗯? 不对。 还得再看看用户的评论如何。 俗话说,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生。 无数次的被刺造就了, 裴千谨慎的性格。 虽然已经在心里认定,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必然卖不出去, 也看到了商城上那可怜的销量, 但裴千还是觉得, 不太保险。 他开始在论坛上, 查看用户对于Auto手机这次系统更新的评论。 Auto手机系统大更新了? 竟然都没开发布会, 默默地就推送更新通知了。 这次更新的内容好多啊, 其他手机厂商不都得开个发布会大吹特吹一番吗? 我还等着常有说相声呢, 结果压根就不开发布会了。 这系统动画好流畅, 好评。 国产手机终于做得跟菠萝手机看起来, 一样流畅了。 这丝滑, 完全停不下来。 不只是国产手机, 其他国外的爱卓手机也基本上做不到这种程度啊。 Auto科技有心了。 这种不断打磨细节的精神, 真是值得其他手机厂商好好学习。 其实线性动画, 也莫难磨难做啊。 就看是不是重视, 是不是舍得投入足够的时间和人力去做了。 相机系统更新也很不错, 拍了几张照片, 算法明显有了巨大提升。 语音助手是有了, 名字也挺阳气, 但是怎么感觉它不拿我当人呢? 这态度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绝大多数的评论都集中在系统基础功能和线性动画上面, 因为这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都是最直观的变化, 流畅度提升了, 刷手机更舒服了。 少数人在评论新的相机系统, 吐槽, ease这个人工智能语音助手, 几乎看不到有人在讨论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大家对这次系统更新的评价, 竟然这魔高。 不过还好, 大家喜欢的部分都不赚钱, 赚钱的部分大家都没在关注。 看到根本默认在乎, ease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赔钱算是放心了。 显然, 绝大多数人对抬杠机的热情已经过去了, 喜欢的基本上都已经买了初代产品, 不喜欢的也就更不会买新的智能抬杠机了。 赔钱尝出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的担忧有点多余了。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这个月肯定卖不出去几台, 可以放心大胆地量产了。 1月10日, 周二, 赔钱从考场出来, 先到墨鱼网咖去吃了个午饭, 然后就拿起笔记直奔自习室。 今天上午考了一门开卷, 明天上午还有一门闭卷, 全都考完, 这学期就算是解放了。 至于今天上午的考试结果吗? 不太好说, 反正字数应该是写够了。 看在写得这么认真的情况下, 怎么也得给点卷面分吧? 反正已经考完了, 再想那么多也没意义了。 最要紧的还是, 今天下午再临阵磨枪一番, 把明天的闭卷考试给考好。 来到自习室, 赔钱还是和往常一样, 把手机静音之后, 放到自己碰不到的位置。 然而, 就在他刚打算把手机放远一点的时候, 就看到屏幕上弹出一条新闻推送。 又一家网红餐饮宣布失败。 冷面姑娘神话终结, 梦畅成被执行人。 如果是一般的新闻推送裴迁, 肯定就无事了。 但是看到这条新闻, 裴迁不由地愣了一下。 冷面姑娘凉了? 他赶忙点开查看。 近日, 冷面姑娘创始人梦畅 被法院列入失信人被执行名单。 原因是, 未支付供应商一百余万元货款。 而这, 应该只是冷面姑娘欠款的冰山一角。 据业内人士分析, 冷面姑娘的债务 可能已达数百万只新号新号新号 本无力偿还。 作为一个新兴的互联网餐饮品牌, 冷面姑娘自创立之初 就吸引了无数消费者的眼球, 一次次营销事件 让冷面姑娘与烤冷面这个概念深度捆绑, 让人们以吃烤冷面为时尚, 也引得投资人们纷纷追投, 掀起了互联网餐饮品牌的热潮, 在短短几个月内拿到多笔投资, 最高时估值过三亿。 然而, 这一网红餐饮品牌 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轰然崩塌了。 据记者了解, 在帝都的冷面姑娘门店已经关门, 上面写着停业休整, 但连续几天也不见开门的迹象。 而处在风口浪尖的创始人孟畅, 在风波之后, 尚未对公众做出回应。 裴谦有点不可思议地 把这条新闻反复看了两三遍。 确实是实锤的新闻, 不是小道消息。 冷面姑娘和孟畅 都变成失信被执行人了, 这种消息肯定是有真凭实据的。 而冷面姑娘门店关门, 孟畅没有做出任何公开回应, 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裴谦对冷面姑娘的印象, 还停留在上上周。 那时网上出现冷面姑娘倒闭的传闻, 还被孟畅斥则为造谣。 结果这才一周多的时间过去, 所谓的谣言就成真了, 不可谓不快。 其实, 裴谦如果早点关注, 从贺德胜或者李总那边打听一下消息的话, 肯定能更早地知道这些事情。 但他近一周, 除了复习之外, 就是在关注洛杉矶那边的IOI总决赛, 所以, 信息就滞后了。 裴谦来到自习室外面, 给贺德胜打了个电话。 冷面姑娘倒闭了? 电话接通后, 裴谦直接问道。 贺德胜说道, 是的裴总, 我正打算向您汇报这件事情。 冷面姑娘那边应该是钱烧完了, 但拿不到更多的融资, 所以, 资金链已经断裂了, 还有好几笔供应商的欠款还不上。 李总今天上午才刚刚来找过我, 想要问一下您这边的态度, 我还没给他答复。 李总的意思是, 如果您对冷面姑娘还感兴趣的话, 可以牵头组织所有的投资人碰个面, 越快越好。 裴谦想了想, 行, 那就明天下午吧。 你去通知一下李总和其他的投资人, 让那些不在荆州的投资人也来一趟荆州, 讨论一下冷面姑娘的问题。 贺德胜也不知道, 裴总为什么要选择明天下午这个时间, 更不清楚具体是有什么计划, 但也没多问, 只是一口答应下来。 挂了电话, 裴谦再度回到自习室。 其实, 选择明天下午倒也没什么特殊的原因, 单纯是因为明天上午还有避卷考试。 就算是有天大的事情, 也不能耽误考试。 否则这段时间的复习不就都白忙活了吗? 1月11日, 周三, 袁孟创投的会议室里, 投资人们一边喝着茶水, 一边等待着裴总的到来。 这些投资人里面, 有很多都是从地都赶过来的, 也不知道是因为周车劳顿, 还是其他的原因, 脸色不是很好。 李时努力带动着气氛, 但这些投资人们, 看向孟畅的眼神, 还是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泼。 至于梦唱, 则是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他就像是已经被彻底燃尽了一样, 虽然人到了, 但思想和灵魂不知道飘到哪去了。 现场的气氛有些僵硬。 虽然出于礼貌, 各位投资人们偶尔还是会交谈一下, 寒暄两句, 但所有人的脸上都是愁云惨雾, 能看出来心情很不好。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自己的钱不翼而飞了。 心情能好吗? 普通人买股票, 亏个几千块都能肉腾好鸡个月, 亏个十几万就恨不得上吊。 而这些投资人亏的钱, 可都是以百万来计算。 虽说投资有风险, 这些投资人们心里都很清楚, 但谁能想到, 孟畅看起来浓眉大眼的, 这模靠谱的一个创业者, 会把事情搞砸。 前前后后, 孟畅的冷面姑娘, 至少拿到了两千多万的投资, 一通炒作之后, 估值都炒到近三亿了, 结果反手, 就被孟畅败了个金光。 投资人们手中, 除了冷面姑娘的股份之外, 什么都不剩了。 但是现在冷面姑娘, 被爆出各种负面新闻, 孟畅成了被直行人, 没有人会再来接盘这个烂摊子, 这些股份, 已经是一文不值了。 这些投资人们, 怎么能不生气? 当然, 这是商业规则, 投资人再怎么生气, 也不能拿孟畅怎模样。 更何况, 就算把孟畅怎模样了, 也没办法炸出钱来。 至于孟畅, 他已经躺平了。 他虽然不需要为投资人的钱负责, 但跟李总签的投资协议中写明, 料要为冷面姑娘的债务负责, 现在已经欠了供应商几百万, 这笔钱都要寄到他的个人债务上。 在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时候, 孟畅当然也想尽一切办法去找了投资, 想要挽救冷面姑娘的命运, 但裴总两次卖出股份, 冷面姑娘爆出的一系列负面新闻等等事件, 严重影响了投资人们对于冷面姑娘的信心。 投资人们的条件都非常严苛, 不迁无限连责任协议, 那就一分钱没有。 孟畅进退两难, 但这样烫手的钱肯定是不能拿的,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钱不拿他就只是欠债几百万, 要是拿了, 估计就要欠债几个亿了。 结果时间拖得越久, 债务就越多, 直到顶不住了, 消息才报出来。 在成为被执行人之后, 孟畅心里很清楚, 冷面姑娘这个品牌已经完了, 现在就算是大罗金仙在世, 也绝对就不了了。 既然如此, 那就装死好了, 死猪不怕开水烫, 反正这笔债务慢慢悬, 其他的投资人爱, 咋办咋办。 于是, 冷面姑娘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死局。 至于李时, 他反倒是现场除了贺德胜之外, 心态最好的人。 李时也投了一笔钱, 只不过他投钱是出于跟其他投资人完全不同的理由和动机。 在听说冷面姑娘要凉的时候, 李时却时也慌了一下, 但裴总表态说愿意出面, 又让李时燃起了无穷的信心。 一个项目, 只要裴总没有彻底放弃, 那就不能说他彻底失败了。 现场就保持在这样一种矛盾而又微妙的气氛中, 等待着裴总的到来。 终于,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会议室的门开了, 门外, 贺德胜对一个年轻人毕恭毕敬地说道, 裴总, 人都到齐了。 会议室里所有人立刻站起身来, 看向裴总的眼神, 就像是溺水的人看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还有个别的投资人, 对裴总出现的时间有了一些特别的猜测。 投资人们明明上午就已经到了, 裴总为什么特意把时间定在下午? 这里面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毕竟裴总身上的故事和谜团太多了, 很多放在别人身上很普通, 很合理的事情, 在裴总身上就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裴谦冲着众人挥了挥手, 大家好, 快请坐吧。 意气风发的裴总, 给之前死气沉沉的会议室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投资人们不由地暗自纳闷, 裴总这是遇到什么喜事了? 这么高兴? 听传闻说, 裴总依像是个喜怒不形余色的人, 就算是当初在达亚克集团那里血赚好几亿的时候, 也没有露出太多高兴的表情。 今天却是满面春风, 难不成在某个产业上赚了比五亿还多的钱? 这些投资人们的气势, 无形之中就矮了一截。 而裴谦心里, 只有一个想法, 终于考完了。 今天上午最后一门避卷考试, 虽然达得不甚完美, 复习的时候, 还是漏掉了几个之十点, 但至少, 达得八九不离十, 及格分肯定是有了, 具体是六十五还是七十, 那就看天意了。 辛辛苦苦复习了这抹酒, 终于解脱了。 能不高兴吗? 不自觉地就嘴角微微上扬, 被大家给看出来了。 裴谦也莫在意, 反正今天他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看情况收购点垃圾资产, 方便自己以后更好的裴谦, 这些投资人们怎么想根本无所谓。 裴谦在最上手的位置上坐下, 李氏跟贺德胜一左一右, 其他投资人分裂会议桌的两旁, 梦唱自己孤零零地坐在裴总正对面, 有点像是在审判人。 李氏说道, 裴总, 我来简单说一下冷面姑娘目前的情况吧。 听着李氏的讲述, 裴谦大概搞清楚了。 总之就是, 冷面姑娘钱烧完了, 拿不到更多融资, 门店赚的钱也远不足以支持正常运营, 于是估值崩了, 投资人们手里的股份一钱不值了。 这些话里, 没有半子虚假, 也默认敢骗裴总, 毕竟这些信息, 只要贺德胜稍微一核时, 就能核实出来。 在裴总面前弄虚作假, 只会起到反效果, 还是开诚布功能给裴总留一个好印象。 所有人都在等着裴总发话。 冷面姑娘的现状, 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一个死局, 已经确定裴的底调了, 谁还会再继续往里扔钱呢? 裴总已经通过冷面姑娘, 赚了大几百万病, 安全脱身了, 更没有理由重新回到这个泥潭。 然而裴谦的第一句话, 就让众人惊掉了下巴。 你们手里有多少冷面姑娘的股份? 我全都要了。 投资人们面面相去,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一时之间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就连梦畅茫然的目光中, 都闪过了一丝希望。 要说股份, 显然梦畅这个创始人手里的股份是最多的, 但再多的股份, 默认要也没用。 按照常理来说, 投资人们有优先售出股份的权利, 轮不到他这个创始人。 但看裴总的意思, 似乎是所有股份全都要。 如果是那样的话, 自己手里的这些股份, 就能卖出去一部分, 稍微回一回写了。 当然, 现在这个时间点卖股份, 肯定不可能再按之前的估值来卖, 多半是卖的比白菜价还低。 但能卖就卖吧, 至少先把债务还一部分。 现在梦畅已经完全不在幻想财务自由的事了。 他现在就只想让自己的债务能少点。 一位投资人举手, 试探着问道, 裴总, 您打算以实模样的价格收购股份。 裴谦看了看贺德胜。 贺德胜在裴谦耳边低声说道, 裴总, 梦畅这个创始人手里至少还有四成的股份, 李总手里有不到三成。 冷面姑娘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的心理价位都会非常低, 像只信的给个三五百万,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裴谦稍感意外, 李总手里有这么多。 贺德胜点点头。 嗯, 李总近期低价收了一小部分股份, 价格也很低。 裴谦看了看李时, 李时回以一个微笑。 裴谦有些无语, 有预感李时多半是不会卖手里股份的。 不过这也没关系, 反正李总手里只有不到三成的股份, 对冷面姑娘的控制权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更何况裴谦也不觉得冷面姑娘在自己手里就能赚钱, 这个品牌的名声已经完全臭了。 裴谦还顾众人说道, 三百万买下冷面姑娘的所有股份, 但前提是我必须能一次买到七成以上的股份, 否则就不买。 他也没多废话, 直接按照赫德胜给的数字报了一个最底价。 按照赫德胜的看法, 冷面姑娘这家公司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拯救的必要了, 就让他破产是最理智的选择。 但既然裴总想买, 那赫德胜这个做下属的, 还是要估算一个合适的价格。 相比于冷面姑娘巅峰估值来说, 三百万当然连白菜价都算不上, 这些投资人每人顶多也就拿到个几十万, 跟之前的投资相比几乎是缩水十倍。 但有几十万总比没有好。 他们要是不卖的话, 也绝对找不到下一个买家, 连几十万都没了。 当然, 要是再低, 那就有点侮辱人的意思了。 这些投资人很可能一生气就不卖了, 反而不美。 裴总给出价格之后, 这些投资人互相看了看, 对这个数字肯定是不满意的, 但也没什么办法。 大部分人心知肚明, 能拿个几十万已经很不错了。 裴总这一开口, 直接就卡在他们的心理价位偏低一点的位置, 让他们很难受。 梦畅的眼神中出现了一丝希望。 裴总, 我的股份你也要吗? 裴千点点头, 当然, 按这个价格, 来者不拒。 不过冷眠姑娘毕竟是你创立的公司, 你确定要卖吗? 反正都是白菜价, 从哪买都一样。 梦畅立刻点头, 卖。 他现在背着几百万的债务, 虽然按照裴总的出价他的股份只能卖一百多万, 也不够, 还这些债务, 但能还上一点是一点。 本来想着, 卖掉这些股份足够让自己实现财务自由, 结果现在只是还掉了一百万的债务, 梦畅心中百感焦急。 理想很美好, 但现实交做人了。 其他的投资人也没石磨, 可说的了, 看梦畅这个态度, 冷面姑娘绝对是墨旧了, 这些股份拿在手里也是浪费。 而且, 裴董已经明说了, 除非能买到七成以上的股份, 否则就一点都不买, 这也让投资人们完全没有了奖价的想法。 算了, 能跑就跑吧。 投资人们交换了激波眼神, 最终还是纷纷接受了。 李时向只信地卖了一小部分, 自己手里留了两成左右, 梦畅则是把所有股份全都卖掉, 至少先还掉一部分债务。 像梦畅这众人, 是不可能心甘情怨荡老赖的, 他还是期盼着 自己有还完所有债务东山再起的一天。 各种手续都有贺德胜来办, 裴谦不用操心。 虽然贺德胜也不清楚 裴总为什么要花几百万捡垃圾, 但既然这事已经定下来了, 也就没必要再去多问。 裴总这模安排自有道理, 自己只要好好看, 好好学就行了。 事情很快谈妥了, 会议室的投资人各自离开, 孟畅走得最快, 似乎不想再跟这个会议室里的人 产生任何交集。 作为被执行人, 他不能坐飞机, 也不能坐高铁, 返回帝都, 只能坐普通的绿皮火车, 这一路上的几个小时, 可是有得遭罪了。 当然, 冷面姑娘已经没了, 孟畅到底还会不会留在帝都 这也不好说。 不过在场的众人, 显然也并不关心 孟畅以后会如何。 这些人不把他生吞活泼, 就不错了。 李时刻套了两句, 想请这些投资人们一起吃个饭, 但所有人全都推辞了。 莫心情? 事实上, 这些投资人们这次来荆州 只是看在裴总的面子上, 为手里已经变成垃圾的冷面姑娘股份 寻求一个兜底的贱卖。 既然股份都已经卖掉了, 也就宣告, 这次投资的彻底失败, 哪还有心情吃饭。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李时能这么淡定。 人家裴总之前卖冷面姑娘的股份, 赚了几百万, 现在哪怕是掏出三百万抄底丸, 也是不亏的。 你李总给冷面姑娘投了钱, 哪怕之后, 又见价收了一些股份, 这怎么看, 都是跟我们一样血亏, 结果你看起来一点都不难受呢? 难以理解。 虽然都搞投资, 但帝都的投资人们, 本来也看不太上荆州这种小地方的投资公司, 毕竟帝都投资人投的, 那都是发展潜力无限的互联网公司, 未来能发展成超级巨头的那种, 荆州这小地方能投什么? 当然, 他们内心中, 没有瞧不起裴总的意思, 严格来说在帝都这些投资人的眼中, 投资人只是裴总的诸多身份之一, 裴总真正的身份, 应该是做游戏, 搞实体产业的企业家。 所有人都散了, 只剩李总留了下来。 刚刚得到一颗新烧钱树的赔签, 心情不错。 冷面姑娘已经用白花花的银子, 证明了她是扶不起来的, 投再多的钱也只是打水漂, 更何况现在这个品牌都凉了, 从各个方面想都不值任何的钱。 重新把门店开起来, 稳定烧钱, 争取有朝一日, 请全国人民吃便宜又好吃的烤冷面。 突然, 她想到一件事情, 对贺德胜说道, 对了, 还有件事情。 冷面姑娘虽然做杂了, 但那些给冷面姑娘供货的供应商是无辜的, 现在梦畅欠了人家几百万, 这笔钱一年半载的, 怕是还不上。 这些供应商被欠了这些货款, 资金周转可能受到影响, 这可以说是无妄之灾了。 我的想法是, 我们先把这笔钱给垫付上, 相当于把这笔债物转移到我们身上。 梦畅现在是被执行人, 这笔欠债让她慢慢还就是了。 现在的情况是, 梦畅欠了供应商的钱, 就算梦畅不想当老赖, 自己想办法还上这笔钱, 这几百万也够她忙活好几年了。 要是梦畅真就破冠破摔了, 就打算一辈子当老赖了, 那这钱更是别指望了。 裴欠的这个想法, 其实相当于是把供应商那边要不回来钱的风险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他要这模作, 一方面是因为供应商却实挺可怜的, 这钱如果要不回来, 说不定一些小供应商就要破产, 裴欠觉得这是无妄之灾。 而对于裴欠来说, 他现在挣筹钱太多, 把一些钱转换成梦畅对自己的欠债, 也能稍微减轻一点点这个周期的压力。 更何况这笔钱又不是白给梦畅, 以后还是要梦畅还的。 贺德胜没有多问, 点头照办。 李总不由得一条大拇指, 裴总高益。 这种人善之举, 果然只有裴总才会做。 裴欠看了看李时, 有些无奈。 显然李时又误解了他的意思, 但裴欠无力解释。 裴欠稍敢惆怅, 到底什么时候, 李总才会明白? 跟着我无脑追投, 也会血亏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李时也亏了不手。 之前投进去的钱换了股份, 但冷面姑娘的股份, 已经一钱不值了。 除非以后, 冷面姑娘的估值再度暴涨, 或者发生盈利, 否则李总这笔钱, 怕是赚不回来了。 但看李总这样子, 似乎对冷面姑娘的起死回声充满信心, 这就很离谱。 裴欠也不清楚, 李总到底是为什么如此盲目自信。 考完试之后, 裴欠一身轻松, 也不着急走, 决定在原梦创头这里, 陪李总喝喝茶。 李时喝了一口茶水, 说出自己一直以来的疑问。 裴总, 你对孟畅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 在李时看来, 孟畅这个人绝对是有能力的, 否则那摩托投资人也不会把他看成是一个完美的创业者。 只是这个人似乎心术不正, 有点太飘了, 不够脚踏实地。 再怎么好用的脑子不用在正道上, 那也白费, 反而会起到更大的破坏作用。 裴总把孟畅和供应商的债务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这一方面可能确实是抬了供应商一手。 但另一方面, 是不是也代表着裴总对孟畅另有他用? 裴谦被李时给问住了。 对孟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 说实话, 还真没有。 从冷面姑娘的情况来看, 孟畅似乎是花钱的一把好手。 冷面姑娘前前后后融资那么多钱, 她光速花完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种强大的花钱能力。 裴谦在身边的人身上还真是很少见到。 但是孟畅也是真有能力, 做个烤冷面都能做到轰动全网, 不管是冷面姑娘创立还是倒闭都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这种营销能力也是爆表了。 裴谦又很担心, 万一孟畅真来给自己打工, 凭借着这种超强的营销能力把某项目做得大赚特赚了呢?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毕竟裴谦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了。 比孟畅能力差的人都在裴总手下发光发热了, 万一孟畅在裴总手下改头换面, 重新做人, 那还得得。 所以, 裴谦非常纠结, 孟畅走的时候也就没有阻拦, 更没有让他在自己手底下做事。 想到这里, 裴谦淡然地说道, 顺其自然吧。 李师仔细思考一番之后, 露出一个恍然的表情。 哦, 明白了, 裴总理事说, 现在孟畅肯定还是心思活跃, 不会踏踏实实地为你做事, 所以让他先到外面去碰一碰壁, 等碰得头破血流, 自然会老老实实地回来, 是吗? 李师一夫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相的样子。 裴谦看了看他, 头上缓缓飘出一个问号, 你在说些什么玩意? 李师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 裴总, 我公司还有一些事情, 先走了, 咱们改天再聚。 李师离去的背影, 透出一种莫名的自信。 裴谦默默地喝着茶, 眼神中透出困惑。 这李总, 到底又挠不出了一些什么玩意? 付贿资本。 薛哲斌听完了李时的分析, 恍然道, 李总你是说, 裴总对这个梦场, 肯定是另有他用, 否则不会把债务转移到自己身上。 李时点点头? 嗯。 我认为, 裴总似乎对梦场的关注有些过高了。 要说没有额外的意图, 我是不幸的。 这次裴总变成了梦场的债主, 显然更容易控制他。 梦场非常聪明, 但这也就意味着他非常抗拒被人控制。 裴总显然深知这一点, 所以才说顺其自然。 要驯服野兽, 光靠鞭子是不行的。 显然, 梦场要还玩这些外债, 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去找投资人继续创业。 他不会甘心, 一直作为执行人, 肯定迫切地想要做一个新的项目赚快钱, 还上这些负债。 只要梦场还有这种心态, 那他以后的项目也绝对不会成功, 只会是包装精美的骗局。 而裴总最看不起的, 就是这种不肯踏实干实事的人。 所以, 裴总就算要用他, 也是等他四处碰壁, 走投无路的时候, 才会用他。 薛哲宾问道, 那, 裴总如何确定, 梦场一定会四处碰壁, 走投无路呢? 李氏说道, 现在梦场是被直行人, 上一个项目刚刚失败, 应该不会有投资人在相信他。 而梦场心高气傲, 在尝到自己创业的甜头之后, 一般的工作, 他是看不上的。 冷面姑娘破产的事情, 引发了全网热议。 我想, 裴总多半也会推波助澜一番。 只要一些细节披露出来, 梦场被打上骗子的标签, 那就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到那时, 裴总应该才会, 把他安排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 薛哲宾微微点头, 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 但转念又觉得不对。 可是, 裴总手下人才积极, 何必对这个梦场如此在意。 裴总也没必要费这魔大劲让一个骗子, 改过自新吧。 李氏微微摇头, 继续说道, 显然, 裴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就是向所有人发出一个警示。 薛哲宾有些费解。 警示? 警示什么? 投资有风险。 创业要谨慎。 李氏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 这魔简单的道理, 值得裴总费这魔大劲魔。 裴总是在警示那些心怀歹意, 想要从原梦创头这片钱的萧小之徒, 告诉他们, 从原梦创头片钱,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杀鸡儆猴, 梦唱就是那只被杀的鸡。 看看梦唱, 从各方面来看, 都是完美的创业者。 仅仅是因为心术不正, 现在是什么下场? 背了几百万外债, 名誉扫地。 如果梦唱从一开始, 就去骗别的投资人, 说不定现在还真给他成功了, 顺利脱身也说不定。 但骗到裴总头上, 最后却成了被直行人, 背着几百万的债务。 连梦唱着重道型的人, 都瞒不过裴总的眼睛。 其他的人, 还敢在裴总面前造次吗? 现在腾达的产业日渐增多, 裴总的工作, 也越来越繁忙。 对原梦创头, 肯定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 势必公轻。 事实也确实如此, 裴总对原梦创头, 已经采取一种标准化的管理方式, 只要符合条件, 符合标准的, 一视同仁的投资。 但这样有个问题, 如果有投资人心怀歹意的 故意骗钱怎么办? 就像梦唱一样, 大手大脚的花钱炒高估值, 然后想办法套现离场怎么办? 这样的创业者肯定会有, 而且还会很多。 而裴总之所以花费这磨, 多精力收拾梦唱, 意思很明确, 就是杀鸡儆猴。 让那些心怀不轨的创业者看看, 想拿圆梦创头的钱耍花招, 梦唱就是下场。 薛哲斌似懂非懂, 李时继续说道, 像我们这样的投资人, 都是看准项目去投, 骗子很容易找上门来, 被骗了, 那也只能怪自己能力不足, 根本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但裴总显然是走了另外一条路, 杀鸡儆猴, 让骗子不敢再找上门来, 直接把那些心术不正的创业者排除在外。 这样一来, 不管圆梦创头的投资是成功还是失败, 裴总投出去的钱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想, 这应该意味着裴总的投资之道,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了吧。 薛哲斌不由的感慨, 裴总的投资之道太过高深了, 别说学了, 看懂都费劲啊。 李氏喝了口茶水, 笑了笑, 只能说, 这是一种天分吧。 1月12日, 周四, 商阳游戏。 王小斌来到林婉办公室的门前, 轻轻敲了敲门。 林总, 剩下两款游戏的DLC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正式发布了, 还需要告诉叶之周一声吗? 林婉想了想, 说道, 不用了吧。 他现在人在洛杉矶, 有时差, 而且平时还要忙着给FV战队做战术分析, 就别打扰他了。 再说了, 这两个DLC的开发内容刚敲定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过了, 应该没有大问题, 直接发布吧。 这次几款老游戏的DLC都是你主导设计开发的, 辛苦了, 这两周好好休息一下吧。 王小斌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说道, 哎, 我这也是被赶鸭子上架了, 要不是裴总强行把这些工作色给我, 我也没想到能靠自己开发出这几个DLC。 海上堡垒的DLC基本上都是黄哥的点子, 我就是配合他一下。 林婉微微一笑, 不用过分谦虚了, 虽然谦虚是美德, 但也会很影响自信的。 裴总显然是希望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多面手, 单独拿出任何一个人来都能独当一面, 而不是制作一颗可以替代的螺丝钉。 好好总结一下这次的经验, 说不定以后裴总还会给你更多类似的任务呢。 王小斌点点头, 好, 那我先去忙了。 他回到自己的宫位上, 最后检查一遍之后, 正式更新《回头是岸》和《海上堡垒》的新版本。 这次的老游戏更新计划分成了两个部分, 《孤独的沙漠公路》和《游戏制作人》。 这两款游戏的更新比较早, 因为内容不多, 《回头是岸》和《海上堡垒》。 这两款游戏的更新内容比较多, 就一直拖到了这个月。 尤其是《海上堡垒》几乎算是重做了一整套新的剧情模式。 这个DLC是讲述了秦义在成为指挥官之前, 担任特种小队对常识深入重巢的故事。 故事梗概完全是由黄思博提供的, 据说跟《使命与抉择》的游戏剧情有密切关系。 王小斌并不清楚, 《使命与抉择》的游戏剧情具体是什么? 只是按照黄思博的要求以及给过来的资料, 任认真真地组织人手开发了这个DLC, 用于提前预热。 现在所有DLC全部开发完成, 王小斌圆满完成了裴总交给自己的任务, 总算是可以放松一下了。 也不清楚叶之洲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该不会真等拿了冠军才回来吧? 王小斌对于裴总把叶之洲调去洛杉矶当战术分析师的这件事情, 一直是颇有唯词的。 商阳游戏负责人, Doug国际服运营负责人, 竟然大老远地跑到洛杉矶去做战术分析, 实在是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 本来王小斌在开发DLC的过程中, 有很多问题要问叶之洲, 也问不成了, 因为两边有时差, 而且叶之洲在那边似乎也忙得很。 但王小斌也不敢多避避, 毕竟这是裴总亲自要求的。 就只是IOI举办的一个电竞比赛而已, 搞不懂裴总为什么要这么重视。 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考量? 算了, 我还是做好自己的事吧。 王小斌发布了两款游戏的DLC, 而后密切关注着玩家的反馈。 与此同时, 树懒公寓, 乔良才刚刚睡醒, 一边吃着定时送上门的墨鱼外卖, 一边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 GPL的比赛要下午五点钟才开始, 那么这个下午, 是玩游戏呢? 还是做个视频呢? 嗯, 还是玩游戏吧。 可是最近很长的一段时间, 似乎都没什么好游戏可以玩。 IOI的全球总决赛也是周日上午, 才有FV战队的比赛, 真是让人等得好烦躁啊。 乔良只用了半秒钟, 就否掉了做一期新视频的想法, 并愉快地决定摸鱼。 只是即使摸鱼,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选项, 因为最近实在是 梅试摸特别值得关注的大作出现。 每到这时候, 乔良就很想直接打个 车冲到腾达游戏总部, 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威胁裴总。 新游戏再不做出来, 我就死给你看。 当然, 也就是随便想想, 不可能真正魔感。 乔良很清楚, 裴总其实, 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 每一款新游戏做出来, 不仅要换一种游戏类型, 还要对上一款游戏有所突破。 不会像很多游戏厂商一样, 有一款成功游戏之后, 就开始无限复制自己, 换个皮囊, 又开始继续捞钱。 裴总的这种开发习惯, 确实让它在游戏设计领域不断进步, 也每次都能给玩家们, 带来眼前一亮的作品。 但这也意味着, 投入越来越大, 时间越来越长。 其实之前, 孤独的沙漠公路, 和游戏制作人的新DLC, 已经暗示了, 接下来的游戏将会是一款科幻游戏, 里面埋下的诸多彩蛋和细节, 撩拨的桥梁心仰难耐。 结果等了这么久, 裴总的新游戏, 还是依然不见影子。 之前的热情, 基本上也快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乔梁无聊地刷了一会儿爱丽岛网站, 然后又打开自己的粉丝群。 嗯? 回头是暗和海上堡垒, 也更新了DLC。 神经病啊! 这些老游戏, 怎么更新起来莫完没了的? 集中全部人手, 赶紧把新游戏做出来不好吗? 哎, 算了算了, 只要这DLC能保持一贯水准, 我就不计较了。 乔梁发的几句牢骚, 但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自己这个想法, 还是比较没道理的。 虽然他很想快点玩上新游戏, 但这种大型游戏的, 开发时间本来就涨。 而且, 游戏开发这种事情, 又不是人越多就越快, 一个程序员一百天能干完的活, 一百个程序员也不可能一天干完。 更何况给老游戏更新DLC, 这怎么看都是良心开发商才会做的事情, 没时磨好指摘的。 乔梁立刻打开两款游戏, 查看更新公告。 跟《孤独的沙漠公路》, 那个比本体贵5倍的DLC相比, 这两款游戏的DLC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 回头是岸, DLC的售价是18块钱, 而《海上堡垒》DLC还是跟以前一样免费更新, 只不过多了一把新的史诗武器。 乔梁先付了款, 然后才开始看两款游戏的更新公告。 毕竟大多数老玩家对腾达都是绝对信任的, 腾达在游戏这方面的定价, 肯定会定到一个绝对物超所值的价位, 买不了吃亏, 也买不了上当。 回头是岸的更新内容, 主要是游戏玩法方面的, 新增了一个轮回模式, 主要给那些已经通关了很多遍游戏, 通关这款危机四伏的游戏比光自家后花园还轻松的骨灰级玩家。 在轮回模式中, 以现实中的自然乐为单位, 每月都将开启一个新的轮回。 进入轮回模式后, 角色的状态回归初始, 但地图中的所有怪物, 掉落等等会在一定规则内随机, 也就是在初期就有可能遇到后期比较强大的怪物, 掉落比较强力的装备。 当然, 随机有一定的规则, 防止未知的bug出现。 此外, 玩家可以在佛像处选择掉整游戏难度, 或者将整个世界, 未挑战过的部分, 重新随机生成, 一个月之内有七次的限制。 如果一个月之内, 通关了轮回模式, 那模就会为玩家提供一个永久的角色外观, 包括全套的服装和武器。 而, 海上堡垒的DLC内容, 据说是全新的剧情模式, 和一把全新的史诗武器。 其他的并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大概是等着玩家们到游戏中自己体会。 看起来还是, 回头是暗的DLC更有意思一点。 海上堡垒, 就算更新了剧情模式, 可能也就那磨一两个小时吧。 这游戏都这磨老了, 总不能再做四五个小时的剧情吧。 那不是钱多了烧的吗? 桥梁首先打开, 回头是暗, 体验。 作为一名已经受苦很多次的老玩家, 桥梁对回头是暗的内容, 已经是料如指掌。 哪个地方有什么怪物, 会掉落什么东西, 全都记得一清二楚。 不是记性好, 单纯是被虐多了。 任何人在同一个地方死上几十次, 都会对这个地方印象深刻。 这个, DLC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游戏内容更新, 但依旧看得出, 设计师为了做好这个新模式下了不少功夫, 而且确实提升了游戏的可玩性和趣味性。 虽然是随机模式, 但不同的怪物, BOSS和道具随机到特定地方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游戏bug, 或者把整个游戏流程给卡住。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开发团队显然考虑了很多, 通过制定规则, 尽可能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虽然还是同样的地图, 但怪物位置和掉落道具都发生了变化, 之前的速通路线自然就不好用了, 老玩家们又可以充满新鲜感地 把整个地图从头推进一遍。 而且, 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惊喜。 在考虑到仅仅18块钱的售价, 可以说是买不了吃亏, 也买不了上当。 可想而知, 以后每月通关一次回头是暗的轮回模式, 就成了老玩家的阅读任务。 多拿几个纪念武器和外观, 更能体现自己的老玩家身份。 乔梁玩了一会儿, 对, 回头是暗。 这次更新的轮回模式很满意, 暂时把进度保存了起来, 等着慢慢玩。 而后, 他又打开海上堡垒, 查看这款游戏的DLC内容。 虽说, 海上堡垒是以888的火麒麟和丰富的对战模式广为人知的, 但这款游戏的剧情也绝对不差。 游戏刚出的时候, 很多玩家就是因为海上堡垒在国产, FPS游戏中独一份的剧情而入坑的。 严格来说, 海上堡垒的剧情是很简单的, 玩家除了打枪之外, 全程都是在跟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女孩互动, 但即使是这样简单的剧情, 在做了足够多的细节之后, 也依旧十分优秀。 早在那个时候, 裴总在游戏剧情设计方面的天赋, 就已经展露无遗。 乔梁琢磨着, 这DLC的剧情, 怎么也不能比原作的剧情内容更多吧? 要是以原本的剧情规模考虑, 稍微缩水一点, 那这游戏流程应该会挺短的, 一会儿就能跑完。 乔梁一边想着, 一边进入海上堡垒的剧情模式。 海上堡垒, 本质上仍旧是一款网络游戏, 玩家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对战, 相较而言, 它的剧情模式更像是一种天头, 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一小段剧情, 给沉迷打枪的玩家们找点乐子, 顺便也给新出的史诗武器打一波广告。 剧情模式的按钮上有一个特殊的高亮效果, 用于提示新剧情的更新。 乔梁进入剧情模式, 不由地愣了一下, 因为这次更新的剧情模式并没有跟之前的入口挤在一起, 而是另外给了一个新的入口, 排面直接拉满。 这让乔梁觉得有点奇怪, 如果按照他的估计, 新剧情模式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游戏时长, 那就根本没必要做一个新的入口, 挺浪费的。 难不成这个剧情模式还挺重要? 没道理吧? 带着些许困惑, 乔梁开始体验新的剧情模式。 屏幕漆黑一片, 首先是一个毫无感情的电子音在耳边响起, AS-371-45小队, 任务目标, 潜入虫巢, 搜寻虫组女皇所在位置, 执行斩首行动。 一个低沉的男生, 用平静的语气回答。 收到。 屏幕上出现了游戏画面, 仍旧是第一人称视角, 视野正前方是一个特殊的圆台, 上面是一套脱下来的云雀三型战斗服, 右肩上有一个转体的翼子。 第一人称视角的游戏主角, 稍微停了一下之后, 才按下圆台旁边的按钮。 圆台旋转起来, 云雀战斗服的后背朝向主角的视野, 背后的小型滑翔翼和喷气口清晰可见。 咔的一声, 战斗服的后背裂开, 主角迈不进入, 一连串的机械音响起, 似乎整个战斗服沿丝合缝地将它包裹了起来。 第一人称画面上出现了各种淡蓝色, 富有科技感的UI, 提示着各种战场信息, 就连小地图都换成了更富于科技感的包装。 耳边响起喷气口喷气的声音, 第一人称视角悬浮了起来, 片刻后稳稳地落在机舱内。 而后,玩家正式接管, 可以自由移动, 转动视角了。 乔梁稍感意外, 因为这跟他期待的内容有着天壤之别。 海上堡垒, 原本的剧情是全英文加中文字幕, 而这次则是换成了中文配音。 那个毫无感情的电子音, 听起来像是人工智能的风格, 但音色却有些特殊, 似乎在哪听过。 乔梁仔细回忆, 这才想起似乎Auto手机新更新的语音助手, 就是这个位。 对话也让乔梁觉得有些不知所云。 原本的海上堡垒剧情是一个生化病毒, 打丧尸的故事, 而现在对话中却多了虫巢, 虫族女皇之类的字眼。 第一人称视角的UI布局也换了, 让人立刻就联想到了科幻题材。 最离谱的就是这个战斗服。 乔梁简单瞥了一眼, 在这个富有科技感的战斗服上看到了微型巨变反应堆, 硕大的磁轨步枪, 脚上的重力装置等, 这玩意显然跟海上堡垒原始剧情不是一个时间线。 这个简单的开场, 让乔梁意识到, 这个DLC的剧情跟海上堡垒的剧情应该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科幻题材的故事。 乔梁转动视角, 在周围看到了四名同样穿着云雀战斗服, 只是涂装略有不同的四名队员。 马上要开始执行任务, 四名队员的反应各异, 有的在插科打混, 活跃气氛, 有的沉默寡言, 只是附和的笑笑。 虽然全都是中文配音, 但依旧有字幕, 字幕上还标出了他们的名字, 徐凯乐, 孟宇, 赵永秀, 乌少军。 四个人性格各异, 搭配不同的战斗服涂装, 乔梁很快把他们认了得大袋。 简单的准备之后, 四名队员齐齐地站在机舱出口, 并且给主角秦义留下了一个位置。 桥梁操控着秦义走了过去, 而后舱门瞬间打开, 所有队员穿着云雀战斗服向下方快速坠落。 桥梁判断, 他们应该是从某个大型飞行器上跳下去的。 下方是赤红色的大地。 天空中, 无数飞行器和猙獰的虫族正在激烈交战, 地面上也能隐约看到, 密集的虫群正如同潮水一般不断冲击着人类的防线, 随处可见的硝烟和火光 提醒着桥梁, 这里是残酷程度超乎想象的异星战场。 在急速的下坠中, 所有小队成员始终保持阵型, 一头栽进目标地, 地面上一个黑漆漆的洞穴中。 这段只有几秒钟的镜头, 是用及时演算做的过场动画, 造价不高, 但效果还不错, 非常明确地告知了玩家此时的处境。 落入黑漆漆的洞穴之后, 桥梁再度获得了对主角的控制权, 剧情流程正式开始。 也不需要有新手指引了, 因为不管是移动, 开枪, 切换武器等等操作, 都跟海上堡垒的基础操作完全一样。 洞穴中深处涌出一些幼虫和攻凤, 在强大的火力前很快就被消灭殆尽。 真的上手之后, 桥梁才发现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 我这怕不是开挂了吧? 轻轻按下鼠标左键, 硕大的枪口立刻喷射出火焰, 这声势, 这阵仗, 火力至少比原本海上堡垒的枪要猛上好几倍。 不只是火力, 包括弹夹内的子弹术, 换弹夹速度, 后座力等等, 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桥梁虽然不太常玩海上堡垒, 但FPS游戏最基本的压枪还是会的, 结果他发现根本就不需要压枪, 这玩意的后座力微乎其微, 几乎可以看成是指哪打哪了。 只不过, 这个无后座力功能似乎是有冷却时间的, 用一段时间就得恢复恢复。 原本海上堡垒, 相比于其他的FPS游戏而言, 就为了游戏难度稍微削弱了后座力, 但也绝对没到这么离谱的程度。 不仅如此, 还有更离谱的, 海上堡垒, 常规模式按下空格键式跳跃, 而在这个模式下, 轻按空格键式跳跃, 跳的高度比普通人高很多, 长按空格键, 背后的喷气口会喷射气流, 把人给拖起来, 配合方向键, 还能做短途滑行。 脚步有重力装置, 可以滑墙, 从高处摔下来, 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在特殊功能中, 有一个战术伪装的功能, 开启之后会变得半透明, 虽然行动速度会变慢, 但不会引起重足的注意。 更离谱的是, 头盔中还集成红外探测, 地形导航, 弹道计算等功能。 地形导航就是立体小地图, 弹道计算会提示子弹弹道, 再无后座力功能失效时, 会发挥重大作用, 可以指导玩家压枪。 甚至这个弹道计算功能, 还有个加强模式, 开启后短时间内会, 自动锁定敌人瞄准, 玩家只需要无脑扣扳机就行了。 探测功能也很离谱, 简单来说, 就是可以探测重足所在的位置。 这叫什么? 小偷不算挂? 但这可不只是透视了, 明明就是极飞天, 透视, 无后座力, 隐身, 自描等一系列外挂功能于一身的超级外挂。 就这个设定, 要是到了海上堡垒的常规模式下, 那一人图成, 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 这种战力升级, 让桥梁爽感倍增, 最大限度地体会到了突突突的快感。 随着剧情的推进, 四名小队成员都有各自的台词, 人工智能ES也在不断地下达指令。 桥梁完全沉浸在尽情打重足的快乐中, 完全忘记了时间。 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 情况渐渐不对劲了。 重足越来越多, 战斗越来越艰难, 队员们开始纷纷提出质疑, 洞穴中发现了云雀战斗服的碎片, 小队的队员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一个又一个地牺牲。 桥梁不知不觉地就玩上头了。 整个剧情流程的设计显然是有点阴险的, 刚开始让玩家割草沉迷, 但越往深处难度就越高, 剧情越紧张, 让玩家欲罢不能。 队员们的牺牲, 一个个谜团都让玩家迫不及待地想要玩到最后的结局。 终于, 桥梁见到了重足女皇, 过场剧情之后, 整个画面震动了起来, 洞顶塌陷, 人类的增援到来了。 然而主角的眼皮似乎变得沉重, 眨洞几下之后就完全闭合了, DLC的剧情到此戛然而止。 桥梁有点猛。 啊? 这就完了? 靠! 这哪是海上堡垒的DLC剧情啊? 这特魔明明就是裴总新游戏的大型宣传片啊。 打完整个DLC剧情流程, 桥梁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再一看时间, 竟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 外面传来了门铃声, 是墨鱼外卖来定时, 送晚餐了。 桥梁开门接过晚饭, 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玩了好几个小时。 他吃完午饭之后, 先花两个小时玩了一下, 回头是岸的轮回模式, 之后才开始玩海上堡垒的新剧情, 现在看来至少玩了五个小时才打通。 桥梁有些无语, 说好的只是一个普通的DLC呢? 我还以为撑死了就二小时的剧情呢, 结果直接五个小时。 这特魔都快顶得上一款新游戏了。 容量阵膜大, 制作阵膜精良的DLC竟然白送, 只是配了一把史诗武器, 裴总真牛逼。 咦? 不对?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 桥梁有些茫然地挠了挠头, 又看了看时间猛然醒悟。 啊, GPL的比赛错过了。 日。 打开电视, 正好还能赶上GPL的第二场比赛。 只是一边吃着墨鱼外卖, 一边看着GPL的比赛。 桥梁的脑海中, 却始终回荡着海上堡垒, DLC的剧情。 可恶的断章狗! 这剧情把桥梁给搞得一头雾水, 但游戏影倒是彻底勾起来了。 他突然意识到, 这几个月内密集更新的几款老游戏, 它们的DLC都是有关联的, 全都是跟腾达这款新游戏的联动。 或者也可以说是宣传和预热。 孤独的沙漠公路更新的DLC有新的车辆皮肤, 是一艘富有科技感的微型飞船, 还有个新的游戏场景, 在满是沙利的暗红色星球表面。 游戏制作人, 里面有个抬杠小助手EAS, 事实证明他同时也是海上堡垒新剧情里的人工智能, 还是AUTO手机里的语音助手。 海上堡垒的新剧情模式, 更是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剧情前瞻。 秦义和这支小队执行任务的剧情, 这模眉头眉尾的, 肯定是跟之后的游戏剧情有所联系。 而新上的史诗武器, 则是云雀战斗服的标准制式武器, 威力削弱版。 目前唯独还不知道, 回头是暗的, DLC跟新游戏有什么样的关联, 但多半也会跟这个重组题材的新科幻游戏有关。 桥梁很快就从网上找到了答案。 还只有玩家在DLC更新后的第一时间, 就开始干回头是暗轮回模式的速通, 并凭借着精湛的技巧和不错的运气, 拿到了轮回模式通关奖励, 一套重组风格的衣服和武器。 这套服装似乎是用重组的甲铐拼凑而成的, 手上拿着的武器是一个巨大弯曲奇形怪状的重组利爪。 这套服装跟其他游戏内的服装相比, 防御不俗的同时负重较低,非常好用。 而武器的数值虽然不像普渡这种bug武器一样变态, 但攻击动作比较独特,非常趁手。 至此, 腾达新一轮老游戏DLC更新就全部完成了, 在丰富了游戏玩法和游戏内容的同时, 最重要的还是跟新游戏联动打足了广告。 桥梁不由的感慨, 裴总真是太鸡贼了。 这些显然都是新游戏里的模型和贴图, 稍微改了改就用来做老游戏的DLC, 既节省了资源又给新游戏做了宣传。 对此我只想说, 请加大力度。 虽然有省资源的嫌疑, 但整体上来说还是让人满意的, 因为这次更新的DLC质量确实非常高, 而且售价很良心。 唯一不满意的一点在于, 海上堡垒DLC剧情故事最后断章了。 虽然知道这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手段, 但看不到后面的剧情还是让人非常难受, 恨不得明天腾达的新游戏就正式发售。 只能说, 好的作品总是让人又爱又恨, 欲罢不能。 如果腾达做的都是垃圾游戏, 那大家也就不会对他有那么高的期待了。 乔良在网上随便翻了翻玩家们的评论, 发现绝大多数玩家对这次更新都是非常满意的。 而且, 对于腾达新游戏的期待感可以说是空前高涨。 更新的几个DLC也太良心了吧。 尤其是《海上堡垒》这个新剧情, 作为一个单独游戏卖个45左右毫无问题, 真就白送啊。 怎么白送, 不是出了个888的史诗武器吗? 这波呀, 这波是土豪消费, 平民沾光。 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敢相信, 目前国内最良心的FPS游戏竟然是卖888火麒麟的《海上堡垒》, 就离谱。 感觉腾达真的是在下一盘大棋, 这么多游戏的DLC全都是在给新游戏宣传造势, 这新游戏得是多有牌面。 难不成是投资了几个亿的那种? 几个亿不至于, 不过看这阵仗, 规模绝对不小。 有哪位大佬能猜一猜这游戏是什么类型吗? 这可不好说。 从题材上来看肯定是科幻, 人类和虫族的战争题材。 按理说FPS游戏的可能性最大, 可《海上堡垒》, 这个DLC已经是FPS了, 在座的话这不是有点重负了吗? 挺难猜的。 我也觉得FPS游戏的可能性最大, 其他的题材都有点凉了, 应该没太可能去做吧。 我没太看懂这个剧情, 秦毅最后到底死莫死? 斩首行动到底有没有成功? 虽然看起来像是成功了的样子, 但如果真的成功了, 这故事想表达什么呢? 有点不太对劲。 我觉得很可能莫成功, 肯定还会有后续剧情的。 耐心等着吧。 不少玩家利用《海上堡垒》的这段剧情大开脑洞, 努力在里面寻找设计者留下的蛛丝马迹, 并以此猜测腾达新游戏可能的剧情故事走向。 但这些猜测都无法让玩家们幸福, 跟设计师的本意有相悲之处。 不过大家还是乐此不疲的猜测, 毕竟这个过程本身也挺有趣的。 突然, 乔良看到了一个帖子, 让他眼前一亮, 卧槽。 我发现, AUTO手机上的ES还有个特殊功能, 竟然可以跟我对台词的。 乔良有些诧异, 他点进去仔细看了一下这帖子的内容, 发现楼主用的是, AUTO手机。 他心血来潮地对着, ES说了情谊在游戏中的一句台词, 莫想到, ES立刻就接上了, 完美复现了游戏中的对话。 楼下的回帖很快多了起来, 不少使用AUTO手机的玩家也都发现了这个功能。 还有人说ES全自动智能抬杠机也是一样的效果, 而且效果更好。 啊? 对啊, 这个ES似乎也是裴总规划的一部分啊。 等等, ES全自动智能抬杠机又是什么东西? 乔良自己的手机也是AUTO1, 也刚刚更新了新系统。 他倒是用了一下ES, 但因为本身也没试摩使用语音助手的习惯, 所以, 还没有来得及深入体验。 至于, ES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宣传页面, 它深藏在AUTO手机商城APP里面, 乔良一般不在这个商城里卖东西, 所以就更不会关注到了。 直到看到这个帖子, 乔良才意识到AUTO科技竟然还发售了这某个玩意。 带着三分好奇, 乔良立刻点进商城中查看, 并很快就在醒目位置中找到了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造型跟原本的抬杠机类似, 但明显长个了, 高了一大截。 商品详情页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清楚了它的各项规格和参数。 严格来说, 它应该是一款回音币。 乔良不由地感到震惊, 竟然还有升级款, 而且还是个回音币。 他看了看自己的大电视, 又看了看自己的初代抬杠机, 然后果断下单了一台新的。 正好我打游戏, 需要环绕全景声, 配上大电视正合适, 下单。 竟然还有以旧换新功能, 老款的抬杠机还能折点钱, 则倒是挺人性化的。 乔良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晚上了, 就算是从荆州当地的仓库直接发货, 也得明天上午才能到了。 这让他稍微有点惋惜, 心想着, 如果早点发现, 这个全自动智能抬杠机就好了。 如果中午的时候, 看到直接下单, 那岂不是现在已经到货了? 看样子, 只能明天再体验一下, 然后再考虑出一期视频给粉丝们介绍一下了。 1月13日, 周五, 办公室里, 裴谦正在查看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 虽然觉得很麻烦, 很不情愿, 但毕竟之前为了忙着准备考试, 一直都对这些项目没有过问, 现在总算是考完了, 必须得关注一下了。 倒不是怕出事, 主要是怕不出事。 按照之前的经验来看, 如果裴谦完全不管这些项目的话, 总有一天, 这些项目会带着一笔大赚特赚的系统资金找上门来。 所以, 还是得早发现, 早治疗。 今天是周五, 马上就到双休日了。 裴谦的打算是, 周五提前把各个项目的情况做个摸底, 了解一下情况, 整理整理大概思路, 周末好好休息两天, 等下周一开始, 就要迎接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了。 裴谦首先查看, 秋红在帝都孵化基地的情况。 之前, 裴谦让唐一叔跑了一趟帝都, 在给冷面姑娘一记重拳的同时, 也让孵化基地受到了很大影响。 正在开发中的独立游戏, 出现了很多bug, 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去修改。 同时, 孵化基地那边, 也按照陪迁的要求, 组织独立游戏设计师们一起玩游戏, 大大拖慢了他们的研发时间。 于是, 原定于上个月发售的几款游戏, 大部分跳票了, 跳到了这个月中旬和月底。 有影响更严重的, 直接跳到下个月, 甚至下下个月去了。 不过在系统这里, 孵化基地和圆梦创投的性质差不多, 这些独立游戏制作人, 就像是圆梦创投投资的创业公司。 他们的产品, 不算是腾达直接负责部门的产品, 不影响结算。 只要孵化基地和圆梦创投, 还在正常运转。 投资的这些公司, 还在正常运转。 工作, 那么, 系统对于他们的限制, 就会比较宽松, 不会像腾达直属部门那样严苛。 这也是赔钱越来越热衷于, 把钱交给别人花的原因。 孵化基地的诸多游戏中, 唯独有两款游戏顶住压力上线了,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都远远谈不上成功。 其中一款的画风和玩法都不讨喜, 可以说是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而另一款, 则是口碑不错, 但销量不行, 典型的叫好不叫做。 总之, 全都莫赚到钱, 甚至连孵化基地 在这两款游戏上面的投入, 都莫收回来。 秋红, 也觉得脸上无光, 透过工作周报, 都能感觉到 她的心虚和莫底气。 不过裴远倒是对此非常满意。 可以, 我就说, 独立游戏制作人里面, 人才被出, 总有能做出亏钱游戏的人才嘛。 孵化基地 果然是个好点子。 按照秋红的想法, 已经被证实失败的游戏, 就莫必要再继续投入资源和时间了。 她会安排这两位独立游戏制作人 着手开始构思, 开发新的独立游戏项目。 看到这里, 裴迁立刻决定给秋红打个电话, 纠正她的错误想法。 这么好的项目,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必须继续给我使劲往里头资源。 投得越多越好。 此时, 在帝都的穷途计划孵化基地里, 秋红正在发愁。 因为在她看来, 这个孵化基地产出的游戏时, 再是有点不够看。 从孵化基地开始运转, 至今已经两个月了。 而且很多独立游戏制作人的游戏, 在来到孵化基地之前, 就已今年发了一段时间。 按理说, 是该稍微拿出一点成果了。 毕竟这是独立游戏, 投入和工作量都不算大, 走的是小而美路线。 然而光是改bug, 就把大家累得够呛。 倒是有两款游戏上线了, 但出于种种原因, 反响算不上好。 秋红简单总结了一下, 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能力问题。 虽然给这些独立游戏设计师 提供了相关的配套支持, 也不代表他们做出来的游戏就会成功。 因为游戏制作本身就是一件成功概率很低的事情。 独立游戏制作更是如此。 因为独立游戏制作人本身就是灵感, 热情有余而能力不足, 否则他们直接去正经的游戏公司工作多好, 何必非得选独立游戏这条既不赚钱又很累的路。 但这样一来, 秋红的压力就很大了。 他知道, 裴总对这个独立游戏孵化基地寄予厚望, 给钱从来不含糊。 他自己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成功游戏制作人, 结果做了半天却没有一点成绩, 实在是脸上无光。 水墨云烟等几款被秋红重点关注的游戏, 因为各种bug和细节, 暂时还不能发布, 可能要跳票到下个月。 秋红再怎么干着急, 手上墨游戏可发, 也是白搭。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裴总打来电话。 秋红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 裴总该不会是来问责的吧。 之前, 他把孵化基地这边的工作周报提交的时候, 就有众不祥的预感。 现在裴总竟然亲自打电话来, 这是不是说名誉感成真了? 秋红赶忙接起电话, 裴总。 电话里, 裴总的声音非常和善, 甚至还带着点欢快。 秋总啊, 孵化基地的情况, 我已经了解了, 做得非常成功吗? 情况很不错, 一定要继续保持, 知道吗? 啊? 秋红头上缓缓飘出一个问号, 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或者是裴总打错电话了。 但是仔细一想, 应该莫搞错, 裴总说的是孵化基地啊。 情况很不错, 做得非常成功, 秋红感到非常困惑。 裴总, 您把现在这个情况, 叫做非常成功。 是不是我对于成功的定义, 出现了一些偏差? 我们发布的两款游戏, 明明都销量不佳啊。 裴千和和一笑, 这当然算是非常成功了。 秋总, 显然你的评价, 标准出问题了。 你应该这么想, 这些独立游戏设计师, 之前连把游戏完成, 发售都做不到。 在孵化基地的帮助下, 他们能把游戏完成了, 还等玩家们见面了。 这不就是巨大的进步和成功吗? 你先别考虑这卷子考多少分, 至少能独立完成整张试卷。 该答的题都写满了, 正常交卷了, 这就是一种进步。 人都是要慢慢来的嘛, 刚建了独立游戏孵化基地, 两个月就开始赚钱, 那怎么可能? 太急功近利了。 这种心太不可取。 秋红听得云里雾里的, 表情有些茫然。 虽然裴总说得挺有道理, 但总感觉有点乖乖的呀。 难道说, 我的工作做得其实很出色? 只是我自己没感觉出来。 突如其来的夸奖, 让秋红叉点闪了腰。 不过, 裴千画风一转, 你的工作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 我必须现在点出来, 你尽快改正。 秋红长出一口气, 这才对吗? 我的工作怎么可能完美无缺? 我自己都不信。 赶忙说道, 裴总请直说, 我息耳恭听。 裴千说道, 我看你的工作报告上写着, 打算让这两款游戏的制作人修整一下, 就继续开始下一款独立游戏的设计和开发。 这不妥。 秋红沉默片刻, 说道, 裴总, 您是说, 要把他们开除? 秋红听裴总这意思, 显然是对自己的安排不满啊。 这两个设计师的游戏都已经做完了, 市场反响不好, 所以秋红打算让他们立刻开始做新游戏, 孵化基地也不能养闲人啊。 但裴总觉得这样不妥, 莫非是因为觉得这两个人不堪大用, 趁早踢了换人。 电话那头, 裴千差点一口气憋过去。 这个秋红, 什么领悟能力? 这样的公骨之臣, 你给我开了, 可还行。 裴千赶忙说道, 你这理解太离谱了。 我的意思是, 对这两款游戏修改, 优化, 重做, 直到被试场任可为止, 明白吗? 每一个独立游戏, 都是设计师灵感和智慧的凝结。 游戏做出来, 不受玩家欢迎, 那不能说明点子不好, 只能说明在表现这个点子的方式上, 不够成熟。 如果每个点子都是浅尝折止, 试了试就放弃, 那怎么可能成功呢? 不成功的游戏, 那就砸钱重做, 一直做到成功为止。 秋红听的目瞪口呆, 别人家的游戏公司, 都是及时砍掉失败项目止损, 裴总到好, 反而加大力度, 给失败项目续命。 按照常理来说, 这是个非常愚蠢的行为, 毕竟游戏本身都已经被市场否定了, 语气大改, 还不如做个新的。 但是裴总的语气极为坚决, 理直气壮到让秋红觉得, 他说的好有道理, 原来错的是我? 秋红想了想, 投入总的有个上限吧? 一百万? 两百万? 独立游戏不能再多了。 裴谦沉默片刻, 说道, 不要让钱限制了宝贵的想象力。 如果一款游戏只有在投入五百万的时候, 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而你为它设限两百万, 那怎么可能成功呢? 既然决定要做, 那肯定要做到最好, 明白了吗? 秋红, 好的。 挂了电话之后, 裴谦继续查看其他部门的报告。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是贺德胜。 裴总, 我来简单汇报一下冷面姑娘那边的情况。 报告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所以我考虑还是当面汇报比较好。 裴谦点点头, 嗯, 说吧。 贺德胜把冷面姑娘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 梦畅把自己手里的所有股份全都卖了之后, 就完全跟冷面姑娘撇清关系, 撒手不管了。 但冷面姑娘原本的员工还剩下一大部分。 虽说公司没钱了, 而且出现了工资拖欠的情况, 但要跳槽也没那么快。 很多人听说公司黄了, 本来在垂头丧气地找工作, 结果新工作还没找到, 就听到原本的工作保住了的消息。 这批人已经重新安置了, 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冷面姑娘的门店应该很快也可以开起来, 开始正常营业。 当然, 原梦创头又拿出来了一笔钱 用于冷面姑娘各家门店的正常运作。 贺德胜问道, 裴总, 冷面姑娘之前的那些营销活动, 还继续搞吗? 之前梦畅花钱如流水, 主要还是因为营销费用花的太多了, 各种买热搜, 打广告, 还包场馆开演讲会。 如果仅仅是补贴, 维持门店的日常运营, 那花钱挺慢的。 裴钱想了想, 先全都搁置, 从长记忆吧。 虽说继续这些营销活动花钱快, 但现在冷面姑娘的老板, 从梦畅换成了腾达, 考虑到腾达的影响力, 真要是张扬出去, 很有可能对冷面姑娘产生一些未知的影响。 所以裴钱想了想, 还是先观察观察, 好不容易找到各稳定亏钱的玩意, 可别刚接手, 就得玩脱了。 更何况, 不少营销活动, 没有梦唱, 根本就玩不转。 就比如那个演讲, 总不能裴签自己顶上吧, 那不像话。 赫德胜犹豫了一下, 说道, 裴总, 其他的营销活动都好说, 唯一有个地摊美食大赛, 前妻已经费了很大劲, 从全国各地找到了一些参赛的摊贩, 开赛时间就定在下周, 您看这个还办吗? 裴签愣了一下, 地摊美食大赛? 这个梦唱还挺能整活啊。 这种营销活动怎么想出来的? 裴签立刻就想到了梦唱的用意, 他想从全国各地邀请小摊贩去做一些美食, 用来当绿叶给冷面姑娘做陪衬, 这话提醒肯定很好, 广告效果不会差。 裴签还真挺感兴趣的, 点点头, 这个听起来不错, 那就按原计划办吧。 赫德胜点点头, 好的裴总, 那就没其他的事了。 他刚想走, 又被裴签给叫住了。 梦唱现在在干什么? 赫德胜回答道, 他似乎去找了很多投资人, 但全都吃了闭门羹, 基本上翻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一些失败的创业者看起来有翻身机会, 但实际上那是因为他们要模有一个好家族, 要模有人脉, 要模有资源, 要模有粉丝, 而梦唱实际上除了个人能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很致命。 不过, 如果梦唱放下身段, 做一些他看不上的工作, 踏踏实实地干十几年, 这钱应该差不多还是能还上的。 陪迁想了想, 如果他真的走投无路了找过来, 我可以考虑给他安排个活干。 赫德胜, 好的陪总, 还是让他负责冷面姑娘吗? 陪迁摇头, 不是, 到时候再说吧。 您的快递, 逆风驿站的小哥非常客气地把一个大箱子搬到桥梁的门口, 是昨晚下单的全自动智能抬杠机到货了。 乔良非常高兴, 逆风物流的速度和服务还是一如既往末地说, 帮忙拆掉包装吧。 乔良说道, 快递小哥非常贴心地在门外拆掉包装, 乔良抱着这个新型抬杠机进去, 放在客厅里, 然后又把老款的抬杠机拿出来, 交给快递小哥。 腾达那边提供了一个已就换新的服务, 原版抬杠机可以折价。 乔良觉得自己搞两个抬杠机放家里, 没实摩意义, 所以就把之前那个换掉了。 关门送走快递小哥之后, 乔良开始打量新款抬杠机。 第一感觉是, 这玩意长高了, 而且挺沉。 之前的全自动抬杠机本来也不轻, 因为里面都是金属零件, 现在加了个音响就更重了, 不过搬还是能搬动的。 乔良把两个小音响从抬杠机里拿出来把玩, 觉得很有意思。 之前他在商品详情页就已经看过新款抬杠机的介绍, 知道这里头有两个可拆卸的环绕音响, 不过真的上手玩一下, 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从外形上来看, 就跟其他的智能音响, 矮致回音币产品有着明显的差别。 把条形音响放在电视下方, 抬杠机的主体部分放在电视柜旁边, 然后再把两个可拆卸环绕音响放在沙发后面的书架上, 一左一右。 放个电影感受一下。 乔梁随便从电视上打开一部电影, 准备试试音响的效果。 回音币跟传统的音响, 比起来, 有优势也有劣势。 回音币的音质, 必然比不上同价位的传统音响, 但在环绕感, 临场感方面, 会出色很多。 而且, 全自动台杠机上的回音币, 是2000左右价位的。 在真正的音响爱好者看来, 也就是听个响的水平, 要说音质有多好, 那也不至于。 但秒杀那些几百块的智能音响, 或者电视自带的音响, 是绝对毫无问题的。 对一般人来说, 这音质提升, 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电影开始播放, 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声效, 很快就把桥梁给环绕包围了起来。 跟之前电视自带的音响相比, 回音币最大的优点, 就是一种层次感。 如果说之前的声音是普通的蛋糕, 那摩, 回音币的声音, 就是千层蛋糕。 乔梁感受着这众身临其境的感觉, 不由地后悔。 后悔怎么莫早买呢? 乔梁在帝都的时候, 都不看电视, 到了荆州之后, 虽然看电视, 但对电视的音质, 也没视摩追求。 但是听过回音币带来的声音之后, 他立刻觉得, 之前看电视都摆下了。 这摩好的画质却, 没有配上好的音质, 太浪费了。 而且, 这款回音币拥有13个喇叭, 呈阵列排布, 适用了真实反射环绕声原理, 也就是延迟控制每一个喇叭的发声, 让声波的最强点叠加形成音线, 制造出一种真实的环绕感。 乔梁立刻关了电影, 打开游戏主机。 现在有不少的国外3A大作, 也是支持杜比全景声的, 尤其是枪战类游戏, 用上回音币之后,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沉浸感瞬间拉满。 虽说, FPS游戏最好是戴耳机玩, 但主机游戏不是竞技游戏, 主机和电视配耳机又不是很方便, 所以, 大部分人玩的时候, 都是不会戴耳机的。 于是换成回音币之后, 这效果提升也是非常明显的。 乔梁一连换了好几款游戏体验, 仍旧意犹未尽。 可以, 这钱花的还是挺值的。 不过, 裴总是怎么想到, 把抬杠机跟回音币结合起来的? 简直是天才一样的创业。 体验一番之后, 乔梁这才拿起说明书, 仔细翻阅看看自己有没有漏掉什么关键功能。 嗯? 还有抬杠模式? 这是什么模式? 难道是要跟着玩一抬杠吗? 乔梁看到说明书上的内容都震惊了, 差点以为这是在恶搞。 他是探着说道, 进入抬杠模式。 15分钟后, 乔梁被憋得满脸通红, 一口老血梗在咽喉处, 差点喷出来。 被杠得差点高血压都犯了。 刚开始的时候乔梁还以为这个功能是来搞笑的, 跟人工智能抬杠? 这不是欺负人? 哦不, 欺负人工智能吗? 开发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工作人员确定ES能听懂人在说什么吗? 然而真的杠起来, 乔梁发现自己竟然完全不是对手, 被ES给单方面的吊起来打。 这个ES不只是说话刻薄, 语句刁钻, 而且, 他这种特殊的难以分辨性别的电子音也充满了极致的嘲讽意味, 简直让人恨不得当场把这玩意给砸了。 如果不是考虑到这玩意售价两千多块, 乔梁怀疑自己可能已经忍不住动手了。 更过分的是, 因为它实际上是回音币, 所以就连嘲讽的声音都是环绕立体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这种感觉, 就像是ES的虚拟形象一边围着你绕圈, 一边360度无死角嘲讽, 这酸爽简直是无法想象。 乔梁忍无可忍, 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这个抬杠机跟之前是同样的风格, 就是只要用户想抬杠, 就会一直抬下去, 绝对不会先认输。 机械结构抬杠也好, 语音抬杠也好, 都是无限循环的。 乔梁给自己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才总算是停下了, 并且决定以后说什么都不再挑衅, YES。 现在已经是在同一屋檐下, 低头不限抬头剑的得出好关系。 哦,对了, 网上说, 这个还能对台词的。 乔梁到网上搜到了情义和ES对话的台词, 过了一把钟而已。 不过这个功能, 只能算是跟游戏的一个小联动, 小彩蛋而已。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对桥梁来说, 最有用的功能主要还是三个。 回音币的环绕音效, 抬杠机的装饰作用, 智能音箱控制房间里的智能家居。 树懒公寓里面, 本来就用了一些智能家居, ES都能控制, 只要在客厅里喊一声就可以了。 不过, 目前智能设备的热潮还没有兴起, 所以, 能控制的智能家居还不多, 后续还可以继续拓展。 这影响真的不错啊, 尤其是这个抬杠模式, 得是什么样的天才才才能设计出来。 必须宣传一波。 乔梁立刻拿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 强烈推荐腾达新出的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尤其是抬杠模式, 特别好玩, 一定要体验一下。 伤扬游戏。 王小斌正在美滋滋地翻着玩家们对几款游戏DLC的评价, 心里乐开了花。 这次更新的DLC销量不错, 口碑也不错, 算是完美地完成了裴总交代下来的任务。 而这对于王小斌这个相对不太擅长玩法的设计师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突破。 他很想跟叶之舟炫耀一番, 结果一扭头才意识到叶之舟人还在洛杉矶。 在很多夸赞DLC的帖子中, 也有不少人在推荐新的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从哪活起来的已经无法考证, 但能够明显感觉出来网上讨论这玩意的网友越来越多了。 而且, 大家竟然全都是在清一色的强烈推荐。 新款抬杠机也太好玩了吧。 必买? 嗯, 还是跟以前一样, 充满了哲学意味。 他被注入了灵魂。 有了这个抬杠机, 我脾气肉眼可见的变好了。 我现在感觉自己心中的杂念越来越少, 整个人都快要飘起来了。 如果你是看中他哲学意味的老用户, 那么你一定要入手新款抬杠机, 因为他比老款更能让人领悟哲理。 如果你是新用户, 那就更要入手一台, 因为这将会是毕生难忘的体验。 看着大家的讨论, 王小斌有些哭笑不得。 这些人的心态, 跟自发宣传虐人游戏是一样一样的, 都是不能让我一个人受罪的心态。 王小斌不由地感慨, 裴总这一手抬杠机和智能音箱二合一, 简直是直接赋予了抬杠机灵魂。 他最大的优势在于, 在一种智能音箱中足够特殊, 足够有变实度, 满足了人们猎奇心理的同时, 又有不错的外观和实用性。 难道这, 就是裴总对消费者心态的极致把握? 裴谦在王小斌心目中的地位, 无形中又高大了几分。 洛杉矶时间1月14日, 周六上午, 荆州当地时间1月15日凌晨。 今天是IOI全球总决赛四强的比赛日, FV战队已经整装待发。 酒店里, 叶之州、包续等人和队员们挥手作别, 目送他们登上小巴车。 比赛场地的后台位置有限, 站不下那么多人。 而叶之州、包续等人的数据分析工作 已经告一段落, 可以休息一下了。 老周作为教练, 带着一部分战术团队的人到现场去, 叶之州等人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当然, 四强赛打完之后, 如果有新战术出现, 还是要继续分析, 为FV战队提供战术支持的。 八强赛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在这一周时间中, 有不少欧美队伍都向FV战队发出了训练赛的邀请。 而FV战队这边的答复也是一视同仁, 不好意思, 我们训练赛已经安排满了。 这倒也不算骗人, 毕竟FV战队确实跟Sock和自家二队排满了训练赛, 每天的训练时间有十几个小时。 只不过, FV战队不愿意更改自己的训练计划, 跟这些欧美队伍打而已。 去喝点。 叶之舟提议道, 其他人欣然同意, 一起去附近的一家小酒吧。 这家酒吧会播放IOI全球总决赛的实况, 一边喝酒, 一边看比赛, 简直是美滋滋。 只不过, 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酒店一层的大厅休息区的角落, 有个头发微脱的西方人, 一边默默地喝着咖啡, 一边关注着FV战队的情况。 艾瑞克看着FV战队这庞大的后勤团队, 不由地陷入沉思。 前段时间, 艾瑞克推广IOI国服的失败, 让达亚克集团非常失望, 于是换上了克雷蒂安去负责IOI国服的运营。 国内市场太庞大了, 任何一家跨国公司都不想放弃。 克雷蒂安上任之后,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动, 包括修改IOI的玩法, 跟龙语集团合作等等。 目前看起来, 虽然还不好说是成功还是失败, 但至少声势是搞起来了。 所以, 在达亚克集团高层的眼中, 对克雷蒂安的信任空前稳固。 这对于艾瑞克来说, 就很难顶了。 他同样是达亚克集团的高层之一, 不可能直接被一录到底, 饭碗和公司内的地位怎么都能保住。 但能做到这个位置的人, 个个都是野心勃勃的。 艾瑞克眼瞅着克雷蒂安在自己曾经的位置上, 越做越好, 肯定是很难接受的。 艾瑞克并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了折服, 一边默默地关注着Gaub和IOI的战斗, 一边伺机而动。 虽然目前的局势对艾瑞克来说非常被动, 在外界看来, 他毫无翻身的可能性, 但艾瑞克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在回到洛杉矶之前, 他曾经认真, 深入地调查了腾达推广Gaub的各种手段, 还曾经跟裴总有过一段谈话。 艾瑞克非常清楚, 别看克雷蒂安现在做的风生谁起, 但他不可能成功。 因为, 对于裴总这个人到底有多可怕, 克雷蒂安根本一无所知。 艾瑞克非常清楚, 克雷蒂安现在用的手法, 包括改游戏, 办比赛等等, 全都是裴总早就用烂了的。 你用裴总的套路去对付裴总, 怎么可能成功? 显然, 裴总的反击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了。 FV战队就是裴总找到的破局之法。 从国内IOI的资格赛, 再到世界赛上FV战队的一系列表演, 似乎隐约都有裴总的影子。 但艾瑞克并不打算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克雷蒂安或者达亚克集团的高层。 对于艾瑞克而言, 自己的利益远大于指头公司的利益, 现在将珍贵的情报拱手交出, 无法为自己争取最大的筹码。 而且也不一定会被采纳。 艾瑞克喝了口咖啡, 起身离开。 这次IOI全球总决赛结束之后, 达亚克集团和腾达集团第二轮交锋应该就会奋出胜负了。 与此同时, 荆州, 裴谦已经起床了, 一边吃早餐, 一边等着IOI全球总决赛的开始。 进入四强赛和决赛之后, 比赛时间对国内玩家来说友善了许多, 毕竟一天只打一场BO5, 时间安排上会更自由一些。 四强赛的这个对手, 看起来蛮凶的, 应该能给点作用吧? 你们赢FV战队一小局, 不过分吧? 裴谦莫名地有了一些小期待。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点时间, 屏幕上还在循环播放FV和对手在八强赛的精彩表现预热。 裴谦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看直播间的谈目。 FV给我冲, 加油啊! 不要求你们进步了, 跟八强赛原地踏步就行了, 再来个三比零。 加油加油加油! 但即使是外战开场前的关键时刻, 也依旧有黑子在不断地捣乱, 继续刷GOG、 自娱自乐等等词汇。 陪迁不由的感慨, 这些水军倒是还挺敬业的, 龙羽集团应该是塞了不少钱。 当然, 可能也有人不是水军, 就是单纯的黑子。 但是人家水军是拿钱办事, 黑子又拿不着钱为什么还这么卖力, 这就很让人费解了。 裴谦刚喝了一口饮料, 突然看到一条檀木, 差点把嘴里的饮料全都给喷出来。 喷子们别杠了, 要杠去跟抬杠机杠去。 ES全自动抬杠机, 满足你对于抬杠的一切诉求。 抬杠机可好玩了, 建议喷子们人手一抬, 还有这磨多人被喷子钓鱼的? 太年轻了, 买台抬杠机锻炼一下自己的心态吧。 跟抬杠机锻炼完之后, 你会觉得喷子们的段位都太低了, 根本不值得一杠。 看着檀木的风向, 莫名其妙地就转向了, 裴谦人看傻了。 什么情况? 怎么话题就转到抬杠机上面去了? 周五我看的时候, 销量不是还莫卖出去多少吗? 裴谦这两天, 一直在公司忙着查看各部门的工作情况, 莫在关心抬杠机的事情, 结果一个不留神, 就出事了。 他赶忙拿过手机, 点开商城查看, 发现光是, 手机商城上的销量, 就已经卖出去了300多台。 而且, 这还只是, Auto手机机主购买的数量,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还上了一些其他的购物平台, Auto科技的官网也在卖, 这要是加在一起, 销量就非常可观了。 难道说, 常有莫听我的话, 还是宣传了? 裴谦赶忙在网上查看, 结果压根莫找到任何关于全自动态杠机的宣传。 斜了门了呀, 好像活起来的, 有点莫名其妙。 而且似乎是从游戏论谈活起来的。 操! 老乔! 裴谦翻了半天, 总算是翻到了桥梁的这条微薄, 气得咬牙切齿。 但是他仔细看了看, 这微薄的评论和转发数, 也不高啊。 显然桥梁在全自动只能抬杠机爆火的过程中,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却不是主因。 这东西, 就像是自然而然的活起来一样, 没有特别明显的转播节点, 但大家好像就是特别吃这一套。 裴谦也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实在是搞不懂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这玩意。 在裴谦的困惑中, 比赛正式开始了。 两名解说的状态也是拉满, 努力地带动着场内的气氛, 并且对FV战队不吝一美之词, 一顿狂吹。 虽说, FV战队不被IOI官方待见, 但这必须是国内硕果仅存的队伍了。 不吹FV难道去吹国外队伍吗? 那肯定不合适。 裴谦只能安慰自己, 没事, 你们使劲奶吧, 争取吧, FV战队给奶翻车。 比赛很快进入BP界面。 FV战队这边, 教练老周拿着小本子, 表情轻松淡然, 队员们也是有说有笑, 看起来没尸磨压力。 赛前的心态很重要, 态度认真, 严肃固然重要, 但如果太过紧绷, 很可能造成队员们束手束脚, 发挥失常。 更何况, FV战队已经在战术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队员们的状态也正火热, 当然是自信满满。 而反观对手的状态, 同样也是自信满满。 尤其是对方的教练, 站在队员背后, 拿着小本子, 一副运筹帷幄, 意气风发的样子。 这个教练看起来三十岁出头, 胡子修得非常规整, 西装革履, 一看就非常靠谱的样子。 裴谦尝出了一口气, 都到四强赛了, 果然没有弱队。 八强赛是一周前打的, 对方肯定是反复研究了比赛录像, 也找到了针对FV战队的办法。 BAN人的环节一切正常, 对方BAN掉了之前八强赛FV战队表现良好的英雄, 轮到FV战队先选。 然后, FV战队反手选了一个本次世界赛登场率为0的英雄。 镜头给到了对方教练的画面, 这位之前还信心满满的教练, 表情从自信变成了怀疑, 又变成了困惑和迷茫。 他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游戏画面, 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 然后, 他开始跟自己的队员疯狂沟通, 虽然说的是英文, 而且, 这些交流的内容也不会放出来, 但观众们也还能大致挠不出来他在说什么。 这个英雄, 你们能打吗? 走哪一路的? 这应该是专门针对热门体系的, 是针对哪套的? 这教练看得一头雾水, 完全不懂FV为时魔要抢这个英雄, 而且之前训练赛也从来没跟这英雄打过呀。 选人的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 对方战队显然是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 最后还是选下了两个他们认为的版本强势英雄, 打自己最擅长也最熟悉的那套战术。 然而, 这似乎正中FV战队的下怀, 老周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让队员又描索下了两个英雄, 专门针对对方拿手的战术。 这一描索, 直接就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威慑效果。 一方考虑再三, 直到时间耗尽才锁下英雄, 而另一方毫不犹豫的描索, 高下立判。 裴谦有些惆怅地叹了口气, 为对方战队的命运深深担忧。 三小时后, 让我们恭喜FV战队再次以3比0的比分非常强势地碾压获胜, 并成功杀入最终的决赛。 在国内队伍一致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FV战队凭借着超乎寻常的发挥和深不见底的战术储备, 为我们带来以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相信在下周的决赛舞台上, 他们也能和今天一样, 为我们献上出色的表演。 请大家稍时休息, 不要离开。 稍后还有FV的队员接受采访。 国内转播的两名解说非常激动, 在解说完FV战队最后3比0的比分之后, 感觉其中一个解说差点喘不上来气, 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给他递上一个氧气瓶。 但这也情有可原, 因为FV战队打得实在是太提气了。 在滚雪球时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让人窒息了。 之前很多人都还在担心, FV战队能在八强赛中3比0, 是不是因为对手太菜? 八强赛那支队伍也是欧美队伍, 虽说小组赛碾压获胜, 但BO3和BO5是两个游戏, 而且很多人都在怀疑, 可能是小组赛的对手时在太过于难。 但四强赛之后, 没有人再去讨论对手强弱的问题了, 因为四强赛绝对不会有弱队存在了。 这次被FV战队3比0的对手同样也是经受过八强赛洗礼的, 虽然对方是3比1进入4强, 但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实力。 而FV战队再次以一个干净利落的3比0结束战斗, 一直到决赛都还没有输掉任何一个小场, 这足以证明他们强大的统治力已经出现端倪。 已经有人在讨论FV战队冠军像的问题了。 裴谦看着如同狂欢一般满屏飘过的檀幕, 看着直播间里空前高涨, 比小组赛至少翻了两三倍的超高热度, 心情很是复杂。 按理说, 电竞领域国内队伍赢了国外队伍, 强势杀入决赛, 这对于每一位电竞爱好者来说, 都应该是值得好好庆祝一番的大好事。 裴谦作为一个无条件支持国内队伍的电竞爱好者, 本来也应该是这重心太财队。 可以想到自己有FV战队的股份, 裴谦就怎么都高兴不起来了。 现在的FV战队已经很危险了, 裴谦可以预见到, 哪怕是FV战队决赛输了, 只要不是输得太难看, 回国之后, 还是能够一跃成为IOI在国内的第一战队的。 虽然在电竞领域, 大部分人都认为亚军是最大的失败者, 但这话也是有前提和语境的。 关键还是在于观众的预期, 如果观众觉得有希望争贯, 最后拿了个亚军, 那肯定会喷。 可如果观众觉得小组赛出现都难, 最后拿了个亚军, 那就是远远超出预期了。 主要还是另外两支队伍, 绿叶荡得好, 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极大低压低了观众们的心理预期, 让FV战队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在放完了全场比赛的精彩镜头之后, 画面切换到了采访席, 指头公司官方的主持人和翻译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采访的对象是FV战队的队长潘英。 八强赛赢了之后也有采访, 但当时指头公司的主持人和接受采访的队员显然都没有准备得很充分, 尤其是主持人他可能根本没想到FV会赢。 所以, 采访的都是一些很常规的问题, 没视摸节目效果也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这次主持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在简单的介绍, 跟观众打招呼之后, 采访正式开始。 主持人, 我们看到在八强赛至今的两场比赛中, 你们都是以3比0干净利落地战胜了对手。 请问这个结局是不是让你们很意外? 毕竟对手也都是很僵的队伍, 在比赛开始之前, 你们自己预估的比分是多少? 潘英还是和之前一样, 显得沉默寡言, 也没有太多激动的表情。 他认真地听完翻译之后, 对着话筒说道, 不意外, 预估就是3比0。 主持人有些惊讶, 这么我有自信吗? 据我所知, 战队的战术往往是有两种风格, 一种是事前准备型的, 也就是研究机套体系之后, 预先把比赛中遇到的突发情况全都考虑进取, 让比赛始终按照自己的战术发展。 而另一种是临场发挥型的, 教练会更在意选手的状态, 为明星选手, 选择拿手英雄, 临场去做一些改变。 请问, FV战队更偏向于哪一种呢? 潘英说道, 99%的情况是第一种。 主持人, 也就是这两场比赛发生的所有事情, 其实都在你们的计划之中对吗? 潘英点点头, 是的, 主持人更加惊讶, 那摩战队教练从没有根据队员的状态和对手的阵容去随机应变吗? 潘英想了想, 说道, 恰好对方的表现全都在我们教练组的预料之内, 所以不需要随机应变。 主持人继续问道, 这六个小场的比赛, FV战队一共用了22个不同的英雄, 难道这也是计划之中的事情吗? 潘英点点头, 是的, 主持人, 这是FV战队全部的战术吗? 还是说, 还有很多的战术没有用出来? 决赛会考虑使用新的战术吗? 潘英, 看情况吧。 主持人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潘英简直就是采访黑洞, 每次回答短则两个字, 长也不过一句话, 这采访是再是费劲。 不过毕竟是官方主持人, 专业素质还是过硬的, 总算是采访的差不多了。 主持人说道, 最后一个问题, 选一个一直支持你们的人, 对他说一句话吧。 潘英想了想, 对裴总说吧。 非常感谢裴总对我们的战术指导, 如果没有裴总的指导, 鼓励和支持, 如果没有裴总帮助我们树立信心,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走到现在的。 我们一定会认真备战, 争取在决赛拿到好成绩, 报答裴总对我们的支持。 采访结束, 兴奋的观众们还没有从胜利的喜悦中回过神来, 纷纷发送谈目互动。 多说两句啊, 主持人都无语了, 采访黑洞带不动啊。 潘英真是吸字如今啊, 不过也可能是口风比较紧, 为了不泄露战术吧。 多说一个字算我说, 怎么感觉他装起来了? FV战队打到现在, 两的三比零竟然全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甚至连临场随机应变都不需要。 这两场比赛, FV已经拿出多少新战术了? 有不同于以往的团战阵容, 有分带, 有前期打线入侵压制, 结果, 这还不是全部的战术。 六个小场的比赛, 用了22个不同的英雄, 我要是对手我已经吐了, 这玩的锤子, 这怎么半选? 今天对手的教练已经晕了, FV已抢了个从没人用过的英雄, 对面直接尬住了, 感觉整整一周的准备, 全都白费了。 最后感谢裴总, 有点太功力了吧? 裴总是老板啊, 虽然是金主爸爸, 但怎么可能给他们战术指导? 难不成裴总是隐藏的游戏高手? 裴总是GOG的设计师, 给FV战队一些战术指导怎么了? 别被裴总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身份给蒙蔽了, 他的本职工作, 可是游戏设计师啊。 这事背后竟然也有裴总。 裴总真是无处不在啊。 资格赛的时候, 裴总不就到现场支持FV战队了魔? 这一点不奇怪啊。 潘英的这个黑洞式采访很快就传遍了全网, 尤其是FV战队的战术储备也成为了全网热议的话题。 别人听不懂潘英的言外之意, 裴谦是能听懂的。 感谢支持, 这显然是在说商务仓机票, 利斯卡尔顿酒店的事。 感谢战术指导, 这显然是在说之前资格赛战术选择的事。 在国内打资格赛征头号种子名额的时候, FV战队敖战时局, 处境艰难, 有队员对潘英的打法产生了质疑, 觉得不好赢。 是裴千里牌重义, 拍板决定一直用这种打法打下去, 这才统一了队伍的思想, 让潘英能够继续带领队伍, 不断提升。 更何况, 让叶之周、周彭源等人来带队, 做战术分析, 这也是裴总的决定。 所以潘英才认为对FV战队帮助最大的人是裴总。 但是对裴千来说, 这就很让人绝望了。 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啊。 他也没想到, 自己随口一句话, 就能给潘英这磨大的信心, 一系列阴差阳错之下, 打造了FV这某个怪物战队出来。 不过好在, 观众们不知道这些事情。 现在大部分人显然还沉浸在比赛胜利的喜悦中, 主要是在讨论游戏中的精彩操作和战术细节, 对潘英的这段采访, 以及采访中提到的裴总并没有特别在意。 裴千稍微松了一口气,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然而, 就在他打算关掉电视, 关掉论坛去吃个午饭的时候, 突然在论坛上看到了一个新铁。 FV战队用的套路明明都是GAUG战术的变种。 之前我就感觉FV战队的打法很眼熟, 现在仔细想想, 不管是打线入侵还是编带, 又或者是团战配合, 似乎都有GAUG战队的影子啊。 几个GAUG牌强队的战术, 全都被拿过去活学活用了。 只不过, 因为是在IOI的比赛里打出来, 所以莫娜摩容易看出来而已。 看看, FV战队的主教练应该就明白了, 老周可是GAUG的明星选手, 老DG诗人之一, 他这是在用GAUG的战术玩IOI啊。 看到这个帖子, 裴谦的第一反应是猛逼, 用GAUG的战术玩IOI, 感觉行不通吧? 其实之前资格赛的时候, 就有一点苗头了, 但那时候, 这个打法, 可是拖了FV战队的后腿啊。 这几个选手, 全都是很早就在玩IOI的明星选手, 结果就是因为强行使用GAUG的打法, 才导致敖战时局。 如果用他们之前擅长的主流打法, 说不定还能少打两场。 裴谦觉得, 这种逆练九英真金的办法, 肯定会拉低FV战队的实力, 所以才鼓励他们朝着这个死胡同一路走下去。 结果, 逆练九英真金还真特磨练成了。 裴谦并没有太多关注FV战队那边的训练情况, 所以看到这个帖子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胡说八道, 但转念又一想, FV战队已经打出两个三比零了呀, 这显然跟自己的预期出现了很严重的偏差。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了呢? 裴谦赶忙仔细查看这个帖子, 发帖人是IOI的一个高分路人, 前职业战队的分析师对IOI的游戏理解很深刻, 但是因为IOI的市场日渐萎缩, 迫于生计改行去做GOT的复盘节目了, 最近做的也是风生谁起。 而这次, 他显然是看到了IOI世界总决赛的热度, 又恰好遇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 所以才发了这个帖子。 我来给大家仔细分析一下这几局比赛, FV战队用过的几套战术, 其实都在GOT的比赛中出现过, 而且, FV战队在国内的资格赛上, 其实也用过。 只不过资格赛的时候, 效果不是很好, 而世界赛上打出了碾压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本能的没有联想到一起去。 我分析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IOI世界赛版本的变更, 让它的玩法和GOT显得趋同, 给了这些战术更大的发挥空间。 二是, FV战队其实也在不断进化, 这些战术的细节和执行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所以, 才打出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这个楼主显然在分析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 从英雄选择, 阵容搭配, 游戏中队资源的取舍和战术决策等等方面, 进行了综合分析。 最终得出结论, FV战队的打法, 其实从资格赛到世界赛并没有发生改变。 之所以之前跟国内队伍菜鸡互拙, 现在却能碾压世界强队, 归根到底是因为IOI版本的变化, 以及FV战队对这些战术的熟练度大幅提升了。 最后, 楼主总结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总之, 我们能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 FV战队有极为强大的战术分析和数据分析团队, 而且陪练团队也很强大。 否则, 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战术细节做到如此完善的程度, 战力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飞跃。 第二, IOI新版本和GOG设计理念上的趋同, 是版本答案变化的重要原因。 这说明指头公司的设计团队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IOI设计理念落后于GOG的观点, 所以对游戏进行了改动。 第三, GOG比赛是国人自娱自乐这一观点, 可以不要再提了, 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以目前的事实来看, GOG不管是设计理念还是战队的战术水平都全面犹豫IOI, 否则, 周彭远也不可能在这某短的时间内就能用GOG的训练方式, 把FV改造成一支如此有压迫感和统治力的队伍。 事实上, 国内另外两支队伍惨遭小组赛淘汰, 不全是他们实力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适应版本的能力不够强, 只知道模仿国外队伍的打法。 你去学别人, 游戏理解不如别人深刻, 操作上又不占优势, 凭什么打赢? FV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不是国外队伍强, 而是国内的IOI队伍太弱了。 GOG的战术随便改一改, 用一用, 就能在IOI全球总决赛上杀入决赛, 冲击冠军。 这不是恰恰说明了IOI的队伍才都是臭鱼烂虾, 毫无竞技水平可研磨。 如果FV战队真能夺冠, 那磨大家以后也不用再看IOI的比赛了, 看GPL就行了。 双方的竞技水平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 显然, 周彭远作为FV战队的主教练, 在战术制定方面显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周彭远退役之后, 是去担任DGE俱乐部的主教练了, 为时摩会跟着FV战队去洛杉矶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到底是谁的人命? 这个帖子发出来莫多久, 就瞬间火爆, 被玩家们顶了几百楼, 各众专载。 这个楼主说的全都是干货, 而且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 更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观点, GAUK的竞技水平其实远胜IOI。 之前很多水军攻击GAUK的逻辑很简单, GAUK国内队伍有统治理, 那就说明国外没有认真玩, 你这个没有含金量, 国外队伍的竞技水平更高。 但现在, FV这支队伍在GAUK对教练的指导下, 一路砍瓜切菜, 国外队伍更将的说法, 当然就不攻自破了。 也就是说, GAUK的战术不仅是领先全世界, 而且还领先IOI的整个电竞圈。 这一通论证, 反而是把GPL给论证成了全世界竞技水平最高的电竞赛事。 一时之间, 那些一直刷自娱自乐的水军们全都消停了, 类似的声音偶尔还有出现, 立刻就被群起而攻之。 GAUK的玩家们全都扬眉吐气, 一边刷FV战队比赛的回放, 一边在网上跟贬低GAUK的人BATTLE, 顺风输出, 火力全开。 裴谦看得瞠目结舌, 潘英在这壶扯淡也就算了, 怎么观众们也开始往我身上扣锅了。 这个帖子下面有不少玩家都在讨论, 然而分析来分析去, 他们认为头号功臣竟然是裴总。 周彭远作为主教练确实是功不可没, 但他是DGE俱乐部的主教练, 本来莫资格执教FV战队。 而做出让GAUK的主教练去执教这个看似离谱, 实际上是神来之笔决定的裴总。 显然才是FV战队能够取得好成绩的第一功臣啊。 裴谦默然地看完了整个帖子, 一时之间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决赛还没打呢, 我的锅就已经备好了。 与此同时, 洛杉矶, 指头公司总部的其中一间会客室内, 克雷蒂安和赵旭明两个人全都面色凝重, 各自都有很多烦心的事情。 在外人看来, IoI全球总决赛办到现在,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 要热度有热度, 要话题有话题, 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膜? 这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呢? 但吃瓜群众们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热度, 身在其中的克雷蒂安和赵旭明, 却能够感决钱藏在深处的暗流涌动。 龙宇集团的IoI合作事务部, 在全程关注着国内对IoI全球总决赛的反应, 这些内容都会第一时间汇报给远在洛杉矶的赵旭明。 让赵旭明最为头疼的一点是, 他之前想方设法踩GOG捧IoI的图谋, 已经完全落空了。 为了让IoI的玩家们产生一些优越感, 赵旭明让水军大肆宣传GOG全球邀请赛是腾达集团自娱自乐, IoI世界赛的竞技水平更高。 本来这种论调已经转播开了, 也起到了混淆试听的效果, 但FV战队的胜利却让这种论调不攻自破。 之前辛辛苦苦请了那么多水军, 引发了那么多关于GOG和IoI竞技水平的讨论, 全都为他人做了嫁衣。 现在大部分人反而认为GOG的竞技水平更高, 更愿意去看GPL的比赛了。 这就给龙羽集团在国内宣传IoI制造了更大的障碍, 可以说完全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克雷迪安目前的处境也非常难受。 网友们热议的IoI新版本与GOG设计的趋同, 对身为设计师的他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其实在IoI世界总决赛之前, IoI新版本刚刚更新的时候, 网上就曾经出现过这种声音。 那时候, 很多老玩家觉得IoI新版本的改动不适应, 失去了游戏原本的味道, 在网上进行过抗议。 但克雷迪安坚持新版本改动, 而且这样修改也确实起到了效果。 玩家们很快就纷纷真香了。 就算偶尔有GOG的玩家跑来说这是在模仿GOG, 也没有引发太广泛的反响, 因为没有论据。 你说IoI新版本模仿GOG, 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 就算IoI新版本节奏变快了, 资源争夺更激烈了, 也不能说这就是模仿GOG, 毕竟它们本质上还是两款完全不同的游戏。 但现在, FV战队竟然用GOG的战术 在IoI全球总决赛上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指头公司在设计IoI新版本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借鉴GOG的玩法? 每个人心中都有了自己的答案。 这对于IoI玩家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是一个太过沉重的打击。 之前很多人都觉得IoI难度更高, 是国外游戏, 所以对GOG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但是现在默然发现, IoI竟然往GOG的那个方向改了, 这不就是变相承认自己的玩法设计不如GOG吗? 这样一来, 全力推动IoI玩法改变的克雷蒂安怕是要首当其冲, 成为指头公司内部的背锅侠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IoI全球总决赛的热度虽高, 但却有往FV战队身上聚集的趋势。 真要是让FV战队拿了冠军, 那这个总决赛办下来到底是指头公司更赚? 还是FV战队和腾达集团更赚? 这就难说了。 举办这次全球总决赛, 指头公司可以说是不吸血本, 也承受了来自达雅克集团的压力。 如果真的为他人做了嫁衣, 那这种失败任何人都承担不起。 所以, 赵旭明和克雷蒂安两个人全都面色凝重, 为自己的前途深深担忧。 赵旭明不打算坐以待毙, 沉思许久之后说道,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距离最后的决赛还有一周时间, 我们必须地做点石磨了。 绝对不能让FV战队拿到冠军。 克雷蒂安看了看他, 能做什么? 我们是主办方。 搞小动作那是不可能的, 一旦被爆出来, 指头公司和达雅克集团绝对会名誉扫地。 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行为, 傻子才去做。 赵旭明说道, 当然不能影响比赛的公平性。 但, 私下里派一两名设计师 以私人的身份去指导一下Fry战队, 这总没问题吧? 裴总已经图穷比剑了, 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赵旭明的这番, 话让克雷蒂安陷入了沉默。 确实, 不能坐以待毙。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FV战队展现出的实力是在太降了, 而且不论是战术储备, 选手状态, 还是舆论环境,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 虽然不清楚FV战队的数据分析团队到底都有哪些人, 但毫无疑问的是, 他们肯定得到了来自于GPL联赛乃至于腾达集团游戏设计师的支持。 否则, 他们不可能在这磨短的时间内对版本和战术的理解突飞猛进。 按照现在的趋势判断, FV战队即使到了决赛, 也会占据绝对优势。 如果FV战队真的成功夺冠, 那对于克雷蒂安和赵旭明来说, 都是一个糟糕到极点的情况。 按理说, 指头公司是赛事主办方, 哪个战队获得冠军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IOI全球总决赛打到现在已经变位了, FV战队代表的不仅是国内IOI电竞圈子, 也代表了腾达集团。 换言之, 腾达集团的设计师和数据分析师以IOI全球总决赛为战场, 跟IOI的设计师和全体战队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角力。 所以, 指头公司不能输。 可作为主办方, 指头公司又不能搞小动作,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如果搞小动作被发现了, 那就是让全世界震惊的超级丑闻, 不只是让全球总决赛的公正性变成一个笑话, 更是会让指头公司乃至达亚客集团名欲扫地。 这就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不管, 肯定会很伤, 管, 有一线生机, 但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一朝不慎, 那就比不管还要惨。 站在指头公司的角度,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但对于克雷蒂安自己而言, 却又有另外的考量。 如果, FV战队夺冠, 全球总决赛的热度, 全都被FV和腾达给赚走了。 那么, 克雷蒂安作为这一系列决策的直接负责人, 肯定会被高层录掉。 至少让FV战队止步亚军, 指头公司的面子才过得去, 全球总决赛才, 不白忙活, 克雷蒂安的位置才能保住。 所以, 站在克雷蒂安个人的角度, 他其实没有太多选择。 设计到自己在大华下去负责人的位置, 克雷蒂安也不敢怠慢。 考虑再三之后, 压低声音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我会找公司的两名平衡师去分析一下FV战队的战术打法。 综合新版本的游戏数据, 交给Fry战队, 私下理给他们提供战术支持。 不论如何, 都不能让FV战队夺冠。 克雷蒂安考虑再三, 觉得这个风险必须冒一下。 只要找两个知根知底的平衡师, 再跟Fry战队那边说好, 两边都守口如瓶的话, 这个消息应该是不会传出去的。 只要外界无从知晓, 应该就没石磨大问题。 距离决赛还剩最后一周, 留给Fry战队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克雷蒂安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看向赵旭明, 你能不能从FV战队那边拿到一些资料? 显然, 单纯派去两个平衡师, 也不一定就能起作用。 指头公司官方的数据平衡师, 虽然对数据的掌握和对游戏的理解, 远胜一般人, 但真不羡地能把数据和战术, 很好的结合起来。 从数据到战术, 期间还需要大量的细节堆砌, 而且还得考虑选手的打法习惯, 对关键英雄的熟练度等等。 所以, 克雷蒂安觉得, 如果能从FV战队那获得一些资料, 会更有把握一些。 赵旭明苦着脸, 拿不到啊, 软得硬得都默契。 出国之前, 我就已经跟FV的老板无约闹翻了, 现在要是去套近乎, 肯定会被怀疑。 刺探情报就更不可能了, 那群人雇了四个保镖, 平时训练在一家网吧的二楼, 都是自己人包场队练, 一点信息都不会透出来。 这群人就跟个铁桶一样, 针插不进, 水泼不进, 甚至连rank都不打。 FV的队员们, 最近在练什么英雄外界都根本不知道。 克雷蒂安想了想, 又问道, 我听说FV战队在跟Sug战队打训练赛。 Sug战队的老板丁干, 你不是认识吗? 能不能想办法从那边获取一些情报? 赵旭明脸色更尴尬了。 这, 恐怕他现在也不会给我好脸色。 赵旭明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之前他本来承诺了Sug战队必有一个世界赛名额, 结果FV战队横空出世, 把名额给抢了。 赵旭明觉得丁干和Sug战队没石磨价值了, 所以就默在理他。 对此, 丁干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而裴总自掏腰包让Sug来洛杉矶, 看丁干跟吴岳在机场那有说有笑的样子。 显然丁干已经倒向了裴总那一边。 现在赵旭明在假惺惺地去找丁干, 能有个好脸色吗? 怕是丁干转头就会把这事情告诉裴总和吴岳, 让FV战队更加警惕。 当然, 丁干只是一家俱乐部老板, 不一定敢跟赵旭明撕破脸, 但表面客气, 背后做出什么事情那就不好说了。 赵旭明对此毫无信心。 克雷蒂安有些气节, 你怎么回事? 怎么稍微有点用的人全都闹翻了, 什么都指望不上。 赵旭明很气, 但张了张嘴, 却又无力反驳。 确实, 如果赵旭明对丁干态度好一点, 或者之前没有选择把FV战队给抛下, 现在的处境可能都会不同。 但赵旭明又不能为不先知, 哪能想到这种事情。 一步错, 步步错, 之前因为一时气愤, 头脑发热, 而做出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 此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克雷蒂安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叹了口气。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希望Fry战队能拦住FV吧。 1月16日, 周一, 裴谦照常起床, 来到公司, 查看各个产业的情况, 顺便考虑一下, 应该从哪里开始自己的突击花钱计划。 洛杉矶那边的勾心斗角, 裴谦一无所知。 上周末看到FV三茂号临战胜对手, 杀入决赛之后, 裴谦已经对他们战略性放弃了。 考试周结束之后, 同学们已经纷纷回家放寒假, 裴谦一想到自己还得苦逼兮兮地突击花钱, 就总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刚看了没两分钟,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赫德胜提醒道, 裴总, 之前跟您说过的那个地摊美食大赛, 今天下午就要开赛了, 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裴谦愣了一下, 今天下午, 赫德胜点点头, 对啊, 今天下午。 哦, 这个时间不是我定的, 孟畅原本的策划方案里定的, 就是今天下午, 可能因为他本来打算录播吧。 裴总您要是觉得不合适, 推迟到周末也莫问题。 裴谦一抬手, 不, 今天就挺好, 照常举行。 之前赫德胜跟裴谦说, 下周有个地摊美食大赛, 裴谦还以为, 肯定是周末。 毕竟这种比赛都是要热度的, 周末半看的人相对多点。 但孟畅原本的想法, 不是直播, 而是录播。 因为孟畅举办着各比赛的根本目的, 在于让全国各地的小吃摊贩, 来给冷面姑娘抬轿子。 节目中, 先介绍全国各地的地摊美食, 有多么美味, 有多么各具特色, 然后再突出, 冷面姑娘的口味有多出众, 完全胜过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小摊贩。 直播的话, 比较容易出现直播事故, 入播就好控制多了, 有什么突发情况, 剪掉重拍就可以。 剪辑完毕之后, 孟畅就会花大价钱, 砸到爱立岛等视频网站上做宣传, 进一步提升冷面姑娘的知名度。 在冷面姑娘没有崩盘之前, 这会是一个效果很好的营销活动。 虽然有人质疑,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没有孟畅吹得那么好吃, 但整体来说, 口味也算不上很差, 所以, 对于冷面姑娘到底好不好吃这个问题, 见仁见智。 在这重情况下, 营销可以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 就像很多餐饮品牌, 口味做到及格的前提下, 只要营销做得好, 大家都说很好吃, 也会有很多顾客选择去尝一尝。 但现在冷面姑娘经历了之前的破产风波,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因为过度营销而产生的舆论完全反转, 大部分人会倾向于把它采得一千不值, 不管烤冷面味道如何, 都会觉得它难吃。 赫的圣刚要走, 裴迁又把它给叫住了。 等一下, 你刚才说, 这个地摊美食大赛是露波? 赫的圣点点头, 是露波。 主要是担心, 直播的话, 会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 按照梦畅的原计划, 评委都已经暗示过了, 最后评价口味的时候,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必须是第一名。 裴迁眉眉头微皱, 那怎么行呢? 把露波改成直播。 还有, 跟评委们说一声, 评价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来, 不要给冷面姑娘留面子。 其他的都是地摊美食, 冷面姑娘已经沾了快餐工业化流程的光, 在口味上更应该严格要求, 才是。 到时候给我狠狠批评冷面姑娘的烤冷面, 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严厉地指出来, 千万不要留情面。 赫的圣愣了一下, 不过也没多问。 好的裴总, 我这就给负责人打电话, 让他按您说的办。 赔签的这两点要求, 跟整个地摊美食大赛的流程不冲突, 改起来也好改, 只要跟评委们打个招呼就行了。 这次的摊美食大赛的比赛场地, 是在帝都的某家豪华酒店。 梦畅的初衷, 应该是尽可能拔高这次比赛的逼格, 这样才能更好地衬托冷面姑娘这个品牌的中高端定位。 冷面姑娘虽然是快餐, 但在梦畅的设想中, 她主要还是面向小资, 白领, 所以, 必须的有一定的逼格, 跟一般的地摊, 烤冷面做出明显的区别。 冷面姑娘在豪华酒店, 举办地摊美食大赛, 烤冷面最终胜出。 这种一听, 就很有话题性, 妥妥地自带流量。 裴谦也懒得专门为这个事情, 跑地都一趟。 所以, 这次就不去了, 在荆州看看直播就行了。 说实话, 这个的摊美食大赛, 还是挺猎奇的, 说不定还真能制造一些热度。 但裴谦完全不慌, 直接跟评委们说, 狠狠批评冷面姑娘的烤冷面, 让她本来就已经不好的名声变得更差。 让所有人都知道,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 根本就没有吹得那抹好吃。 这样一来, 大家对冷面姑娘肯定是更加唾弃, 不会有人在到冷面姑娘的门店去消费, 久而久之, 这个品牌就只能一直烧钱。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下午一点多, 地都某豪华酒店。 齐嫣刚刚忙前忙后的, 跟现场工作人员说完了录播改直播的事情, 又跟评委们交代, 要严格评价冷面姑娘。 突如其来的改动, 让齐嫣稍微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好在这两个改动都不是很致命。 所以, 抓紧时间交代之后, 活动还是按照之前的流程正常进行。 齐嫣原本是冷面姑娘的营销部门负责人, 她的工作就是按照孟畅的要求, 负责冷面姑娘各项营销工作的具体执行。 冷面姑娘出事之后, 齐嫣也跟其他员工一样, 无所适从了一段时间。 孟畅自己都已经交头烂额, 当然也没时间理他。 齐嫣找了几天的工作, 还没彻底想好要去哪。 结果天降喜讯, 工作保住了。 腾达收购了冷面姑娘, 拖欠的工资也能照常发了, 工作还是一切照旧。 齐嫣在开心之余, 也充满了担忧。 开心的是, 自己不用再去费劲找工作了。 孟畅在员工工资方面, 花钱还是很阔绰的。 换一家公司, 齐嫣担心自己还真不一定能拿到现在的工资。 而担忧的是, 怕自己的职业生涯受到影响。 之前齐嫣来冷面姑娘, 一方面是被孟畅这个完美创业者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觉得跟着孟畅能学到东西, 另一方面则是看好冷面姑娘的发展前景。 然而冷面姑娘不仅凉了, 而且还凉得惊天动地, 人尽皆知。 现在谁都知道, 冷面姑娘是个不靠谱的项目了。 齐嫣要真在冷面姑娘这里踏踏实实地干上的三五年, 再跳槽出去的话, 很难说这段经历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 齐嫣的心态很矛盾, 但听说新东家是腾达之后, 他还是决定再观望一下。 毕竟腾达家大业大, 口碑又好得离谱, 值得信赖。 孟畅已经跟冷面姑娘没关系了, 所以贺德胜就把冷面姑娘的事情全都交给齐嫣负责, 由齐嫣向贺德胜汇报, 然后贺德胜再向裴总汇报。 目前的冷面姑娘说破天也就是个普通的快餐店, 而且,生意和名声还不怎么好, 不可能直接向裴总汇报。 换了冬架之后, 齐嫣接到的第一个大活, 就是这个的摊美食大赛。 那么多的营销活动, 全都取消了, 唯独这个没有取消。 齐嫣也不太清楚, 这具体是为食魔, 但还是按照原定计划, 照常筹办。 前期准备工作, 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有专人到全国各个城市探寻口碑比较好的小吃摊主, 出钱把他们请到帝都来参加这个比赛。 同时也请了鸡尾美食品件能力比较不错的美食家作为评委。 比赛就快开始了。 齐嫣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直播间的情况。 零零星星的有几条檀幕, 毫无热度可言。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录播改直播, 改得太仓促了。 齐嫣紧急跟直播平台要资源和位置。 结果平台那边的推荐位, 也都是提前就已经安排好的。 现在已经给不到太好的推荐位, 就只能给个一般的位置凑合一下了。 更何况, 现在是周一下午, 直播平台的流量本来就很低, 没识摸人看。 齐嫣有些惆怅地叹了口气。 这活动本来是打算剪辑好之后, 再花大价钱砸到爱丽岛的榜单上去的。 结果现在改成直播, 还没时摸推荐资源, 这能活起来吗? 如果活不起来, 这个的摊美食大赛的意义何在呢? 前期不是全都白花了? 但是到如今担心也没用, 只能是顺其自然了。 下午二点, 地摊美食大赛正式开始。 一男一女两位主持人来到镜头前, 开始向所有观众介绍这次比赛的主办方, 道场嘉宾和具体的比赛规则。 除了机位美食品鉴能力比较高的嘉宾之外, 现场还有几十名现场观众, 他们也会品尝地摊美食并给出投票。 嘉宾可以点评, 同时评分的权重更高, 评委和观众的评分加到一起算出总分, 然后按照总分排名, 选出地摊美食大赛的优胜者。 而在主持人身后, 第一批参赛的小吃摊主已精准被就绪, 他们性别, 年龄各异, 但此时一个个昂首挺胸, 表情非常严肃。 在他们身后, 是一个个小吃摊的推车。 第一轮参赛的是煎饼组, 所有摊主都是摊煎饼的一把好手。 每个摊主都有编号, 一连摊好几个煎饼, 然后切成小块给评委和观众品尝, 得分比较高的获得优胜。 在煎饼组评完之后, 后边还有其他的地摊小吃, 比如, 手抓饼、 铁板鱿鱼、 烤面筋、 凉粉、 铁板豆腐、 肉夹馍、 烤冷面等等。 光是看名字, 就突出一个接地气。 当然, 除了这些比较常见的地摊小吃之外, 还有一个专门的冷门小吃组, 一些比较少见的地摊小吃互相竞争。 其实说到地摊小吃, 臭豆腐是应该有姓名的, 但是考虑到比赛场地较为封闭, 气味不易扩散。 为了保证这次的地摊美食大赛能够顺利进行, 主办方含泪拒绝了鸡味炸臭豆腐特别出色的摊主。 这些小吃的食材都是提前挑选好的, 摊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选用。 最后成品的口味区别, 主要就是插在烹饪技巧和火候上。 当然, 只要是评选, 肯定就无法做到百分之一百客观公正, 毕竟每个人的口味和喜好不同。 但评委和观众一起打分的方式, 最大限度地确保了比赛的公平性, 最后评出来的肯定是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食品。 主持人介绍完了本次大赛的规则和评委之后, 镜头转向参赛的摊主。 每位摊主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概二三十个字。 一时间, 全国各地的各众方言纷纷响起。 你一言我一语, 节目效果爆炸。 这里是帝都的豪华酒店, 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 包括桌椅和装饰, 也全都透着一股奢华, 突出一个上流。 来的摊主, 也一个个全都穿着正式的厨师服, 戴着高高的主厨帽, 看起来非常正规的样子。 然而一开口, 就全都毁了。 两个主持人也挺难的, 要不是业务素质过硬, 早就笑出声了。 不得不说这个大赛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荒诞, 还有一点魔幻现实主意。 终于, 摊主们全都自我介绍完了。 比赛正式开始。 摊主们各就各位, 主持人一声令下, 屏幕上的计时开始滚动。 摊主们的手法都非常娴熟, 咬了一勺杂粮面糊倒在煎饼当上, 用木推转圈推匀, 等表皮稍稍变色之后, 刻一个鸡蛋打在上面。 这个步骤并不复杂, 在场几乎所有人都看过很多次, 但这些摊主的手法, 却有细微的差别, 调味料的伎俩, 煎饼的火候等等, 各有不同。 现场观众全都耐心等待, 聚精会神地看着摊主们的表演。 不知为何, 现场竟然有了一丝紧张的气氛。 与此同时, 荆州, 裴谦也在办公室里,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 看着各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一边通过直播, 关注着地摊美食大赛的情况。 第一组是煎饼组, 各家摊主的进度有所不同, 有的刚刚利落地翻面, 有的已经开始, 在上面撒上零碎的葱花。 虽然所有人的手法都很娴熟, 但也会有高下之分。 我竟然在看摊煎饼的直播, 总感觉这一幕有点荒诞。 裴谦不由地吐槽道, 在看直播间里的情况, 观众慢慢增多, 谈目也变得密集了起来。 这什么鬼? 一群人穿的这摩正式, 结果在摊煎饼。 摊煎饼竟然还有品味? 太魔幻了。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竟然是地摊美食大赛? 那一会儿会不会有麻辣烫? 手抓饼和炸鸡柳。 主办方是冷面姑娘。 这是炒作吧。 哎,等等, 冷面姑娘不是已经狼了吗? 小道消息说腾达似乎接手了。 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 虽然的摊美食大赛的直播间并没有要到特别好的推荐位, 但挂在生活区之后会有很多的自然流量。 不管是地摊美食大赛这个标题, 还是直播间的内容都大大激发了水友们的兴趣, 让他们进来之后就出不去了。 太有意思了, 莫见过啊。 有人发现了, 这个直播间的账号是冷面姑娘。 这是之前梦畅为了宣传冷面姑娘而特意注册的账号。 不少人并没有持续关注冷面姑娘的后续, 而且, 裴谦也没有特意去张扬这件事情。 所以, 大部分人都并不知道冷面姑娘已经被腾达接盘了, 还在纳闷。 不是说冷面姑娘已经破产了吗? 怎么还有前举办这种比赛? 不过大部分观众也没有太纠结这一点, 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美味的煎饼给吸引过去了。 这次的摄像师也是专门请的, 有好几个机位来回切换, 有人负责拍屏尾们的表情, 有人负责从稍远一些的距离拍摊主们的动作, 还有人近距离拍摊煎饼的外观。 一个个金黄色的煎饼很快摊好了, 有的果油条, 有的果薄脆, 金黄色外皮上还有焦褐色的脆皮, 黑色的芝麻和淡绿色的葱丝, 看起来非常诱人。 一排工作人员捧着托盘来到煎饼摊前, 这个托盘是特制的, 上面有很多小格, 每个小格都对应着一名摊主的编号。 摊主把煎饼切成很多小块, 在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托盘里放上一块, 放到对应自己编号的小格上。 工作人员走了一圈之后, 托盘上就装满了所有摊主的煎饼, 直接端到评委和观众面前, 让他们品尝。 当然, 因为现场的观众比较多, 所以摊主们还得继续摊煎饼, 确保每个观众都能品尝到才可以。 最先品尝到的, 当然是节目专门请来的评委。 评委们手边有筷子, 也有其他的餐具。 加起一块煎饼送入口中, 仔细品尝, 咀嚼, 在旁边的小本子上记录下对应编号煎饼的口味, 喝一口矿泉水, 去掉嘴巴里的味道, 然后才继续品尝下一份。 等评委们都品尝得差不多了, 主持人把话筒递过来, 让每个评委发表自己的意见。 而此时, 观众们都还在品尝煎饼。 评委们一边评价, 观众们一边品尝,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讲解的作用。 当然, 如果观众觉得评委说得不对, 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管是评委还是观众, 在品尝的时候, 是可以有很这样的主观性的。 可以只评价自己认为好吃的煎饼, 对其他煎饼不予置评, 甚至可以仅凭煎饼的颜值, 决定吃哪个, 不吃哪个。 因为对美食的评价, 本来就是相对主观的事情。 美食也讲究色香味俱全。 如果卖相不好, 那摩不被喜欢, 也是大概率事件。 没办法, 毕竟这是一个看颜值的事件。 总之, 规则是公平的, 谁能杀出重围, 全看本事。 评委们品尝过后, 心里都有数了, 开始一次发言。 我觉得三号煎饼非常不错, 面皮酥脆, 咬一口唇齿流香, 烹饪的手法, 比较接近于传统的手法, 但又有一些个人的微创心在里面。 我倒是觉得七号不错, 主要是酱料和各种配菜的用料, 非常讲究, 不过量, 不会一口下去, 全都是酱味。 能够最大限度品尝到杂粮面皮的口感, 给人一种较为清新的感觉, 同时也符合现代人低热量的饮食习惯。 评委们开始各书己见, 从不同的角度, 对这些煎饼进行评点。 如果有某个摊主的煎饼, 获得评委的好评, 主持人还会采访摊主, 让他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煎饼独特的手法和秘诀, 算是进一步给自己拉票。 最后, 评委和观众会按下投票器, 为自己喜欢的煎饼投票, 后台汇总分数之后会按照加权规则自动出结果, 按照分数从高到低评选出最好吃的煎饼。 裴谦看着直播间的画面,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别说, 看起来还真挺诱人哪。 摄影师近距离拍摄煎饼, 再配上煎饼称滋滋的声音, 让人胃口大开。 而直播间的观众也越来越多了。 我去,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是我的错觉吗? 搞得还挺正式的, 豪华酒店, 统一的大厨服装, 评委点评, 这些应该都会造成一些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肯定只是一方面, 但是这些摊主的手艺也绝对不错的。 虽然吃不到, 但你看他们做煎饼的手法, 还有这煎饼的色泽, 触感, 绝对不会差。 当然了, 这个美食大赛, 是从全国各地选拔最出色的摊主, 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 可能还有那重牌很长的队, 才能吃到的网红小吃, 手艺能插摩。 好羡慕, 好想吃。 直播间的大部分观众刚开始进入井井, 是因为猎奇, 都是煎饼之类的地摊食物, 还让评委搞评选。 但看到现在, 很多观众已经在把它当成是, 一个正经的美食栏目, 在看了。 甚至有些跃跃欲试, 想要现在就点一个煎饼尝尝。 当然, 想也没用, 毕竟大部分人能点到的煎饼, 口味肯定跟电视上的这些煎饼差得远。 直播间里的人数, 开始快速增长, 谈目也变得密集了起来。 生活区本来就是直播平台的一个热门分区, 美食也是人们关注的永恒话题。 地摊美食大赛, 既列旗, 又接地契, 还有一定的专业性, 又是在生活区的美食栏目。 所以, 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观众。 虽然现在是周一下午, 整个网站都比较冷清, 但这也意味着, 没时摸大主播开播, 摸太多的优质内容。 官方很快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看到地摊美食大赛的效果正磨好, 当机调了很多资源, 直接顶到了首页。 一会儿莫注意, 热度怎么这磨高了。 裴谦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 他刚刚又去翻了一下各个部门的工作报告, 结果回来一看, 直播间的人数暴涨了一倍还多。 热度更是增幅巨大, 显然直播平台官方再给资源推了。 裴谦不由得有些震惊, 周一下午竟然也有这么多人看, 你们都特模不用上班的吗? 还是说, 都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看呢? 上班墨鱼, 这都是人才啊! 可惜没办法联系到这些人, 把他们招到腾打来。 裴谦本能地有些慌, 反正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跟热度沾上边, 那往往都没好事。 但是裴谦转念又一想, 这美食大赛不火最好, 但就算火了, 对自己似乎也没失魔影响吧。 裴谦早都打过招呼了, 到时候评委们不会吹冷面姑娘, 也不会导致消费者去冷面姑娘那边消费。 就算有热度, 等比赛结束热度, 就全都散去了。 有什么好担心呢? 裴谦想来想去, 觉得自己似乎也没失魔担心的必要, 于是踏踏实实地继续往下看。 煎饼组的比拼结束之后, 就又进入手抓饼, 铁板鱿鱼, 烤面筋等小组的比拼。 评选流程是完全一致的, 谁也不知道最后评选的结果, 全看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的口味了。 不过, 虽然都是很简单, 很常见的路边摊小吃, 却依旧能做出区别。 毕竟有句话叫, 不要用你的兴趣爱好, 挑战别人赖以谋生的职业。 全国有那么多小摊贩, 全都是起早摊黑的卖小吃赚钱, 每天都要做几百上千份, 做得不好吃的, 早都被淘汰掉了。 而这次参赛的, 都是全国各地小有名气的摊主, 更是百里挑一, 各个都有自己的绝活。 换句话说就是无他, 为首数二。 这次比赛的时间很长, 因为分成了很多个组, 还要让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吃到, 再加上评委点评, 摊主字数的环节,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从下午二点钟, 一直到了下午六点钟, 临近饭点, 不少人都下班了。 而地摊美食大赛的直播间热度, 也来到了一个高峰。 密集的檀幕, 已经快把屏幕都覆盖住了。 接下来就是烤冷面组的评选, 再然后是冷门小吃组的评选, 最后是总评。 总评环节, 就是把不同分类小吃的评分全都比较一下, 找到不同类别小吃评分的前级名, 为这些摊主办法奖杯和奖金。 还留在直播间的观众们, 基本上也都是在等总评环节, 看看到底是哪位摊主能够笑到最后。 把烤冷面的评比放在倒数第二个环节, 这个流程是孟畅安排的, 是有私心的。 孟畅搞这个地摊美食大赛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给冷面姑娘做营销。 把烤冷面的评比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能够给观众们留下更深的印象, 但又不宜放在最后, 那样太明显。 放在倒数第二的顺序, 再把倒数第一安排成冷门小吃, 就能保证观众不会太反感, 且对冷面姑娘有较深的印象。 同时, 让评委们吹一下冷面姑娘的烤冷面, 跟其他的烤冷面对比, 强化冷面姑娘的烤冷面口味, 是最顶尖的这一印象。 这都是套路。 然而, 裴总早已经看穿了梦畅的套路, 烤冷面的评比, 必然不会再像写好的剧本一样发展了。 很快, 烤冷面组的摊主们也都准备就续了, 开始烹制。 跟其他组不同的是, 旁边冷面姑娘的厨师也在现场烹制, 跟其他的摊主同台竞技。 镜头给到冷面姑娘的大厨, 直播间的观众瞬间造反。 卧槽! 猝不及防! 这是冷面姑娘的广告啊! 特模的, 我还认认真真的, 看了好几个小时呢。 原来在这等着呢, 我就说冷面姑娘闲得没事干, 搞这个大赛干什么, 原来是为了给自己打广告啊。 很多观众一看到冷面姑娘, 也下场参赛了, 瞬间就意识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 搞了半天, 那摩托的铺垫, 那摩托的地摊美食, 全都是陪衬, 为了衬托冷面姑娘的口味啊。 很多观众觉得大失所望, 纷纷退出了直播间。 这种比赛的关键, 就在于公平, 公正。 如果比赛到最后, 是关系护脊掉了那些真正优秀的参赛者, 获得了最高的奖项, 那就太恶心人了。 很多观众已经预见到了接下来的剧本, 觉得再看下去, 也没石磨意思了, 所以纷纷退出。 其实, 按照孟畅原本的计划, 只要节目是录播, 经过剪辑之后发布, 观众们就不会如此反感。 但现在改成了直播,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裴谦看到冷面姑娘一出场, 房间里的人数瞬间, 就掉了大几千人, 而且还在继续掉, 不由地喜出望外。 太好了! 本来还因为房间的热度有点高担心呢。 现在好了, 大家都退出去了。 现场的比赛仍在继续进行。 烤冷面做起来很快, 工作人员也是用特殊的托盘送到评委和观众面前。 评委们互相看了看, 开始品尝。 直播间的谈目已经不能看了。 黑幕? 强烈抗议。 哼,不用看了, 肯定是冷面姑娘第一, 其他随意。 目测接下来评委会对冷面姑娘的口味大家赞赏。 大厨感慨发言, 主持人再给冷面姑娘打一波广告。 唉, 好好的一个比赛, 前面办得都挺好的, 结果最后, 来这磨一手。 行了行了, 广告就别打了, 赶紧跳过到下一环节吧。 我想知道冷门小吃组都有哪些小吃? 直播间的观众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 评委们要开始吹了。 然而, 他们全都猜错了。 而且是大错特错。 第一名评委接过话筒, 开始对面前的这些烤冷面做出评价。 综合来看, 我认为六号烤冷面的口味最为出色。 六号烤冷面做的是传统的酸甜口, 跟其他酸甜口的烤冷面相比。 它最大的特点在于, 调味料的用量非常精准, 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酸甜口的烤冷面糖要少放, 但醋要多放。 因为铁板的高温会让醋大量挥发, 同时也会让烤冷面更加入味。 如果放少了, 入口就没有酸味, 只有甜味, 味道就完全变了。 放入调料的量还要跟铁板上的烤制时间相配合, 否则烤冷面的口感和味道都会有所偏差。 所以, 六号烤冷面在我, 看来是口味是最优秀的。 至于一号烤冷面, 也就是冷面姑娘的烤冷面。 我认为在调料方面的, 用粮存在问题, 醋放少了。 我猜测, 可能是在计算醋量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铁板高温导致挥发的因素, 就影响了烤冷面的口味。 紧接着, 第二位评委也开始发言。 我同意一号评委的说法, 六号烤煮的烤冷面确实非常不错。 不过, 我觉得三号烤煮的烤冷面在口感上更胜一筹。 我特意观察了所有烤煮的制作过程, 大家都在烤冷面的过程中给面皮喷水。 这是对的, 因为适量喷水可以让面皮变软变韧, 口感会更好。 而三号烤煮喷水的时机和量都是恰到好处的。 所以, 单从面皮的口感上来说, 三号烤冷面最佳。 至于冷面姑娘的烤冷面, 我觉得在面皮口感上不能说很差, 但也谈不上出色, 给人的感觉是泯然众人, 并没有明显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评委们挨个点评, 让直播间内的观众感到非常诧异的是, 大家预想中的那种尬吹病没有出现。 这些评委的点评突出一个实事求是, 甚至有点吹毛求疵了, 完全不留情面。 很多观众听到评委的解说, 才知道原来简单的一个烤冷面, 里面也有阵摩托门道。 烤制的温度、火候、 过程中喷水的量、掉味料的量, 等等这些只要稍微有一点偏差, 都会影响最终成品的口味。 而按照评委们的说法,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显然没有做到极致, 跟这些烤冷面的绝活割一笔, 立刻就相形见处。 而这毫无疑问, 也解答了网上一直都在争论的问题。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到底好不好吃? 答案是,不难吃。 如果跟路边摊那重口味变化, 巨大的烤冷面相比, 可能确实是好吃一些, 但也绝不像梦唱吹的那么好吃, 距离所谓的烤冷面之神的境界, 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最终,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在评选中表现不佳, 综合得分几乎垫底。 其实客观来说, 这个成绩是偏低了,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味道没这么差, 主要还是评委们一个一个的都点名批评了冷面姑娘, 对观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造成了冷面姑娘评分很低。 主持人稍感尴尬, 看了看齐妍。 按照原定流程, 评分结果出来之后会有一段对冷面姑娘大厨的采访, 简单吹一吹冷面姑娘独特的烹饪手法, 宣传一下。 结果现在, 剧本全变了, 冷面姑娘的评分直接垫底, 这还怎么采访? 这要是再采访, 岂不是变成了当众鞭尸? 齐妍赶忙摆了摆手, 示意主持人跳过这个环节, 继续往下走。 主持人很机灵, 立刻心领神会, 进入下一阶段的冷门小吃组。 冷门小吃组, 跟之前的各组相比, 看起来就比较奇葩了, 都是街边非常少见的小吃。 比如旋风土豆, 它的原料就是一整个土豆, 用特殊的刀工, 切成螺旋形的薄片状, 用竹签串起来之后拉长, 可以拉长到30公分而不断, 下油锅炸熟之后, 撒上酱料即可食用, 迈向极佳。 又比如炸香蕉, 在香蕉外面裹上面粉, 或者面包糠, 炸成金黄色, 外酥里嫩, 非常可口。 除此之外, 还有炒酸奶, 鸡翅包饭, 海苔饼等等, 各具特色。 因为是不同类型的食物评比, 自然也就没了统一的规则。 哪个得分高, 全看评委和观众们的喜好了。 现场已经进入到了下一环节, 但直播间的谈目, 却还在讨论烤冷面的事情。 啊? 竟然猜错了? 说好的, 要给冷面姑娘打广告呢? 结果不仅默打广告, 还批评了一番。 我没看错吧? 这是冷面姑娘办的比赛啊? 自己花钱办比赛骂自己。 太溜了! 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 我人晕了。 谈目观众全都傻眼了, 有点搞不懂, 这到底是怎样的剧本。 冷面姑娘办这个地摊美食大赛, 到底图个啥? 如果想给自己的烤冷面打广告, 那还说得过去, 但现在不仅默打广告, 还把自家的烤冷面狠狠地黑了一番。 这完全不符合常识, 也不符合逻辑, 因为冷面姑娘根本默必要这样做。 好吃的食物跟不好吃的食物虽然差别很大, 但大部分观众都是在屏幕前, 又吃不到。 品尝不出来, 好吃不好吃不就全看屏尾一张嘴吗? 就算稍微糊弄糊弄, 给冷面姑娘割第二名, 第三名挑几个无关紧要的毛病, 也能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至于这磨研力吗? 甚至有些吃过冷面姑娘的人都觉得, 这分给低了。 冷面姑娘虽然默梦唱吹得那磨好吃, 但总比路边摊要强啊。 一时之间, 直播间的观众们陷入了茫然, 都在纷纷讨论冷面姑娘这磨作的用意, 都默认关注冷门小吃组的比赛了。 晚上七点, 地摊美食大赛总算是来到了尾声。 冷门小吃组的评选结束之后, 就进入了最后的总评环节。 官方对所有参与评选的摊贩按照评分排名, 并为获奖的摊主颁发奖杯和奖金。 毫无疑问,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没有入选。 在烤冷面组里都垫底, 在总评里, 就更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获奖的摊主们非常高兴, 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奖杯和奖金, 非常骄傲地对着镜头招手示意。 其他没有获奖的摊贩也在纷纷鼓掌祝福, 整个地摊美食大赛经过一下午的激烈角逐, 最终落下帷幕。 齐言长出一口气, 不管怎样, 这活动算是办下来了, 没出什么太大的岔子就好, 之后他还要整理这些视频资料, 让专人剪辑之后上传到爱丽岛等视频网站上去, 起到二次传播的效果。 只是齐言和广大的观众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困惑。 裴总此举, 到底是为时魔? 让评委狠批自家的冷面姑娘口味不行, 这不是让本来就已经凉透了的冷面姑娘更加雪上加霜吗? 另外一边, 裴谦关掉直播, 总算是放下心来。 他已经不在公司了, 而是来到了墨鱼网咖, 用手机看完了地摊美食大赛的最后一个环节。 因为这个比赛还莫办完, 公司就已经下班了。 裴谦三令五身, 让员工们不能加班, 自己当然也不能坏了规矩, 所以一下班就准时赶人, 跟员工们一起离开。 到了墨鱼网咖点了个晚饭, 一边吃一边看完了地摊美食大赛的最后收尾。 地摊美食大赛的最终结果, 基本符合赔签的预期。 这活动花钱不少, 从全国各地请来比较出名的小吃摊主, 又在豪华酒店包厂, 还有食材、摄影等各项开支。 活动本身没有给腾达带来任何的热度, 冷面姑娘虽然出场了, 但被评委们狠狠地一顿批评, 贬得一文不值, 起到的完全是负面的广告效果。 可想而知, 冷面姑娘这个品牌必然是粮上加粮。 餐饮行业, 最重要的就是回头客。 而招揽回头客的关键在于口味和口碑。 现在冷面姑娘的口碑崩盘了, 之前吹上天的口味也被打回原形了, 不会再有多少人去冷面姑娘的门店吃饭。 于是, 维持门店正常运营的钱就等于是打了水漂。 赔谦甚至有了更加大胆的设想。 如果冷面姑娘一直是这种死透了的情况, 唇亏不赚。 纳摸之后, 赔谦就可以试探着做一些宣传, 多花一些钱。 打广告那花钱, 可比正常经营快多了。 当然, 前提是得确定冷面姑娘死透了, 再怎么打广告都无法挽救才可以。 现在还不能操之过急, 得观望观望。 想到这里, 赔谦心情不错, 就连墨鱼网咖的饭菜都相填了几分。 晚上, 齐妍忙完了后续的收尾工作, 回到家中磨多久, 就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信息。 今天比赛的视频已经剪完上船了。 齐妍立刻回复, 嗯, 辛苦了, 好好休息吧。 按照孟畅原本的方案, 这个视频是要好好剪一下的, 要按照综艺节目那个标准来做, 加上各种特效, 务必保证节目效果。 但是, 孟畅的方案已经不算数了。 齐妍打电话请示了一下贺德胜, 贺德胜说, 这个视频也不用做得太认真, 随便剪一剪挂到网上就行了。 所以, 活动结束后齐妍的同事就开始剪辑, 也莫加什么特效, 就直接上传到网上去了。 齐妍到家, 视频刚好审核通过。 他看了一下, 这个视频跟自己预期中一样, 基本上没时磨播放量。 齐妍也懒得再管这些事情了。 毕竟在他看来, 这次的地摊美食大赛就到此为止了, 不会有什么后续了。 这个视频多半会像网上的大多数视频一样, 被埋没在互联网的海洋里。 当然, 花钱能顶到首页去, 但似乎没时磨必要。 今天的比赛虽然办得还算成功, 但齐妍却完全搞不懂这磨个办法意义何在。 不由得对自己在冷面姑娘未来的职业道路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就在这时, 他又收到一条信息, 是另一位同事发来的。 齐妍, 网上似乎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这次的比赛, 还有人在分析这次比赛的深层含义呢? 看到这条信息, 齐妍表情茫然, 头上飘出一个问号。 讨论这次比赛可以理解, 分析这次比赛的深层含义是什么鬼? 这个地摊美食大赛原本就只是为了推广冷面姑娘的一个营销活动。 能有什么深层含义? 带着这些困惑, 齐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很快找到了网友们讨论的内容。 冷面姑娘这个品牌虽然已经凉了, 但网上的讨论度还是有的, 而且很高。 毕竟作为网红餐饮品牌的代表, 冷面姑娘最火的时候把广告打到了全网, 各种奇葩的营销活动更是给网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 网友们围绕着冷面姑娘到底是新的商业模式, 还是骗局展开了激烈讨论, 一直到之前冷面姑娘倒闭, 这个讨论才渐渐有了结果。 所以, 一旦网上出现跟冷面姑娘有关的新闻, 还是会有很多网友参与讨论。 而这次, 网友们讨论的是后梦唱时代的冷面姑娘会何去何从的问题, 地摊美食大赛是一个导火索。 被转载和讨论最多的是一篇名为 《从地摊美食大赛看冷面姑娘的破语例》文章。 这篇文章刚刚发布, 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有了几万的阅读量 和几百条评论, 而且还在快速的增加之中。 齐妍看了一下, 觉得这个作者的名字很眼熟, 在一番他之前的文章, 发现这竟然就是那个写, 冷面姑娘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无非是装模作样的作者。 之前的那篇文章是在冷面姑娘倒闭之前写的, 堪称一次完美的补刀。 里面那句梦唱就像是坐在汽车副驾驶上的孩子, 摆出一副开车的姿势, 以为自己掌控着汽车的方向, 并以驾驶员的身份向乘客收钱。 但其实, 无论汽车还是道路, 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可以说是杀人诛心, 给了当时的冷面姑娘在舆论上的沉重一击。 当时齐妍也看了这篇文章, 对这个作者非常佩服。 在当时, 冷面姑娘看起来一切安好, 实际上却已经暗流涌动。 她肯定存在着诸多问题, 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楚的。 这个文章的作者, 不仅能看清楚冷面姑娘的癥结所在, 还能用如此浅显易懂词汇, 和恰到好处的比喻, 将这些内容传达给别人。 这绝对是个高人。 而这次, 她竟然又写了一篇, 关于冷面姑娘的文章。 这次的文章会说些什么呢? 冷面姑娘都已经凉透了, 如果这个作者只是宣告自己遇见的正确性, 落井下石, 那这篇文章就很没有必要。 带着些许困惑, 齐妍点进文章查看。 冷面姑娘, 如笔者之前的预测一样, 破产了。 据说, 孟昌背上了几百万债务, 成了被执行人, 至今下落不明。 这误不证明笔者之前的预见性, 也证明了孟昌一直强调的互联网思维, 顺应时代潮流只是漂亮的场面化, 能骗投资人, 却骗不过商业规律。 很多人说, 冷面姑娘已经完了, 看不到任何翻身的可能。 笔者在今天之前, 也是这模认为的, 但在收集到一些业内资料, 看到今天的地摊美食大赛之后, 笔者突然改变了看法。 据传, 腾达集团已经收购了冷面姑娘的七成股份, 并且获得了绝对控制权。 虽然尚不清楚, 裴总到底看中了冷面姑娘的哪个方面, 但笔者可以100%地确定, 裴总已经找到了后梦唱时代冷面姑娘的破局之法。 这次的摊美食大赛, 就是一个开始。 看到这里, 齐妍有些困惑, 也有些惊讶。 作为冷面姑娘的内部人士, 他很清楚, 这个地摊美食大赛是什么情况。 这本来, 就是梦唱设计的一个营销活动, 是为了给冷面姑娘做推广的。 所以, 这文章的分析, 就显得有些荒谬。 地摊美食大赛, 怎么会是裴总找到的破局之法呢? 但是齐妍转念又一想, 似乎还真有这种可能性。 裴总特意过问, 说要把录播改成直播, 又让评委们实事求实地。 严苛地评价冷面姑娘。 裴总这魔盲, 有必要过问这种小事吗? 难道这两个微不足道的改动, 并不是裴总的心血来潮, 而是另有深意? 齐妍赶忙继续看了下去。 笔者之前已经分析过, 冷面姑娘这一类互联网餐饮品牌, 癥洁都差不多, 重营销, 轻产品。 通俗一点说, 就是吹得太过, 自身的产品又达不到营销吹捧的高度。 笔者曾经说过, 在任何时代, 谁都不会比谁傻多少。 再聪明的人也只能骗消费者一时, 而不能骗一时。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到底好不好吃? 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 营销做得再好, 烤冷面的口味达不到, 最后还是空中楼阁。 而冷面姑娘的症结, 也反映出孟畅这个人作为创业者的最大缺陷。 她一直在努力抬头向上看, 向远处看, 却并没有做到脚踏实地。 所以, 冷面姑娘的失败是一种必然。 但在冷面姑娘换了老板之后, 裴总通过地摊美食大赛, 向所有人传递了一种全新的经营理念, 那就是, 实事求是, 重视产品, 尊重人才。 这与孟畅领导时期的冷面姑娘的经营理念, 有着天壤之别, 或者说,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这次地摊美食大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 冷面姑娘的烤冷面和全国各地优秀摊主的烤冷面同台竞技, 评委们对主办方冷面姑娘, 丝毫不偏袒, 客观甚至严苛地指出了, 冷面姑娘的冷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这说明两点。 第一, 孟畅时期冷面姑娘的口味到底如何, 有了确切的答案。 它比一般的路边摊好吃, 但远没有到孟畅吹得那么好吃。 这相当于官方盖棺定论, 全盘否定了孟畅之前吹嘘过度的营销手段, 实事求是的告诉所有消费者冷面姑娘, 餐品味道的真实情况。 第二, 既然否定了孟畅时期的经营理念, 那摩同时, 也就是, 在向所有人宣告一种新的经营理念的确立。 孟畅一直在吹冷面姑娘的, 烤冷面有多好吃, 但在今天的地摊美食大赛上, 却原形毕露。 不管是烤冷面的火候, 调料的量, 喷水的时机, 冷面姑娘的厨师, 全都没有做好, 甚至不如一些优秀的摊贩。 这说明, 孟畅所谓的对口味严格要求只是停留在了嘴上, 他没有真正地去研究烤冷面的口味。 而裴总向所有人传达的, 其实是这样一个概念, 之后的冷面姑娘将从细节上严格把控, 进一步提升烤冷面的口感和味道。 同时, 也要对口味实事求是, 不再搞任何的虚假宣传。 此外,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对人才的重视。 这次的地摊美食大赛, 汇聚了从全国各地来的优秀小吃摊主。 裴总是通过这次大赛展, 献出一种求贤若渴的态度, 挖掘民间那些真正擅长烹制小吃的高人, 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展现自己的舞台。 所以, 这次的地摊美食大赛, 看似只是一个普通的营销活动, 背后的意义却, 非常重大。 可以将它看成是一份总结, 总结并批判了之前梦唱错误的经营理念, 也可以将它, 看成是一份宣言, 宣告了冷面姑娘, 未来将采取的正确的经营理念。 冷面姑娘, 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 这个, 已经凉透了的品牌, 到底还能不能在裴总的手上, 气死回生?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杨杨洒洒数百字, 把齐妍给看愣了。 她的第一反应, 是有点扯淡。 地摊美食大赛, 是梦唱策划的众多活动之一, 齐妍也全程参与了。 深知在梦唱心目中, 这活动跟其他诸多营销活动一样, 只是为了给冷面姑娘炒热度的。 所以, 在梦唱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 肯定没想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而反观裴总, 裴总虽然确实过问了, 而且通过贺德胜传话, 把美食大赛从录播改成了直播, 又让评委们改变了对冷面姑娘的评价。 但这模简单的两点改动, 能推导出这么复杂的结论。 该不会是这个自媒体作者, 脑补过度, 误解了裴总的意图吧。 梦唱离场之后, 齐妍就变成了冷面姑娘的第一负责人, 她全程参与了整个地摊美食大赛的策划活动, 可能是因为亲自参与其中的原因。 她觉得这, 似乎是一种误读。 但转念又一想, 又觉得, 可能是自己, 层数太低了。 事关自己的饭碗, 还是得多想想。 她起身从冰箱里拿了个苹果, 一边啃, 一边把这篇文章再次从头到尾, 好好品读一遍, 然后陷入深思。 这件事情, 确实存在着一些解释不通的一点。 陪总工作繁忙, 冷面姑娘在陪总的诸多产业中, 只算是最微不足道的小部门。 就连墨鱼外卖那磨大的产业, 陪总都很少亲自过问, 更何况是冷面姑娘呢。 我要直接向贺总汇报, 然后贺总再汇总所有圆梦创头的信息, 向陪总汇报。 可见从整个组织架构上来说, 冷面姑娘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部门。 但陪总却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指点了一下这个地摊美食大赛。 大多数的营销活动全都取消了, 唯独这个比赛没有取消。 而且, 陪总特意叮嘱要改成直播, 还让评委们实事求是。 难道说, 这真的如同那篇文章作者所说的, 这其实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段。 陪总恰好看到, 梦畅的营销活动中有一个地摊美食大赛, 所以临时起义, 借题发挥, 随意地改动了这个活动中的两个 看似微不足道的点, 却完全改变了这次活动的性质。 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之后, 齐岩再去看这篇文章, 发现里面的诸多细节, 全都能一一对上了。 齐岩不由得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是我太笨了, 没有领悟到领导的真实意图啊。 裴总没有明说, 可能是想测试一下我这个新任负责人的领悟能力和理解能力。 如果这次比赛办完之后, 我还对裴总的意图一无所知, 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的话, 说不定马上就要被撤换掉了。 就算不是被立刻撤换掉, 我在裴总心中的印象肯定也会一落千丈, 让裴总觉得我是一个不堪大用的下属。 好险好险, 幸亏这篇文章的作者抬我一手。 齐岩暗自庆幸, 赶忙把文章中的要点一一记录下来。 按照文章的解读, 裴总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地摊美食大赛向所有消费者, 同时也是向冷面姑娘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一种新的经营理念。 不要像梦畅一样只说不做, 要实事求是, 在细节上严格把控, 实实在在递向这些高人请教, 提升烤冷面和其他食物的味道, 口感。 不要像梦畅一样夜宫好龙, 要重视人才, 哪怕是小吃摊主, 也要尊重, 重视, 要看到他们的优秀之处。 要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营销之术, 不管是日常经营, 还是宣传推广, 都要实事求是, 对待消费者要足够诚恳, 不能妄图诱导, 欺骗消费者。 齐言总结完毕之后, 把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从头到尾履顺一遍, 越看越觉得严丝合缝, 一切都是纳摩的完美, 纳摩的水到渠成。 严格来说, 裴总用的这个手法, 可以被称之为普尔厚利。 他很清楚, 冷面姑娘目前的处境, 口碑崩盘, 名誉扫地, 味道也很差, 这是一个死局。 所有消费者, 都是一种狼来了的心态, 对冷面姑娘, 已经不再信任。 这个时候, 再多的宣传, 都是没用的。 既然如此, 就应该停下那些没用的营销活动。 裴总的破局之法, 就是借助这次的摊美食大赛, 对孟畅的做法全盘否定, 打破所有消费者, 对于冷面姑娘这个品牌的固有印象, 切实提升冷面姑娘的口味。 只有这样, 这个品牌, 才能重获新生。 那我现在应该配合裴总去做的事, 留住这些人才。 这些从全国各地找来的优秀摊主, 目前还在冷面姑娘安排的酒店住着, 因为比赛结束都已经晚上了, 总不能让人家连夜坐高铁走, 那太不礼貌了。 所有人都是明天中午退房, 明天下午坐高铁, 或者飞机离开。 那些获得优胜的摊主, 不就是裴总所求贤若渴的人才吗? 一定要想办法争取一下。 齐岩立刻在自己的电脑上, 翻出的讲摊主的名单, 和联系方式。 等等, 是这要冷面组的? 还是其他摊主也都一起? 齐岩仔细思考, 从提升冷面姑娘口味的角度来说, 找冷面组第一名就行了。 但是, 这次比赛是地摊美食大赛, 可不是烤冷面大赛。 虽然这个比赛是梦畅的主意, 但裴总莫有改, 就说明他认可。 既然裴总认可, 这是地摊美食大赛, 就说明, 其他的地摊美食也同样重要。 还是把获奖的摊主全都留下, 全都问一下意象吧。 本来齐岩接手冷面姑娘之后, 一直都处在非常迷茫的状态。 之前他只是梦畅手下, 专门负责冷面姑娘各项营销活动的负责人, 骤然接手冷面姑娘的全部工作之后, 一直都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连梦畅那样的人都没办法带冷面姑娘起飞, 齐岩觉得自己就更不可能了。 但是现在, 裴总给冷面姑娘指点了一条名路, 虽然还不确定能否成功, 但齐岩至少是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他突然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干劲, 开始规划未来的工作计划。 与此同时, 荆州, 明府家宴, 李时才刚刚结束了跟几个朋友的饭局, 将他们一一送走。 他刚想回家休息, 就看到薛哲斌一脸惊喜地拿着手机向他走来。 李总, 你快看看这个, 这是不是就是你之前估计的, 裴总才取行动吗? 李时愣了一下, 他接过手机一看, 上面正是那篇名为 《从地摊美食大赛看冷面姑娘的破雨例》的文章。 他认认真真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随即脸上露出笑容。 果然, 我就说裴总在获得冷面姑娘的控制权之后, 很快就会采取行动了, 但还是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 李时在由衷中高兴之余, 还有点骄傲。 这次成功预判到了裴总的行动。 他跟薛哲斌两个人出钱投资冷面姑娘, 获得了一些股份, 之后又低价收购了一些, 目前手上掌握着大约三成的股份。 虽然目前这些股份仍旧一文不值, 但李时非常确定, 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股份和分红绝对 会把自己之前付出的那些 钱连本带利的全都赚回来。 这篇文章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 既然裴总已经出手了, 那距离冷面姑娘的起死回生, 也就不远了。 等一下, 李时又把这篇文章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细细品味。 薛哲斌有些意外, 怎么了? 李总, 有什么问题吗? 李时摇了摇头, 没什么问题, 但有一些不足。 看得出来, 这个作者是有点东西的。 估计在做自媒体之前, 有过金融, 投资行业的工作经历, 对业内的情况比较清楚, 眼光毒辣, 文笔也不错。 但是, 他写这篇文章, 远远不足以道出 裴总与梦畅, 还有冷面姑娘的前世今生。 当然, 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很多细节, 局外人是无从知晓的。 这个作者没有获知的渠道, 自然写不出来。 就比如, 冷面姑娘刚创历史的发布会, 梦畅在台上, 马总在台下的话语交锋, 还有裴总似有意, 似无意地针对冷面姑娘, 让投资人们观望而无人接盘, 这些勾心斗角, 这文章全然没有写出来啊。 这文章的作者, 只凭他能收集到的信息, 觉得是梦畅把冷面姑娘作杂在先, 裴总改造冷面姑娘在后, 但实际上, 二者的关系源比他想象的要更加复杂。 其实, 冷面姑娘自创立之初, 背后, 就有裴总的影子。 冷面姑娘和梦畅落到现在的结局, 更是跟裴总脱不开关系。 如果这些消息能够披露出来的话, 对于冷面姑娘口碑的扭转, 将会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 薛哲冰恍然点头, 对啊! 让冷面姑娘口碑逆转的最好方式, 就是告诉所有人, 冷面姑娘换老板了。 裴总让冷面姑娘举办这个的摊美食大赛, 就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而如果让所有人能更清楚地了解冷面姑娘从成立到倒闭这个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就可以把大家对冷面姑娘的厌恶转移到梦畅身上, 重新因为裴总而认可冷面姑娘这个品牌。 那李总你的意思是? 李氏呵呵一笑, 联系这个作者, 告诉他, 我只有一些关于冷面姑娘的独家内幕, 希望借他的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 1月17日, 周二, 裴谦照常起床, 倒摸鱼网咖吃早饭。 今天又是为了花钱而绞尽脑汁的一天。 距离结算还有半个月, 裴谦花钱的压力空前巨大。 树懒公寓那边跟方兰居的家具合作赚了一笔钱,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卖了一笔钱, 反复横跳投资冷面姑娘又卖股份赚了一笔, 几款老游戏的DLC卖得不错, 还有IOI战队赞助违约金收回来的那一千万刀。 要不是裴谦是先早就想好了兜底的办法。 这些钱真能让他当场昏厥。 除了各部门正常运营的各项开销之外, 裴谦选择把钱的大头继续砸到使命与抉择这个项目上去。 对裴谦来说, 这个项目最聪明的地方在于让腾达集团最关键的两个部门, 也就是腾达游戏和飞黄工作室同时负责。 一个做游戏, 一个做电影, 实际上是两个项目, 但在系统那边却被视为一个项目, 成功钻了系统的空子。 系统规定, 每个周期只能有一个项目延期到下个周期, 裴谦通过游戏和电影合二为一的方式, 让这个项目能吸纳的资金量翻了个倍。 既然延期到下个周期结算, 这个周期就可以网上多砸钱, 只要不是金额过于巨大, 导致下个周期项目无法完成, 那就都没问题。 所以, 裴谦给胡显斌和黄思博分别打了电话, 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这里, 又有大击千万的资金交给他们, 让他们好好想想这个项目, 还有什么可以花钱的地方, 一定得把这笔钱全都给利用上。 黄思博也猛, 这电影拍得好好的, 突然又天降横财可还行, 但裴总的任务必须完成, 只好抓紧时间研究, 要如何提高预算, 把这笔钱给好好的利用起来。 裴谦刚挂了电话末多久, 贺德胜又打电话过来了。 怎么了? 冷面姑娘那边有什么问题吗? 裴谦非常警惕, 下意识地问道。 贺德胜, 裴总你放心, 冷面姑娘那边目前一切顺利, 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再办, 没石磨大问题。 我这次主要是想汇报一下 关于孟畅的事情。 您之前不是特意叮嘱, 我要留意吗? 裴谦稍稍放下心来。 哦, 孟畅啊, 你说吧。 冷面姑娘倒闭后, 孟畅把手头所有的股份 借卖给腾达, 还掉了一小部分负债。 但即使如此, 孟畅身上也依旧背着几百万的债务, 仍旧是被执行人的身份。 裴谦主动还上了供应商的货款, 把孟畅的债务关系转移到了腾达这边。 换句话说, 现在腾达是孟畅的债主。 前段时间, 裴谦问起孟畅的情况, 贺德胜也去调查了, 说孟畅显然不死心, 去找了很多投资人, 想要东山再起, 但全都吃了闭门羹。 甚至去一些公司应聘高管等重要职位, 也全都失败了。 按理说, 胜败乃兵家常事, 孟畅虽然创业失败, 但个人的能力也还在, 为时磨绘莫人药呢。 因为孟畅在创立冷面姑娘这个品牌之前, 本来就根基不牢, 她的履历无非, 就是名校毕业, 大公司营销部门工作经历等等。 要不是先从原孟畅头拿到一笔钱, 她还真不羡地能搞出这摩大的摊子。 换言之, 孟畅在经营冷面姑娘的过程中, 实际上已经营重投资了自己的未来。 现在冷面姑娘完全失败了, 信了孟畅的投资人们都亏得很惨。 孟畅这个创始人把自己的创业潜力全都透支了, 自然莫法再获得任何机会。 贺德胜说道, 裴总, 孟畅应该也明白自己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他这一周多在帝都东奔西走, 该撞的南墙都撞了一个遍, 也该清醒了。 您愿意伸出援手? 这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 所以, 他说愿意来腾达工作, 只是不清楚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 能拿多少工资。 裴总您看, 看起来这个孟畅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裴谦心里清楚, 孟畅对自己肯定是有一些仇恨情绪的, 如果不是原孟创投的反复横跳, 投了又卖卖了又投, 说不定剧本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但凡孟畅还有别的办法, 也绝对不会跑来腾达给自己做事。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裴谦也很喜欢孟畅的花钱能力。 就花钱的速度这一点来说, 孟畅是裴谦献过, 最让人满意的, 没有之一。 唯一的问题在于, 孟畅花钱花得又多又快, 但闹出来的动静也很大, 负责营销工作的话, 恐怕会让裴谦的处境雪上加霜。 这时候, 就需要一点点反向思维了。 孟畅这魔懂营销, 知道怎么花最多的钱起到最好的营销效果。 那魔反过来, 他应该也最清楚, 如何花最多的钱起到最差的营销效果吧。 就像学霸可以轻而易举递考一百分, 那魔自然也能轻而易举递考零分。 学渣考零分反而不容易, 因为他不知道正确答案, 就末法准确避开, 万一蒙对了呢? 裴谦想了想, 说道, 告诉他下个月入职, 我要专门为他成立一个广告公司。 这家广告公司, 只能接腾达集团内部的活, 主要负责广告策划, 品牌宣传等等。 至于他的工资, 你跟他说, 肯定不会少。 不过工资具体怎么发, 还是要面谈一下。 我打算给他提供两种不同的薪资模式, 让他自选。 一种是高底薪无提成的, 另一种是低底薪高提成的, 让他自己决定。 具体的工作如何开展? 到时候, 我亲自教他。 贺德盛感忙说道, 好的, 裴总, 我这就转告他。 与此同时, 帝都, 齐言把昨天美食大赛获奖的几位摊主, 请到了冷面姑娘的门店, 好生招待。 跟齐言预料中的一样, 有不少摊主都婉拒了冷面姑娘的加盟邀请。 因为这些摊主在当地都算是小有名气, 平时出摊都会排起长队, 生意好得不得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故土难舍, 也不缺钱花, 自然不想脱家带口地换地方。 不过还是有机位比较年轻的摊主, 愿意跟齐言详谈一下, 了解情况之后再考虑考虑。 同样都是摊主, 情况也有所不同。 这机位摊主普遍都比较年轻, 对未来还有一些憧憬和期待, 是夜心还没有完全被生活消磨掉。 他们打算听一听齐言的说法, 如果给到的条件足够让人心动, 他们也可以考虑离家打拼基年。 成功固然好, 说不定可以直接赚到摆摊基年才能赚到的钱。 失败也没关系, 打不了再回去继续摆摊。 这些人之中, 齐言最欣赏的一位摊主叫张亚辉, 人很年轻, 才26岁。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所以高中毕业就辍学, 跟父母一起摆摊, 脑子比较灵活, 喜欢自己钻研, 做出的烤冷面在当地很有名, 凡是吃过的都交口称赞。 这次的摊美食大赛, 他做的烤冷面获得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齐言向众人说明来意, 希望可以聘请他们做冷面姑娘的美食顾问, 平时的工作就是钻研各种地摊美食的做法和口味, 尽可能把他们擅长的小吃以较为流程化的方式批量生产出来。 对摊主们来说, 这份工作有利有弊, 弊端在于, 这份工作的工资跟他们自己摆摊的收入比起来会稍低一些, 而且要来到帝都, 吃住和其他的日常开销会比较高。 优势在于, 这份工作跟他们自己摆摊相比, 要轻松很多, 而且, 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说不定以后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自己摆摊虽然挣得多, 但也非常累。 平时起早贪黑, 从凌晨一直工作到深夜, 几乎没法休息, 更何况还可能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收入很不稳定。 而在这边做美食顾问, 工作朝九晚五, 轻松很多, 而且,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如果真能混出明趟, 未来的收入, 说不定比摆摊还要高得多。 摊主们权衡利弊, 都很犹豫, 仓促之间难以做出决定。 张亚辉显然是倾向于接受这份工作的。 他的想法是, 自己还很年轻, 总不能现在就把自己的未来给限制死了, 一辈子在小城市摆摊吧。 虽然摆摊也没视摸不好, 赚钱也不少, 但相比于大城市的一份体面的工作, 张亚辉还是更倾向于后者。 张亚辉心里很清楚, 从大城市回小城市非常容易, 但是想从小城市爬到大城市站稳脚跟, 就非常难了。 而冷面姑娘的邀约, 毫无疑问是到大城市站稳脚跟的一个契机, 错过了, 估计以后都不会再有了。 张亚辉考虑片刻, 说道, 我对您的条件还比较满意, 不过, 我有点担心, 自己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职位。 我能不能先了解一下美食顾问的具体工作? 要换生活的城市, 这可不是小事。 万一出现了偏差, 我们双方都会挺尴尬的。 其他摊主们也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 很多摊主其实也动心了, 但是没敢立刻答应, 就是因为对自己不自信。 他们觉得自己就只是个摆摊做小吃的, 还能当美食顾问? 听起来就不靠谱。 万一做了没两个月, 冷面姑娘这边又反悔了, 把自己辞退怎么办? 齐言想了想, 这个好办。 您先看看冷面姑娘后厨的烤冷面, 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再指点一番。 只要能提升烤冷面的口味, 就说明您能胜任这份工作, 我们放心聘请。 您也放心上班, 怎么样? 张亚辉一点点头。 好, 这就相当于一个简单的面试, 改善烤冷面的口味, 就是面试的内容。 面试过了, 双方心里都会更有底。 齐言带着摊主们来到冷面姑娘的后厨。 其他的摊主虽然不太擅长烤冷面, 但也全都跟来了。 他们想看看张亚辉到底怎么指点, 所谓的美食顾问又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齐言跟大厨简单交代了一下之后, 大厨立刻开始做烤冷面。 张亚辉和其他的摊主们围在旁边, 认真地看着。 这位大厨之前也参加了地摊美食大赛, 所以认识张亚辉和这些摊主们, 要在他们面前表演烤冷面有些浑身不自在, 但齐言既然要求了, 还是老老实实按照之前的办法来做。 张亚辉看得非常认真。 虽然他跟这位大厨都参加了地摊美食大赛, 同时烤冷面组, 但因为彼此都在忙着做烤冷面, 无暇关注他人。 所以, 张亚辉之前并不知道冷面姑娘的烤冷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现在近距离观看之后, 才发现, 这边的烤冷面制作, 跟自己制作, 烤冷面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于准确度。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厨会用计时器记录烤制的时间, 还会用测温针测量烤冷面的温度, 达到合适的温度之后, 才会打鸡蛋, 放调料等等。 而张亚辉自己制作烤冷面的时候, 全靠经验。 不过, 他比较有天分, 而且做了太多份的烤冷面, 所以即使不借助这些工具, 每次做出来的烤冷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齐言没有太多关注烤冷面的过程, 而是稍微留意了一下大厨和摊主们的表情。 这位大厨是孟畅高薪聘请来的, 是正儿八经的酒店大厨, 虽然莫到五星级酒店主厨的那种级别, 但也绝非等闲之辈。 毕竟冷面姑娘有那么多营销费用, 随便挤出来一点, 就能请到比较贵的大厨。 孟畅一直在鼓吹冷面姑娘的口味有多好, 如果找个一般的厨师被扒出来, 那就得不偿失了。 但是高薪聘请来的大厨, 做出来的烤冷面却比不过路边摊的摊主, 而且似乎买账的消费者也并不算多。 这是让齐言一直都比较费解的问题。 烤冷面很快就做好了, 大厨按照标准流程把烤冷面切成段, 认真摆盘之后放到一边。 做完了。 大厨对齐言说道, 齐言点点头, 对摊主们说道, 大家都尝一尝, 有什么意见仅可以提。 摊主们各自加了一块, 细细品尝。 张亚辉说道, 嗯, 确实跟之前大赛评委说的一样, 水分的控制不是很好, 口感有点韧, 不够酥软。 至于醋味的问题, 还好, 没有评委说的那么严重。 大厨沉默片刻, 解释道, 我今天特意多加了一点醋。 显然昨天评委的点评还是比较重肯的, 大厨也虚心听取了意见, 今天稍微多加了一点醋, 改善了一下烤冷面的口感。 大厨对张亚辉说道, 要不您也做一份, 让我学习学习。 张亚辉赶忙说道, 学习不敢当, 我单纯只是烤冷面做的太多了, 自己也瞎琢磨, 有一点小心得。 张亚辉嘴上谦虚, 但还是跟大厨换了位置, 到上游之后, 拿起一张烤冷面的面皮, 铺在上面开始制作。 这次轮到大厨旁观了。 同样都是烤冷面, 双方制作的步骤大同小异, 但大厨一边拿着计时器计时, 一边观察张亚辉具体的手法, 发现细节方面还是有区别的。 烤冷面口味的不同, 可能就是差在这些细节方面了。 很快, 张亚辉的烤冷面也做好了, 也请众人品尝。 齐言两种烤冷面都尝了, 确实能够品尝出来, 张亚辉的烤冷面更好吃一些。 人的舌头是不会骗人的。 之前有一位创业者说过一段神论, 有人批评他开的餐饮品牌不好吃, 他怒斥道, 那是因为你的味蕾还没有打开, 只吃过妈妈的味道, 所以你分辨不出来什么好吃, 什么不好吃。 这段神论也被传为笑谈。 当然, 人和人品尝美食的能力是有差距的, 否则美食评论家这种工作就人人可做了。 但要说味蕾没有打开, 所以觉得好吃的东西难吃, 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了。 真正好吃的东西只要入口, 谁都能尝出来他好吃。 反过来, 如果普通人都觉得他难吃, 那他往往是真的难吃。 大厨并没有强行说自己的烤冷面好吃, 而是甘拜下风, 认真地询问张亚辉制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张亚辉也认真回答, 但很多时候他的做法全凭感觉, 没办法说得很清楚。 大厨认真听着, 感慨道, 原来如此, 看来是我的问题。 我把烤冷面看得太简单了, 从没想过, 这么简单的小吃也有这么多的细节和门道。 齐言突然明白, 为什么这儿八斤的酒店大厨做烤冷面不如小吃摊主了? 一方面是因为技巧, 另一方面是因为态度。 如果是其他的菜式, 大厨做起来绝对能秒张亚辉几条街, 因为这些菜式都有菜谱, 大厨也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不可能输给野路子。 但小吃则不同, 小吃没有一个明确的菜谱, 各种饭店的厨师也不会专门去研究怎么做煎饼或者烤冷面。 所以, 就算是酒店大厨, 跟小吃摊主的起点也是差不多的。 而这位大厨之前显然是不太看得起烤冷面这种食物的, 所以也没有下很大的功夫去钻研, 单纯只是觉得自己随便做一下, 肯定也比地摊做出来的好吃。 结果却并没有跟路边摊的烤冷面拉开明显的差距。 当然, 就算他认真钻研, 也不见得能钻研出来。 全国有那么多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无数的地摊, 这么多的摊主是来是去, 才是出这么几种比较好吃的烤冷面做法。 让大厨自己去摸索, 这得摸索到什么时候去? 技巧和态度两方面的原因, 让大厨也玩不转烤冷面。 正是因为冷面姑娘的烤冷面在口味上跟一般地摊的烤冷面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 卖的价格又比较高, 所以顾客才会觉得自己缴了智商税, 觉得冷面姑娘的烤冷面不够好吃。 齐妍不由地感慨, 果然树叶有专攻, 小吃这种事情还是得请专业的人来做。 同样都是厨师, 做常规菜式好不好吃是一码事, 做小吃好不好吃就又是另一码事了。 齐妍突然意识到, 这不正是裴总要传达的意思模。 梦唱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就在于他不懂这一点, 他以为随便找个大厨来对付对付, 就能把烤冷面给做好。 但他却没有想过, 大厨到底擅不擅长做烤冷面? 大厨愿不愿意去向摊主请教, 烤冷面的做法细节? 梦唱一直在强调, 要狠抓烤冷面的口味, 但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根本没有实际行动。 齐妍觉得, 裴总显然是在暗示自己, 不要走上梦唱的老路, 一定要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 其他的摊主, 也纷纷说起自己小吃的心得。 齐妍看出来了, 这些摊主虽然没有经过特别专业的烹饪训练, 但他们的共通点在于, 有一定的品味能力, 动手能力强, 爱钻研, 否则也不可能无视自通, 把普通的小吃做到那么多人喜欢。 他们有态度, 有能力, 只要冷面姑娘出钱给他们进行一些烹饪知识的培训, 再把他们的烹饪手法流程化, 精细化, 肯定能提升冷面姑娘小吃的口味。 到时候, 不仅是烤冷面, 其他品类的小吃也一样可以做。 想到这里, 齐妍当即拍板, 我觉得大家的能力多莫问题, 足以胜任美食顾问这个职位。 我向大家保证, 冷面姑娘一定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大的平台, 让大家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 与此同时, 荆州, 李时正在通过语音聊天, 把自己知道的关于裴总, 圆梦创头, 冷面姑娘的故事告知那篇文章的作者。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信息了。 可能还一些更加隐秘的东西, 毕竟裴总善于谋划。 我们看到的内容, 可能只是他谋划的一部分。 但这些, 就无从知晓了。 这些素材,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 随意选用吧。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男生, 非常感谢。 这些细节真是太精彩了。 真没想到, 冷面姑娘背后,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能不能请问一下, 您到底是谁, 是从哪里, 获得这些内幕消息的? 您放心, 我单纯只是好奇, 不会写到文章里的。 当然, 您如果不愿意透露的话, 也没有关系。 李时呵呵一笑, 我只是一个, 有着学生心态的普通投资人而已。 县里总不愿意说, 电话那边的人, 也没有在追问。 而是说道, 请您放心, 我很快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一定会写得非常精彩的。 李时突然想到了什么, 说道, 哦, 还有一件事情。 听说孟畅现在走投无路, 裴总打算给他一点活干, 只是还不确定, 到底是负责什么样的职位。 电话那边的人沉音片刻, 这, 好, 我明白了, 这似乎也是, 一条很关键的信息。 我这就着手写稿, 让冷面姑娘背后的故事, 能够大白于天下。 下午, 忙碌了一个上午, 齐言总算是把之前规划的事情, 全都安排得差不多了。 他已经正式聘请这些优秀的摊主, 作为冷面姑娘的美食顾问, 张亚辉立刻就同意了, 其他的摊主有还在犹豫的, 说考虑几天之后给答复。 显然, 有不少摊主, 都是托家带口的, 还是得跟家里充分沟通之后, 才能做出这个决定。 不过齐言非常确定, 对于冷面姑娘和摊主们来说, 这将会是一个双赢的决定。 这些美食顾问, 都会走正规的招聘流程, 齐言还打算向墨鱼外卖学习, 琢磨着先搞一个小型的美食实验室, 里面包括专业的厨师, 优秀小吃摊主, 和专门负责化学检验, 营养均衡的营养师, 一起开发新品小吃。 墨鱼外卖是裴总的产业, 墨鱼外卖的做法, 必然是得到裴总肯定的。 学墨鱼外卖, 搞个美食实验室, 裴总应该会非常赞赏的吧。 虽然没有见过裴总齐人, 但齐言还是凭借着自己对裴总的理解, 大致揣测到了裴总的意图。 美食实验室这个东西, 对地摊小吃也是很重要的。 梦畅把地摊小吃比做国内的快餐, 这种说法算不上错, 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地摊小吃距离成为真正的快餐品牌, 其实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那些洋快餐品牌看起来很简单, 无非就是炸鸡、薯条、汉堡等等。 但实际上背后的整个供应链、 工艺、新品研究能力是不容小觑的, 有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赶上的。 可能梦畅也正是因为很清楚这一点, 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 所以最终才选择了炒概念, 赚快钱的这条路。 有句话说得好, 这世界上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正确的办法, 一种是容易的办法。 梦畅选的是容易的办法, 而裴总选择的是正确的办法。 齐妍觉得, 既然裴总已经找到了破局之法, 让冷面姑娘有了众货新生的可能, 也已经为这个病入膏肓的品牌, 指点了一条名路, 那自己在齐位, 谋其政, 必须地把裴总的意志给贯彻下去。 虽然不清楚, 冷面姑娘未来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但此时此刻, 齐妍突然对她充满了信心。 忙完了手头的事情之后, 她起身去接了一杯咖啡, 顺便看了一下办公区同事们的工作状态。 整体而言, 状态比较复杂。 冷面姑娘除了门店之外, 也是有办公区的, 是在门店附近的写字楼租的工位。 梦畅在门面工程上, 还是很舍得花钱的, 咖啡, 饮料, 下午茶, 零食水果等等, 全都是应有尽有, 工作环境也非常不错。 腾达接手之后, 一切照旧, 也完全没有要砍福利的迹象。 这让大家都很满意。 但看大家目前的工作状态, 却各有不同。 有些人明显是在摸鱼, 表情很迷茫, 有点失去目标。 而有些人虽然愁愁满志, 很想找点事情做, 却又不知道, 具体要从何处着手。 冷面姑娘换了老板之后, 原本的营销活动, 基本上都取消了。 这些负责营销活动的人, 全力去办地摊美食大赛。 但现在地摊美食大赛办完了, 他们自然也就漠视做了。 还有一些人, 则是对冷面姑娘的未来充满着担忧。 他们可能没看到那篇文章, 也不知道裴总对冷面姑娘未来的规划, 只是觉得以, 目前这个无所事事的状态来推断。 公司早晚要凉, 混一天是一天, 所以态度比较消极。 齐妍觉得, 自己得想办法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他受到裴总的点拨和启发, 现在是有一些想法。 但这些想法, 都是需要其他人执行和配合的。 如果大家的态度继续这么消极, 那就算齐妍把工作任务布置下去, 也没办法很好的完成。 但要鼓舞士气的话, 总得有个契机, 得让大家打心眼里幸福。 只是做演讲, 打鸡血的话, 效果肯定不会好, 反而有可能会起反作用。 齐妍想了想, 那篇文章就挺好。 现在同事们没有斗志, 感到迷茫, 主要还是对冷面姑娘的前世今生, 未来发展不够清楚。 只要看过这篇文章, 知道了裴总对冷面姑娘的安排, 大家的工作状态, 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立刻在网上找到了那位作者, 结果惊讶地发现, 就在刚才, 这位作者又发了一篇文章。 而且, 这篇文章的标题比上一篇更加劲爆。 冷面姑娘, 梦唱的金斗云, 裴总的五指山。 齐妍不由地愣了一下, 又是冷面姑娘。 这么短时间内连发两篇文章, 这是跟冷面姑娘杠上了是吧? 错愕之余, 齐妍又觉得有些费解。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个作者写文章都是知写干货的, 同一件事情, 没必要写两三篇文章, 一个热点反复层。 从这一点上来说, 这个作者比那些营销号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还是讲冷面姑娘, 却另开了一篇文章, 肯定是因为, 作者找到了新的内容和角度。 但是, 冷面姑娘的破语力, 那篇文章已经详细地写了 孟畅与裴总经营理念的差别, 在冷面姑娘这个话题上, 似乎已经写得很透彻了。 新的这篇文章, 又是金斗云, 又是五指山。 这是要闹哪样? 搁着拍西游记呢? 带着疑惑, 齐妍点开文章查看。 文章的开头, 先简单提了一下之前的两篇文章, 分别是, 冷面姑娘所谓的互联网, 思维无非是装模作样, 和, 从地摊美食大赛, 看冷面姑娘的破语力。 这两篇文章, 分别预言了孟畅主导的冷面姑娘的破产, 以及裴总接手冷面姑娘后, 即将进行的一系列改变。 作者还特意加上了两篇文章的链接, 算是前情提要, 也算是给读者们一种提示。 我可不是在蹭热度, 落井下石, 冷面姑娘如日中天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出过质疑了。 我这文章干货满满, 跟那些从网上找资料东拼西凑的营销号, 可是完全不同的。 而后就进入了正文部分。 但在此之前, 作者却特意用一小段话提示读者, 这次的文章和前两次不同。 由于内容的原因, 笔者再三考虑之后, 决定换一种写法, 站在梦畅的视角, 覆盘整个冷面姑娘的兴衰成败。 其中可能会带有笔者个人的一些主观观点和春秋笔法, 但可以保证, 整个故事的关键情节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如有纰漏和谬误,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看到这里, 齐言更惊讶了。 之前的两篇文章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写的, 主要以客观陈述, 分析为主。 虽然文章本身嬉笑怒骂, 有一些令人津津乐道的神比喻, 但总体而言, 还是较为传统的写法。 但这次文章作者, 竟然要站在梦畅的第一视角来写。 齐言越发觉得, 这篇文章不简单, 继续往下看。 2011年11月8日, 是一个周二。 这天, 一个名为孟畅的年轻人, 来到荆州圆梦创投的楼下, 准备把这里, 当成自己事业的起点。 他有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 和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 但他心中真正的所思所想, 却几乎没人能够猜到。 孟畅应该是表演型人格的人, 而且演技非常不错。 但他不知道的是, 在两个多月后, 当他回顾这个周二的上午, 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懊悔。 冷面姑娘从创立, 到火遍全网, 再到备受质疑, 黯然破灭, 正应了那句古话, 其心也薄焉, 其亡也忽焉。 在冷面姑娘之前, 没有人想到, 这样一个烧钱烧的轰轰烈烈的 网红餐饮品牌, 会失败得这么迅速, 这么彻底。 而冷面姑娘失败的命运, 似乎从这个周二的上午, 就已经注定。 孟畅将第一个目标, 选定为原孟创投,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觉得, 这里的钱好拿。 虽然在不久的将来, 孟畅被称为完美创业者, 但现在的他, 还不够资格站在排桌前。 他的履历不错, 但除此之外, 一无所有。 仅仅是履历和口才, 不足以支撑他, 完成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别的投资人会给他钱, 但这些钱必然会伴随着 无限连贷刑协议, 或者回购协议。 这是孟畅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 孟畅从头到尾, 都只拿过一笔烫手的钱, 而且只负债了几百万, 跟那些动辄负债几亿的创业者, 在金额上,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但, 其他的创业者, 签下类式的协议, 不一定是因为鲁莽, 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内心中, 还相信自己的创业能够成功。 孟畅不签类式的协议, 也不一定是因为谨慎, 也有可能是他从一开始, 就清楚, 自己的创业, 只是一次表演, 风光过后, 一地鸡毛。 随着腾达集团的扩张, 每投必有收获的投资之神裴总, 已经决定将自己的精力, 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原孟创投将会, 按照他制定的规则, 按部就班地, 给那些创业公司投钱。 而这, 让孟畅看到了机会。 孟畅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钱, 并且以裴总投资为题, 大肆炒作, 甚至专门开了一场发布会, 向投资人们阐述冷面姑娘的美好前景。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孟畅对营销的热衷,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 他不顾一切的追求热度, 而完全没有考虑过未来可能的反噬。 让孟畅莫想到的是, 自己的小动作, 完全没有逃过裴总的眼睛。 在面向所有投资人的发布会上, 腾达的马总, 当场问出了两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烤冷面好吃吗? 所谓的多维巨变是什么意思? 这直接打在了孟畅的软肋上, 等于是荡着所有投资人的面, 挑明料冷面姑娘的两个巨大隐患, 口味不行, 过度营销。 显然, 马总为裴总传话, 有两个目的, 一是提醒投资人们冷面姑娘的风险, 二是提醒孟畅, 现在的冷面姑娘, 只是空中楼阁, 必然会失败, 现在做出改变还来得及。 可惜的是, 意气风发的孟畅病, 没有意识到, 这次警告的严重性, 仍旧固执地, 按照自己的剧本, 一路走了下去。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将走上的, 不是自己想好的剧本, 而是裴总为他安排好的剧本。 发布会上马总的发问, 给了孟畅当头一棒, 他只能把钱全都砸到冷面姑娘的门店上, 用营销, 热度, 和漂亮的财报, 重新换取投资人们的信任。 但是这个过程却并不顺利, 因为发布会上马总, 埋下的那根钉子, 依旧在刺痛着投资人们。 孟畅能拿到的投资, 全都带有对赌协议, 回购条款等苛刻的内容, 孟畅依旧缺乏跟投资人们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这时候, 孟畅陷入了纠结。 他知道, 冷面姑娘现在的状态, 距离自己想要的, 还差得太远。 如果现在拿了这些烫手的钱, 一定会出大问题。 对孟畅来说, 这时候放弃还不算太晚。 但就在这时, 裴总再度伸出援手, 追投了600万。 这让孟畅看到了, 跟其他投资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再度燃起了信心。 但事后看来, 裴总的这一招, 应该算是欲擒故纵。 如果没有这笔追投, 可能冷面姑娘的结局, 就是昙花一现, 悄无声息地消失无踪, 梦畅创业失败, 但没有债务。 裴总最开始投的200万, 打了水漂。 但事实证明, 裴总的钱看似好拿, 实际上却一点都不好拿。 信心十足的梦畅, 以更加高调的姿态, 展开更加盛大的营销活动。 他的强势让观望的投资人们, 纷纷动摇。 投资人们害怕错过冷面姑娘这班车, 已经在考虑去掉那些苛刻的条件。 双方的心态, 逐渐发生了逆转。 孟畅感觉到, 距离自己的目标就差一步了, 只差临门一脚。 于是, 他拿着精心准备好的财报, 有一次来到荆州, 想从裴总这里, 拿到最后一笔钱。 只要这笔钱到位了, 其他投资人也纷纷跟头, 冷面姑娘的估值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孟畅可以有很多选择, 比如卖给全民点评等餐饮巨头, 从容脱身。 然而, 裴总看完了孟畅的财报, 只是抱以一声冷笑。 让孟畅措手不及的是, 裴总直接卖出了手里所有冷面姑娘的股份, 甚至不惜见价出售, 让冷面姑娘的估值一落千丈。 孟畅的一步之遥, 却是天壤之别。 之后, 孟畅的行为就完全被裴总所掌控了。 看到冷面姑娘快要撑不住了, 裴总就小投个两百万台一手, 看到冷面姑娘的情况逐渐好转, 就在把股份全都卖掉。 孟畅陷入了一种赌徒的心态, 桌上的筹码已经太多, 他不想放弃, 因为放弃就会前功尽弃。 似乎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但不论他如何努力, 却都还是差了一大截。 裴总在让孟畅的希望彻底破灭之前, 又给他保留了最后的一丝希望。 于是, 一直头脑清醒的孟畅也终于松懈, 纠结许久之后, 接下了一份有连带责任的投资, 最终冷面姑娘惨淡收场, 孟畅背负了几百万债务, 再难翻身。 纵观冷面姑娘从创立到失败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 孟畅的目标其实始终如一。 我们无法猜到他心中所想, 但从他实际采取的行动来看, 他显然并不像自己所说的一样, 想要打造一个国人自己的快餐品牌, 逼着合理怀疑, 他一开始的东西就是为了炒高估值, 套现离场。 只不过这套手法被孟畅运用得非常娴熟, 他的口才又太好, 所以成功地骗过了投资人的眼睛。 或者, 有些投资人明知孟畅的想法, 却依旧投了钱, 就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 觉得自己不会是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但孟畅还是彻底地失败了。 他就像是那个桀骜不驯的猴子, 自以为自己有七十二遍, 火眼金睛,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想要大闹天空之后, 全身而退。 然而, 他却不曾想到, 裴总始终在关注着他, 不论孟畅如何努力, 都不曾逃出裴总的五指山。 裴总显然非常清楚孟畅的目标, 但却依然非常耐心地陪他玩了这场游戏。 在发现孟畅动机不纯的时候, 裴总第一时间给他警告, 在孟畅想要退出的时候, 裴总给他一点希望。 而在孟畅即将成功的时候, 裴总却又釜底抽薪, 让他的希望完全破灭。 最后牢牢地压在五指山下, 让他不得翻身。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人会感到困惑。 裴总和孟畅是有什么丝绸吗? 就算孟畅有从裴总那里骗钱的嫌疑, 只要裴总不给他钱, 不就好了吗? 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这就是裴总的与众不同之处了。 看到这里, 齐妍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 他确实不知道冷面姑娘跟裴总之间 竟然有这么复杂的关系。 齐妍虽然一直负责冷面姑娘的营销工作, 但对其他方面的工作却涉猎不多, 基本上只是执行梦畅布置下来的任务。 曾经齐妍热情满满的工作, 就是因为相信了孟畅的画柄, 以为孟畅真能把冷面姑娘打造成中式快餐的龙头企业, 给所有员工一个无比光明的未来。 但现在看来, 自己真是太幼稚了。 孟畅显然从未考虑过冷面姑娘和这些员工的未来, 她的心里从头到尾都只有她自己。 这篇文章将裴总与孟畅之间的斗志描写得极为详细, 看起来可信度很高。 但最关键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说, 裴总这魔盲, 何必要陪孟畅玩呢? 简直与三国演义中的七情七纵, 有一曲同工之妙了。 可能孟畅自己也想不通裴总为什么要如此针对自己。 很可能, 孟畅正是因为觉得裴总末时间, 也犯不着为这几百万跟自己斤斤计较, 所以才做了那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猴子。 孟畅想的并不是跳出五指山, 而是从五指山的指缝间溜出去, 只是莫想到裴总的五指山疏而不漏。 文章的最后一段, 详细地分析了裴总此举的用意。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裴总没有给孟畅投资, 会怎么样? 孟畅会放弃他的计划吗? 显然不会。 孟畅只会认为时机不成熟, 把整个方案暂时搁置。 他会继续积累资历和履历, 等待下一个机会。 那么, 下一个投资人还能有裴总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吗? 恐怕是没有的。 到那个时候, 孟畅的计划将会顺利实现, 他会成功套现离场, 留下一地鸡毛, 名利双收, 摇身一变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者。 显然, 裴总不希望看到这一幕发生。 所以, 他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 要彻底断绝这种可能性。 陆玉猛兽, 置之不理, 确实可以明哲保身, 但却不能阻止猛兽抱起伤人, 将猛兽降服之后套上枷锁, 才是英雄所为。 裴总此举, 可以说是一旦三鸟, 一举三得。 第一, 让孟畅成了被执行人, 名誉扫地。 冷面姑娘失败, 之后她, 想要东山再起难如登天, 也防止了, 再去祸害别人。 第二, 拨乱反正, 让冷面姑娘走上正轨, 通过前后对比, 给所有人树立一个榜样, 讲明一个道理, 办企业, 光靠营销是没用的, 关键还是要脚踏实地。 第三, 此举也是在警告所有心术不正, 想要从原梦创投骗钱的创业者。 你只要认真经营, 赔了钱也没关系, 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 那么孟畅就是前车之鉴。 由此也可以看出, 裴总对孟畅这一类人的态度。 孟畅的一切行为, 都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的。 他一不做假账, 二不做偷税漏税, 从行为上看, 完全是合法经营。 人人都恨不得把骗子千刀万剐, 但我们国家, 毕竟是一个法治国家, 情、 理、 法, 还是要分得清楚。 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法律去执行正义, 那太过自大, 也太过简缘。 孟畅如果触犯法律, 自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而他的问题只是商业上的事情, 那么用商业上的办法来解决才是最恰当的。 据说孟畅走投无路之后, 裴总给了他一份工作。 显然, 这并不是动了恻隐之心, 而是另有打算。 在这里, 笔者大胆预测, 裴总将会用商业的手段让孟畅吃到苦头。 现在的情况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至于孟畅未来到底会何去何从, 是自怨自艾, 自暴自弃, 还是历尽磨难, 幡然悔悟, 命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看完了整篇文章, 齐言心中百感交集, 情绪很复杂。 在看到之前那篇文章的时候, 齐言以为冷面姑娘前后的变化, 仅仅是因为孟畅和裴总能力的差距。 孟畅重营销亲实干, 所以失败了。 裴总不管做什么产业, 都尊重人才, 脚踏实地, 所以才能不断获得成功。 也就是说, 齐言一直觉得孟畅是能力问题, 而不是态度问题。 但看了这篇文章, 齐言才明白, 原来孟畅从来就没打算, 把冷面姑娘办好。 孟畅说了那魔多的场面话, 全都是嘴上功夫, 无非是为了卖个好价钱而已, 根本没打算向自己说的那魔去做。 如果不是裴总出手, 那魔冷面姑娘, 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也许孟畅已经成功套现离场, 名利双收。 冷面姑娘被卖身, 给了全民点评这样的大集团, 因为亏损而被裁撤。 员工们给孟畅打了几个月的工, 然后就只能离开冷面姑娘去找新的工作。 但现在, 因为裴总的断然出手, 这一切都被改变了。 冷面姑娘的失败, 完全都是梦唱自己的锅。 而在裴总接手之后, 冷面姑娘必然会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想到这里, 齐言把文章分享到了冷面姑娘的工作组里面, 然后站起身来轻轻拍了拍手, 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请大家稍微放一下手头的工作, 听我说两句。 我知道, 最近公司经历了一些风波, 很多人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 大家可以花几分钟看一下这位作者的三篇文章, 相信大家可以找到答案。 其他冷面姑娘的员工们表情依旧透着迷茫, 有点不懂齐言发过这几篇文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点开文章查看。 齐言很清楚, 现在冷面姑娘的员工基本上是陷入了一种鸡血后遗症的状态。 梦唱太能画饼, 打鸡血了, 之前所有的员工都觉得公司的前景特别好, 工作状态全都拉满, 但现在冷面姑娘遇到问题, 梦唱撒手不管了, 所有员工都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自然打不起精神。 所以, 齐言觉得所有员工的心态也应该来一次破而厚礼。 梦唱确实是冷面姑娘的前老板, 但现在, 他已经撒手不管了。 只有彻底否定梦唱的经营理念, 才能统一所有人的思想, 让冷面姑娘重获新生。 这几篇文章, 直接揭露了冷面姑娘残酷的真相, 细节详实, 通俗一懂, 刚好可以拿来做教材。 话说回来, 冷面姑娘的内部员工, 反而需要看外面的文章, 才能了解自家公司的事情。 这是本身, 是有点离谱的, 但这也正常, 毕竟包括齐言在内的很多人, 其实都被梦唱蒙在鼓里。 说是内部员工, 可齐言这些人, 谁又曾经真的被梦唱当自己人对待了? 众人的表情, 从困惑变成迷茫, 又变成了震惊和愤怒, 最后变成了庆幸。 其实有不少老员工, 对梦唱, 还是心存幻想的。 毕竟梦唱出手大方, 善于画饼, 个人魅力拉满, 在很多人心目中, 都是一个完美老板的形象。 即使冷面姑娘, 遭遇破产危机的那段时间, 很多员工, 还是无条件地相信, 梦唱会回来拯救公司。 然而看完了这三篇文章, 梦唱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轰然倒塌了。 这哪是什么完美老板, 明明都是装出来的啊。 梦唱为什么出手阔绰, 队员工们那抹好, 因为他根本就没想着, 把冷面姑娘给长久地经营下去, 只想着拉高估之后捞一笔就跑。 既然是赚快钱, 那当然队员工好了, 因为根本就犯不上压诈啊。 但是生气之余, 这些人又很庆幸。 还好裴总出手了, 让梦唱的谋划莫能得逞。 现在冷面姑娘到了裴总手里, 裴总显然是要大刀阔斧地, 对梦唱当老板时的遗留问题进行改革。 冷面姑娘送走了一个虚假的完美老板, 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完美老板, 这还不值得庆幸吗? 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从这一刻开始, 冷面姑娘似乎变得不同了。 齐言对众人的反应非常满意。 这些人能进入冷面姑娘工作, 显然都不是蠢人。 有些话不需要说得太详细, 都是一点就透。 齐言对众人说道, 我知道, 前段时间的事情让大家都很迷茫, 工作状态不佳。 我也是一样, 不确定未来的方向。 但现在, 裴总已经为冷面姑娘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且不同于梦唱的话柄, 裴总给出的发展方向, 才是真正脚踏实地的选择。 我来简单说一下, 招聘优秀摊主做美式顾问的事情, 大家都认真听一下。 之后的工作, 希望大家能全力配合我。 趁此机会, 齐言正好把自己的工作计划仔细讲述一番。 众人全都认真听着, 时不时的还有人提出自己的意见, 积极参与。 他们都能感觉到, 冷面姑娘的命运已经在发生改变了。 1月18日, 周三上午, 再度踏上荆州的土地, 梦唱心情很复杂, 可以说是百感交集。 之前几次来的时候, 她都是一种轻松而又自信的状态, 西装浴贴没有一丝皱褶, 小胡子精心修剪过, 处处都透着自信。 但是这次, 她的衣服上满是皱褶, 两腮也泛起了青色的胡茶, 表情很是憔悴。 冷面姑娘破产之后的这段时间, 她也想了很多办法, 找了不少的投资人和大公司, 但全都吃了闭门羹, 人情冷暖, 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初冷面姑娘如日中天的时候, 梦唱到哪去都是做上宾, 各位投资人和老板对她礼遇有加, 现在干脆直接让助理拒之门外, 连剑都懒得剑。 遭受一连串的打击之后, 梦唱也终于不得不接受自己目前的处境, 基本混不下去了。 当然, 梦唱的能力还在, 再怎么说, 想找个一般的工作混一混还是, 没问题的。 但以梦唱的性格, 她无法接受这样普通的工作, 更不能接受自己兢兢业业上班几十年, 才刚刚还玩负债的命运。 所以, 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下, 她彻底颓废了。 梦唱名下没有房子, 但她的爱车被执行了, 银行卡也被冻结。 因为目前交房租, 梦唱原本租的房子也不能住了, 最后还是找了个朋友借了钱, 才临时搬到一间半地下室去, 凑合着住了两天。 而最让梦唱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的, 还是那几篇文章。 莫工作也莫地方, 去的梦唱窝在帝都的半地下室里, 整天无所事事, 在刷网页的过程中, 同样看到了这三篇文章。 看完之后, 梦唱也不由地感慨, 这文章写得不错, 简直是杀人诛心。 自己的每一步确实都被裴总算得死死的。 原来, 从自己在原梦唱头拿第一笔钱的时候, 今天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而自己直到最后时刻, 仍旧一无所知。 这不仅是智商上的碾压, 也是格局上的碾压。 失败之后再复盘, 让梦唱只剩绝望。 今天梦唱来到荆州, 是要跟裴总见一面, 谈一谈工作和薪酬的事情。 梦唱想尽快, 还玩债务。 他可不想一辈子窝在不见阳光的半地下室里吃泡面, 出远门只能坐绿皮火车, 就这磨荒废一生。 他不想做那些普通的工作, 那些能多赚钱的工作, 又争取不到, 也只能是来裴总这里看看, 碰碰运气了。 如果是以往那个心高气傲的梦唱, 绝对不会来荆州。 裴总摆明了, 是在算计自己, 在裴总手下干活能有好果子吃吗? 裴总说不定得怎么消遣自己呢? 但是现在的梦唱, 已经没有那重荡出的傲气和心境了。 他现在, 就想尽快从地都那个半地下室搬出来, 住个宽敞点的, 能看到阳光的主卧, 吃点不是泡面的正常食物, 多赚点钱紧快把负债点还轻。 至于在裴总手底下工作会不会受气, 那已经不重要了。 怀着这样的心态, 梦唱麦不向原梦创投走去。 与此同时, 原梦创投的会客室里, 裴谦正在看贺德胜上交的厚厚一达资料, 看得头大。 这些都是跟原梦创投有关系的公司, 有些是已经投了钱的, 有些是还在排队等的投钱的。 还有一部分, 是之前已经投过钱, 但公司开始盈利之后, 就已经把股份全都卖到的公司。 裴谦看着这些公司的资料, 看得有些惊心动魄, 竟然有这么多家公司, 都开始赚钱了。 还好还好, 幸亏贺德胜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 一赚钱就卖, 完全没有拖延。 只要卖得早, 赚钱多不了。 贺德胜看到裴总的眉头, 时而皱起, 时而舒展, 也不知道裴总到底是从这些资料中看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也不好多问。 他试探着说道, 裴总, 要不把金海滨叫来, 让他给您稍微讲解一下细节。 裴谦摇了摇头, 不用麻烦了, 这些资料写得还算比较通俗, 简洁, 裴谦完全能看懂。 而且, 裴谦投钱本来也是随心所欲, 亏了固然好, 小赚也无所谓, 所以觉得, 莫必要让负责财务的金海滨特意跑一趟解释, 太麻烦了。 裴谦翻着已经赚了钱, 卖掉股份的那些公司, 随口说道, 这些赚了钱的公司, 有些发展得越来越好, 有些却一蹶不振了呀。 那些赚了钱的公司, 裴谦当然是不心疼的, 但是这些圆梦创投刚一撤资就不行了的公司, 让裴谦稍微感到有点惋惜。 裴谦觉得, 这事还是有点奇怪的。 凡是没赚钱的公司, 圆梦创投都继续投钱了。 凡是圆梦创投撤资的, 都是已经实现盈利的公司。 既然已经实现盈利了, 就意味着, 公司已经找到了健康的盈利模式。 只要不出意外的话, 总能慢慢发展壮大。 但是其中一部分公司, 在圆梦创投离场之后, 不仅没有发展壮大, 反而突然暴毙, 这有点奇怪。 贺德胜微微一笑, 说道, 是啊裴总, 同样都是盈利, 有些公司是真的盈利, 有些公司跟冷面姑娘一样, 都是通过一些财务的手段, 做出来的盈利, 财报好看, 实际上, 公司的状况却不好, 唯的就是拿着财报, 去拉更多投资。 同样都是撤资, 前者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肯定是越来越好。 而后者就一下原形毕露了, 裴千妻的够呛, 人和人之间, 还能不能有点信任了? 少一点套路, 多一点真诚不好吗? 能力不行无所谓, 但心术不正, 那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这些打肿脸充胖子的公司, 本来老老实实地承认亏损, 就能继续得到圆梦创投的书写, 结果他们, 非要说自己盈利。 这下好了吧, 圆梦创投撤资了。 这就说明, 如果没有最基本的诚信, 连花陪总钱的这种好事, 都轮不上你。 贺德胜感慨道, 是啊, 人人都知道, 商业以诚信为本, 以诚待人, 总会获得回报。 可现实中在利益的诱惑下, 又有多少人能真的做到这一点呢? 不得不说陪总您的这一招, 真是高明。 盈利的公司就卖出, 一方面帮助了那些, 真正想做实事的公司, 跟他们结下了善缘, 另一方面, 又踢掉了那些假盈利, 心怀不轨的公司, 规避了风险。 虽然少赚一点钱, 但既赚了名声, 又惩罚了骗子,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赔谦? 神特魔一举两得? 我根本不需要什么一举两得, 我就想多往外撒点钱而已, 有难魔难吗? 赔谦把那些盈利了, 卖掉的公司资料放到一边, 又继续看那些仍在亏损, 圆梦创投继续书写的公司资料。 嗯? 这家公司什么情况? 我记得之前, 他们花钱大手大脚, 营销活动做的场面很大, 怎么现在却把营销费用砍掉三分之二, 拿去做产品了? 之前给冷面姑娘追投六百万的时候, 裴谦也看了其他公司的资料, 对他们有所了解。 尤其是几家喜欢打广告, 做营销, 花钱很快的公司, 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本来这几家公司, 都是花钱大户, 是裴谦重点关注的对象。 然而最新的资料中, 他们要么是砍掉了一部分营销费用, 缩减了成本, 要么是把开销花到了打磨产品, 招聘人才等方面去了。 因为圆梦创投, 向这些公司派出了财务, 所以, 这些内容都被清清楚楚地写到了资料上, 拿到裴谦的面前。 花钱变少了, 这让裴谦有点不太高兴。 贺德胜呵呵一笑, 裴总, 显然是您的杀鸡儆猴起作用了呀。 有冷面姑娘的前车之鉴, 这些公司谁还敢乱搞? 裴谦头上飘出一个茫然的问号, 杀鸡儆猴? 冷面姑娘的前车之鉴? 你在说什么东西? 明明明每个词都很清楚, 但合到一起的意思, 却让裴谦完全无法理解。 贺德胜继续说道, 持续亏损, 继续从圆梦创投拿钱的这些公司, 无非是分成两类。 第一类, 在认真做产品, 只是钱不够, 能力不行, 或者资源不到位。 这些公司继续从圆梦创投拿钱, 招聘人才, 争取资源, 总会慢慢变好。 公司创始人, 觉得自己尽力了, 问心无愧, 自然不需要改变什么。 第二类, 就多多少少沾点梦创的习性了。 他们没有认真做产品, 而把钱都花到了营销上面, 有些人想炒高估值套现, 还有些人可能单纯是脑子不清楚, 分不清产品和营销哪个更重要。 梦创和冷面姑娘的案例, 显然是起到了杀鸡儆猴, 震慑小的作用。 像梦畅能力这么强, 这么聪明的人都因为心术不正, 而被裴总宁狠狠地惩罚了, 成了被执行人, 身败名裂, 更何况是他们这些小鱼小虾。 再不改变, 他们的下场也会和梦畅一样。 于是, 这些耍小聪明的创业者全都慌了。 之前有不少在排队等着我们投资的小公司都自愿退出了, 而那些已经拿到了投资的也全都改变以往的行为。 不敢再大手大脚地把钱花到营销上, 而是更注重产品本身。 显然这些人心里有鬼, 他们不想成为下一个梦长。 冷面姑娘的境遇就像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浮在他们的头上, 让他们战战兢兢, 不敢再动那些小心思。 冷面姑娘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一战而定乾坤。 之前很多创业者觉得圆梦创投的钱是最好拿的, 但现在他们发现, 圆梦创投的钱好拿是好拿, 但拿了不做事付出的后果也是最惨重的。 这样一来, 就算裴总您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其他产业上, 圆梦创投也能继续完美地运作下去, 谁也不敢来这里骗钱。 裴千沉默了, 他万万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冷面姑娘, 竟然还能产生这抹深远的影响。 之前裴千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情况, 也无非是卖出冷面姑娘的股份, 大赚一笔, 涂增花钱压力。 但现在看来, 何止是大赚一笔的问题? 冷面姑娘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 以后圆梦创投靠投资裴千的几率, 大大降低了。 裴千默默地喝了口茶水, 一时之间百感交集。 之前给圆梦创投定下转了就卖, 亏了就继续投方针的时候, 裴千还以为这是一个百分之百万无一失的策略。 结果现在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裴千的期待完全落空了。 而且, 这个方针还完美地起到了反效果。 裴千把厚厚的一打资料扔到茶几上, 默默地喝了两口茶水。 今天就先这样吧。 回头我再给你一笔钱, 你看着投出去就行了。 裴千已经萌生出了战略放弃圆梦创投的想法, 所以, 对贺德胜的投资也不做太多要求了。 但放弃归放弃, 该给钱还是要给钱的, 光靠, 使命与抉择, 这个项目烧钱还是有点难。 俗话说, 鸡蛋不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圆梦创投也得分摊一点压力。 至于以后赚钱怎么办, 那智能是以后再考虑了, 先把这个周期对付过去吧。 贺德胜看了看表, 好的裴总, 正好到了跟孟长约定见面的时间了, 他应该也快到了, 我这就去迎他一下。 贺德胜离开了, 裴千在会客室里一边喝着茶, 一边有些惆怅的思考人生。 一开始的计划明明都是挺完美的, 怎么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人生真是无常啊。 没过多久, 孟长到了。 看到孟长这颓废的样子, 裴千稍微有些诧异。 咋的, 有段时间没限, 这是抑郁了。 裴千本来以为, 孟长是心理素质极端强大, 即使成了老赖, 也根本不会对他心态产生影响的那种人, 但现在看来, 显然不是。 裴千到了杯茶水, 来, 坐下喝茶。 孟长充满着警惕和戒备, 同时又有一点畏惧。 不知道裴总这葫芦里, 卖的到底是什么呀? 投钱的也是你, 坑我的也是你, 现在把我叫来, 要给我工作的, 还是你。 孟长感觉, 自己被裴总玩弄于鼓掌之间, 完全猜不透裴总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 这种感觉让他非常难受。 孟长一直觉得, 自己是最聪明的那批人之一, 直到他遇到了裴总。 看破了自己所有的计划, 背地里把自己算计得这么死, 见面了, 还能若无其事地微笑着请自己喝茶, 这个裴总, 真是太恐怖了。 要不是孟长想多挣点钱, 尽快摆脱老赖的身份, 他是绝对不会再来跟裴总见面的, 因为光是说话, 都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两个人都很清楚, 这次见面是要干嘛的, 所以, 也就没必要卖关子了, 裴千也没太把孟长当回事, 这无非是他诸多麻烦中比较小的一个, 赶紧解决之后, 就要去忙其他的事情了。 裴千说道, 工作的大致内容, 你已经知道了, 这次主要是跟你说一下薪水的问题。 两种模式, 你可以自由选择, 第一种是固定的薪酬, 每月四万, 只要你完成了工作任务, 一分钱都不会少。 第二种, 是低底薪加提成的方式, 底薪三千块, 提成从零到二十万不等。 提成的具体计算方法, 当然是跟广告营销的宣传效果挂钩。 我会专门派人做数据分析, 根据每个广告方案花的钱, 制造的热度, 宣传效果, 给你算提成。 在不辱骂消费者, 不触犯相关法律法规, 采用正常营销手段的前提下, 花钱越多, 热度越低, 宣传效果越差, 提成越高。 孟畅立刻说道, 我选第二种方, 等等, 热度越低, 提成越高。 成反比。 听到前面这些内容的时候, 孟畅觉得挺正常的。 滴底薪加高提成, 正是他期待的模式。 月薪四万, 虽然对大部分人来说, 已经是高收入了, 但对孟畅来说是, 完全不能满意的。 毕竟他之前在大公司做高管的时候, 工资早就以金远超这个数, 现在就算不去大公司, 能给他开四万月薪的地方, 也多的是, 完全没必要在裴总手底下, 战战兢兢的, 拿着四万块的死工资。 更何况, 四万月薪拿来还债, 扣掉缴税, 和杂七杂八的生活开销, 哪怕一年还上的三十万, 身上的负债也够他还个二十年。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在这期间他一直都会, 是被执行人的身份, 受到的限制太多了, 就连出行都不能坐高铁飞机, 买房, 旅游, 度假, 出国等等, 一概都不要想了。 等他还完了债, 也就快要到退休的年纪了, 基本上相当于这一辈子, 都这模糊里糊涂的过去了, 总不能到了五六十岁, 还想着东山再起吧。 那根本不现实, 要是早级十年, 说不定有戏, 现在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 梦畅甚至觉得, 要是能坐三年牢, 就把这些债务全都赖掉, 那他宁可去坐牢。 毕竟坐牢出来之后, 又重新创业的人也有不少, 总比还二十年的债要好。 而如果按照裴总给的最高二十万, 提成来算, 可能乐观情况下, 咬咬牙五六年, 就能还清这笔钱, 这是其他的工作都给不了的机会。 唯一的问题在于, 怎么热度跟提成是成反比啊? 广告宣传效果越差, 裴总给钱越多? 这是什么道理? 梦畅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又问了一句, 裴总, 你刚才是说成反比? 裴迁点点头, 笃定的语气中透出一种自信? 是的。 裴迁不打算解释, 也不需要解释。 反正只要表现得足够自信, 梦畅自己总会脑补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他从旁边拿过一份协议, 这是详细的规则, 你可以慢慢看。 时间一览你自己填, 三年, 五年, 十年, 协议签的时间越长, 提成越多。 梦畅一时之间陷入了沉默, 他拿过协议反复地, 逐字逐句地查看, 总感觉这被后运藏着非常巨大的危机。 裴总该不会是想要算计自己吧? 第六感觉告诉他里面有坑, 但思前想后也想不通坑到底在哪? 如果是宣传效果越好, 给钱越多的话, 这就很好理解。 梦畅对自己很有自信, 营销和宣传这方面肯定是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拿个高提成, 十拿九稳。 但裴总给出的条件是, 花钱越多, 热度越低, 提成就越高。 通俗一点说, 就是尽可能的多花钱, 但宣传效果越差越好。 这样做对腾达,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嫌自己的宣传经费太多了? 花不完很发愁? 莫道理啊。 梦畅觉得, 这是对裴总根本没好处, 除非梦畅每次的宣传方案效果都爆炸。 那样的话, 梦畅就只能拿三千块的底薪, 这辈子怕是都还不完债务, 工作做得越好, 他自己就越难受。 但梦畅觉得,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很多巨头公司每年要花几百亿在营销上面, 广告营销部门的负责人全都是高薪聘请, 就是因为这是个技术活。 做好了不容易, 但做不好的人可是一抓一大把。 甚至对于梦畅来说, 这样的工作会更加轻松。 他都不需要绞尽脑汁地想各种营销方案了, 随便糊弄糊弄不就能拿高提成了? 虽然本能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劲, 但梦畅反反复复地把这份协议看了很多遍, 也没想出来到底哪有问题。 梦畅也是老油条了, 财务, 法律方面的知识都不缺, 他能看出来这份合同本身是默坑的, 甚至让他觉得有点不真实。 唯一有所限制的是, 梦畅不能胡搞, 比如广告里直接辱骂消费者, 搞地狱或者性别歧视, 有违反广告法的行为等等是绝对不行的, 会有人负责监督。 但对于梦畅来说, 这个条款还是挺合理的, 算是为了防止自己钻空子的保护性条款, 可以理解。 想了想自己身上背负的几百万债务, 梦畅说道, 好, 我签了。 时间, 最涨是十年, 赔签点点头, 是的, 如果签十年的话, 每月的最高提成有二十万, 如果签三年的话, 每月最高提成十万, 签的时间越涨, 提成越高。 梦畅沉默片刻, 然后果断拿过签字笔, 签上名字之后, 在年份的一栏填上了十年。 十年就十年, 当然是要拿高提成了。 梦畅很清楚, 如果签三年, 结果事后发现自己完全能拿到二十万的提成, 那他会非常懊悔的。 虽然按照每月二十万提成的进度来算, 还完所有的债务, 不需要十年, 但即使还完了债, 也可以多赚几年前。 十年之后, 他还算是年富力强, 再有一些财富鸡肋的话, 不管是享受生活, 还是在创业拼一把, 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 陪签非常满意, 收起协议之后, 微笑着说道, 好, 那就祝你早日还完债务了。 梦畅, 不知道为时魔, 感觉陪总说这句话的时候, 嘲讽意味, 直接拉马。 离开元梦创头, 梦畅还有重不真实的感觉, 他要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那份协议, 仔细看了一遍, 确实没时魔问题。 算了, 签都签了, 还是别想那么多了。 梦畅觉得, 现在自己换得换失也没用了, 这已经是, 目前自己的最优选了。 按照陪总的说法, 下个月才正式开始工作, 这段时间, 梦畅还可以休息一下, 调整调整心态。 他刚打算离开, 就看到对面, 一张有些眼熟的大长脸, 匆匆走来。 梦畅本能的一哆嗦, 这不是马总吗? 他还记得, 冷面姑娘发布会的时候, 马总装出一副脑子不太灵光的样子, 成功骗过了他, 然后抛出两个灵魂问题直指问题核心, 让整场发布会, 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能成为裴总左膀右臂的人, 又岂会是等闲之辈? 梦畅赶忙低头, 匆匆离开。 马阳跟梦畅擦肩而过, 他走了两步停了下来, 回头看了看。 咦?这人怎么有点眼熟? 什么时候见过来着? 啊,想不起来了。 马阳挠了挠头, 最近他事情蛮多的, 尤其是为了准备考试周, 而闭关复习了很久。 人这一天要先那么多的人, 怎么可能每一个都记住? 马阳很快就忘掉了这个小插曲, 兴高采烈地往圆梦创头走去。 千哥! 裴谦还没看到马阳的大长脸, 先听到他杂杂呼呼的喊声。 下一秒钟, 马阳已经推开会课室的门进来了。 裴谦放下手头的资料, 嗯?老马你怎么来了? 马阳黑黑一笑, 这不是前段时间一直在准备考试, 末时间来汇报工作吗? 现在考试考完了, 我也该把精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中了。 对了千哥, 今天好像教务处网站上出成绩了, 你查过了没有? 裴谦瞬间来精神了, 嗯?出成绩了? 我现在查。 他立刻从旁边拿过来一台笔记本电脑, 然后打开教务处网站, 登录之后查询成绩。 哼! 我那门币卷考了72分, 裴谦不由得有些小骄傲。 对于大学的文科专业来说, 币卷考试是最难的。 虽说币卷的题目难度比开卷要低得多, 但架不住大部分人都根本懒得背啊。 如果是高中, 纳摩背这点之时很容易, 到了大学, 就完全不是纳摩回事了。 文科专业每年挂科最多的课程 多半都是必卷考试, 而且挂的一多半都是男生。 莫别的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懒。 裴谦考的72分, 这说明他的复习起到了效果。 如果是老师给的友情分, 估计最多给到60多分, 多出来的每一分, 那都是裴谦自己的努力。 老马, 你考了多少分? 裴谦问道, 马阳嘿嘿一笑, 我就比谦哥你稍微高一点。 裴谦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高一点是多少分? 马阳说道, 81分。 裴谦沉默片刻, 那这门开卷呢? 我考了79。 马阳看了看, 谦哥我就比你高一点点, 我82。 裴谦一连问了好几门, 马阳竟然全都比他高。 终于, 问到最后一门的时候, 马阳挠了挠头, 这个我没你高了, 我74分, 比你第一分。 裴谦尝出一口气, 脸色总算是好了一些。 还好还好, 从大一考到大三, 总算是有一门比老马多考一分了。 看来是自己的认真复习有了成果, 虽然只是一颗的一分, 但这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裴谦兴满一族的官吊教误处的网站, 不再提成记得是了。 虽然一分也是历史性的进步, 但一直炫耀, 肯定也没道理, 还是认真地记在心里就好。 看起来你这段时间复习得很辛苦, 很认真啊。 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 裴谦问道, 马阳拍了拍胸脯, 你放心先哥, 我是学习工作两不误, 一点没耽搁。 今天来正是想跟你汇报一下的。 我一直在微博上兢兢业业的替人圆梦, 但是值得完成的梦想真是越来越少了。 很多人就连个段子都写不好, 这种人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真的有梦想呢? 至于那些已经拿到钱的段子手, 他们的愿望已经完成了, 段子也都快被炸琴了。 做人不能贪得无厌, 所以这种人我也就不再给他们圆梦了。 最近这一周就只发出去了十来万。 唉, 只能说这是一个梦想匮乏的时代啊。 一个好的梦想, 真是比黄金还要珍贵。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裴谦听得一愣一愣的。 老马这个人怎么说呢? 裴谦其实只是想让他去微博上撒撒币, 多花点钱。 结果老马搞得认真过头了。 已经拿了钱的不再给, 段子写得不好的也不给, 结果一周才发出去了十来万。 就你这个撒币的速度, 怕是指望不上你啊。 裴谦之前就已经试着劝过老马, 让他适当地放宽一点标准, 不要搞得那么严苛, 但是老马说什么都不同意, 还说梦想是很稀有, 很神圣的东西不容玷污。 裴谦也莫折了, 只能由他去了。 那带货直播那边的情况, 怎么样了? 热度如何? 裴谦又问道, 马阳说道, 热度啊, 热度基本上平稳了。 不算很火, 但也不差吧? 裴谦心中一喜, 果然跟自己估计的一样。 马阳这反向带货, 说白了跟打假差不多了, 刚开始可能热度挺高, 但总会逐渐趋于平稳, 不会有爆发式的热度增长。 毕竟打假这种节目, 也不适合天天看, 看多了总会逆的。 热度没有持续暴涨, 而是趋于稳定, 这对于裴谦来说, 算是个好消息。 马阳继续说道, 到现在, 我已经开了十几场直播了, 带的货小到文具, 大到家电, 还有包括食品, 数码产品等等, 全都起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有些三无商家, 直接就下架商品, 关掉网店跑路了。 有些大品牌, 则是下架, 道歉, 整改, 之前一直维权无果的消费者, 也总算是, 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很多品牌私下里来找我, 想要破财免灾, 让我别带他们节奏了, 甚至很多还没被曝光的品牌也来暗示, 只要接下来的直播, 不提他们品牌, 那就一切好说, 甚至可以给我们, 节目出一些赞助费用。 裴谦关切道, 你是怎么说的? 马阳呵呵一笑, 当然是反手, 就把他们, 给我发的私信, 全都挂出去了。 谦歌你的叮嘱我可是始终没忘, 不管因为神魔原因, 想定我们色钱, 那绝对是白日做梦。 那些没被曝光的品牌, 本来我们, 没打算做他们的节目, 但他们发了私信, 就说明星里有鬼, 我们就更要做节目揭露一下了。 我现在好歹也有几百万粉丝, 大家都说我是一名斗士, 是腾达精神的代言人, 和吉仙峰。 这点区区金钱, 怎么可能收买我呢? 马阳的大长脸上, 满是骄傲的表情。 裴谦不由的一条大拇指, 干得漂亮。 老马,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是一个可造制裁, 你办事, 我放心。 不得不说, 换个其他人干老马这个活, 真不一定能下手这魔痕。 他直播曝光的品牌, 可不全是三无产品, 还有一些是比较有名的厂商, 这一曝光, 得罪人可不少。 更觉得是, 他还直接把厂商私聊自己的私信, 全都挂出来了, 一点都不给, 对方留面子, 一般人还真干不出来这重事。 在这世上, 裴谦对老马的工作是一百分的满意。 虽然老马的粉丝数一直在增长, 都几百万了, 但微博上几百万粉的博主一抓一大把, 老马撒了这磨多钱才赚到几百万粉, 完全可以接受。 没人对你发出威胁吧? 裴谦关切地问道, 马阳摇了摇头, 有几个三无小号给我发私信, 我直接add王警他们, 就吓得三号跑路了。 再说了, 我们国家是法治社会, 我还有保镖, 有什么好怕的? 裴谦不由得点头, 嗯, 挺好。 要是普通人干着重视, 那阻力肯定不是一般的打, 但老马背后是腾达, 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简单多了。 就算有人恨老马, 恨德雅痒痒, 也得掂量掂量马阳背后腾达的分量。 说到腾达, 裴谦问道, 直播给腾达的产品带货了没有? 马阳愣了一下, 挠挠头, 哦, 没有。 裴谦有些不高兴, 我不是说让你要特别留意 腾达的产品吗? 马阳挠了挠后脑勺, 可是谦哥, 腾达似乎也没试摸新产品吧? 裴谦说道,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不是吗? 下一期, 节目你就做这个, 把这玩意的问题, 缺点, 不好的地方, 全都在直播里给大家详细地展示一遍。 马阳犹豫了一下, 这好像是个新产品吧? 我们自家产品质量肯定没问题, 这节目做起来可能没试摸内容啊。 裴谦表情严肃, 恰恰因为是我们自己的产品, 所以才更要严格要求呢。 我们必须的一视同仁, 同时, 也正好鞭策一下, Auto科技, 让它们不断提升, 不断进步。 当然, 说鞭策, Auto科技是假的, 降低一些抬杠机销量, 少赚点钱是真的。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已经发售一周多的时间了, 原本无人问津, 一切安好, 但突然有一天,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玩意的销量就开始疯涨。 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乔梁的那条推荐的微薄, 但也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它活起来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裴谦一直都未能搞懂。 眼瞅着之前为了突击花钱背下的库存, 即将变成让人困扰的系统资金, 裴谦可不想坐以待毙。 所以, 他打算把马阳直播带货的这颗棋子给利用起来, 争取能降低一下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销量。 算起来,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都正式发售一周多的时间了, 大家盲目购买的热情应该也消退一些了。 既然大家都已经恢复了理智, 那这时候说一说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问题和缺点, 应该能起到最佳效果了吧。 至于这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 肯定是有的。 欧图科技又没有自己的工厂, 做智能音响肯定也是自己设计, 找其他工厂代工的, 没石磨什么特别高的技术门槛。 也就是说, 这玩意跟人家原厂出的回音币产品比起来, 质量大差不差, 却因为加了个抬杠机而抬高了价格。 更何况这两千多的价位, 只能算是好一点的入门产品, 在爱好者那里只是听个想, 跟那些几千上万的音响, 和回音币的音质是完全没法比的。 看, 只要想挑毛病, 这毛病一大堆吗? 裴谦觉得, 负责为马阳准备直播内容的陈宇峰, 他们都是专业团队, 挑毛病肯定比自己挑得更好。 到时候咔咔一顿扒, 把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底裤都给扒得前前进进, 不说让大家都不买, 至少也能劝退一部分消费者吧。 只要在结算前能让一批货机压在仓库里, 那也是好事一桩。 马阳说道, 行千哥, 那我跟陈宇峰说一声, 让他立刻开始准备下一场直播的内容, 就做全自动智能抬杠机了。 裴谦点点头, 好, 等出第一版的文字稿之后, 给我看一眼, 我给你把把关。 没问题千哥, 你就瞧好吧。 马阳心高采烈地走了, 看着马阳离去的背影, 裴谦不由地默默感慨, 做老马这样的混子, 可真幸福。 好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是这么的乐观, 不像自己, 每天都充满着各种烦恼, 为了多赔点钱而绞尽脑汁。 真是羡慕啊。 裴谦看了看日期, 今天已经是1月18日了, 距离春节就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公司的各项工作基本上也都进入了收尾阶段。 22号除夕, 裴谦准备20号年会开完就直接放假。 本来年会应该早点开的, 但最后一个月的事情很多, 裴谦怕准备年会耽误了结算亏钱, 所以就延后了今天直接放到放假当天。 这样一来, 开完年会, 直接放假回家, 也挺干脆。 当然, 在放假之前, 该安排的事情都要安排好。 这个周期赚钱虽多, 但裴谦准备的还算是比较充分, 使命与抉择那边花了一大笔钱, 圆梦创投这边也分摊了一部分。 最后剩下的这些钱, 裴谦打算全都拿来打广告。 虽说打广告会有隐患, 但为了突击花钱,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而且, 裴谦这次的广告主要是针对实体产业的, 包括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托管健身房, 树懒公寓, 逆风物流等等。 这些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 其中的大部分产业虽然已经在稳定盈利了, 但只要电开得够快, 就不会多赚钱。 给这些产业打广告, 总比给游戏, 手机这些产业打广告要安全得多。 等春节期间, 在荆州、 帝都、 摩都等城市铺天盖地打一波广告, 又能花出去一大笔钱。 这样算下来, 等过年回来之后, 系统正式结算, 应该制造比较可观的亏损。 年后等结算完成, 裴谦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下一周期了。 裴谦觉得自己的计划非常完美, 堪称是无懈可击。 1月19日, 周四, 裴谦刚起床, 就看到, 马阳给自己发来了 带货全自动智能台杠机的文案。 效率也太高了吧。 嗯? 不对? 难道加班了? 裴谦立刻给马阳打电话质问。 马阳赶忙回答道, 不是, 谦哥, 这只是个初稿, 陈宇峰昨天下午就做好的。 因为都是直接查到的参数和各项数据, 所以出得比较快。 这不是最终稿, 今天白天还要进行修改的, 晚上才会安排直播。 腾达的宗旨就是不加班。 我是严格贯彻腾达精神的好员工, 怎么可能让大家加班呢? 谦哥你放心, 这种事情绝无可能。 裴谦满意地挂了电话。 可以, 看看老马这觉悟。 要是腾达, 人人都有这种觉悟, 那该多好。 等等, 裴谦突然意识到, 好像腾达现在确实几乎人人都有这种觉悟了, 但他的处境却依旧没有好转。 虽然大家不加班, 但公司该挣钱, 还是在继续挣钱。 裴谦默默地叹了口气, 每次一想到这件事情, 就感到惆怅。 还是先看文案吧。 裴谦把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直播文案,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发现这里面详细介绍了他的具体属性, 包括有多少个喇叭, 具体参数如何, 对标同价位的音响参数, 有何差异, 价格相差多少等等。 除此之外, 还留出了音质对比环节, 找了几款其他品牌的音响对比音质, 里面不乏大几千上万块的产品。 像这种直播节目, 还是得有对比, 才容易做内容。 如果只评测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话, 参数几分钟就念完了, 支撑不起来整个直播的时长。 裴谦对这份文案还比较满意。 反正只要老老实实地 跟其他音响做对比, 实事求是的说出问题, 那就足以劝退一部分玩家了。 毕竟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又没有独家的技术, 因之跟2000档位的国产回音币差不了太多, 再加上抬杠机本体的那几百块, 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没有性价比。 裴谦立刻给马阳发信息, 可以, 这个文案再细化细化, 完善完善, 多扣一下细节就完美了。 反正这次对比评测里, 有大几千, 上万块的音响, 在细节方面,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这2000块的东西, 绝对是比不过的。 多扣一下细节, 给所有观众营造一种智能抬杠机的细节, 不是很讲究。 品质不佳的感觉, 绝对能劝退不少还在观望的消费者。 另外一边, 马阳收到裴谦的信息之后, 立刻回复, 好的, 然后找到了陈宇峰。 陈宇峰是马阳直播的幕后负责人, 自从负责为马总的直播提供内容以来, 他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 非常小心谨慎地处理每一处细节, 每次直播前团队的其他人也都多次笑狗, 连字眼都会抠很多遍, 数据上的错误就更不敢有了。 陈宇峰深知, 马总现在做的事情是很招人恨的, 绝对有不少公司对他恨之入骨, 拿着放大镜找问题。 而马总又是直播, 不是视频, 万一数据出了问题, 就会被人录像, 疯狂攻击。 马总做的事情, 说是带货也好, 说是评测, 打假也罢, 总之最需要的就是公信力。 一旦文案出现小的错误, 久而久之, 公信力必然下降, 这是一件很难弥补的事情。 所以, 陈宇峰一直都做得特别认真。 此时, 他还在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文案, 准备做好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 评测自家的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陈宇峰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评测这个, 但既然是裴总跟马总亲自交代的任务, 并且再三叮嘱, 一定要和以往一样直言不讳, 他也只能全力以赴的准备, 不敢有丝毫怠慢。 至于团队的其他人, 也是各司其职, 有人在负责核验数据, 有人在调试其他的设备。 陈宇峰正在核查文案中的一个数据, 马扬过来了。 我刚才把文案给裴总看了, 裴总还比较满意。 不过, 他希望这个文案能再细化, 完善一下, 尤其是细节, 一定要多扣一扣。 陈宇峰愣了一下, 细节还要再多扣一扣。 裴总有没有说具体是怎么扣? 马扬说道, 这事也要问裴总。 当然是我们自己想了。 陈宇峰想了想, 似乎也是这模回事。 为了这众戏之末节的问题, 去打扰裴总, 显然不合适。 但问题来了, 细节还怎么在扣啊? 他已经把智能抬杠机的音响参数都列出来了, 也安排了视听环节, 还能怎么抠细节。 搞个微距镜头, 给观众们展示一下细节的做工。 但外表肯定看不出实膜来, 都是现代工艺的产品, 良品率都很高, 外观不可能有毛草, 不平整之类的瑕疵。 陈宇峰突然灵光一闪, 说道, 有了, 要不咱们直接拆机好了。 把几台音响, 全都拆成零件, 里边的细节, 肯定是会有差距的。 马阳点点头, 好啊, 这个主意不错。 还有别的细节没有? 再想想, 陈宇峰又苦思冥想半天, 这次是真的想不出来了。 要不, 马总, 还是问问, 阿透科技的厂总吧。 让他简单介绍一下, 这音响跟其他音响不同的细节。 咱们还是实事求是的跟观众说, 这也不算违反规定吧。 陈宇峰说道, 马阳想了想, 倒是也行, 晚上就得直播了, 时间这么紧张, 裴总又要细节, 只能是问一问常有了。 行, 这是你不用管了, 我去朝他要。 马阳转身打电话去了, 陈宇峰立刻改直播的文案, 加上了拆音响的环节, 并且安排技术人原先把这些音响, 全都拆一遍研究研究, 省得到事后出岔子。 过了莫多久, 马阳回来了。 妥了。 常有说, 一会儿马上给咱们发来一份文档, 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特殊功能里头都有, 咱们可以照着安排。 陈宇峰有些犹豫, 马总, 阿透科技那边似乎给得挺干脆的, 应该也是看在兄弟部门的面子上给的。 咱们直播的时候, 是不是得稍微嘴下留情一点? 马阳一瞪眼, 那怎么行,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裴总清定的腾达精神, 就是实事求是。 裴总再三叮嘱, 让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要更加严苛, 怎么能破裂? 陈宇峰点点头, 好嘞马总, 我知道了。 马总发话了, 那就好办了。 陈宇峰多嘴问一句, 主要还是怕到时候闹得不好收场, 自己被锅, 现在既然马总发话了, 那按照马总的性格, 就算有锅, 也是他自己一力承担, 陈宇峰也就不担心了。 很快, 阿透科技那边, 关于全自动智能抬杠机的文档发过来了。 陈宇峰点开看了一下, 当时就傻眼了。 啊? 这台杠机竟然还有这么多功能? 能自动吟诗? 能对台词? 还能开启台杠模式? 台杠模式, 这个早就知道。 吟诗和对台词这个, 好像还没石磨人关注吧? 官方也莫大篇幅介绍啊。 陈宇峰有点意外, 关于这个全自动智能台杠机, 他也做了一些功课, 知道这玩意的人工智能很奇葩, 进入台杠模式之后, 能把人杠得想拆架。 但是自动吟诗功能, 之前似乎没听说过。 看文档中的解释, 似乎是因为, 之前相关的数据库一直没有做得太好, 现在总算是完善得差不多了。 所以, 这个功能才刚刚更新末多久。 对台词的功能倒是听说过, 单对的台词都是海上堡垒, DLC的台词, 而这次, AUTO科技发过来的台词, 似乎不只是海上堡垒的台词, 也有好几段其他的台词, 不知道出处是哪里。 陈宇峰看了看马阳, 马总, 这些细节全都加进去吗? 马阳点点头, 当然, 裴总说了, 要死扣细节, 肯定都要加进去了。 抓紧时间准备吧。 陈宇峰感觉压力山大, 赶忙把团队其他人叫到一起, 各自负责不同的部分, 抓紧时间准备去了。 至于马阳自己, 则是抱着一台全自动智能抬杠机, 不停地按动上面的小棍, 等着机器再抬回来。 如此往复, 玩得乐此不疲。 与此同时, 裴谦已经吃过早饭, 来到公司工作了。 临近过年, 多数部门的工作任务也都完成了, 能够感觉到, 大家都有点无心工作的意思。 裴谦对此非常高兴, 希望大家这种摸鱼的状态, 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到了办公室, 第一件事, 就是把新助理叫了过来, 问一下之前安排下去的春节广告, 现在怎么样了。 新助理拿着小本子, 有条不紊的汇报, 目前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安排在了荆州, 以及帝都, 摩都, 阳城, 鹏城等几个大城市, 包括地铁广告, 告示牌, 写字楼广告位等等, 全都安排上了。 宣传的基本都是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树懒公寓, 逆风物流, 托管健身房等实体产业。 每个产业请了不同的明星做代言, 宣传的物料都已经安排好了, 等春节期间就会全面投放。 唯一的一点小问题在于, 有些城市可能还没有这些产业。 比如树懒公寓, 目前还只是在荆州有, 去帝都和摩都打广告, 是不是有点, 早了? 陪千微微一笑, 一点都不早。 现在这个时机就正合适, 其他城市没有相关产业才好呢。 那广告不就等于白打了吗? 钱不就等于白花了吗? 选择在荆州打广告, 是因为反正这些产业在荆州已经人进阶之了, 再多打点广告, 情况也不会更差了。 而选择在帝都, 摩都等超一线城市打广告, 则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广告费贵。 突击花钱时间有限, 想要把广告扑遍全国, 肯定是不现实的, 搞几个重点城市, 能保证钱花到位。 新助理说道, 还有, 裴总, 这是本次年会的具体方案和流程, 早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您一直都没时间看。 他一边说着, 一边对过来一份文件。 裴千伸手接过放在一边, 行, 我抽时间看看。 暂时没其他的事情了, 有事我再找你。